拿上这些东西赶紧滚 一个小布袋砸在了顾云冬面前的地上 袋子口敞开 露出里面有些干瘪的十来个小土豆 顾云冬靠在身后的大石头上 脸色蜡黄浑身无力 他抬起头 对上的就是一个妇人有些刻薄的脸 他也终于理清楚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穿越了 从丧尸横行的末世来到了大晋国 穿到同名同姓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农民身上 有父有母 还有一双地美 洪庆十七年 永宁府因干旱导致田地颗粒无收 百姓民不聊生 大批大批的流民开始往附近的州府迁移 寻求生机 面前这个带着一脸试舍表情 扔给我土豆的人 是袁主的后奶奶赵氏 旁边还站着二叔三叔两家十多口人 全部冷漠地看着袁主一架此口 被赶出桃荒的队伍 顾云冬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这是饿久了的缘故 脑袋也还处于晕眩的状态 连稍微挺直身体都做不到 他挪开视线 没理会肇事 毛子一一扫过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的二叔三叔一家 最后落在坐在石头上的顾老头身上 男是后奶奶 爷 却是亲爷 顾老头被他轻零零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自在 轻咳了一声 咳咳 拌上后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 云冬啊 你也别怪我们 实在是大家都困难 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你们这房也没个壮劳力 你娘又是个傻的 除了吃船 什么都帮不上 这世道太混乱了 大家连自家都顾不过来 实在没余力照顾你们了 你们 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这袋子土豆 也足够你们娘几个撑两天了 后面你们 就自己想办法吧 能不能活下去 也是老天的意思 我在末世生存了两年 早就见识过了神性的险恶 顾老头这种明明做了恶事 还要找借口推理老天的行为 也不怕天到雷剔了 可惜我现在没力气 不然哪里会让他在这里 长拼大论说些废话 他不屑 可身边的一个小小的身影 却倔强地抹了一把眼睛 微微哽着声说 我被有转劳力 我爹是为了引开流口才会不见的 他会回来的 你们 你们 顾云东知道 他是园主的弟弟 顾云淑 今年才五岁 看个头却不过三四岁的样子 园主的爹叫顾大江 两天前他们遇到一伙流寇 顾大江和二叔顾大和充当诱饵 引开流寇的注意力 给他们争取逃命的机会 后来顾大和回来了 顾大江却不知所踪 在大伙的眼里 顾大江多半是凶多吉少 被那伙流寇给害死了 小小的顾云淑却不肯相信 我觉得我爹还活着 一定会回来的 顾老头却不想多说 只是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就这样吧 你们自己好好保重 说着顿了顿 到底舍不得自己的孙子 问顾云淑 哦 倒是还能带上你 要不 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哎 带什么带 我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了 他的那份没有了啊 要跟着就自己找吃的 去吃土 我跟我大姐在一起 他话还没说完呢 顾云淑已经拉住了顾云东的手 嘴角崩得死紧 顾云东下意识地就要抽回手 他并不习惯和人有肢体接触 尤其在末世 防备人靠近几乎成了本能 可他如今没什么力气 这小破孩生怕自己会被分开似的 握着他的手指紧紧的 也因此 顾云东能清晰地感受到他那小小的 瘦瘦的 又有些颤抖的小手 他抿了抿唇 最终没说什么 追你 说完 带着赵氏等人便直接走了 一直站在一旁的母亲杨氏 眼底闪过迷茫 他身上还背着一个碑笼 里面放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昏昏沉沉地在睡觉 这么大的动静都没能吵醒他 眼看着顾老头一伙人走了 杨氏无措地跟着走了几步 回头看到顾云东和顾云淑还在原地 又急匆匆地走回来 蹲在他身边 误解地问 东东 走 走 杨氏脑子不太好 但也认得人 他现在还没搞清楚 自己母女四人被顾家一家子抛下了 只是奇怪为什么顾家不等等他们 顾云东还在恢复戾气 他现在连说话都费力 更没耐性去解释 倒是顾云淑小声地安抚杨氏 娘 大姐累了 咱们等一会儿再走吧 大姐之前晕过去了 就是因为这样 爷爷奶奶也终于有了借口 丢下我们一家子 顾云淑忧忧忧忧的 爹不在 大姐又病了 娘懵懂 小妹更是瘦弱得没点力气 她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兵了 虽然只有五岁 但也要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 顾云淑努力地挺了挺自己的小身板 又看向闭上眼睛休息的顾云东 而此时的顾云东 却是高兴的 我在末世生存了一年 几乎是能活一天就是一天的心态 这里虽然同样处于混乱的世道 但至少这里没有丧尸 没有变异的动植物 等度过了灾荒 我的生活会慢慢地变好 这里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至于园主的家人 到底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只要他们不给我找麻烦 我并不丢下他们 就当是报道了 才想着 耳边忽然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她微微地抬起头 就见到了去而复返的二叔 顾云东 顾云东对这个二叔 可一点好感都没有 当初他和顾大江一起引开流寇 却只有他回来了 这不得不让他多想 将顾大江的失踪 跟他联系在一起 顾大河跑到顾云东的身边 二话不说 蹲下身就去扯他的衣袖 你干什么 反正啊 你马上就要死了 你爹留给你的钱 也别浪费 二叔帮你 拿去孝敬你爷奶 卧槽 只见顾大河操起旁边的石头 一把砸向顾云东的脑袋 顾云东只来得及叫了一声 就晕了过去 当机啊 顾云叔尖叫一声 扑过去疯狂地拍打顾大河 梁氏也反应过来 放下贝勒就上来抓挠他 站住 你再过来 我就掐死你儿子 顾大河被两人缠得 还真的退后了两步 终于不耐烦地一把抓住顾云叔 一手掐住他的脖子 杨氏猛地顿住了 犹犹豫豫豫地不敢上前 看看儿子 又看看昏迷的女儿 突然愁着顾大河跪了下去 他按说 求求 求求求你 把阿淑放下 他疼 他疼的 你娶了 废贵 都不是 他是畜生 他打过姐姐 你硬逼死我们的 我都不会放过你们 顾云叔被掐得整张脸都发紫了 眼睛更是红得厉害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硬是不肯落下来 他不管不顾地疯狂挣脱 顾大河根本就不管他骂了什么 没有阳氏碍氏 他重新走到顾云东的身边 一把扯下他的袖子 他知道大哥 偷偷给了这个侄女防身银子 他还不小心看到了顾云东 将银子缝在了衣服袖子里 所以他才会去而复返回来拿的 反正这世道 他们一家子肯定活不了几天 与其让这银子给他们陪葬 不如让我拿了去呢 顾大河心安理得得很 翻开袖子 果然看到了一两碎银 我这大哥 还有心眼呢 居然偷偷藏了这么多钱 拿到银子 顾大河一把将顾云淑丢开 杨氏盲上前将人接住 避免他脑袋磕到石头上 啊 阿叔 娘子 娘子 不疼 顾云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得了自由后 才终于大口大口地开始喘气 顾大河站起来瞥了他们一眼 小得一脸得意 嘿嘿嘿 你们可别怪我 是你们爷乃决定把你们赶走的 我是小辈 我只能听他们的 哼 说完 大步朝着顾老头他们的方向追去 顾老头是看着二儿子离开的 此刻见他重新回来 微微地皱了皱眉 你干什么去了 那丫头身上还藏着银子呢 我拿过来给爹娘试试 他们就那么点粮食 你还去 怎么就不能去了 我就说老大不老实 有了银子不孝敬我们两老 还偷偷摸摸摸地给媳妇女儿的 这没良心的玩意儿 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 就养出个这么个白眼狼 走就该打死他了 老二拿了银子怎么了 反正给了他们也用不上 别最后落到别人手上 那还不如给了我们 也是他们命不好 娘 这银子我给您收着 我年轻力壮不容易丢 赵氏瞥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这世道 我也不乐意 为了几十文钱的事情 惹得儿子不高兴 万一惹恼了儿子 丢下我这个老人 我也活不下去 赵氏以为钱不多 也就游着顾大和了 顾云东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杨氏的背上 耳边传来他呼吱呼吱 走路的喘息声 杨氏很瘦弱 顾云东很明显地感觉到 他有些个人的肩膀 一阵一阵的 仿佛一不小心 就会被压断似的 东东 东东 你醒了 大概是感觉到动静 杨氏微微地侧过头 满脸欣喜地开口 顾云东这才发现 杨氏的身前还挂着一个碑楼 碑楼里的小女孩 依旧睡得无知无觉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顾云叔也听到声响 急忙抬起头来 大姐 你醒了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到了 我们去哪儿 顾云东沙哑着问 他们走的这条道有些窄小 路上也没什么人 这会儿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得找个地方过夜才行 我们往回走了 去昨晚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里住一小 那掉离得近一点 这个决定是我下的 其实心里很忐忑 也不知道对不对 一定比起前面未知的方向 我只能回到任何的地方 大姐需要休息 我心里也害怕 顾云东这才发现 他脖子上有道勒痕 配上他那有些硕大的脑袋 格外的触目惊心 他脸色微微的一沉 顾他何呢 他抢了大姐的银子 就跑了 顾云叔终于还是没能忍住 笑容维持不住 低下头抹了一把泪 银叔没用 没保护好大姐 也没守住银子 对不起 顾云东想叫他不许哭 他在末世一年 早就明白眼泪 是最没用的东西 银子没了就没了 哭有什么用 回头有机会 再让他十倍百倍地还回来 多大点事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这里不是末世 顾云叔也不是陌生人 是他的弟弟 可他也不会安慰人 好在耳边很快就传来了 杨氏的声音 儿叔不哭 是你儿叔坏 我们以后都不理他 不理 娘疼你 顾云叔就被安慰到了 他用力地抽了抽鼻子 我不哭 我是咱们这里 唯一的男子汉了 我不哭 说着 搂了搂怀里的土豆布袋 挺了挺小胸脯 顾云东沉默了 好在他们落脚的村子 很快就到了 这村子静悄悄的 已经差不多没什么人了 大家死的死逃的逃 都在寻找能生存的地方 顾云叔原本想去他们昨天去的那间屋子的 被顾云东阻止了 最后 他们选了个距离村子中心 有点距离的一户人家 地方不大 盛在偏僻安静 旁边也只有两户人家 到了屋里 杨氏便小心翼翼地将顾云东放了下来 顾云东的力气 已经慢慢地恢复 只是之前脑袋被砸 还有些晕眩 顾云叔小心地将土豆放在他面前 抬起头说道 大姐 你先去休息 我去找点柴火 他懂事得很 对着顾云东说话的时候 还努力地仰起笑 不让他担心 说完 就转身去找柴房了 顾云东看着他头大身子小的背影 都担心他那脑袋随时都会折了似的 他没一会儿就抱着两捆细细的柴火进来了 又叫杨氏 杨 帮我把窗子关上 好啊 杨氏正拿着竹罐给顾云可喂水 小姑娘无意识地吞咽着 终于有些反应了 等到窗门紧闭 顾云叔这才开始动手烤土豆 顾云东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布袋里面翻出两个小土豆 十分珍惜地串起来 放在柴火堆上面转动 等到差不多了 便递给了他一个 另外一个 他小心地剥掉皮 送到了顾云可的嘴里 然后就把火给熄灭了 顾云东看着手里的小土豆 又看了看明显不打算吃的顾云叔和杨氏 你们的呢 大姐 你吃吧 我不饿 话是这么说 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往土豆上飘 随即又马上低下头去 杨氏的表现就直接多了 他用力地咽了咽口水 我饿 顾云叔的小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小手拽了拽 还是细细地小声地安慰杨氏 娘 我们的粮食不多了 咱们今天就先布置了 好不好 一会我出去 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十来个小土豆 肯定是要先解这瘦上的大姐 和奄奄一息的小妹的 顾云叔有些难过 眼里甚至透露出一股绝望 要是后面找不到吃的 我们可能真的要饿死了 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杨氏懵懂 但能听得近话 他舔了舔嘴巴 眼睛一错不错地盯着土豆 却依旧点点头 那 那就不吃了 顾云东沉默了 只要我还能吃得进去才有果 而且 我原本也没打算吃 这土豆都发芽了 却又要中毒的 顾云东伸手 将顾云可手里的土豆也拿了回来 这个先不吃了 我去外面找别的 力气已经恢复过来了 虽然身子依旧虚弱 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连路都走不了的地步 顾云东缓缓地站起身 顾云叔一正 忙也跟着站起身 伸手拦在了他面前 不行 大姐你身体不好 我可以的 我去找 不用 你留下 大姐 留下 顾云东声音沉了两分 他其实没多少耐心 尤其现在肚子空荡荡的 心情就有些暴躁 顾云叔正住了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姐 那眼神有些冷漠 有些固执 不由自主地就放下了手 乖乖地点了点头 愣愣地看着他走了出去 出了门 顾云东才微微地吐出一口气 他上辈子就是孤儿 从小运气就不好 遇到的人当中 不管是孤儿院的院长 护工 还是学校的老师 对他态度都很一般 甚至有些还很恶劣 因此 身边突然多了几个 异性为他着想的亲人 反而有些无所适从 如今倒是有些庆幸 跟顾家人分开了 身边除了年纪还小的弟妹 和吃傻的杨氏之外 别无他人 也没什么人怀疑他 其实换了个心子 顾云东慢慢地走到 房子的角落里 左右看了看 静悄悄的 没什么动静 随即 他微微地闭上眼 呼吸一顿 下一刻 手中陡然便多了 一小袋大米 他笑了起来 眸子也微微亮了几分 果然 他的空间跟过来了 空间里的那些物资 也跟过来了 这个空间 是他在末世刚到来时 无意间得到的 大概一亩地大小 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 放进去的东西是什么样 拿出来 还是什么样 当初得到这个空间 顾云东便开始收集物资 毕竟谁也不知道 末世什么时候结束 想要活下去 没点东西傍身可不行 如今他空间里 有不少东西 大米 白面 矿泉水 这些并不缺 有了这些东西 逃荒路上 我还有什么好怕 之前 顾大和拿着石头 敲他脑袋的时候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要去空间 掏匕首反击 当时就意识到 自己的空间还在 然而也因此 愣了一下 就那么一会儿功夫 便被顾大和给放倒了 这个仇 有机会 他是一定要讨回来的 顾云东又从空间里 拿出水和酒精 先给脑袋上的伤口 简单地消了毒 还好 顾大和的力气 也不是很大 他晕倒得很大因素 还是饿的 伤倒是不重 随后蹲下身 拿出刚才顺手 带出来的那个小布袋 敲默默地 将大米倒了进去 想了想 又拿出来两包酱菜 用竹筒装上 这才呼出一口气 重新往屋子里走去 刚走进院子里 顾云东就听到 房间里面 传来了带着 一丝疑惑的声音 娘 大姐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 以前大姐总是哭 还特别怕她 现在好像一下子就 就 就特别男子汉了 顾云东无语 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做特别男子汉 不过我跟以前的顾云东 性格确实相差很大 还是得想个合理的借口 解释一下 只是还没等到她想出来 顾云叔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肯定是爷奶赶我们走 让大姐受刺激了 爹又不在 所以她觉得自己要保护照顾我们 大姐太不容易了 娘 你说有什么办法 让我一下子就长大 然后变成家里的壮劳力 这样大姐就不用 壮得特别男人了 我现在好没用啊 杨氏歪了歪头 听得不是很明白 我长大了 这么高 这小东西年纪小小 倒是很能操心 不过听她说话的声音 还是能判断出 她的嗓子没有多大问题的 看来顾大河虽然掐在她脖子上的痕迹 出目惊心 好歹没真的伤到 顾云东提了提手上的东西 脚步重了一些 里面的声音立刻就停了 她推开门 就见到顾云叔双手伸着 挡在杨氏和顾云可的面前 小脸绷得紧紧的 一副戒备的样子 见到是她 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扬起大大的笑容 大姐 你回来了 找到吃的东西了 视线一挪 见到她手里的东西 那双大大的眼睛 顷刻间发出亮光 我去厨房看看 有没有水 她转身又出去了 这地方肯定是没水了的 她不过是装装样子 去厨房找了个罐子 拿出空间里的矿泉水倒进去 这才重新回到房间 屋里的顾云叔 却已经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袋子里的大白米 声音都结巴了 大 大姐 你从哪里找来的 好多 好白啊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白 这么大颗的大米 一颗颗的 像是透明的一样 比镇上米店里最贵的米 都要好看 顾云叔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感觉就跟做梦似的 我在隔壁那家人的 其中一个房间的床底下找到的 哦 我知道了 那家人肯定是二婶一样 偷偷地把吃的藏起来 逃荒的时候忘记带走了 之前准备离开村子的时候 二婶从床底下 偷偷翻出两大包红薯干 准备悄悄藏着带走 那是她这些年 暗自扣下来给自己这房吃的 没想到被奶看到了 在家里大骂她二婶是白眼狼 整个顾家都知道这回事 如今听说这些大白米 是从床底下找到的 顾云叔立刻就找到了 合理的解释 顾云东觉得 自己压根就没必要想借口 她总能替她找到说辞 于是她点点头 应该是 说着转身关上门 将之前的那堆火重新点燃 给瓦罐里加了水 顾云东打算煮点粥喝 一夹子都饿得很 肚子空荡荡的 只能吃点软嫩的食物 她一倒就一大把 顾云叔顿时就心疼了 大姐 少点 少点吧 其实 我不太饿的 我可以少吃点的 你不是要快点长大吗 不多吃点 怎么长大 顾云叔愣了愣 顿时纠结了 我想快点长大的 可是我们粮食不多 现在吃多了 后面怎么办呢 她左右为难 顾云东却已经手脚麻利地 将粥给煮上了 直至暖乎乎的热粥 吃进肚子里 顾云东才满足地 呼出一口气 这个身体太差了 虽然她在末世 吃得不是很好 可她早早地就有了空间 收集了不少物资 吃这方面 即使比不上末世前那么自由 但也比大多数人好上许多 吃个七分饱不成问题 但在这里 就算是桃荒前吃的稀饭 那也就混个水饱 米粒根本就没多少 桃荒后更是一天只有一顿 能吃个两分饱都是稀罕式 大姐好好吃 好香啊 顾云叔喝得极慢 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粥 香甜香甜的 简直是人间美味 他那表情太陶醉 小嘴鼓着 都有些舍不得咽下 杨氏自己迫不及待地喝了两口 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喂顾云渴 小姑娘没什么力气 如今喝了粥 眼睛却亮了几分 眼角弯弯地 顿时就有了精神 嗯 好吃 顾云东那一瞬间 莫名地觉得有些满足 这种感觉很陌生 他忍不住捂了捂胸口 一家四口难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一个个地都感觉幸福得不得了 捂着肚子瘫在地上不想动 顾云东肚子不再火烧火燎的 力气也有了 终于开始有余力想接下去的路了 如今他们不缺吃的 他空间里吃的东西很足 完全能够让他们撑到相对富裕的府城 只是没有交通工具 路上肯定走得很慢 其他倒是还好说 最担心的还是怕遇上倒扣 以及恶狠了走投无路的流民 这是一路上最大的危机了 尤其他们一家子 连个成年男子都没有 在别人眼里就是好欺负的对象 很容易变成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的目标 看来他们接下去不能再走大路 至少不能往人多的地方走 当初他们离开家的时候 顾大江和他说过 离得较近的几个府城的路线和方向 他多少心里有数 说到顾大江 也不知道如今到底是生是死 身在何方 顾云淑也在想他爹 尤其是吃了一顿好的之后 更想爹了 手忍不住擦了擦眼睛 仰着大脑袋 努力不想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顾云东一回头 就看他那脑袋仿佛要断掉的样子 都有些心惊胆战的 他忙琴咳了一声 倒 嗯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他让三个人都躺到炕上去 将杯楼里面的薄被子 拿出来给他们盖上 这是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 杨氏一直放在身上的杯楼里 杯楼里面除了姑娘顾云可之外 还有一床薄薄的被子和两身衣服 以及装水的竹筒 其他一无所有 顾云淑躺下才发现大姐没上来 忙又坐了起来 大姐 你不睡吗 我白天睡得多 现在睡不着 你们睡吧 哦 顾云术点点头 便安心地躺下了 吃饱喝足后 睡得特别快 没会儿 三人呼吸就平稳了 顾云东在一旁坐下 他是压根就没打算睡的 在末世 只要在外面留宿 晚上都是要留一个人守夜的 否则 什么时候遇到危险都不知道 他已经养成了习惯 到了这里也一样 也幸好 他在这个夜里是清醒的 杨氏他们睡着不过半个时辰 他便听到外边传来了细微的动静 顾云东猛地睁开了眼睛 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 院子的墙面不是很高 墙角下正好有个降纲 上面还有个木板盖着 顾云东缓缓地踩了上去 露出半个脑袋看向墙外 就见月色下站着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其中一个压低了声音道 你小声点 别把人家给惊醒了 我 我哪知道 这里有块石头 这不是不小心被搬了一下吗 另一个人揉了揉腿 顾云东 微微地瞇了瞇眼 这石头 是他之前放的 除了这块石头之外 门边还有木栓子横着 也幸好他放了东西 不然还真不能这么快听到动静 这两人鬼鬼祟祟的 想做什么 他心里思量着 那两个男人正好微微侧过身 露出正脸来 顾云东脸色陡然一变 他是继承了园主的记忆的 记忆中 他早上才刚见过这两张脸 那会儿还没和顾家人分开 在行走时 顾大和不小心撞到了他们其中一个 当时两人凶狠的眼神 就像狼剑着猎物一样 只看一眼就让人心惊胆战 顾大和连连道歉 那两人狠狠地踹了一脚顾大和后 才离开的 只是离开前 顾云东清楚地从他们眼里 看到了不怀好意的神色 所以此刻他们出现在这里做什么 好了 小心着点 别冒手冒脚的 哎呀 知道知道 赶紧让 一想到那两个白白嫩嫩的小娃娃 我这口水都溜出来了 咱们运气挺好 他们中啊 正好有一个人昏迷 咱们只要对付另外一个 那两个小娃娃 就是我们的了 墙角下两人的说话声 再度滴滴地响起 你就知道吃 我说你之前 踩点的对不对 是不是这地方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往前走 顾云东却脸色大变 手脚冰凉 差点控制不住 从降纲上栽下去 短短两句话 信息量却极大 乱世之中 一子而食 当然有 顾云东更是在末世里待过一年 他甚至亲眼见过这样的人 怪不得这两人眼睛发红带着恶意 身上更是有一股恶臭的腐朽味 原来如此 这两人分明已经胜利了 顾云东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残酷 甚至还带了一丝嗜血的味道 在他看来 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做人都要有最基本的底线 否则 连凭本能生存的畜生都不如 而这 就是他的底线 四个人 两个小娃娃 一个昏迷被背进来的 他们只要对付一个杨士就够了 听着话里的意思 这是喵上我们了 那就更不能放过他们 顾云东看着那两人 已经走到了前面一户人家的门口 小无声息地进去了 他动了动手脚 虽然力气慢慢回来了 但身子依旧很虚弱 近身作战 要干掉两个人 就是上去送菜的 可惜我在末世的时候 没能搞到枪 否则远程射击 轻而易举就能崩掉他 等等 我好像有班努来着 还是有次收集物资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的 只是箭头不多 我很少用 顾云东眼睛染上笑意 从墙面上翻了下去 他很快走到隔壁那户人家的门口 那两人进去了 院门也没关 顾云东微微探过头 就见院子里站着其中一个人 另一个人已不见踪影 很好 一个一个一个来 顾云东将弩调整好 对准他的脖子 咻的一声 弩箭以雷霆之势 陡然射向男人咽喉 穿透他的脖子后 蹭的一下 钉在了鳞面上 那男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只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喉咙艰难地发出呵呵的声音 最终满脸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 顾云东呼出一口气 这才拿着弩往里面走 刚走了两步 屋子里面便传来了亮呛的脚步声 顾云东猛然蹲住脚 手里的弩也随之对准了房门口 很快 一个男人从屋子里 跌跌撞撞地退了出来 一只手捂住自己的手臂 指缝尖鲜血淋漓 他脸上满是惊慌 走到院子时想叫自己的同伴 没想到一扭头 就见同伴已经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顾云东诧异 手中的弩箭叙事待发 不过不等他瞄准 屋里又走出一个男子来 那人一身尽装 脸上不满肃杀之气 手中提着一把箭 箭尖上的鲜血 这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他一眼便看到了 站在那里的顾云东 转手又见到倒在地上的男人 心中了然 对他汗手 多谢 顾云东沉默了 所以这屋子本来就有人 而且看样子 是个身手非常不错的恋家子 男子已经转过头 重新看向那个闯入他们院落 试图行凶的贼人 后者绝望地跪在了地上 好好饶命 是我鬼迷心窍 有眼不识泰山 我该死 我混蛋 你放过我 我是真的恶狠了 这事到我也没办法才会 话还没说完 男子手中的剑陡然一扬 已经刺破他的脖子 那人只发出短暂的一声惊叫 人就倒在了林上 再无声息 两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已经死了 顾云东却不敢有所松懈 和男子面对面站着 他开始衡量评估目前的状况 就在这时 屋子里又跑出来一道人影 看起来不过五六岁的身影 高叔叔 白哥哥醒了 你快进去 软嫩嫩的声音响起 身影一跑出来 就直接抱住男子的大腿 仰着头说 高峰立刻捂住他的眼睛 不让他去看地上那两人死状 刚刚还冷漠寡言的表情瞬间一变 声音温柔地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高叔叔知道了 你先进去 我要让妹妹出来 告诉你白哥哥 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 马上就好 好的 男孩乖巧地点点头 被高峰转了个身 又哒哒哒地跑了回去 他甚至都没看到院子里一直站着的顾云东 顾云东的表情就跟雷劈了一样 我 搞错了 这两个喳喳的目标不是他们一家四口 而是这个院落里同样带着两个小孩的四个人 是了 之前他们两个还说了白白嫩嫩的小娃娃 自家弟妹瘦骨林寻 跟白白嫩嫩可搭不上边啊 顾云东迅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他把弩收了起来 表情严肃地对着高峰说道 不用谢 我也是凑巧听到他们说的话 知道这两人不是好东西 丧心病狂竟然要对两个小娃娃下手 但非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理的 所以我才跟在他们后面 想着能帮你们一把就帮一把 高峰微微地点头 也不知道信没信他的话 不过多看了两眼他手里的弩 见他往后藏了藏 便很实气地收回了视线 姑娘有心了 这两人 确实该死 那这两人既然已经死了 他们身上的东西 怎么一身一霸 顾云东是一点都不介意拿死人身上的东西 尤其是这种世道 高峰却很是嫌弃 我不需要 姑娘尽管拿就是了 顾云东也只是意思意思地问问他而已 这性高的一看就是不缺钱的 他一同意 顾云东就蹲下身 在那两人身上翻钱袋子了 高峰扭头回了屋子 顾云东动作只是稍稍地一顿 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拔人家的衣服 这两人身上的东西还真不少 五两银子 一个玉佩 两把匕首 还有三包的蒙汉药等等作案工具 顾云东只拿了银子玉佩 匕首没药 想了想 把那几包蒙汉药也带上了 搜刮完 他刚打算走 高峰又出来了 手里还提着一个布袋子 今日多谢姑娘相助之恩 这里有些馒头大饼 还请姑娘收下 顾云东一愣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一边接过来 一边倒 这多不好意思啊 其实就算我不来 以大哥的身手对付他们 也是冲冲有余的 高峰嘴角抽了抽 如果你收东西的动作不这么利索的话 这话更有说服力 出去的时候 帮我把院门带上 行 顾云东拿了东西 很干脆地转身走了 他也不问人家 怎么处理那两具尸体 彼此间也没问姓名 不过是桃荒路上萍水相逢而已 今后也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顾云东重新回到自己的小院 手里的馒头饼子已经冷了 明日再热热就能吃 倒是能给几个人加加餐 炕上的三个人还在睡觉 只是彼此却蜷缩成一团 顾云东皱了皱眉 如今正是日夜温差较大的时候 白天热得厉害 到了夜里 温度却陡然降了十多度 而他们只有一床薄被子 甚至短得连阳式的脚都盖不住 即使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上面 还是冷得厉害 也难怪睡得瑟瑟发抖的 他瞎意识地就想从自己的空间 拿棉被出来 只是转念想到隔壁有人 还是谨慎些的好 因此干脆拿了柴火在旁边点上 这户人家虽然已经没粮食了 但院墙那边却堆了不少干柴 正好方便了他 火一烧起来 屋子里的温度瞬间便上升了 原本炕上缩成一团的三人 这才舒服了些 眉头也松开了 暖融融地睡得格外安稳 顾云东坐在旁边 耳朵却竖着 没想到才过去半个时辰 门外就传来了动静 他刷的一下站起身 走出了屋子 依旧站在降纲上看向外面 就见门口过来一辆马车 隔壁院子的高峰 正将一个少年背进了车里 觉察到他的视线 高峰抬起头对着他汗手 吼 吵着姑娘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是 高峰说完人也钻了进去 江绳一抖 马车咕噜咕噜地 在月色下越走越远 一直到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顾云东才从降纲上下来 他进了屋又坐了一刻钟 这才走到抗炎 将睡在中间的姑娘顾云渴 给抱了出来 姑娘骨头软软的 仿佛稍微用力一点 便会折断了似的 顾云东不太敢用力 抱得格外的小心翼翼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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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抱着离炕稍稍远了一些 他才轻轻地晃了晃他 将人弄醒 姑娘迷迷噔噔地 睁着眼睛有些茫然地看向他 嗯 大姐 来 睁嘴 把这个给喝了 哦 顾云可连问都没问什么 甚至都没看清楚地道跟前的东西是什么 十分信任听话地张开嘴 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 喝了几口 突然愣了一下 嗯 甜的 喜欢喝就多喝点 顾云东手里端着的 是从空间里拿出来的牛奶 放在火上烧烧地热了热 这才喂给了顾云可喝 姑娘实在太过瘦弱了 明明已经三岁了 可现如今连走路都不太稳当 一整天的时间 有一大半都是处于昏睡当中的 顾云可和顾云叔不一样 后者不管怎么都是男娃 在顾老头的心里 还是占着那么一丝丝的地位的 吃的东西自然要比顾云可多一点 因此 在他们四人中 他算是身体素质最好的 顾云东没有照顾幼儿的经验 但是空间里有牛奶 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 最适合给他补充营养的东西了 大半碗的牛奶喝下去了 顾云可忍不住打了个宝格 好喝 顾云东将碗放下 看他眯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模样 忍不住心软了软 语气都轻柔了许多 继续睡吧 将小家伙放在中间 咽了咽背脚 顾云东重新坐回到火堆旁 小姑娘本来就没完全清醒 不过片刻 又睡熟了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 顾云东忍不住抬起头 望着头顶的木梁 突然很享受这样的环境 真的好安静哦 耳边再也不会有 丧失呵呵的叫声 也不需要随时紧绷着神经 等待去拼命了 甚至身边还有了亲人 这是上辈子 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感觉像是梦一样 东东 耳边默然传了 杨氏起床的声音 你醒了 顾云东陡然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 不知不觉 竟然已经过去了许久 要 要早起 已经饮食了 以现代的时间来算 才不过四点多的样子 都还没亮呢 然而杨氏 却已经养成了生物中 当初在家的时候 他就要这么早起来 烧饭喂猪打扫院子了 后来逃荒路上 因他脑子不太好 也没人安排他守夜 虽然有时候 要连夜赶路 但杨氏的起床时间 还是变化不大 顾云东站起来 活动活动手脚 拿过一旁的袋子 递给他 这个给你 饼子 馒头 咻 顾云东看了看 还在睡觉的两个孩子 杨氏立刻捂住嘴 用力地摇了摇头 呜呜啊啊的 模样看起来 竟然有几分萌 顾云东嘴角抽出了两下 你先吃这个 停泡肚子 剩下的 放在火上烤一烤 等他们醒了 给他们吃 我先睡一会儿 外面要是传了什么声音 或者有人过来 一定要记得叫醒我 知道吗 杨氏已经清醒了 他还是能放心 让他守着的 他得趁机睡几个时辰 否则身体受不了 嗯 知道 杨氏认真应下 顾云东这才躺下睡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是被热地醒过来的 刚迷起眼 耳边便传来顾云可 嫩嫩的嗓音 真的 我昨夜里喝的 甜滋滋的可好喝了 说着 顾云可还回味一般地 舔了舔唇 随即咽了咽口水 顾云东没想到 他居然还记得 那会儿 他睡得迷迷糊糊的 还以为他没什么印象呢 得找个借口 忽悠一向小丫头才行 然而 还没等到他开口 姑娘又乖乖巧巧地道 哥哥 那你 那你昨晚做梦的时候 梦到什么好吃的了 我啥也没梦到 小妹 那你今天晚上再梦到 那个甜滋滋的糖水的时候 能不能分我喝喝 我也想去你的梦里 顾云书一脸地慎重其事 拉着他的手 很真诚地恳求着 顾云可忙不迭地点头 好 一起喝 一旁的杨士擦了擦口水 我也想喝 带上你啊 还有大姐 都喝 真的是可好喝了 小姑娘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餐 吃得比较好的原因 她比昨儿精神多了 要是梦到肉 就更好了 顾云东沉默了 你还真敢笑 她揉了揉鹅脚 坐了起来 那边听到动静的顾云书 立刻走了过来 大姐 你醒了 什么时候 四十 屈人九点多了 怪物的身上盖着薄被子 也感觉到热 大姐 我们为什么会有饼子馒头啊 昨天有礼隔壁的人送的 我帮了他们一点忙 打谢我们的 顾云东摸了摸脸 让他们收拾东西 他们也该离开了 这个时间段有些热 但也没办法 谁守夜 他都不放心 只能自己守着 等到杨氏醒过来 自己再睡 因此 他们赶路的时间就少了 顾云东在院子里 又找了一个碑楼 自己背在身上 将那袋米和馒头饼子 都放在里面 还用棉被盖在上面 其实是放在了空间里 等需要 再偷偷地拿出来 这样 杨氏的重担也能少点 他依旧将顾云可 放在背楼里背上 其实 依照顾云东的想法 顾云叔年纪小 骨头没长好 也不适合长期走路 等过几天 我力气恢复了 倒可以背小妹 小弟让杨氏背着走一段 一家四口重新出发 或许是肚子里有了东西 他们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昨日的灰败之色 尤其是顾云叔 昨儿那种 像是要被压垮的绝望 已经找不到了 他们走得很慢 休息居多 手中有食物 倒也不怕 顾云东专门找人烟稀少的地方走 他们四人 太容易被盯上了 可即使这样 那些遇到的人 看着他们的眼神 也都带着贪婪 顾云东手上拿着一把匕首 匕首上故意涂上血迹 谁敢近身 他都会对着那人露出 嗜血凶残的笑 吓得不少人高马大的人 落荒而逃 倒也有不怕死的 顾云东下手毫不留情 就这么走了几天 还算平安 没被抢劫 他们有时候会塑在野外 这种时候 顾云东会格外地谨慎 几次之后 顾云叔就发现 大姐每晚上都守夜不敢睡 她又心疼又难受 坚持要和她换来着 顾云东坚定又冷酷地拒绝了她 她可不放心 让这么小的孩子来守夜 小孩子的困意 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稍微打个盹 就会睡沉过去 宁愿晚点出发 路程慢点 也不想冒这个险 命可就只有一次 就这么磕磕绊绊地 又走了一个月 他们终于抵达了庆安府 庆安府 总算能歇一些脚了 顾云东仰头看着高大的城门 抹了一把有些杂乱的头发 她现在的模样狼狈极了 棚头垢面 拉里拉遢的 要不仔细看 又看不出她到底是男是女 然而也正是这样 她才能遮挡住自己和别人那面黄肌瘦 完全不一样的脸色 大姐 你会在里面吗 顾云术站在她身边 牵着她的手 小声地问 顾云东现在是越来越习惯他们的碰触了 也不像之前那般 抓到他们的软绵绵的小手 就感觉会折断似的 此刻她很平静地看着城墙道 也许吧 也一定会在里面的 不知道 她和我们约好了的 不会是烟的 顾云东低头看着她的大脑袋 虽然这一个月的伙食要稍微地好了一点 但毕竟不能在全民接受的势道 胖得太明显 再加上小家伙总是忧心忡忡 他们会把粮食给提前消耗完 因此吃得挺少 看上去还是脑袋大 身子小 此刻看到她抿得紧紧的唇 顾云东都不忍心破她冷水 说起来 她爹顾大江 真的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 从开始逃荒那一日起 她就将沿路可能经过的路线图给画了下来 并一一跟几个孩子 不管是她 还是只有三岁的顾云可 甚至完全不明白的杨氏 她都会反复叮咛嘱咐 想着但凡他们只要记住一点点 说不定都能用上的 而且逃荒路上 妻离子散的很多 指不定什么时候谁就会落单 到了那时候 就统一在庆安府等 他们总会团聚的 她的猜测应验了 只是落单的那个人 却变成了她自己 在顾云东看来 顾大江多半是凶多吉少的 只是其他三人 却都抱着很大的希望 觉得他们无所不能的父亲 或者丈夫 一定会平安脱险的 抱着一次希望也好 只可惜现在通讯交通都不方便 要向一家团聚 那 走吧 问问怎么入城 城门紧闭 城门外的人却很多 一批一批的 有人甚至在外面搭了帐篷 或者茅草屋住着了 只是这么一眼看过去 一个个都脸色发白 身子摇摇欲坠的 顾云东牵着弟弟的手 杨氏背着顾云可 跟在他们后面 四人往前走了几步 最后停在一个 看起来有些年纪 面相也磁合的老大爷面前 老大爷的手 多得缩缩的 直接席地而坐 看着城门的方向 一下一下地叹气 大爷 我想请问一下 这城门什么时候开 怎么样才能入城 那大爷扭头看了他一眼 又陆续看过他身边的几个人 浑浊的双眼闪过一丝诧异 随即又摇摇头叹气 哎 入啥城啊 这城门根本就不让人进 城里的那些个善人 前些天还出来试周 左个儿也停了 城门就再也没开过了 想入城 别想了 别想喽 多谢 顾云东 微微地皱了皱眉 他直起身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 心里也觉得 入城的希望不大了 大姐 大姐 你看 那是谁 顾云东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就见到几个 有些眼熟的人 仔细地想了想 就从记忆当中翻出这几人的身份了 顾小姑一家 顾老头有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其中他爹顾大江和顾大姑 是原配所生 后面的二叔三叔四叔 以及顾小姑 是续贤赵氏所出 顾大姑嫁在了隔壁村 逃荒之前 顾大江去找过他们 让他们一家一起走 只是顾大姑放不下已经出嫁的大女儿 打算和大女儿女婿他们在一起 顾小姑嫁到了镇上 夫家条件不错 在镇上还有个铺子维持生计 家里有辆旅车 有这样的条件 她自然更不愿意和娘家这些 只靠腿走路的人一到了 万一路上要用到他们的旅车怎么办 没粮食 要吃他们的怎么办 那自己不是亏大了 至于顾四叔 今年也才十八岁 还没成婚 而且他出生的时候 因为个头太大 加上赵氏年纪大 差点难产 再说前头 已经有两个亲生儿子了 因此并不得赵氏的喜爱 反倒是已经长大的 顾爹和顾大姑 一直照顾着他 因此顾四叔 其实和顾爹他们的关系更好 逃荒路上顾爹失踪 顾四叔就承担了照顾他们一家的责任 也因此 赵氏看他更不顺眼 为了避免他坏事 赵氏几人故意支开顾四叔 才趁机将他们一家给赶走的 所以当初在场的只有二叔三叔一家 也不知道顾四叔回去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顾云东也顾不了太多 他还要照顾杨氏和弟妹呢 分不出太多精力想别的 只是他也没想到会在城门口碰到顾小姑 倒是顾家那一大家子没看到 顾小姑归名顾秋月 大抵是感受到太过强烈的视线 这会儿也扭过头看到了他们 只一眼 他便皱起了眉头 随即眼珠子转了转 看向他们周围 许是没看到顾老头这些人 他又很快扭过头去 假装不认识他们似的 顾云东轻吃了一声 他也不想和他相认 还是想想怎么入城吧 然而 他想两不相识相安无事 对方也不想如他的愿 很快便有个孩子走过来 站在几人面前微微抬着头 有些趾高气扬的倒 我娘说了 让你们赶紧走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就你们这副鬼样子 根本就不可能被放进城的 这小女孩是顾秋月的女儿 今年七岁 因为家住镇上 从小就十分的有优越感 尤其是在他们一家子面前 每次去顾家 看他们的眼神都十分的嫌弃 她眼中转了转 最后看向顾云东 不过 要是你们求我呢 我还能考虑考虑 带上你一个人 但是你要以我丫鬟的身份 跟在我后面 给我端茶送水 从此以后 好好地伺候我 这样 我每天能给你半个粗面馒头 这后面的话 显然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他早就想有个丫鬟 跟前跟后了 路上就碰到过有人卖儿卖女的 说的话可好听了 什么认打认骂 给碗水喝就行了 只是他爹娘说 现在买不合算 路上还要负责人家吃喝 等到了城里就给他买 现在可不就马上就进城了吗 这还有个现成的 顾云东看着他得意洋洋的表情 默默地将放在袖子里的刀 拿了出来 来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有幸没听清楚 顾云东比划着刀子 笑盈盈地看着对面的丫头 后者惊恐地看着那把刀 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别紧张 乖 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不要怕 我又不会砍你 天天顾云东还朝着他走了一步 刀光逼近 仿佛张牙舞爪的恶鬼一样 丫头顿时尖叫一声 哇地哭了出来 手忙脚乱地站起身 一边叫娘一边替泪横流连滚带爬地跑了 顾云东摇摇头 胆子跟个老鼠似的 哪里来那么大脸 让我给他当丫鬟 大姐 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富兰芝他说 是小姑让他来传话的 小姑是长辈 顾云东挑眉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严肃道 你把他当小姑 他要将你当成侄儿吗 哪次见到我们 不是非打即骂 冷嘲热讽的 他都不把咱爹当大哥看 那算我们什么长辈 爹不是交过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这句话 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怎么对待他 云叔 你记住 我们不主动张扯别人 但是别人敢上来欺负我们 我们也不能站着不还手 懂了吗 顾云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愣愣地想了一会儿后 就理解了 哦 小姑没有长辈的样 富兰芝对咱爹娘 也没晚辈的样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顾云东满意地点点头 就听到他紧跟着握紧拳头道 等他吓死过来 我就配他 顾云东抽了抽嘴角 轻咳了一声 这个拍音太粗鲁了 咱们解决事情的方式 可以思问一点 怎么思问呢 正说着 就见那边顾秋月 带着富兰芝 怒气冲冲地过来了 还没走近呢 就开始骂 顾云东 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 胆子肥了 居然敢欺负我家兰芝了 你爷奶不在 就不把我这个小姑方严厉了是吧 我今天就替你爷奶 好好地教教你规矩 免得连最基本的 孝顺长辈都不懂 以后啊 丢顾家的脸 穿出去被人当笑话 顾秋月说着 就抡圆了手 直接对准她的脸扇了过来 然而才刚扇到一半 手就停了下来 看着横在中间的那把匕首 硬生生地打了个寒颤 怎么打都打不下去 顾云东 你 知道这血是谁的吗 顾云东扬了扬手中的匕首 昨天这上面的血 还是鲜红鲜红的 今天都变暗变黑了 血腥味也不是很重 不过 我想不是隐瞎的人 凑得这么近 还是能看得见的吧 你想做什么 我没想做什么 只是觉得这世上 怎么这么多自以为是的蠢蛋 昨天我就遇到两个 不但想抢我的东西 还想把我弟妹拉去卖 我当时就把这把匕首拿出来了 对准一个人的脖子脚 你 你疯了 我是你小姑 正是的 亲生儿子都比不过半袋两时 小姑又算什么东西 顾云东冰冷地开口 一步一步逼近她 匕首也离得更近了 顾秋月感觉能闻到那匕首上的血腥味 连忙倒退了好几步 抓着女儿的手捏紧再捏紧 心跳得飞快 这 这里是城门口 大家可都看着呢 你要是行凶 你也跑不掉 我 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跟兰芝道歉 好好地赔罪 只要兰芝原谅你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顾云东看了一圈周围 还真有不少人看向他们这边 只是一个个眼神麻木 动也不动地看着这边的闹剧 她觉得顾秋月太天真了 那你要不要试试 或者你问问傅兰芝 敢不敢向我道歉 傅兰芝对上她冰冷的眼神 脑袋立刻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顾秋月恼恨 多想上前狠狠地打顾云东几巴掌 可她不敢 顾云东这会儿的眼神太可怕了 到最后终于忍不住 色力内人的脚 哼 我我不跟你计较 你这么不把长辈放在眼里 以后我也不会管你们死活 到时候想进城也别来求我 疯子 你跟你娘一样 兰芝 走 两人来得匆忙 回去的时候也跌跌撞撞的 直至走出去老远 顾秋月才骂骂咧咧起来 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 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了 带着三个累赘 我看你能护到什么时候 别给我找着机会 到时候要你好看 我才不信你能一路平安地过来 都不知道陪过几个奶人睡觉 个小娼妇 傅兰芝终于不哭了 娘 他们为什么没和老爷 他们在一起 肯定被赶出来了呗 活该 两人身影渐渐远去 顾云东将匕首收了起来 看了看周边一圈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匕首上的血迹起了作用 还是他眼神透露出不善 总之 原本有几个蠢蠢欲动 想要上前找他搭话的人 此时都歇了心思 这顾秋月 还是有那么点作用的 小姑娘不容易呀 不过这么一来 你在这儿 可是连个能帮忙的亲戚 都没有了 可要当心哪 大爷觉得 我给他们道庆求饶 或者端茶送水 他们就会帮我们了 倒也是啊 顾云东吓走了顾小姑母女两个 总算能清静下来 开始观察在城门外的 大批大批流民了 人太多了 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路上走得慢 已经站在了很外围的地方 可后面的路上 还有不少流民 往这边过来 远远不断的 顾云东只是 微微地扫射了一圈 见到过远处 三三两两地 聚在一起的人 眉头就紧紧地拧了起来 不对劲 这很不对劲 顾云叔抓着他的手 大姐 这又是不是已经进城了 不太清楚 现在父亲打听打听 顾云东在旁边找了块地 带着几人坐下休息 等那一阵疲累过去了 才开始问爹的下落 他也不敢将杨氏几人 独自留下 干脆一块带上 城门口人蛇混杂 人太多了 叫找一个人 十分的不容易 尤其不少人 看着他们的眼神 都虎视眈眈 仿佛随时都要扑上来 撕扯他们一样 顾云东半点不敢放松 手里始终握着匕首 只是走过了大半的难民区 半点收获都没有 别说爹 连顾老头他们 也仿佛没了踪迹 被杨氏挂在 身前碑落里的顾云可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忍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 探出半个小脑袋 大姐 肚子饿 顾云东还没开口 顾云叔已经安慰上了 小妹 咱们没东西吃了 所以才要赶紧找到爹 说不定爹那里有吃的 真的 嗯 所以 你忍一忍 好不好 两人对话声音 不高不低 附近的人正好都听得见 顾云东有些意外地 挑了挑眉 摸了摸小弟的脑袋 低声道 爸 吃的东西当然还有 但这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拿出来就会被抢 不过想不到小家伙 确然会这么回答 顾云叔还有些紧张 他怕说得不对 而且还对妹妹撒了谎 可没想到大姐会表扬他 顿时激动地挺直了胸膛 我 我可懂了 这一路上 他一直看着大姐 怎么应对那些 不怀好意的人 他其实想帮大姐分担的 但怕自己做错了 反而招惹麻烦 就只看着 刚刚也是下意识地回话 没想到居然对了 顾云叔心里顿时美滋滋的 一点都不觉得苦 也不觉得累了 接下来再打听爹的下落 他偶尔也会穿插两句问话了 可惜 一直等到天都快黑了 也没有打听到半点有用的线索 显然爹要不进城了 要不还没到 最坏的结果是 人已经没了 顾云叔刚才美滋滋的表情不见了 心情变得低落下来 而他身边的顾云东 神色同样凝重不少 顾身不对劲 走了一圈下来 他发现 不少还算年轻力壮的男人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眼神熠熠发光 带着某种势在必得的疯狂 这种现象很危险 一家四口重新走到休息的地方 之前的那位大爷关心地问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大爷叹气 哎 这世道 想找个人太难了 不过你也别会信 会找到的 顾云东将杨氏的碑楼给放了下来 这才有空闲拿着竹筒喝口水 回头将竹筒递给了顾云叔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等 大爷 这里 还是不带平了 我知道 城门关着 也没人出来失周 人越来越多 大家伙都没了东西吃 这被逼得极了 连命都快要没了 哪能不乱呢 顾云东民谨纯 他也有预感 大概就这两天 刘民就会想方设法闯进城门 到时候 城内就要大乱了 大爷你不走吗 顾云东原本是打算想办法进城的 现在看来行不通了 他一个人 或许有自保的能力 但身边顾云叔三人 却没有 看来 他最多只能在城门外等两天 要是还没有爹的消息 就得离开了 大爷抬头望望天 我倒是想走啊 可来这儿的路上 可来这儿的路上 粮食就吃完了 前两天 还有粥喝 今天 都不知道我那儿子 能不能找到野菜 找不到 就只能饿着 无所谓了 反正我那老婆子也走了 我一把老骨头 本来也活不了几个年头 乱不乱的 没啥影响 顾云东这才知道 大爷一家从家乡逃出来 半路上 老伴和儿媳妇 为了给他们省一口吃的 都饿死了 如今只剩下大爷和他儿子 以及十六岁的孙子 如今儿子和孙子 都在外边找吃的 只是 天色都这么晚了 还没回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收获 丫头 你要是能走 就走吧 你别看这里这么多人 都在等死 可大半的人 都盼着这场乱呢 只要城内乱了 城门打开了 他们就能进城 说不定 还有口吃的 不会活活饿死 都山穷水尽了 就算明知道 这是掉脑袋的事情 也想去拼一把的 顾云东沉默了下来 半赏 才带着杨氏三人 走到一旁坐下 片刻后 他扭头对上顾云书 疑惑的眼神 轻声道 云书 我们再等一天 不管有没有等到 爹的消息 都必须走 是因为 这里要打起来了吗 对 顾云书便低垂下了头 神情落寞 手背狠狠地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好一会儿 他才声音哽咽地开口 不听大姐的话 真乖 我知道 我们还小 跑不快 要是打起来了 会拖累大姐的 那 那我们等这里不打了 再找爹 好不好 顾云书真的非常懂事 顾云东其实见过不少熊孩子 就比如之前的富兰芝 大了顾云书好几岁 却性格恶劣 对这样懂事乖巧的孩子 顾云东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 有种想要宠着他的感觉 这种情绪从未有过 可这段时间 和顾家弟妹相处以来 却常常冒出来占据他心房 这两小孩有毒 深吸了一口气 顾云东才点点头 好 大姐答应你 嗯 我会快点找大的 大姐 不找爹了吗 可是 可可的肚子好饿啊 不许说找到了爹 就可以吃东西了吗 顾云东捏了一下他的小嫩脸 这小东西就是个小吃货 什么东西拿给他 他都能吃得香喷喷的 晚上做梦 尝尝内容都是关于食物 也是奇怪了 以前在顾家的时候 赵氏从来就没给他吃饱过 他到底是怎么能忍住的 顾云东拿过一旁的另外一个竹筒 打开盖子 凑到顾云可的嘴边 半个身子挡住了别人的视线 肚子饿了 就喝点水 您听大姐才想办法找吃的 说是水 其实竹筒里面是稀饭 米粒不多 但好歹能撑撑肚子 稀饭里面他加了白糖 姑娘喝了顿时笑了起来 竹筒里的粥不多 每个人喝两口也差不多了 但好歹垫垫肚子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顾云东照例坐在一旁守着 城门口的人太多 他更加不敢掉以轻心 夜里依旧有明明暗暗的火光照亮着 也有不少细细碎碎的声音传来 远处更隐隐约约有凄厉的哭声响起 这地方每天依旧有人饿死累死 也有抢劫打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怪不得会乱 要是城内的那些知府官员 还不想办法解决问题 小乱终会酿成大祸 丫头 正想着 耳边忽然传来有些熟悉的声音 顾云东神色猛然收紧 就见前面走了一道蹒跚的身影 离得近了 才看清是之前和自己说话的那位于大爷 顾云东盲站了起来 大爷有事 丫头 你要是能走 就赶紧走吧 我那儿子孙子都回来了 刚带回消息来 说是那些人 可能明儿一早就要动手了 也不知道具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到时候你带着弟弟妹妹 头都逃不掉 顾云东一愣 他是感觉可能这两天就会乱 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那大爷你呢 我儿子说了 这种事情咱们不掺和 到时候多远一点 至于以后 走一步算一步吧 好了 丫头你赶紧走吧 别耽搁了 顾云东点头 蹲下身叫醒杨氏 直接让杨氏背着顾云书 自己背上顾云壳 他们的东西不多 基本上都放在杯楼里面 拿上就能走 顾云东还发现 不远处也有几户人家 小无声息地准备离开 看来也是得到了消息 不想要掺和的 杨氏还有些迷迷糊糊的 但他好歹听话 女儿让走 他就立马跟上 几人经过 于大爷歇歇的地方 顾云东便看到了 他那个同样 受骨临寻的 儿子和孙子 两人对他还算友好 微微地点点头 顾云东也是一汉手 只是走到 他们放竹筐的地方时 顿了一下才走的 于大爷送了几步 这边离万青附近 你们一路小心 大爷也保证 回去看看竹狂 顾云东动作很轻 却脚步匆匆的 只是他却并没有 向于大爷说的万青府而去 等到于大爷看不见的时候 扭头就朝着 稍远一点的 宣和府的方向走了 这边乱了 肯定很多人都会逃往万青府 甚至这边的混乱 可能会波及到哪边 他手上有粮 不管去哪里 都不会饿死在路上 还是去更安全一点的地方 宣和府是他目前的第一选择 于大爷一直等到 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 才转身回去 他那儿子过来扶着他坐下 那一家子就是爹先前输过的人 还真看不出来 他们是有能力逃到这地方的 那丫头狠着呢 我倒是佩服他那一股劲 像你娘年轻的时候 咱们也走吧 去山里面躲一躲 好 于大伯让儿子来扶着老爹 自己去背放东西的竹筐 第一次居然没背起来 于大伯愣了 奇怪 这竹筐怎么中了 中了 于大爷的脚步陡然一顿 忙走到于大伯身边道 对了 那丫头临走之前 说让我看见竹筐来扎 你看看 于大伯和儿子对视了一眼 将竹筐放下 翻开上面盖着的一件衣服 下一刻 几人就见一个陌生的布袋子 放在里面 于大爷心里有个猜测 挤开磨磨蹭蹭的儿子 一把扯开了布袋子 就见里面挤挤挨挨 一袋子全是红薯和土豆 三人狠狠地倒出了一口凉气 于大爷更是一把将布袋子拢上 哆哆嗦嗦地扯过原先的衣服 重新盖好 爹 这 这是那姑娘 嘘 于大爷蒙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注意到 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丫头这是报答我好心 给他送了消息呢 他恩怨分明 咱们收了也就收了 别声张 王后有机会再感谢他 父子两个连连点头 眼睛微微发亮 爹 咱们现在有了这些 那就可以去万青府了 对 去万青府 于大爷脸上带了笑意 再没有先前木矮沉沉的暗淡神色了 虽然这些也只能支撑个七八天 但后面靠近万青府的路上总会找到痴呆 三人很快确定了路线 开始朝着万青府的方向出发 只是心里都有个疑惑 那姑娘到底是什么时候把粮食塞到他们竹筐里的 顾云东和瑜伽祖孙先后离开了城门外 而就在他们前脚刚走 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便悄悄地来到了顾云东先前歇息的地方 然而那里已经没有半个人影了 几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其中一人一把揪住一个年轻男人的衣领 人呐 你不是说你那侄子侄女就在这儿的吗 年轻男人叫傅明 是顾秋月的丈夫 这会儿也是一脸恼恨 只是对上凶神恶煞的男人他立刻谄媚地开口 前爷我没骗你 人真在这儿 我那小侄女才三岁 小侄儿也才五岁 长得都是好相貌 你带回去好好地调教调教 以后肯定能帮你赚钱 大的那个十三已经展开了 咱找找 父亲再找找 一定在的 前爷一伙人都是城内秦楼主管的打手 知道这段时间城外流民多 卖儿卖女的也多 有些人更是只要几个红薯就能推开亲生儿女的 前爷手里已经悬摸了不少同男同女 这些都是好样貌的 放在馆内好好地培养 将来都是有大作用的 复明知道这人后就听了顾秋月的话 想着把侄子侄女都给卖了 让前爷带着他们一家子入城 他侄子侄女可都是好样貌 又有三个 足够了 前爷要背景清楚 没有靠山的 最好就是穷哥哥里面出来死了都没人管的 他们可不想后续麻烦不断 这顾云东姐弟三个不就这么符合吗 顾云东手上拿着匕首又怎么样 也就是吓唬人啊 遇到前爷这么些人 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可现在 人哪 不会是提前得到消息了吧 正想着 就见顾秋月匆匆忙忙地跑过来 我看到顾云东 他们往那边去了 快去追 顾云东四个调转方向去宣和府的时候 正巧被顾秋月看个正着 他当即便去找了丈夫傅明和前爷几人 急匆匆地指了方向 见他们追过去了 他才阴狠地笑了起来 早说过让你不要得意 就凭你一个瘦不垃圾的臭丫头 难不成还能逃过前爷的手心 等着吧 老娘让你回来 给老娘磕头认错 呸 顾云东其实走得并不是很远 毕竟背着孩子 又是半夜三更 难免走得慢些 好在走这条路的人没几个 基本上都是去得更近一点的万庆府 宣和府太远 选择这条路的人条件肯定还不错 过往大多还是有代步工具的 顾云东一行人是当中唯一用双脚走路过去的 回头得看看空间里有什么车可以拿出来用用 不过也因此听到后面传来嬉嬉嬉嬉往这边跑来的脚步声 顾云东第一直觉就是绷紧了神经 谨慎地带着杨氏 躲到不远处的土坡后面去了 刚藏好 前爷和傅明等人也到了 一二三四五 月色下隐隐绰绰的五个身影在晃动 而且似乎都是男人 顾云东瞬间屏住呼吸 下一刻就听到其中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不是说前面有人的影子吗 在哪儿 有个鬼影子 前爷您别急 我刚没看错 他们肯定是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藏起来了 你想想 他们就四个人 还有两个奶娃子 根本就走不远 秋月也说了 他们刚走没多久 一定在这附近 找找找 找找能找找啊 哼 最好找到你那几个侄子侄女 不然 拿你女儿递书 前爷放心 我保证逃不了 郭云东原先还只觉得傅明的声音有些耳熟 没能想起来 直到听到秋月两字 瞬间就想起来了 这不是他小姑父的声音吗 果然 这夫妻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找麻烦没能成功 现在带着帮手来了 这个前爷 顾云东也听过 白日里 他在打听顾大江的下落时 也在收集附近的各种消息 直到城门口有个叫做前爷的人 可以用粮食换漂亮的孩子 不拘男女 只要入了他的眼 甚至能想办法带你进城 这位前爷名声挺大 手段也狠 据说 有孩子想要逃走 曾经被当着大家伙的面 生生的折磨死了 但凡不听话的 他下手就是挤鞭子 打到你跪下求饶为止 他折磨的不只是身体 连精神尊严都要一并给摧毁了 顾秋月和复明 现在要把我们姐弟几个 卖给这样的人 顾云东脸色铁青 这对夫妻果然是天生一对 怪不得能看对眼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他了 顾云东压低声音 对杨氏和已经醒过来的顾云疏导 你们乖乖躲在这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许出来 也不准发出声音 杨氏和顾云书一路上 都已经养成了听话的习惯 文言立刻点头 而另一边的前爷 也对着几个手下挥手 去 在附近找找 前爷话音刚落 顾云东已经悄悄地 绕过杨氏三人藏身的地方 从另外一个方向显露出身形 你就是秦三 前爷一愣 诧异地看向说话的女孩 傅明眼睛却是一亮 激动地说 哎 前爷 这就是我大侠女 这就是我大侄女 云东啊 你弟妹呢 小姑父 你别打岔 我先确认一下她的身份 你是不是秦三 确认 啥事 是又如何 那就好 顾云东点点头 随即跑到复明的身边 拉着她后退两步 小姑父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离远点 免得伤着你 不是 云东啊 你在说什么 你拉着我做什么呢 好了小姑父 你放心 我不会抢你的功劳的 你把前三 他们引到这里来 你功劳最大 分道的粮食最多 我心里有数 你先退后 不然刀劲无掩 伤到你怎么办 我 这话 让前三立刻谨慎起来 豁然抬眸看笑复明 这才发现 复明居然距离自己 两米远了 复明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引我们到这里来 你不知道吧 前三 你上当了 你害死王叔的女儿 人家来找你报仇来了 他带了人在这边买富 只要我小姑父 把你们引到这里来 他就给我们一袋粮食 还答应帮我们入城 虽然不知道他口中的 王叔是什么人 但我害死的人还真不少 复明 你走死 给我抓住他们 他都顾不得判断 顾云东嘴里的话 是真是假 当即对身边的 三个手下挥手 边跑 还边朝某个阴暗的角落叫 王叔 快动响 他这么一喊 前三几人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扭头寻找所谓的王叔 顾云东嘴角微钩 趁着这个机会猛地转身 藏在袖子里的弩箭 刷的一下射了出去 正中前三额头 前三哼了一声 人就笔直地往后栽去 复明尖叫一声 震惊地看着躺在地上 瞪大眼睛的前沿 大气都不敢喘 其他人也是一正 又一只弩箭射了过来 只是这次没射中 然而就这样 也吓得其他三个打手 惊慌失措 尤其是见到他们中的老大 就这样死不瞑目的模样 当即什么都顾不得了 连滚带爬地赶紧跑了 傅明也大叫着跟着跑 再没心思去抓顾云东了 顾云东撇了撇嘴 眼看着他们脚步声都没了 这才捡起地上的那只弩箭 位置不好 这只弩箭只能射中地面 起到震慑的作用 他也不用管傅明一家子 前三死了 他的那三个手下 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哼 顾云东冷笑一声 这才开始搜刮前三身上的东西 这人没带什么东西 只从他身上找到一个钱袋子 里面有二十两银子 很好 归我了 顾云东满意地收好 再起身时 就听到城门口那边 传来了嘈杂的喊打喊杀声 可人打起来了 顾云东重新回到 杨氏他们藏身的地方 背起地上的背楼 走吧 一会儿人就多了 城门口打起来了 有些不想掺和的人 肯定要离开的 顾云可也已经醒过来了 小姑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小奶音滴滴地响起 大姐 顾云东扶鹅 这才从布袋里面 翻出几个丸子大的小饭团 给他一手一个后 又塞给顾云叔和杨氏几个 自己也吃了两个 这小饭团 是他们今早上出发前搓的 里面还包裹着一点点的酱菜 酱菜里面有油水 有盐分 还能让饭团的味道变得美味 是最适合桃荒路上 甜肚子的食物了 之前在城门口 人多眼杂的不好拿出来 现在倒是正好垫垫肚子 吃完后 顾云东才带着三人起程 去宣和府的路上 果然要比之前那一段路平静许多 桃荒的人依然有 但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 大部分的人有牛车 驢车 马车 路上几乎碰不到同行的人 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找 看起来明显就很落魄 没钱没粮的顾云东几个人 就这么走了几天后 顾云东终于在空间里 翻出一辆地牌车 这是他在末世时 有次经过一个小村庄 收集物资看到的 当时这地牌车上 堆着好几袋的玉米粒 他就连玉米粒带车 一块收进了空间里 后来玉米粒卸下了 地牌车却一直被他堆在角落里 如今正好用得上 而且幸运的是 这地牌车的两个轮子是木头的 不会太引人注目 顾云东找了个机会 便对杨氏说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去那边放面一下 他跑到半人高的草丛里 再出来时身后已经拉了一辆地牌车了 顾云叔都惊呆了 大姐 这是哪里来的 那边草丛找到的 可能是谁不要了丢在那里的 你们都上来吧 我看看能不能拉得动你们 地牌车比较长 人坐在靠后一点 拉车的人就会感觉重量轻很多 而且如今他们走的是官道 道路平整也好走 杨氏把顾云叔和顾云可都抱了上去 自己犹豫了又犹豫 这才有些新奇又小心翼翼地上去了 顾云东如今力气还算大 将车头往下一压 抓着两个把手就往前走 一开始还有些艰难 慢慢地就不需要多大的力道 轮子也会依着惯性往前滚了 顾云叔扭着身子 开心得不得了 看好了 有这个车 大姐和娘就不用那么辛苦地背着我和小妹了 可以他 顾云可个子虽然小 可一直以来都缩在杯楼里面 手脚伸不开 也是难受得很 杨氏摸了摸地排车两边的护栏 车尾也有挡板挡着 不至于会掉下去 顾云东扭头看了看他们三个 嘴角也不自觉地往上扬了扬 摇了地排车 我们的速度确实快了不少 顾云东和杨氏会换着拉 顾云东晚上守夜后 第二天白天也能在车上睡觉 节省了不少时间 因此 他们抵达轩和府的城门口时 竟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大大的出乎了顾云东的意料之外 轩和府城门外也有不少人 只是和之前的安静府不一样的是 城门外的人状态要好很多 而且不远处有两个棚子 城内大户人家的下人在石州 为了不太特立独行 顾云东将杨氏几人安置在不远处 自己拿着两个碗去要了两碗粥 顺便打听一下这边的情况 倒是有个大娘和他说 你想进城的话可不容易啊 听说知府大人担心太多流民进城会引起混乱 所以这入城啊 乃有条件 什么条件 旁边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女孩上下打量了他一阵 痴笑一声 哼 说了也没有 看你这样子 你肯定满足不了 顾云东不理会他 还是问大娘 你说吧 说是入城 不但要有户籍证明 每个人啊 还要交五两银子 五两 靠 抢钱啊 一个人五两 我们四个人 不得二十两 雾极证明倒是有 顾大将当初要我们自己都贴身带着的 旁边的女孩见他惊讶的模样 顿时就笑了 说了告诉你也没用 还问 看你这样子 还不如我呢 身上能有五个铜板就不错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外边 找个地方等着好心人 试试点吃的给你吧 这都什么呀 真是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没人离你还一个价照存在感 我认识你 跟你很熟吗 你 郭云东转身就走 哪人气得半死 你嚣张什么 你跟我等着 进不了城 还不是要在这里过夜 顾云东已经走到杨氏三人身边 将手里的粥递了过去 起码这个喝了 一会儿我们就进城 四个人乖乖地喝掉两碗粥 那边湿粥的人也已经收拾东西进城了 等城门口稍稍安静下来 他才起身 拉着地排车带着三人去了城门口 城门口站着不少士兵守着 到底怕出乱子 这些人都是一脸肃杀之气 手中的刀都带着淋淋寒光 顾云东刚才一直在观察 发现左边的一个年轻士兵态度很好 那些失洲的人在进城的时候 他还伸手帮扶了一把 他便直接走到他面前 将自己手里的户籍证明递了过去 他这边的动静 很快吸引了其他还滞留在城门口的流民 尤其是之前背着他冷嘲热讽 一直在看着他的女孩子 见状痴笑了一声 那些士兵也有些诧异地看向顾云东 打量他身上的衣着和脸色 又看了他的户籍证明 这才说道 你知道入城的规矩吗 一人无量是吗 你没有四个人 一共二十两 不用 顾云东都想感谢钱三了 好心地给他送了二十两银子 再加上之前搜过来的五两银子 入城之后应该能坚持几天 等他找到赚钱的方法吧 眼睁睁地看着顾云东 从身上翻出二十两银子 那士兵更是惊奇地多看了他两眼 后面的女孩更是满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顾云东其实很心痛 二十两银子啊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可是一笔巨款中的巨款 如今只是入个城门而已 居然就要全部上交 简直就是在抢劫嘛 那士兵接过了银子 又多看了他两眼 跟我来吧 转身带着他去旁边登记了 等到全部弄好 顾云东直至站在城门里面 他才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站在他身边的杨氏三人 也学着他的样子 齐齐地呼气 那如是重负的表情 简直一模一样 让一直站在他们身旁的那个士兵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直至顾云东看过来 他才轻咳了一声 嘱咐道 入城之后记得 形势低等量 不要和人发生冲突 如今城内留名不少 要是闹事了 肯定是先抓你们的 这样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其实不算士兵 他姓聂 知府大人是他士叔 因为某些原因 被临时抽到这边 帮忙看守两天城门的 前些日子 知府大人收到消息 说庆安府那边发生暴乱 刘明闯入城内 烧杀掳掠 连载两个官员 请求这边发兵增援 赵指挥使 亲自领兵前往庆安府城平乱 这消息在他们宣和府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导致城里的百姓 对刘明一点好感都没有 知府大人这才设置了 一人无两的入城条件 不至于将所有的流民 挡在外面 导致别人看不到希望 铤而走险 但也同时筛选掉了 一批条件太差 入城会造成城内负担的流民 并且说动城里 大户人家出城失洲 稳定人心 如此做法倒是颇有成效 看城外这些人就知道了 安安分分地 不惹事不闹事 倒没给他们增加太大的负担 顾云东听了也只是点点头 他自然不会主动惹事的 但别人要是看他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 那也不能怪他 只是目前他对城内还不太熟悉 这位士兵还挺好说话的样子 便多打听了两句 你知道城内哪家客栈 平有安全吗 你也从怪异地看了他两眼 他居然还想住客栈 身上还有钱 看不出来啊 只是 客栈是不要想了 现在就算最偏远的地儿 估计都住满了 那有充足的房子吗 有肯定是有 但是前不久刚发生一起流民伤人事件 大家伙是紧踢得很 所以 顾云东懂了 哦 就是不租给我们这样的流民呗 那可就难办了 还以为入城总算能吸一些脚 没想到如今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还不如在城外呢 顾云叔和顾云可都仰着头看他 两个小家伙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聂聪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他们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 犹豫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还是说道 你要真想找住宿的地方 我这里倒有个地方 我的一个表姑妈家 还有一间房空着 它是一个人住 你们呢 刚好没有成年男子 住过去倒也方便 就是足精有点贵 而且 你得把你的户籍证明 压在我这儿 你可成吗 顾云东 毛子一亮 成啊 怎么不成 而且他们这小的小 弱的弱 住的地方其实也很难选 太复杂的人家也不安全 尤其要是 房东家里有个成年男子 他还要担心 杨氏会被欺负 租金多少 一个月三两 一个房间 一个月三两 这城里的人 都是抢结出身的吗 聂聪也知道 租金是有点贵 若是在平常 也就一两左右 这不是非常时期吗 这样是没办法 其实要不是 看在你们 没有成年男子的份上 我也是不会 签这个线的 我也得替我姑妈着想 不能让他有什么危险 不是 租金呢 是贵了点 但是那地段 还是不错的 离我家也近 出门方便 而且你也可以放心 要是定下了 我直接可以带你去 衙门签了这租约 不会坑了你的 顾云东倒是 没怀疑他会坑自己 细节见人品 这位聂聪 看着年纪不大 但行为举止间 却很有涵养 一看就知道 从小就学规矩的 而且 他外面穿着 士兵的衣服 可鞋子 却和普通士兵 不一样 家里就是 不差钱的那种 尤其刚刚 他在登记的时候 他隐隐有听到 登记的文书 叫他聂少爷 所以 去衙门签聪约吧 其实 一般的租赁 是不需要去衙门的 又不是过户 这明显是聂聪 为了让他放心 才提议的 行 那你上等 我交代一下 马上来 聂聪和人交了班 这才领着顾云东 一家四口 往衙门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 也算是了解了 顾云东的来历 知道他父亲失踪 被野乃书审 给赶了出来 知道他身上 就那么点银子 还是逃荒路上 帮助他人 那好心人给的 一时间 倒是很同情他 顾云东 也暗戳戳地 套出了聂聪的来历 心里放心不少 他觉得 和这样的人交好 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后肯定 有用得上的地方 三辆银子 总不能白花呀 一行人走到衙门口 聂聪让顾云东 将地牌车 放在外面 是的 顾云东 一路拖着地牌车 过来的 这地牌车在这里 也不便宜 还好衙门外 有专门停放的地方 也没人敢偷走 顾云东 这才抱着顾云渴 杨氏抱着顾云书 跟着聂聪进去了 族约很快写好 上面还盖了章 聂聪又领着他出来 要带他们 去他表姑的家 这一路忙里忙外的 事事妥贴 就算涵养再好 也做不到这种地步吧 顾云东就知道 聂聪肯定有 别的目的了 他也直接 站在衙门口就问道 聂公子有什么需要 我帮忙的 可以直说 聂聪一愣 还有些不好意思 你看出来了 聂公子要是等事情都办完了再说 就不怕我不同意吗 其实呢 也不算是大事 嗯 就是 他话还没说出口呢 不远处便忽然传来 吵吵嚷嚷的声音 顾云东几人 下意识地抬眸看去 就看到两个捕块抓着一个人过来 那人也是大胆 直接一脚踹翻一个 顾云东诧异地看向他 那人也正好看过来 四目相对 顾云东漠然迷起眼 这个人 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顾云东微微地猝了猝眉 随即反应过来 是了 这个人很像生存在末世时候的自己 对什么都不在乎 眼神漠然 仿佛世界上 已经没有能让他心动的人或物 活一天是一天的感觉 可那是因为自己生存的末世 让人看不到希望 那面前的这个男人呢 等不及他想太多 那个被踹倒的捕块已经爬了起来 蹭了一下抽出腰间的佩刀 就要对那人砍下去 寒刀凛凛 顾云东怀里的小姑娘 忙抱紧他的脖子 将脑袋埋在他的怀里 一旁的聂聪见状 以为他害怕了 当即出声阻止 住手 那捕块闲闲停下手 扭头键是他 忙上前谴笑道 聂公子 是你啊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在衙门口就动刀动枪打打杀杀的 像什么样子 聂公子 不是我想动手啊 实在是这人 罪大恶极还拒捕 你看他 刚才竟然还踹我 他 犯了 犯了什么事 有人来报案 说这人 就是清安府 留民闹事的领头人 我们带回来 什么什么 聂从愣住 清安府那边发生暴乱 告指挥使 领兵前去支援镇压 据说有个带头 闯进当地衙门 杀害支付大人的领头人 没抓到 很可能逃窜到附近的城府 最近 他们宣和府也是戒备森严 日夜巡逻 就怕此人到此地作乱 可据我了解 那领头人 是个三十四岁的中年男子 而面前这人 看起来 倒像个二十不到的少年 果然 那少年面无表情地否认 我不是 不快黑了一声 你还不是 你看看这通缉令上的画像 这就是你 他拿着一张纸 上面有个人的画像 伸直了 差点对到那少年的脸上去 灭聪也拿过来看了看 忍不住 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顾云都瞄了一眼 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两下 这年代的人物画 也太抽象了 就凭这种通缉令 能抓到犯神才有鬼呢 但是就算这人物太传神 可以和面前的少年 相差十万八千里吧 这两个捕快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跟那少年过不去才是 顾云都知道 现在的捕快 很多都是靠着敲诈勒索混日子 但这么明目张胆的 也是让人很心寒呢 聂聪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看了那少年一眼 将通缉令扔到捕快的脸上 哪里像了 赶紧把人给放了 要都跟你们一样胡乱抓人 岂不是放过了真正的凶手 可我们接到报案 谁来报案你们都相信啊 我看最应该抓的就是报案的人 拿着通缉令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来衙门胡乱报案浪费时间 简直可恶 赶紧把人放了 聂聪的身份 显然很让两个不快忌惮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最终还是不甘不愿地 解开了少年身上的绳子 走走走 赶紧走 少年抿了抿唇 看了聂聪一眼 扭头就走 从头到尾 他就没怎么说话 最后更是连个蟹都没有 聂聪也觉得这是个怪人 隐隐有些后悔 什么都没问就放他离开了 说不定真是危险人物呢 可人都走远了 他再想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甩了甩头 他重新露出笑容 对顾云东几人说道 走吧 我先带你们过去 好 顾云东重新拉上了地牌车 跟在聂聪的身后 继续之前被打断的话题 你说让我帮个小忙 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表姑这人哪 很喜欢小孩子 尤其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孩 见顾云东皱起眉头 似乎是误会了 他忙说重点 我是想让你弟弟妹妹啊 没事的时候呢 陪我表姑聊聊天 就这样 啊 那个 其实吧 主要是我表姑啊 有些虚头 没半个时辰 根本停不下来 哎 他家附近有很多小孩 可你也知道 四五岁的娃娃 哪能耐烦听人说话呀 是不 时间长了 人家见着我表姑都绕着走 那确实是挺虚道的 顾云东低头 看向自己走路的弟妹 只是陪聊而已 应该没啥问题吧 没问题 哎呦 你放心啊 我表姑 人不错的 人不错 房租还那么贵 要是陪聊 能捡顶房租就好了 几人一边聊着 一边拐进了旁边的巷子 没多久 就停在了一座房子前面 聂聪先推开门进去了 顾云东带着弟妹 站在门口等着 顾云淑这才找到机会 伸手扯了这姐姐的袖子 小声地问道 大姐 我要陪人家聊天吗 那我要说什么呀 你可以听她说什么 顾云东蹲下身 拿出帕子 沾了水给她擦了擦脸 都到人家门口了 自然要收拾干净的 等你听了 回头讲给大姐听 当然 你也可以问她问题 啥问题都行 顾云东对宣和府不太了解 正好碰到个 喜欢聊天的当地老太太 不是最好的消息来源吗 该注意的不该注意的 她都能知道 顾云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边顾云可 已经伸着小脑袋过来了 大姐 我也擦擦 臭名的小丫头 你要陪着哥哥和老太太 聊天知道不 我陪大姐 我更喜欢大姐 她不要陪哥哥 你要是听话呢 回头大姐给你做好吃的 顾云可立刻去拉顾云叔的手 我听话 立场也太不坚定了 早晚有一天会被人用吃的东西给拐走了 才想着 耳边忽然传来惊嚷声 似乎是巷子口那边传来的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顾云东也顾不得许多 忙让杨氏带着两个小的先进门 自己将门关上后 才谨慎地朝着巷口走去 巷口有一棵大树 此棵树底下就围了一圈的人 对着中间指指点点的 不知道说什么 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往里一看 顿时愣了 那不是先前在衙门口见到的那个少年吗 他这是在 绑人 那少年手中拿着一条绳子 另一只手上 揪着一个破口大骂的中年男子 绳子一圈一圈地困在他的腰身 中年男子挣扎了几次都没正开 骂得更加不堪入目 你 你这个小憋子 狗杂种 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 你赶紧给老子松开 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 想想爱的防不高 你也敢在这府城里嚣张 小心回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小子给我记住 快松开 少年捆到一半 猛地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周年男人痛得弯腰身影 脸都胀红了 话也说不完整 混蛋 活该 这种时候还看不清形式 旁边有人好奇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个围观的人倒是知道内幕的样子 小声地说 哎 这也是潘掌柜活该 他这个人又抠门又记仇 前段时间 不是他那铺子要重新修缮吗 雇了这小子帮忙干活 结果这些日子 来了不少流民找活干 只要煲一顿饭 不要工钱都行 潘掌柜就想赶走这小子 去雇流民 你说让人走就走吧 总得把人之前的工钱 给结算了吧 咋 潘掌柜想赖账 何止啊 他还找借口 说人活干得不好 要赔钱 偏偏这小子 也不是好欺负的 硬是逼着潘掌柜 把钱给拿出来了 可他人还没走呢 潘掌柜就去衙门报案 说这小子 是之前 清安府暴乱的头痛 让人普快给抓起来了 哈 这也太缺德了吧 围观的人惊叹摇头 这是人干的事 谁不知道 衙门里的那些捕快 是什么德行 被抓去 可不得被扒层皮吗 可不是缺德吗 这小子也是运气好 捕快带回去没多久 就放回来了 他不得找潘掌柜算账啊 这边话刚落 那边少年已经将潘掌柜绑好 绳子一头猛地抛起 绕过头顶上的树干 再往下一压 潘掌柜杀猪般的叫声响起 人已经被吊在半空中 左右摇晃了 底下是坚硬的青石板 这要是绳子断了摔下去 老胳膊老腿的 我哪儿守得住啊 亲小子 我错了 你快点放我下来 我头远 你要钱 你要钱我给你 十个同伴怎么样 你放我下来我就给你 好大方呀 十个同伴 人家可是去衙门里走了一趟呢 潘掌柜脸色铁青 偏偏他这个姿势 都看不到说话的人是谁 少年却压根儿没理会 眼看着将潘掌柜 掉到两米高了才停下 随即将绳子在树干上 绕了两圈绑岩实了 才终于拍了拍手 似乎很欣赏自己的杰作 围观的人指指点点的更厉害了 大概是潘掌柜 平时的人缘真的很不好 竟然没人上前帮忙 把人给放下来 也没人说两句话求情 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尽了 等着瞧 等我下来了 我要是不把这个小鳖三的腿都打断了 我就不信潘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潘掌柜才阴险地想着收拾人的手段 那边便走了两个捕快 正是先前抓了少年的那两个 见到树底下站着的少年 其中一个顿时就来气了 好啊 真是冤家陆寨 之前的那一脚我还没还回来呢 聂少爷不在了 看谁还敢替他说话 那不快上前就想找麻烦 被另一个拉了拉 后者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顾云东 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不快很快认出 这人就是先前和聂少爷一起的人 他在这儿 聂少爷说不定也在附近 最后还是忍了忍 没再去看那少年 反倒是少年注意到了他们的动作 也正好看到了顾云东 他目光冰冷 还是那种十分漠然的态度 两捕快此时才将目光 落在吊在半空中的攀掌柜 看着他肥肥短短的身材悬空扑腾着 就跟翻了身的乌龟似的滑稽 顿时就乐了 你就是攀附 攀附微微地仰了仰头 见到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 当即一洗 忙开口道 不亏大人 不亏大人 救命啊 他 他要杀我 你是不是攀附 不快不耐烦地打断他 攀附一愣 点点头 对对对 我是攀附 就是你到衙门报假案 当个我们抓捕真正的犯人 你知不知道你如此行事 造成多严重的后果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当支付衙门是什么地方 当我们是什么人 由着你公报私仇 胡说八道 攀附下的一个机灵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身子抖了两下 忙哆哆嗦嗦地开口 没没没没 我没 两位不亏大人 我真的没报假案 啊 我 衙门里 衙门里王大 那是我表哥 他能够证明 他能够证明 我说的话都是实话 什么表哥表弟的 是不是报假案 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吧 什么妄大 一个衙门里面打杂的 也敢给人当靠山 那捕快冷笑一声 上前直接砍掉绳子 潘复砰的一下摔在了青石板上 痛得脸都扭曲了 可不等他缓缓 两个捕快已经一左一右 拽着他手臂走了 围观的人这会儿都不敢说话 只知人都走没影了 才小声地议论纷纷 哎呀 这盘长会要完了 哼 活该 他明知道那少年要是被定了罪 下场落不了好 还那么狠毒去冤枉陷害人 顾云都下意识地扭头去看那少年 就见他已经穿过人群不见了 人群渐渐地散开了 顾云东转身 正好看到找过来的聂聪 喂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顾云东将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 聂聪意外地挑了挑眉 嗯 那小子有仇必报 就是 太鲁莽了 如果那两个捕快不把潘复带走 回头潘复肯爹不会放过他 摇摇头 他也没继续这话题 当下将表姑的情况和顾云东说了说 啊 我表姑啊 已经同意了 先租一个月 先交三两银子 西厢房空着你们先住着 吃饭要自己解决 屋里的东西你们都能用 但是不能弄坏了 顾云东点头 交完三两银子 他手上可就只有二两了 啊 熊啊 得赶紧赚钱了 只是如今城内流迷那么多 桑多周少 怎么赚呢 莫然 他看向一旁的聂聪 眸子闪过一缕金光 聂聪被他那眼神看得头皮发麻 总觉得自己被人盯上了似的 果然 顾云东站定问他 你们是不是很迫弃地想要抓到那个在清安府 带头作乱的犯上 嗯 当然 这人呢 根本就不是流民 是冒充流民的盗匪 故意煽动百姓闯进城门 趁机杀人敛财最大恶极 事后逃走之时呢 据说还祸害了附近的村庄 很大可能 往我们宣和府来了 若不尽快抓到此人 只怕更多人受害啊 顾云东不是替天行道的侠士 不会有聂聪那么强烈的 想要为民除害的念头 目前他只能顾得了自己这个小家 他只想赚点钱用用 因此他很平静地说道 如果我在你们抓捕犯神当中帮剩一顶忙 是不是有报酬 帮忙 你能帮什么 报酬 你也从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有 多少 那要看你能帮上多大的忙了 你从有些狐疑 想到他也是逃荒过来的 难不成他见过那人 或者知道那人出现过什么地方 可顾云东很快否定了他的想法 你们衙门里 应该有人见过范神的样子吧 有 跟着赵指挥使去青埃府增援 也一队小兵 正好和那人正面对上 那你找个见过的小兵过来 描述那范神的样子 我帮你画出来 你也从顿时失去了兴趣 还以为什么呢 就画个画像啊 我们城门口就贴了不少通缉令 都是找城内最好的画师 根据口述画出来的 多的是不需要谈话 顾云东一看他那表情 就知道他想什么 他调了下眉 你摸着让心告诉我 你觉得凭你们那通缉令上的画像 就算真人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能对得上 当然 我也知道你们抓犯人 不是就凭画像而已 但今天那少年 被抓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肯定不止攀掌柜一个人 想要供报私仇去报假案的 事后完全可以以 看着此人和画像相似的借口来推脱 这是不是在给你们添乱 毁销视听浪费精力时间 相信我 我能让你们省一半的功夫 聂聪觉得他说的话不对 普通百姓都怕进衙门 像潘掌柜那样不知天高地厚 还自以为有靠山的 毕竟是极少数 但又觉得他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 虽然极少数 但也有不是吗 想了想 聂聪看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还是颇为保守地说道 你要试试就试试吧 不过不能去衙门 咱们私底下先画出来看看 不行就等没这回事 好 聂聪说不去表姑家 怕烦着他 干脆去不远处的一处茶楼 顾云东不放心杨氏三人 要先去见见聂聪表姑 因此 两人还是先回了那处小院 进了门 正好听到表姑和杨氏说话 你们先打水洗洗 这碰头弓面的 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家见了起根呢 干净的衣服有没有啊 哎呀 没有啊 我跟你去隔壁借一下 但我得跟你们说好啊 不能弄破了 不然得赔的 哎呦 我这两个小乖乖 顾云东开始相信聂聪说的 这表姑确实挺虚的吧 聂聪表姑姓柯 丈夫是和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可惜成亲不到一年 就因病过世了 柯表姑没孩子 也没再另嫁 就守着两人以前的房子 过自己的日子 可能就是因为身边太冷清了 所以特别喜欢和小孩子说话 别人建议他去收养一个孩子 他也没答应 说是一个人自在 面前的这个房子也不大 柯表姑自己住一间 西乡就给了他们暂时住着 正中间的堂屋挺大的 挨着西乡还有一个厨房 茅屋是杂物房的后面 院子里还有一口小水井 倒是方便 此时 柯表姑就指着那口水井 跟杨氏交代 自己打水 小心着点啊 可别给我整的满院子都是水 厨房在那边 桶也在那边 哎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呀 杨氏忍不住 牵着两个孩子 后退了一步 他又不认识柯表姑 只觉得对方讲话 啪啪啪啪的飞快 他连理解都费劲 哪里会有动作 正手足无措 想着要不要赶紧跑的时候 就见到顾云东进来了 杨氏忙不迭地跑到他身后 指了指柯表姑 东东 他说好多话 顾云东安抚性地捏了捏他的手 低声说道 娘 他是柯表姑 我们暂时住在他家 他不会伤害我们 你先打水 给阿淑哥哥擦洗身子 等洗干净了 咱们就能睡在软软的床上了 不用再急着赶路了 哎 不赶路了 杨氏忍不住高兴起来 顾云东对着他点点头 看着杨氏兴奋地跑去打水 才走到一直在打量他的柯表姑面前 柯表姑 我叫顾云东 这是三辆银子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了 我娘她情况特殊 一下子给她说太多 她会慌 请您不要介意 柯表姑有些意外 听她说话形势倒是一点没有乡下姑娘的胆怯 像是见过世面的 她接过银子 微微地点了点头 看你也像是个讲道理的 不错 你娘啊 只要能干活照顾好你们 不需要我动手就行 你呢 表姑啊 我还有点事要顾姑点帮忙 她家人就劳烦您先照顾着 晚点啊 我给您买张继的芙蓉膏吃 臭小子 赶紧走 肯定是嫌弃我话多了 聂聪笑了笑 见顾云东已经和顾云叔说完话 赶紧带着她走了 她先带顾云东去了茶楼 顾云东身上还穿着桃荒路上的那套衣服 脸上也脏兮兮的 没她带着 茶楼根本不会让她进 让她在包厢等着 聂聪自己去了衙门 叫了一个见过盗匪的小兵过来 回来的时候 还带了一整套的笔墨纸燕 顾云东却只拿了其中的纸 又问茶楼的小二要了一支探笔 聂聪不明所以 尽量委婉地问道 你用不关毛笔啊 我怎么晃起了 一个乡下姑娘肯定没念过书啊 顾云东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行了 先说说那盗匪长什么样吧 眼睛鼻子嘴巴脸型 尽量详细一点 那小兵在来的路上 已经听聂聪说过事情的经过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画图的人竟然是个拉拉塌塌 看起来就是个流民的十多岁小姑娘 就他 绘画人像 还自以为比我们 宣河府里那些画师要厉害 开什么玩笑呢 要不是聂聪在这里 他都想要扭头就走了 顾云东见他沉着脸不说话 想也知道 他这是不信任自己 他微微地点了点桌面 笑着问 难道你已经不记得 那个范婶长什么样子了 谁说我不记得了 那盗匪杀了 同我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我每日每夜都能够梦见他 他脸上的多少颗痣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说吧 小兵被噎了一下 旁边的聂聪又撞了 撞他的手臂 他这才拽紧了拳头开口 脸有点圆 看起来就是一副 憨厚老实人的样子 眉毛比较粗 而且很黑很长 眼睛不大 狭长 鼻子肉比较多 嘴巴 嘴巴跟我有点像 顾云东低着头 一边根据他说的 一边用探笔描绘 一边描 还会时不时地问他 这样 还要再圆一点 眼底下眼带深不深 狭长是哪种长 虾巴肉多不多 一开始他只是画了个大概 等差不多确定了 再重新抽出一张白纸来 将小兵说的那些五官脸型 全部整合在一起 顾云东动作飞快 刷刷刷的 没多久就画完一张了 那小兵刚说的口渴 去喝了一口茶 再过来看时 扑的一口水 全部都喷了出来 小心点 顾云东忙将纸张 往远处挪了挪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小兵忙不迭地 擦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就迫不及待地 拿起那张纸 整个眼睛都瞪圆了 也从刚才躲避他 喷出来的口水时 后退了好几步 此刻再抬起头 看他一脸震惊的模样 我又到好奇问道 怎么了 小兵难以置信地 低声喃喃 像 太像了 简直太像了 真那么像吗 是不是太夸张了 聂从摇摇头 绕过桌子 走到他身后去看 这一看 整个人都正在了原地 小兵不可思议地开口 就像 就像是从他脸上 踏下来的一样 竟然还有这样的画法 聂从惊叹地摇头 小心翼翼地 从小兵的手里接过来 看了一眼 再看一眼 忍不住嘖嘖成奇 那些画师的画也很好看 但聂从不是书画大家 不太懂得欣赏 只知道意境挺美 人物也很美 但和真人 总归是有些差距 至少对于他们办案的 实际作用不大 可如今这张人物画 就仿佛整个人 都活了一样 而这 却仅仅只是一支 探笔画出来的而已 抬眸再看向顾云东时 聂从的眼神都变了 这位顾姑娘 真的只是个乡下来的 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吗 这位画法 谁教你的 一个不认识的人 他也没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聂从有些失望 转念又觉得正常 这世上古怪的人很多 尤其是有本事的人 就像我们府城 有个奇异高创的名手 就是个十分古怪的人 顾云东不知道他已经替自己找好了借口 他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 许久没话了 都有些生疏了 还好 慢慢地找到了感觉 顾云东前世是个孤儿 在福利院时 在福利院时过得并不是很好 五岁那年也被人领养过 可才过了半年 领养他的夫妻便遭遇车祸 双双去世 他被重新送回福利院 也不知道谁说 他是个扫把星 那对夫妻是被他给客死的 因为这个谣言 他在孤儿院根本就没有朋友 院长也看他不顺眼 福利院资源有限 为了能吃饱穿暖 院里的孩子 其实没少名争暗斗 顾云东是时常被欺负的那个 偏偏每次有什么矛盾 院长都是以处罚他作为结束 顾云东从五岁开始 就知道要自食其力 不能软弱 他对福利院没什么感情 但他刻苦 自己考上了大学 勤工俭学 供自己大学毕业 找到工作 他当时最有兴趣的专业 就是美术 科学艺术类的都费钱费时间 而他偏偏两样都缺 只能放弃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心痒痒了 会去美术学院蹭课 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学得断断续续的 但是却画得很让人惊艳 尤其是人物画 连老师都忍不住可惜 甚至为他去学校申请奖学金 助学金 让他学这个 只是被顾云东拒绝了 对于未来都没有保障的人来说 兴趣爱好 有时候是十分奢侈的东西 可没想到当初学的东西 竟然在这里能用上 顾云东揉了会儿手腕 问还在拿着纸张讨论称赞的聂聪和小兵 所以 这个可以吗 两人忙不迭地点头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了 聂聪又去抽了一张纸 脸上笑容殷切多了 再多画两张 就两张啊 再多没有了 有些怀念复印期了 有了第一幅 第二幅第三幅就快多了 没多久 聂聪就拢好三张人物画要走 快 回府呀 让人拿着这个去抓人 这么清楚 肯定有人见过 他抬脚就要走 顾云东忙一把把人给抓回来 等会儿 怎么了 关于这话的来处 你们要帮我保密 我可不想被那个穷凶极恶的盗匪给盯上 我还有家人要保护的 你放心 不光是你 那些画出通缉令的画师 我们也都是保密的 画的事情 我只同知府大人一人说 绝对不会有第五个人知道 旁边站着的小兵 也慎重地点头 姑娘放心 老实说 我到现在 都没看清这姑娘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太邋遢了 这 顾云东这才松开了手 叶聪赶紧卷好了画 带着小兵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一走 顾云东也准备离开 只是刚一转身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狠狠地敲了一下桌面 哎 银子的事情还没说好呢 顾云东有些懊恼 好在他现在住在柯表姑家 总能见上的 不怕他赖账 顾云东可惜地摇头 这才离开了茶楼 这会儿已经有些晚了 街上的人陆陆续续地 开始收拾摊子回家 看到脏兮兮的顾云东 一个个都嫌弃地捂着鼻子 离得远远的 顾云东原本还想看看 这府城的环境 见状赶紧加快脚步 刚才还不觉得 现在突然感觉身上有点痒 十分地不舒服 走到柯表姑家时 隐隐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 推开院门 就见顾云叔兄妹两个 正坐在小板凳上 乖乖巧巧地仰着头 听对面柯表姑在说话 而杨氏则蹲在水井旁边洗衣服 他们的衣服 总共就只有一身能够换洗 路上也很难找到水塘 能让他们洗洗晒晒 所以两身衣服都是脏兮兮的 已经不好穿了 如今顾云叔两人的衣服 应该是柯表姑去问隔壁借的 穿在身上并不怎么合身 但好歹干净舒服 杨氏身上的衣服 应该是柯表姑的 有点短 柯表姑正面对着大门口 因此是最先看到她的 当下撇了撇嘴 对她说道 哎呀 脏死了 赶紧去洗洗 你的衣服我也借来了 在西厢房里 自己去拿啊 杨氏三人听到 立刻扭头朝她看过来 脸上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笑 柯表姑冷哼一声 哼 这么晚才回来啊 他们一个个的都以为你走了 再不回来了呢 干活也心不在焉的 说话也没精神 杨氏和顾云可对她的话 没多大反应 顾云叔却已经懂事了 文言忍不住红了红脸 小声地说道 我们就是 就是担心大姐 顾云东上前揉了揉她的脑袋 大姐不会走的 你们先说说话 我去洗洗 她进了西厢房 这房间不大 但干净整洁 光照通风都不错 让人感觉很舒服 杨氏颠颠地给她提了热水进来 让她换了衣服 好给她拿出去洗 顾云东舒舒服服地 洗了个热水澡 科表姑家没大的浴桶 所以只能拿着盆擦洗几遍 可饶是这样 也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洗完后 感觉整个人都清了好几斤似的 换好衣服 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 顾云东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房间 这会儿天色已经有些暗沉下来 杨氏几人都不在院子里 反倒是厨房那边 传来了细微的动静 顾云东寻声过去 就见科表姑正在烙饼熬粥 杨氏在烧火 见她进来 科表姑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虽然在杨氏三人洗干净脸后 就看出这一家子的样貌都不错 但看到顾云东时 她还是微微有些恍神 哎呀 这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若再吃点好的 长点肉 那真就不是清秀能形容了 察觉到自己有些失神 科表姑忙轻壳了一声说道 看你们赶了一天的路 身上也没啥吃的东西 看在那三两银子的份上 今天晚饭我包了 不过先说好 明天你们得自己烧 我是不管的 科表姑的手艺还不错 晚饭是稀饭配着大饼和酱菜 几人都吃得很满足 晚点回房时 杨氏三人很快就睡着了 顾云东却睁着眼睛看着床障 半丝困意都没有 她已经养成了晚上首夜的习惯 骤然安稳下来 她竟然睡不着 怀里搂着顾云可 小姑娘睡着了 还往她这边拱了拱 很是依赖的样子 看着她抿着小小的嘴冻了冻 顾云东忽然觉得 心里暖乎乎的 真好 终于不再流浪 不会遭遇莫名其妙的危险 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睡在软绵绵的床上 甚至还有家人 顾云东渐渐地放松下来 慢慢地才沉入梦乡 自日一早 她就揣着二两银子出门了 柯表姑可是说了 今天她得自己烧饭 如今安定下来 她还有许多东西要置办 最起码菜米油盐什么的 总不能用房东的 只是她只有二两银子 要买的东西却有点多 府城的物价也不便宜 看来她必须去催债了 顾云东直接去了支付衙门 偏偏门口的守卫说 聂聪不在 好像是去抓人了 顾云东只能揣着二两银子 去逛街 看看附近 有没有能赚钱的地方 走了一圈后 她就放弃了 城里的流民不少 她稍稍打听下就知道了 这些人干活儿 只要包吃包住 压根就不需要工钱 这不是破坏行情吗 干活儿怎么能不要钱呢 顾云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干脆去了柯表姑 告诉她的急事 急事倒是热闹 顾云东买了几样蔬菜 还有葱姜蒜 又去割了两斤肉 转了一圈 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摊子 竟然在卖苹果 小摊贩见她停下步子 立刻热情地招呼起来 姑娘 来看看这沙果 这可是好东西 酸甜可口 生精止渴 任大夫说 还能消失之病呢 是我特地从烟底那边 带过来的 咱这边都没有呢 也不贵 试问一个 姑娘来几个 试问亲一个 你们府城的人 都会抢劫是吧 算了 我空间里有 顾云东扭头就走 那小贩忙叫她 姑娘别走啊 价格好商量 可以便宜点的嘛 顾云东走得更快了 提着篮子就离开了集市 随即又拐进了米粮店 买了一斗米和两斤白面 转身去杂货铺买了油盐碗筷等等 她开始怀念现代的大型超市了 原本还想去布庄扯点布 想想还是算了 那两身衣服洗好了还能穿 等她有钱了再买 现在穷啊 七七八八地一通买下来 顾云东手上已经拿不下了 趁着拐进角落 没人注意的时候 将一部分塞进了空间里 然后她捏着紧剩下来的一两银子 慢吞吞地挪回了家 钱真的不急用啊 柯表姑不在家 顾云东进院门的时候 顾云可便癫癫地跑过来 抱着她的大腿奔 大姐 你买了什么 大姐一会儿给你烧红烧肉吃 顾云东将菜篮子压低了一下 让她看看 小姑娘咽了咽口水 啥叫红烧肉 顾云东想起来了 以前在顾家 他们一家子是几乎吃不上肉的 顾云可那么小 就更别提了 更何况 赵氏也不会烧红烧肉吃 顾云东摸了摸小姑娘 毛茸茸发黄的头发 笑道 一会儿大姐坐了 你就知道了 顾云可咽了咽口水 嗯 肯定很好吃 顾云东去了厨房 先拿了两个苹果 切了摆放在盘子 顺手递给 跟在她屁股后面进来的顾云可 端到她屋里去 跟哥哥和娘一块吃 嗯 这是什么 小姑娘好奇地看着水润润地围成一圈的苹果瓣 伸出小手指 敲默默地摸了一下 顾云东被她可爱的动作给萌到了 直接拿起一半塞到她嘴巴里 这些砂果 好吃着呢 就是有点贵 不能浪费了 知道吗 顾云可咔嚓咬了一口 脆脆的 还有汁 比野枣子还甜 圆溜溜的眼睛当即就亮了 忙珍惜地拿着小手抓着 一点一点地啃 去吧 顾云东推了她一下 小姑娘捧着盘子就去找哥哥了 顾云东撸了袖子 桃米把饭给煮上 在灶下塞了两根大柴火 这才去洗了手 先拍了根黄瓜 弄个凉拌黄瓜清清爽爽的 她也不敢放辣 小孩子不能吃 再切了茄子 拿了小半块肉 嘟嘟嘟嘟地剁了起来 来个肉末茄子 然后打了三个鸡蛋 蒸了一大碗的水蒸蛋 撒点葱末 又黄又绿 颜色鲜亮 看着就有胃口 随即开始烧红烧肉 她买的是五花肉 要二十五文钱一斤 府城的肉也特别贵 顾云东从小会烧菜 自己一个人过的时候 也会时不时地犒劳自己 厨艺虽然比不上大饭店的厨师 但也不差 因此 柯表顾一进门 就闻到浓郁的香味 香得她下意识地 就咽了一下口水 寻着味道走进厨房 见到忙忙碌碌的顾云东 再看到旁边饭桌上 放着的几道菜 她就有些挪不动脚了 顾云东一转头就看到她了 当下擦了擦手说道 姚姑回来了 你先歇会儿 我再煮个汤就能吃饭了 还早 你慢慢烧 我一个人吃 下个面条就行 很快的 表姑说这话就见外了 你昨天费心费力地 给我们一家四口做了晚饭吃 我还能让你一个人吃面条不成 待会儿就一起吃吧 我煮饭的时候 可是把你给算上的 要是你不吃 那可就浪费了 可表姑看了她两眼 背着手走了 一边走 还一边嘀嘀咕咕的 浪费什么浪费啊 中午吃不完 晚上不还能吃吗 小姑娘家家的 话都不会说 她静自就去了 自己的房间 不运动 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算了 不管了 她转过身 烧最后一道 冬瓜豆腐汤 等到将汤 给盛上来放好 就见到厨房门口 三个脑袋趴在那里 抽动着鼻子 拼命地吸 顾云东忍笑 让顾云叔去叫 柯表姑 可以吃饭了 顾云叔忙转身 刚跑了两步 柯表姑已经过来了 他静自走到 顾云东的面前 依旧严肃着脸说道 把手伸出来 这个给你 顾云东看到 递过来的一两银子 诧异地抬起头 柯表姑有些 不自然地说道 我也不白吃你的 这一两银子 就当饭钱了 反正你也要做 好几个人的饭 顺便把我的一起做了 省得麻烦 一两银子 够了吧 够 够了 该天买菜 我跟你去 我知道谁家的便宜 又新鲜 顾云东将银子收好 立马点头 嗯 没问题 请你挖出去的 一两银子回来了 从村没那么心疼了 顾云东喜滋滋地 将碗摆上 两个小的外家洋士 都有些迫不及待地 看着桌上的菜 大姐好厉害 她们从来都没闻到过 这么香的味道 顾云可吃了一口水蒸蛋 整个小脸都能发光似的 陶醉得不行 哇 滑溜溜的 好好吃啊 顾云东看着她那模样 有些心酸 小姑娘从来都没吃过水蒸蛋 赵氏对她们这一房非常吝啬 有好吃的都是给二房三房的 她们要是敢馋嘴 一巴掌就会下来 毫不留情的 她给顾云可挖了好大一勺 喜欢吃就多吃点 以后大姐经常给你做啊 大姐你真好 我喜欢这里 奶不骂 二姐不打 还有好吃的 比我梦里还好吃 她嘴里的二姐是二房的堂姐 比顾云都小一岁 确是个张扬跋扈的 看顾云可长得粉粉嫩嫩的 比她好看 就时常会去掐她 小小的人儿 哭着跑着去找顾云东 原来的顾云东 是个爱哭软弱的 却还是替她去找二房的那丫头理论 结果吵了起来 肇事当即就甩了她一巴掌 打得她耳朵都出血了 躺在床上好些天才好起来 小姑娘吓到了 从此后再不告状 被掐也是默默地哭两声 到后来就干脆 整日里待在房间里不出去 如今没了赵氏 没了二姐 她性格也渐渐地变得开朗起来 顾云东心酸的同时又很欣慰 她觉得让杨氏三人的日子变得好起来 让她很有成就感 顾云叔和杨氏也很心疼顾云可 一人给她挖了一勺水蒸蛋吃 小姑娘左边坐着大姐 右边坐着哥哥 感觉好幸福 嗷一口将嘴巴塞得满满的 她很捧场 顾云东就忍不住想要宠着她 不止她 杨氏 顾云叔 还有柯表姑 一个个对她的手艺都赞不绝口 盘子吃得干干净净的 这样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 从来都没想过 顾云东也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日子 唯一焦虑的就是银子一点一点的少了 好在三天后 聂聪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柯表姑家的院门口 而且给她带了两个让人意外的消息 聂聪再见到顾云东时 差点都没认出她来 这个真的是那个蓬头垢面衣衫蓝绿的小丫头 居然 这么好看啊 顾云东可不理会她的诧异 两手一翻 就跟讨债鬼一样 我的银子 声音很熟悉 是本人没错了 聂聪这才摸出钱袋子 从里面摸出一张银票来 银票是五十两面额的 全国通用的卫星钱庄的标志 顾云东的眼睛不由得亮了亮 就听到聂聪说道 这是知府大人奖赏你的 你的画像太管用了 我们拿了就分头去搜捕 没想到不止一个人见过此人 就在昨天夜里 人就被我们抓着了 连他几个手下都给一窝端了 聂聪说到这个还很兴奋 尽管忙活了几天 可却精神奕奕的 大人说你立了大功 你可不知道啊 那盗贼不知道 什么时候都入城了 要是再晚几天抓不到人 我们这边也要出事 五十两银子 你收好 给自己买点好的 你看看你 长得挺好看 就这身衣服嘛 许氏有些熟悉了 聂聪说话随意许多 顾云东就当没听见一样 喜滋滋的拿了银票 看了又看 得找个机会去兑换银子 反正我有空间 不怕银子都重量 没想到聂聪又摸出两个银钉子 这个也给你 这是你当初入城交的入城费 大人说也还给你 你们知府大神 真是个好人啊 一生平安 聂聪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心 这抢钱的动作也太快 太明显了吧 他摇头失笑道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钱篓子 好了 钱给你了 我也该走了 顾云东摆摆手 让他随意 然而聂聪刚走了几步 忽然又转回来 犹豫了片刻 还是压低了声音 悄悄说道 还是有个事 得先跟你说下 见他表情严肃 顾云东终于将视线 从银票上挪开 什么事 我刚从羊毛回来 见到从京城那边过来的人 我隐约听到京城那边 皇上加棒了 顾云东一愣 皇上 那是个离他很远很远的词啊 不过他对这皇上 没啥好感 永宁府闹灾荒 饿死的人不知反几 这么久 却一直等不到朝廷派人过来赈灾处理 他听说就这样 皇帝还在宫中饮酒作乐 妃子疯了一个又一个 甚至还巧立明目要加税 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婚君 驾崩了也好 聂聪提醒他 通稿应该很快会贴出来 传遍全程 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点乱 你们尽量不要出门乱走 不要穿红戴绿 饮酒作乐 皇上驾崩 新皇登基 肯定会有所动作 你们呀 等消息就是了 多谢提醒 顾云东知道 他是只关于灾荒一事 先皇不作为 新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章程 但愿不是个视人命为草芥的 聂聪走后 果然当天下午 城门处就贴了告示 皇帝驾崩 天下哀悼 百姓需扶桑三个月 其间不得穿红戴绿 婚嫁娱乐 两天后 城门又贴了一告示 新皇登基 置为晋武帝 自年改年号为 新泰元年 不管是先皇驾崩 还是新皇登基 这些都距离顾云东太远 他并不太在意 可没想到 新皇上任第一把火 就烧在了永宁府 朝廷终于派遣了 钦差大臣前往永宁府 赈灾 据说在钦差大臣抵达永宁府的当天 行了不知道多少时日的老天 陡然落下雨来 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 干涸的土地得到湿润 死气沉沉的百姓们欢呼大喊 仿佛终于看到了曙光 一个个都说 这是天将祥瑞 召告天下新皇为当代明君 得上天眷顾 顾云东还在宣河府 还不知道那边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 就算知道 他也不以为意 他此刻站在城门口的布告栏前面 看着刚刚贴上去的通告 微微地皱了皱眉 这则布告是关于他们这些 逃荒的灾民的 永宁府已经有了 赈灾的粮食和银两 乱象已平 秩序在慢慢地恢复 他们这些人 自然也要回去的 但凡回去的人 府衙都会给出一定的路费 且三年免征 当然 不回去也行 留民就地安置 复籍 由衙门重新登记 这种 就没有三年免征的条件 也没银子拿了 而且安置的地方 也要看你运气 基本上不会在太繁华富裕的城镇 甚至稍稍好一点的村庄都不会有 田地也没有分配 最多给你两母荒地 自己开垦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回去 落叶归根的想法 在众人脑海里根深蒂固 有银子又能免征三年 回老家那边 依旧是熟悉的亲戚朋友 更何况 许多城镇的人 产业房子都在永宁府 就这样放弃 损失太大了 可这些对于顾云东来说 却没有太大的诱惑 他看完通告 便提着菜篮子 回到了柯表姑家 柯表姑坐在院子里 拿着针线 正在给两个小的做鞋子 他才发现 这个厨艺很不错的姑娘 居然不会做衣服鞋子 阳饰倒是会做 但不好看 柯表姑疼两个孩子 让顾云东买了碎步头自己缝 一边坐 一边说话聊天 他面前放了三张小凳子 两个孩子 连带着高挑的杨士 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听 听见开门声 柯表姑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城门可要贴出新的布告 我去看了一眼 上头说什么了 顾云东关上院门 将菜篮子 放在一旁的石墨上 这才将布告上的内容说了一遍 柯表姑的手顿了顿 又若无其事地接着缝 杨士和顾云可 依旧迷迷糊糊地听不太懂 顾云书却明白了 当即高兴地抱住他的腰身 我们哥也回家了 家里那边有粮食吃了 你想回去吗 大姐不想回家吗 不回去 那去哪儿啊 这里是柯表姑的家 不是我的家呀 别人的家 总不能住一辈子 而且租金好贵啊 顾云东摸了摸他的脑袋 回去那个家 有野奶 有二叔三叔一家 我们可能永远都要伺候他们 一辈子都不能再吃 我们前两天吃的东西了 顾云叔陡然想到以前的日子 脸色整个都变了 柯表姑邪逆了顾云东一眼 吓唬小孩子 不要脸 顾云东就当没看见 继续蛊惑道 而且 你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我们分不了家 为什么分不了家 因为 组长不肯 顾云叔低垂着头 说到组长时 愤恨的眼睛都红了 顾家的现任组长 和顾爹顾大江有丝绸 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面 都要狠狠地压他们一头 顾大江六岁的时候 被村子里唯一的一个老秀才看重 他说顾大江有读书的天赋 只要好好培养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顾老头听了有些心动 可肇事不肯 人顾大江有出息了 他儿子还不得被压得死死的 将来他还得看他脸色过日子 他撒泼打滚不停地闹 说家里穷 没钱交束修买纸笔 而且顾大江要帮着家里干活 没空 顾老头很快就妥协了 后来是当时八十多岁的老族长出面 狠狠地训斥了两人 家族里面能有个出息的读书人 那是多光宗要族的事情 列祖列宗在天上看着呢 哪能由这一个妇人破坏 将来靠去共鸣当了官 还能负责族中子弟 顾家家族从此有多光柔 想想都知道 老族长强势介入 笔墨指宴由族里出 老秀才又不要顾大江的述修 这才受了顾大江为学生 尽心尽力辅导他一人 可好景不长 顾大江读了五年书 老秀才刚打算让他去考同生 老族长年纪大去世了 他自己也身体不好 过了两个月 一场风寒也没了 现任族长是凭着 不太光明的手段坐上的 当年他也有意让老秀才 收自己的儿子为学生 可他儿子并不是读书的料 老秀才委婉地拒绝了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事被人当成笑话一样 传了出去 还拿他儿子跟顾大江比 说他是蠢蛋 他儿子因为受不住嘲弄 在家里大发脾气 撞到了他刚有身孕不久的妻子 害得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这事儿没办法怪儿子 又找不到谣言的源头 只能把一切的缘由 都推到顾大江和老秀才的身上 老族长和老秀才相继过世后 顾大江自然没办法继续读书 现任族长连同生试都不让他去考 他被肇事困在家里干活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被镇上的一家饭馆掌柜看重 凭着那几年认的字当了账房 顾大江的书不是白读的 他知道他们这一房在家里过得并不好 因此一直在找机会分家 杨氏当年生顾云东的时候 是被肇事打得早产的 大出血 差点连命都没保住 杨氏就是因为那次导致身体不好 许多年都不曾有孩子 一直到顾云东八岁的时候才有了顾云淑 也是那一次顾大江态度强硬地分了家 然后两个月后 家里的活没人干的顾老头就后悔了 不承认分家 现任族长兼村长当场撕毁分家文书 将顾大江又病回去了 顾大江若不同意 就以不孝的罪名将他们一家除族 除族 没了家族就如同无根的扶贫 连落叶归根都做不到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要是上衙门登记 一辈子都跟着他们的污点 不说顾大江自己 就说他的儿女 永远都会被人看不起 受人指指点点 低人一等 婚嫁艰难 看着才刚出生没多久的顾云东 顾大江和杨氏考虑许久 到底还是妥协了 那会儿杨氏还没吃啥 赵氏也因为害得他难产 有些心虚 且大夫说 他可能以后都生不了孩子 顾大江又大发雷霆 分了家 顾老头和赵氏 是第一次见到顾大江 犯那么大的火 都有些被吓到了 生怕他被逼急了 不管不顾和大家同归于尽 因此一家三口 重新回到顾家老宅时 日子倒是还不是太难过 赵氏也只干嘴上骂骂咧咧的 让杨氏干点活 打是不敢打的 如此 顾云东倒是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直至顾云叔出生 赵氏的那点心虚彻底飞了 又开始作妖了 等到顾云可出生后 赵氏就固态赴蒙 偏偏杨氏生完小女儿半年后 在一次去河边洗衣服时 无声滑倒 脑袋磕到石头上 再醒过来时 人就不清楚了 顾大江一面找机会 带杨氏去县城府城看大夫 一面又要照顾几个孩子 忙得焦头烂额 家里许多事情都顾不上 还遇上了灾荒 想分家就更是奢望了 可现在不同了 他们逃荒来到了宣和府 不说顾老头族长 已经管不到他们身上 如今他们还能光明正大的落户 这一辈子不长 顾的书心才最重要 顾云东可一点家族观念都没有 但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 杨氏和顾云可不懂 但顾云书的意见 总是要征询的 即使是误导 果然 顾云书想到以前 自己在老家的日子 弟弟被族长踢了一脚都不能还手 吃不饱 穿不难 还要被人打被人骂 姐姐妹妹被唐姐欺负 却还要被奶奶伤耳光 不回去 不想回去 你确定 确定 顾云东微笑 那就不回 柯表姑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框子 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衣服 说道 既然决定了 那就去衙门登记好 顺便看看聂聪在不在 让那小子帮你留意看看哪儿好 说完他就回房了 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 这段时间的相处 柯表姑很喜欢两个孩子 如今有些舍不得 他很快去了衙门 衙门口聚了不少人 顾云东找到聂聪 将自己的意思一说 聂聪二话不说就硬下了 你放心 你是在大人那里挂了号的 肯定给你选一个好一点的村子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按这流民的村子 总归不会太富裕 我明白 你帮我看看 有没有那种 距离镇上县城 都不会太远的村子 最重要一点 村子里的人都是杂居的 村长好说话那种 再遇到顾家族长那样的 我就要头疼吐小 要求有些多 尽量寻摸着吧 没想到聂聪 还真给他选了个不错的 算是所有流民安置里 最好的村落了 顾云东跟着他办好了 所有的手续 就可以出发走了 只是离开前 他却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顾云东要带着杨氏去看看大夫 以前在顾家时 顾大江就带他去过县城 辅城 可惜当时 银钱都在赵氏的手上 顾大江私下存得有限 看的大夫自然也少 就这样 赵氏每次见他们出门 都要闹一场 顾云东前些日子也打听过了 宣和府医馆很多 其中最大的 就是城南的惠民医馆 里面有个大夫姓何 曾经治好了两位 像他母亲这样的病人 前段时间 何大夫出远门看诊 昨日才回来 顾云东只带了杨氏一人过去 何大夫医术高 在医馆的地位自然也不低 因此 看诊的价格也贵 顾云东两人过去时 前面还有三个病人 等了将近半个时辰 才轮到他们 杨氏有些紧张 抓着顾云东的手紧紧的 东东 娘 咱们先给大夫把把脉 放心吧 没事的 我在这里呢 何大夫倒是慈眉善目 问了几个问题 这才探出手 微闭着眼睛 细细地探脉 只是 时间过去越久 他眉头便拧得越紧 顾云东渐渐地 有了十分不好的预感 等到何大夫收回手 顾云东盲问 我娘怎么样了 何大夫没回 只是站起身 走到杨氏的身后 去看他的后脑 杨氏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顾云东忙安抚地 拍了拍他的手 何大夫细细地看了许久 才重新做了回去 脸色 脸色却不怎么好看 之前别的大夫看的时候 是不是给他下过针 其实每次去医馆 都是顾大将带着去的 顾云东没跟着 但下没下针这事 他还真的知道 是下过针 当初在永宁府时 有个大夫帮我娘看过 当时扎了几针 说是可以给我娘 驱在淤血 只是扎完之后 我娘就昏迷了一天 那大夫也说 这是正常现象 多去他那边扎几次 淤血慢慢化开 就能恢复了 可后来永宁府乱了 我爹娘就没再去 胡闹 用意 杨氏被吓得扭头 就紧紧地抱住顾云东 死死地闭上眼睛 人的脑袋最是复杂 在没有把握能治好的情况下 怎么能胡乱下针 还 还驱散淤血 简直是永宁 永宁 何大夫的意思是 我娘他 唉 若是之前 我还有把握能治好 现在他被那永宁这么扎几针 我执意有三成把握 一个闹不好 可能会适得其反 连性命都保不住啊 何大夫把摆手 唉呀 还不如就保持现在这样 至少人是活着的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有个人或许能治 谁 宋太医 他是太医院出来的 我之前也得到过他多番教导 可惜他如今云游去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有希望就好 那能不能劳烦何大夫 等宋太医回来了 让神去余米像那边送个消息 说完 拿出了五两银子递过去 五两银子 有一两是看诊费 其他算是劳烦何大夫的费用 余米像就是柯表姑住的地方 柯表姑也赞同他早日将杨氏的病治好 家里有两个还年幼的孩子 顾爹又和他们失散了 就顾云东一个人撑着 终究不是事儿 何大夫看了他一眼 却只收了那一两银子 你放心 我会帮你把花带到的 这些你拿回去吧 我不会要的 唉 不过你也要记住 不要再找那些不靠谱的佣衣了 白费银子是小 弄出人命是大 如今这玄河府里面 能治好你娘的 恐怕只有宋太医了 多等等总归不是坏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顾云东笑容真心许多 多谢何大夫 我记下了 何大夫又叮嘱了他一番要注意的地方 开了点温补的方子 就让他去取药了 杨氏身子骨确实不太好 这些年不说吃饱穿暖 就是当您生了孩子后 没好好养着落下的妇女病 也需要调理才行 顾云东带着杨氏重新回到柯表姑家 将情况和柯表姑说了 放心 等宋太医那边有消息了 我会找人给你带话的 如此 顾云东在第二天便收拾东西 准备去他们落户的村落了 走之前烧了一顿大餐 聂葱也过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吃到顾云东的手艺 当即后悔不迭 早知道你这烧菜这么好吃 我就早点过来了 吃人家一顿饭 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报答呀 做啥 能帮的都帮了 这马上要走了 难道让我亲自去送他 这不太好吧 不说男女授手不亲 我也没那个时间啊 最近事情好多的 柯表姑对这侄子的死脑筋 有些无奈了 怪不得你爹要把你弄到府衙 去历练历练 他狠狠地拍了聂葱一下 人家娘几个小的小弱的弱 也没个撑腰的 明天就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了 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难道还让他千里迢迢地 跑到府城来求救吗 聂葱猛地恍然大悟 吞下嘴里的肌肉就起了身 嗯 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郭云东失笑地看着柯表姑 其实聂少爷帮了我够多的了 不管去了哪儿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续伟 刚刚聂葱走之前 你怎么不拦着 我知道你是傻人 你就别在我面前 说这些没意义的场面话了 那就谢谢表姑了 哎呀 其实啊 你帮聂葱的也不少 上回他带头砖的倒匪头子 你都不知道他得了多少好处啊 傅牙那边不必说 就说聂葱他爹 就对他刮目相看 对他倚重了不少呢 聂葱很快就回来了 递给他一封信 那你那村子啊 属分开县 那边我没认识的人 不过啊 咱们府衙的江补头 和那边县衙的李补头 交情不错 回头先去小事 需要帮忙的 你就找他 这是江补头的信 哎 再给你个好东西 你可得收好 聂葱拿出一枚铜钱来 那铜钱有个祸口 用是不能用的 这身 好东西 郭云东拿着铜钱 端详了半天 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疑惑的视线 就落在聂葱的身上 行了 别买棺子了 我找江补头写信的时候 大人正巧路过 知道了你的情况之后 就叫我过去 给落这枚铜钱 奉开县的县令 是咱家大人提上去的 你日后有了麻烦 可以把这枚铜钱给县令 他会帮着你点的 你们大人 真是好人 一生平安 堂堂知府大人居然这么空闲 还会关注我这样的小人物 你除了说大人是好人 一生平安之外 就没别的形容了 不过 顾云东想的也没错 知府大人哪里就那么空闲了 他会记住他 完全是因为聂聪提过好几次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他画的人画像 因为那人物画 府衙在短短三天时间内 将盗匪头子给抓到了 偏偏又正值新皇登基 正是重视灾荒叛乱的时候 他算是头一个立功 而且还是大功 更是印证了新皇登基 得上天眷顾的传言 也在新皇面前大大的露了脸 新皇此时正是要提拔人才 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官场 安插自己势力的时候 知府大人这么一来 成了新皇名单上的人 这边任职满了 基本上升一升去京城 是没问题的了 这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的 可不就是顾云东吗 还是个女娃子 可不就让知府大人 印象深了许多吗 顾云东收了铜钱 他是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的 这年头 有钱还不够 还要有事 否则再多的钱都守不住 这铜钱和那封信 用不上最好 能用上 他自然也不会白白地放着 谢谢 顾云东将信和铜钱都收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城门刚开 顾云东便带着一家子 离开了鱼米巷 可表姑没出门送 他情绪不高 一直在房间里面待着 等到院外连冰点声音都没有后 才叹了口气 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空荡荡的房子里 仿佛半点人气都没有 前两天还叽叽喳喳的孩童声音 已经不见了 可表姑走到厨房 似乎隐隐还能闻到一丝香气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可可表姑确实喜欢那两个孩子 连带着懵懂的杨氏 也让她有几分怜惜 更加欣赏带着母亲弟妹 千里迢迢安全来到 宣和府的顾云东 哎呦 这小姑娘啊 若不是个女娃 将来的成就还不定多高呢 哎 可惜了呀 可表姑重新回到堂屋 就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 拿起一看才发现 竟是一张菜谱 上面罗列了五六个 这段时间她喜爱吃的菜色 这丫头 此时的顾云东 却已经出了城门 正坐着马车前往永福村 马车是租来的 现在手里有银子 顾云东是绝对不会 亏待自己的 从府城去永福村 走路可是要三天 若是快马加鞭 只要一天就够了 顾云叔和顾云可 也有些舍不得可表姑 刚上马车时 人还有些奄奄的 等出了城门好一段后 才终于精神起来 两个小的第一次坐马车 屁股底下坐垫软软的 四面都有门板挡着 窗帘子一放下 便太阳晒不着 人也看不到了 大姐 永福村很远吗 人多不多 咱们到那里 要住在哪啊 是不是还要盖房子 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 大姐肯定也不知道 没事 我们到了那儿 就都晓得了 顾云可已经整个人 都歪进顾云东的怀里了 小手里拿着 柯表姑给她的花生 小仓鼠一样 小口小口地吃着 杨氏怀里抱着 一个大大的包袱 里面有一家四口的衣服 新的旧的好几套 还有柯表姑给做的鞋子 一大包的糕点 马车里面还有两个杯楼 装着一些他们前些日子 在府城买的东西 虽然不多 但都马得整整齐齐的 过云东看着窗外 一点一点往后移的景色 心里也多了一份期待和兴奋 终于 要有一个新家了 马车速度不是很快 再加上车里有两个孩子 还是以舒适为主 因此 赶了一天路 也才将将彼达 凤开县县城而已 幸好在城门关上之前入城了 天色已晚 郭云东带着几人 去客栈里住了一宿 等第二天城门开了 才重新启程 前往永福村 聂聪确实给他们 寻摸了不错的村子 永福村距离县城 差不多将近两个时辰 到镇上一个时辰 去往府城要三天 这还都只是走路的时间 坐马车牛车 肯定更快些 因此 等他们从县城出发 坐着马车 抵达永福村时 天色尚早 永福村此时 已经有不少人在田间忙活一阵了 家家户户 几乎都是吹烟鸟鸟 忙着做早饭的样子 村里的小孩 也三三两两地聚在村口玩闹 忽然见到一辆大马车过来 顿时叽叽喳喳地跑上前来 村子里只有两货人家有牛车 马车贵得很 别说买 就是做都做不起的 如今见着精神抖擞的高头大马 立刻好奇地围拢了上来 这谁呀 怎么坐着马车来他们村子里了 更稀奇的是 这马车后面 还拖着一辆地牌车 车夫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 顾云东掀开窗帘子 正好看到一个小孩走到旁边 他对着他招了招手 递给他一颗遗糖 你知道村长家怎么走吗 那男孩看着 也就和顾云书差不多大小 见到一堂 眼睛顿时一亮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们村子不是很富裕 平日里吃糖的机会不多 他们这些孩子 也就过年的时候能沾一沾嘴 知道知道 我带你们去 他将糖果塞进嘴里 就跑到前面带路了 其他孩子羡慕不已 早知道刚才就跑快点 就能第一个说上话了 顾云东这才放下窗帘 只是下一刻 他又呼地将窗帘掀起 看着不远处一闪而过的人影 总觉得有些熟悉 只是那人影闪得太快 他还没确定 就已经不见了 顾云东放下车帘 让车夫跟在那小孩后面 静自去了村长家 永福村是个杂性的村子 有不少祖上也是逃荒过来的 在这扎根久了 慢慢地发展成如今的规模 村长家信成 住在村中心 家里条件不错 住的房子 是村子里唯一的青砖瓦房 马车停在他们家门口时 车后面已经跟了不少人了 顾云东下来的时候 还吓了一跳 尤其是那些孩子 眼巴巴地看着他 一脸 你还有没有问题 要问我的表情 仿佛他一开口 他们就能转到一堂似的 顾云东嘴角抽了抽 等杨氏提着包袱下来后 便转身将顾云叔和顾云可 给抱了下来 他让车夫暂时在外面等等他 随即敲开村长家的门 门外这么大的动静 里面的人自然也听到了 因此顾云东的手才刚抬起 就有个妇人打扮的年轻女子 走了出来 你们找谁啊 说话间 看了看他们身后的大马车 他们找村长的 话音刚落 房子里面已经传来阳高的男生 先找人进来吧 夫人侧开身子 笑着让顾云东进去了 随即门一关 外面的村民就见不到里面的动静了 村长叫陈良 大概四五十岁 人很精瘦 倒是没什么架子 看起来挺好说话的样子 顾云东把户籍文书递过去 陈良眯着眼睛看了半声 啊 李正之前啊 就跟我说了 咱们村有三甲人呢 要在这儿罗户 这七塔两甲 前几天就过来了 这我心思着 你们呢 也差不多该到了 他抬起头 看了看顾云东 和他身后站着的杨氏三人 这左竹类 居然是这么个 失散岁里秀女娃啊 哎 护猪是顾大强 是 护猪是我爹 只是在逃荒的时候 和我们失散了 哎 这又是失踪类话 这一般衙门就认为这人呢 哎 已经 这涛黄路上类人失踪 多半是死了呀 这些事 夫亚那边都有规矩 哎 可这文书上 却还写着顾大奖 说明这姑娘 已经是走通了 夫亚那边那路啊 哎 既然如此 我就招着文书办事就是了 哎 行 哎 我明白了 哎 既然落户到咱们村 以后就是村离人了 哎 因为你们是朝廷安置了 所以债基地啊 都是不需要狗埋了 按刃头啊 你们能分到一目地 哎 要是觉得小了呀 也可以再买 哎 这也是心慌认词呀 对此次受宰的六命 是个外的犹带 哎 不过这债基地的位置啊 也就摸得调了 总共呢 就散出 而且你们来了是最晚了 其他两户了都调完了 哎 你们待会儿啊 可以去看看 要是觉得的位置不好 想要冲洗门嘞 也可以跟我说 要是满意嘞 那就尽快找人改房子 这马上就要入冻了 这不抓紧 突地冻上了 可就不好弄了 哎 还有一个呀 房子改后之欠 你们可以借住在村民里家里 哎 就是要给点足迹啊 嗯 应该的 这倒是个降临的孩子 啊 哎 如果你们不想住在村里啊 也可以去镇上足个房子住 哎 都一样的 在你们指前来 牛一户人家就住到镇上了 就是赖回麻烦点嘛 住在村里吧 既然要盖房子 那肯定是要时常来住宅基地那边的 不说去镇上去 就是弟妹也不可能随我来回跑 哎 行 那就住村里 哎 我原先想着你们是一家子 哎 优户人家 到时能给你空出一个房间来 哎 现在看你们爹不在 那就不太方便了 哎 这样啊 哎 我弟妹那边来 有个孔武子 她 她男人没了 他们家的 就她和她女儿住了 哎 你们要是过去了 也能互相一个照应 哎 一个月来就给二百万 你看 行不行啊 郭云东想了想 主要是他们能选择的范围太小 大概除了寡妇家 也没其他地儿住了 她对这村子人生地不熟的 让她自己选 也不太现实 两百万没问题 只是 我能不能先去看看那边屋子 哎 可以 老二媳妇 你带姑娘过去 顺便啊 给你婶说一声 之前来开门的 那个年轻妇人立刻应了 哦 知道了 爹 姑娘 跟我来吧 顾云东让杨氏三人 在这儿等她 自己过去了 她一走 陈良媳妇周氏 就忍不住小声地说道 哎 你咋让人 住到二弟妹那边去了 啊 咋了 那不是听好嘞吗 二弟妹啊 和于兰两个人住 这顾甲一甲子嘞 又没有个成年难顶 那住过去啊 也没有人说先话 这二弟妹呢 还能转个柱子前来 可二弟妹那性子 啥性子呀 陈良一脸 不是挺能干挺贤惠的表情 周氏顿时不说什么了 男人都粗心 再加上对方双居 大脖子什么的不好接触 这些年 两家来往 也基本上都是周氏去接触的 方氏那人吧 有点爱占小便宜 偏偏别人吃了亏 他还一副很无辜 很委屈的表情 让人心堵 要不是他没男人了 周氏是不太爱和他来往的 哎 算了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毛病 顾家也就住到房子盖好为止 周氏到底没说什么 顾云东没多久就回来了 跟着他一块过来的 还有那个叫雨兰的姑娘 比顾云东大两岁 看起来很开朗活泼 大脖 我娘说 让顾家妹妹他们 住我家就行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行 那就先这么着了 那这几地啊 你是闲在看嘞 还是弯点在看啊 就现在吧 顾云东看完房子 也见到了房主方氏 方氏什么性子 他只看一眼 也没完全了解 但也知道肯定和柯表姑 是属于两类人 这倒无所谓 更何况 他也跟村长儿媳打听过了 这村子寡妇有几个 可其他的 要不生的是儿子 要不就是住不开 没别的选择了 大伯 我也陪顾家妹妹去看宅基地 那就走吧 陈良起身 率先走出去了 陈宇兰带着顾云东走在后面 只是刚走出家门没多远 顾云东就顿了一下 果然是的 之前我在马车上没有看错 先前在府城遇到的那个少女 难道也是这个村子的 陈宇兰见她停下了 好奇地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当即身子一哆嗦 你快别看她别看她 她就是一个狼崽子 六亲不认的 狼崽子 还六亲不认 我见到她那两次 一次是她直接踹了不快一脚 第二次 是她有仇报仇 将盘掌柜吊上树 真要这么看的话 确实是个狠狠 她再想看时 那少年已经不见了 还好没往这边看 顾家妹妹 我跟你说 以后遇到少清远 一定要小心 她个不管你是不是女娃 惹到她了 照样打你 她那种人 没良心的 少家把她养这么大 她不敢进也就算了 连唯一对她好的爷爷都不管 她爷爷为了她跟少家翻脸 带着她独自出来住 结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 少清远连管都没管 丢她爷爷一个人在屋里自生自灭 死了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可她呢 过了两天 就开始大鱼大肉 诶 雨兰呀 说啥呢 赶紧的 时间不早了 一会儿啊 耽搁了吃商务饭了 陈良已经走出去好一段路了 结果回头一看 顾云都被陈雨兰拉着 站在原地没咋走 陈雨兰忙进声 拉着顾云东三两步地赶上去 顾云东不大相信陈雨兰说的话 那个叫少清远的 不太像她口中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管她呢 都和她无关 陈良说的宅基地是在村尾 距离山脚不远 没办法 毕竟是上头分配的 总不会是村子中心的 其他两家的安置地和她不在同一处 这一片有些冷清 周围也就两三户人家 顾云东却挺喜欢的 就是一亩地 小了点 虽然在现代买个一百平的房子都贵得要死 一亩地都有六百多平已经挺大了 但在这里 顾云东却想要围个大院子 将来可以种点东西 房间也最好是一人一个 就算现在不用建得很大 但以后呢 总有需要的时候 村长 不要再买一亩 希望那边也伸过去一片 要多少银子 他们母亲就四口日 需要这么大 不过人家有卖 那子样是没有问题呀 一旁的陈雨兰也是眼睛一亮 有些热切地看着顾云东 这边位置啊 比较便 这一目地里话 就无两因子吧 若是村中心 那就不是这个假哥了呀 好 既然说定了位置大小 陈梁便带着顾云东又回去了 这么一来一回 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了 顾云东是逃荒到这边的 再看他的眼神 就有些变了 不再像之前看到大马车时的 那种羡慕畏惧的表情 反而多了一丝同情和不屑 原本围在马车旁边 好奇地看着的那些孩子 也被自家大人带着回家 有些人临走前 还嘀嘀咕咕的 原来是租的马车呀 哎呀 还以为多富贵的人家呢 白颇充面子 装得跟个大小姐似的 怪不得分堂 也就分一块 把其他孩子啊 缠得跟着跑 真是小气 顾云东没听到 他已经进了村长家 将那一亩地买下来了 改日 村长自会去办好地气 还有一事 想麻烦村长 哎 你说 是关于建房子的 我刚来 也不认识这边谁是属手 所以想麻烦村长 帮我找靠谱的人 宫寝的话 是一天四十万 就不保持了 他倒是打听过了 这边一般建房子 一天是三十万 但要包一顿午饭 他现在住人寡妇家里 并不方便 哎 我捧你找啊 倒是没啥问题 哎 就是怕你不满意啊 这是哪里话 村长找的肯定是最合适的 让我自己来 那才是真的两颖一抹黑 被人看我都不知道 只是我的要求 可能会比较多 还请村长 帮我跟人家都沟通沟通 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这是二两银子 是我请村长帮忙的费用 哎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是拥抚村的村长 就帮你们找几个人 拿弄手泥银子呀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虽是村长 便不能啥都推到你头上 让你帮着干不是 你也知道 我爹不在 我一个小姑娘的很多事情 都不方便出面 人家也不一定听我的 你要帮我找人 还要跟人家沟通 后续要帮我调节 这个不在村长的 职责范围内 我总不能理所当人的 让你帮着我 做这么多事吧 那我成什么人了 要是你不收 那我这房子也别起了 哎 你这丫头 哎 陈良都不知道 这小姑娘家家的 做事一套一套的 他屋里也没啥人 除了他 就是妻子周氏了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收下了银子 哎 行啊 你就放心 那把事交给我了 哎 这银子呀 就当是你雇我了 哎 这多谢陈伯了 关于房子建成啥样的 我得回去琢磨琢磨 您是给你图纸成吗 哎 撑 我下午就招人家 命早啊 你来见见 就能开拱 顾云东又和陈良 说了两句 见时间不早了 便留下一包今早从县城买来的糕点 带着杨氏三人出去 马车跟在他们身后 拉着东西去了租住的地方 他们一走 周氏便打开了桌子上的糕点 见识县城有名的藻糕 心里更加满意了 这小姑娘 可比前头来的那两家 都是多了 皇家和和家 嘴上说得好听 一口一个村长本事大 能帮忙 结果呢 你给他们找了人 他们还挑三拣四的不满意 好像你从中得了什么好处似的 什么自己求 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不容易 工钱一压再压 一天二十文还嫌多 现在好了 人也不乐意帮他们盖 这都来了五六天了 人还没找齐呢 我估摸着呀 等顾家房子建好了 他们还没影呢 陈良其实也更喜欢顾家 就算没有二两银子 他也觉得 这小姑娘说话更好听 就算让她多帮忙也乐意 只是 他嘴上还是呵斥了一声周氏 哎 人明天再见呢 人顾家也不一定满意我招来 你可别胡脸脸 不管满不满意的 人也送了糕点 还事先给了银子 那两家呢 连声谢都没有 这么一对比 陈良还真的就没话说了 而且顾家连人都没见着 就直接给了银子 这是信任他呢 陈良心里还是挺美滋滋的 然而顾云东可不是信任他 他是相信聂聪 当初他最主要的要求就是 村长的人品要过得去 陈良这人虽然有些自己的小心思 但在大事上却是很拎得轻的 起房子这种事肯定不会坑他 人嘛 有小心思是正常的 如今 他只要尽快地规划好房子的结构 就可以尽快动工 早日搬进去了 到了陈家二房家 顾云东就把马车里的东西都拿了下来 陈雨兰很热心地帮着他一块搬 东西不多 就两个杯楼 根本就用不上他 顾云东和杨氏一人一个就拿下来了 随后给车夫结了钱 就让人走了 陈家二房距离村长家不远 有个不大的小院子 家里只有母女两个 倒是食多得挺干净的 方氏看起来是个很柔弱的妇人 笑容淡淡的 一见他们进来就拉着杨氏说话 杨氏又不认识他 当即惊到了 立刻就躲到顾云东的身后 我娘胆小 不习惯和陌生人接触 方氏有事都可以跟我说 方氏也看出杨氏的不对劲了 文言笑了笑 啊 好 顾云东将东西都拿到自己的房间去 也拿了一小包的枣糕给陈宇兰 多谢你今天的帮忙 今天有些累了 我就回方休息了 陈宇兰接过枣糕 就去了方氏的屋子 一进门 笑容一收 脸就拉了下来 挥得我忙前忙后的 给咱们的枣糕 还不如给大伯他们的多 真是看不起谁啊 还不是欺负咱们孤儿寡母的吗 方氏打开枣糕就吃了起来 好了 他们以后还得住在咱们这儿好一段日子呢 总有我们的好处的啊 你没看见他那个娘呀 就是个傻子 还说什么胆小 回头咱们哄的那个杨氏呀 给咱们寻慕点吃食 或者其他好东西来 我看他们肯定有些家底 对了啊 晚上咱就别烧菜了 等他们做了 咱们呀说两句好话 他也不好意思不招呼我们吃 会吗 咋不会了啊 他们出来乍到 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家里也没个成年男人的 可不得跟我们这村里人出好关系吗 再说了 你大伯呀是村长 他还得讨好我们呢 陈宇兰听了点点头 顾云东哪里知道 自己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送点枣糕 人家却一点不满意 还想要更多 甚至连晚饭都打算好了 他们中午没烧饭 早上从现场过来时买了不少包子 中午就这包子酱菜吃完了 杨氏和两个小的便铺好床睡午觉去了 顾云东则坐在桌旁 拿着探笔和纸 开始画起了房子的户型图 他脑子里更多的是现代的那种房子 可在这里 很多方面是不容易实施的 他只能尽量建得舒适方便点 房间得一人一个 还得留两个客房 书房也要两个 等房子建好稳定下来了 肯定要赚钱送云叔去读书的 云叔之前在家时 也跟着爹学着证过一些字 这孩子继承了爹的天赋 好好读书将来肯定不会差了 顾云东在纸上写写画画 初步估计下来 房间就要七八个 还要有堂屋 厨房 餐厅 净房 仓库 对了 还要有一个牛马棚 那可是相当于车库啊 就算现在买不起车 以后总要用上的 大门进去就是庭院 到时候庭院里面 可以种上葡萄枣子 再搭个秋千架子 弄个十桌十凳 夏日里 晚上可以吃水果成凉 冬日也能晒晒太阳 庭院正对面 一排是堂屋 堂屋过去左边要个房间 再过去是个书房 右边过去是餐厅 再过去是厨房 庭院两侧是左右厢房 可以隔成两三个房间 房间里 他打算都弄一个小隔间 当卫生间 洗澡什么的 也方便 大门入口处 可以建个仓库 农村里 农具是少不了的 那些七七八八的锄头 碑露筐子 都可以放在那 再建个公共净房 这么一番画下来 竟然也要一亩地左右了 果然 再买一亩地 是很有必要的 后院也要围起来 到时候开垦出来 种种菜 养猪养鸡也有地方 牛马棚也在后院 那边到时候再开个门 等有了牛马车后 可以直接赶进去 顾云东将结构画下来后 就开始正式把尺寸算进去了 床上的杨氏三人也醒了过来 顾云书爬起来洗了个脸 走到桌边拿起草稿纸 歪着脑袋左右看 大姐 这是我们的鸭马 看得懂吗 小家伙总算不是头大身体小了 如今再歪着脑袋 也不必担心会掉下来似的 看起来竟然说不出的可爱 到底只是个五岁大的小孩 养好了肉 真是怎么看怎么好看 顾云书似懂非懂 干脆也坐上了椅子 拿着图纸仔细研究起来 顾云可见了 也哒哒哒地跑过来 凳子有点高 他只能扒着他的裤子往上爬 哎呀 我也要看 小妹你轻点 我的裤子都要被你扒掉了 我可轻了 不惜你看 那么熟 没有多吃 可可最近老说我吃得多 以后要当肥妞妞 我都不想喜欢他了 顾云多忍俊不禁 将顾云可抱了上去 坐在顾云叔的身边 大姐 我轻吧 你都能扒得动我 是是是 我们这儿你最轻 当然他最轻了 就三岁 能挣到哪儿去啊 顾云可小脑袋 已经凑过来了 他是看不懂的 就只看到 四四方方的 一个个黑线条框框 他也没认字 上面写了什么 更是一无所知 他起有些茫然的脸 然后看向顾云叔 顾云叔干脆一边 自己琢磨着看 一边给他讲 顾云东见他说得都对 也就没出声 干脆自己低头 继续画 除了要画 基本的户型图之外 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也要画清楚的 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 杨氏则在一旁 整理东西 房间里的气氛 一时之间 温馨又平静 可这份温馨 维持不过一个多时辰 就被打破了 顾云东正全身心投入 画得入神时 陈雨兰便过来敲门了 云东妹妹 顾云东的眉头 忍不住拧了你 有些烦躁地放下笔 什么事 时间不早了 我娘说 你们要是烧晚饭的话 让我给你帮个忙 帮忙告诉你 柴花放在哪里 水放在哪里 顾云东看了看天色 这会儿已经是深时 差不多四点左右的样子 对他来说还太早了点 再加上他画还没画完 再晚天色就要暗了 如今没有电灯 点着油灯 还是感觉黑乎乎的 所以他得趁着天色还亮的时候 先弄好 因此他直接对着门口的 陈雨兰说道 我们上午吃得晚 现在还不饿 你们先烧吧 我们晚点再吃 我手头还有点事情 得先做完 还保着呢 门口的陈雨兰文言 撇了撇嘴 到底还是走了 方是在院子的菜地里浇水 见他气哼哼地出来 怎么说 说还不饿呢 他们啥我肯定吃了包子 我从他们窗子外走的时候 都闻到那味儿了 吃得那么饱 包子肯定不少 也不晓得分咱们两个 太不会做人了 你说 他会不会想着占咱们的便宜 所以不肯先烧饭 等我们吃饭的时候 让两个小孩过来逃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他们可是逃荒过来的 我听说那几个流民 这路上都没东西吃 就是有银子也没地方使 都是问别人逃吃的 说不准呀 他们都有这习惯 利用两个小孩来占便宜 那怎么办 等 我倒要看看谁想饿不住 他们中可是有小孩的 到时候 他们要是为我们逃两把菜 就让他们买 价格高一点 人家有钱 顾云都哪里知道 他不过就是晚一点吃饭 这母女两个也能挠不出一场阴谋诡计来 他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又花了小半个时辰 天暗下来 杨氏都点了油灯了 他才停下来 呼出一口气 呼出一口气揉了揉肩膀 他将画稿收拾好放起来 时间不早了 咱们也没带什么菜 昨天早上早起 在科表国家包的小菜有 咱们晚上就吃饺子怎么样 饺子已经蒸过了的 现在天气又比较凉快 放两天也不会坏 更何况他一直悄悄藏在空间里 保鲜的 其实烧饭的事情 杨氏完全做得来 只是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母女两个又不像科表姑那样 性子一目了然 杨氏会慌 顾云东就暂时没让他出去 听说要吃饺子 三个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虽然在科表姑家 已经吃过两回饺子了 可还是想吃 我要吃两碗 顾云东便拿了饺子出去了 杨氏帮着他去烧火 进了厨房 顾云东见着冷锅冷灶的环境 忍不住挑了挑眉 方氏他们 还没烧晚饭 此时的陈雨兰 也已经跑到方氏的屋里 对着正在拿 枣糕甜肚子的母亲 兴奋说道 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开始烧晚饭吃了 你去 帮点忙 到时候顾家总会不好意思吧 可不得叫我们母女一块吃 陈雨兰转身就跑去厨房了 本来想告诉他水在哪的 没想到 他们已经烧上了 再看放在一旁面上的饺子 陈雨兰脸都泛红了 饺子 还是白面饺子 白白胖胖的 下眼足 光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 云东妹妹 烧晚饭呢 我帮你烧火吧 不用了 我娘在呢 就一小会儿就好了 你忙你的去吧 眼看着水开了 顾云东在桃瓷大碗里 加了油盐 加了油盐葱末等把味道调好 再浇上沸腾的水 那碗里便瞬间变得油汪汪的 哇 吃饺子呢 怎么没见证你们啥时候包的饺子啊 闻着可真香 我和娘早些时候就喝了点粥 这会儿闻着你这味儿都饿了 早些时候喝了点粥 那怎么我进来的时候还冷锅冷燥的 那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刚刚用过的样子 顾云东不是傻子 这么明显的话都听不出来 再加上他那直勾勾的都要掉到饺子锅里的眼珠子 和恰到好处的过来帮忙的行径 这是想吃他们家饺子呢 想吃就吃吧 还拐着弯暗戳戳的来 他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但你最起码要说实话吧 说什么早前喝了粥现在饿了 怕不是一直都等着他们做饭 到时候来蹭点吃的吧 谁怪你这臭毛病 不求你跟柯表姑一样 最起码也像个正常的房东房客相处吧 他可是交了房费的 不欠你们 顾云东笑眯眯的 看着锅里的胖饺子一个个的浮上来 顿时开心了 是啊 吃饺子 我想这时间都这么晚了 再烧菜多麻烦不是 说着将饺子全部捞到了调好料的大碗里 这碗还是他在府城的时候买的 很大 就跟前世在饭店里面吃酸菜鱼的那种碗一样 我这就烧好了 厨房给你们用 我们就回房间去了 免得打扰你们 这会儿还早 你们肚子饿了 正好下底面条什么的 也方便 不耽搁时间 娘 你把火吸了 锅也刷干净了 赶紧回房吃饺子 饺子不多 一会儿弟妹给吃完了 马上就好 杨氏动作飞快 麻烈地烧完锅就跟着进房了 厨房里还有饺子味在鼻尖飘来飘去 陈雨兰却站在黑乎乎的灶台前 脸色铁青 方氏进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她狠狠地踢了一下桌脚 痛得她叫出声来 干啥呢 这怎么回事啊 陈雨兰委屈得要死 亏得她之前帮着她在宅基地跑前跑后 对她那么好 还好心地让她离绍青远远点 跟她说了村子里谁谁谁是个碎嘴婆子 别得罪了 结果呢 这顾云东就是个没有良心的白眼狼 娘 明天就让他们走 咱们家不给他们住了 说啥混话呢 钱都收了呀 咋能不给住 真要把人赶走 你大伯那边都不好交代 可 可她太不识好歹了 陈雨兰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整个人都暴躁得很 尤其她感觉 现在鼻子里还飘着饺子味 忍不住狠狠地吸了吸 算了算了 她不识好歹呀 不是还有那双年幼的弟妹 还有那个傻子娘吗 那三个啥事都不懂啊 肯定好哄 改天趁着那丫头不在 你说两句好话 还怕他们不给咱们好东西吗 行了啊 咱们先烧饭 明天再找个机会 我都饿死了 娘 你不是才刚吃了枣糕吗 陈雨兰嘀咕了两声 还是动手忙活起来 听着厨房里面 传来叮叮当当的动静 顾云东愉悦地 将饺子分好 那牧女两个 不是个好相遇的 你要离他们远点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一个男子汉 跟他们走太近 本来就不好 顾云可眼看着他哥哥 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顿时焦急得不行 可又惦记着回答大姐的话 我听话离远点 哥哥你慢点吃 先帮我吹吹 以后见到他们 我就跑 马上跑 东东不担心 说完也立刻低头 三人开始埋头苦吃 这烧的饺子最好吃的 味道香的不一样 吃慢点便够到 一家四口都没将方氏母女 和柯表姑同等对待 吃完后 烧了水洗漱便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顾云东便拿着图纸 带着杨氏三人去了村长家 临走前 把房间门给锁了 陈良已经在等他了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 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 哎呀 云东来了呀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村里 风大能 你叫风叔 风叔好 风大能点点头 打量了他们一家四口 也就明白了为什么 村长说这件事情 由他来负责了 哎呀 这家里没个成年男人 确实不方便 想来盖的房子不会很大 不过呀 这一天一人四十文钱 能拿得出来吗 哎呀 你风叔啊 是咱们这一带里 盖房子里厚熟啊 哎呀 这要不是陆芒的时候啊 他都会在咱们这附近呢 做工绑人切房子 哎哟 年轻的时候啊 还去福城里 待过凉练来 这熟业啊 哪是茉莉熟呀 陈叔帮忙许摸的神 自然是最好的 我们要不放心的 哎呀 好 好 陈良就喜欢顾云东说话 好听 不像村里这些姑娘妇人一样 嗓门大就算了 还让人听了耳朵疼 哎 那姓 你昨儿不是说 回去好好想想 这房子 盖个什么样吗 哎 想好了吧 那就给你凤叔啊 你好好说说 我已经画好图纸了 龙叔 你看看 顾云东将手里的图纸展开 冯大能和陈良有些意外 都凑过来看 下一刻 两人都诧异地瞪大了眼 哎 这 这是兔植啊 就跟一栋栋房子 倾倾处处来 沾线在我们面前似的呀 那简直是一目了然啊 周氏也走近看了两眼 就算他这种门外汉 都觉得这房子真好看 顾云东又拿出两张图纸来 之前第一张是房子整体的图 就如同现代俯瞰下的房子模样 第二张才是内部结构图 上面标注了各种尺寸和房间的位置 第三张是房间的内部的细节模样 看了三张图纸 不管是冯大能还是陈良 都忍不住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哎 云东啊 这 这是你画嘞 你 你度过数 这 认识字 哎呀 这画上可写了不少字啊 嗯 我第一栋书十字 还教过我 其实 这三张图纸都很粗糙 主要是它时间有限 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能教出多精致的东西 可这也足够了 它要建的又不是亭台楼阁 宫廷庙宇 只是个农家的装瓦房而已 可即使这样 冯大能也有些爱不释手地拿着看了又看 他建房子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主家口述或者文字说明的 哪里会有这么详尽的图纸 给人这么清晰直观的画面 以前在府城的时候 倒是见过那种大户人家建房子时的画稿子一大落 但总觉得和自己现在看到的不太一样 总之冯大能觉得自己看完顾云东的图纸 他脑子里就能立刻展现出房子的模样来 太方便了 冯叔 这图纸上面画的只是大概的结构 很多细节还需要冯叔跟我说说 如果有需要的我再添加 好好好 来了来 咱们来仔细说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这门画得真好看 窗子也好看 这门口两边有花台还挺有意思 这花也画得像 这半圆这什么意思呀 正当他服额的时候 就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走进来 悄默默地凑到顾云叔的身边 阿叔 我带你出去玩 这是村长的小孙子牛蛋 大名陈静文 昨天就已经和顾云叔见过面了 顾云东去看宅基地的时候 两小孩聊得还挺欢的 顾云东想着 接下来自己这边会很忙 两个小孩在身边也无聊得很 便点头让顾云叔去了 只是叮嘱他要照顾好顾云可 谁知道 小丫头却抱着双手 坚定地摇头 我今天不跟哥哥说话 谁让哥哥早上又叫自己肥妞妞了 顾云东失笑 那边牛蛋直接扯着顾云叔走了 一出门 顾云叔就让牛蛋带自己去山脚下的宅基地看看 昨天他没来得及看 牛蛋熟门熟路领着他到了地方 以后你家在这里 那上山可太容易了 我跟你说 咱们身上有兔子 有野鸡 上次我大哥就抓到两只野鸡 烤了吃 可惜 我抓不到 我大姐很厉害 他肯定能抓到 那下次你大姐抓到了 我去你家吃 好 这不是昨天那个小少爷吗 两人刚畅想未来呢 就听到身后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一扭头 就见到四五个十来岁的孩子站在身后 喂 你身上有糖吧 拿出来给我们吃 快点 这人是强盗吗 她就说了 对待强盗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冷酷无情 顾云书板着脸 可不等他无情呢 那四五个小孩忽然盯着他的身后 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 顾云书疑惑地扭过头去 就见到一个少年 站在他们身后阴沉着脸 眼神冷漠 仿佛他们打搅了他休息睡觉似的 这个人 好像哪里见过似的 他用力地戳了戳脑袋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呢 那几个小孩忽然尖叫一声 走走走走 快跑 话一出来 所有的人一哄而散 顾云书还站在原地 不明白那具狼崽子是什么意思 他身边的牛蛋倒是有些害怕 只是顾云书是他带出来的 他不能丢下他不管 所以还是很坚强地 没有挪动双腿 可暗地里 还是悄悄地扯了扯他的手 咱们也快走 为啥 他们被吓跑了 不是刚好吗 就不会抢我的东西了 可 可是 我也被吓了呀 牛蛋悄默默地抬起头去 看邵清远的脸 一对上那双眼 身子就忍不住狠狠地 哆嗦了一下 顾云书却已经想起 他是谁了 当下快步走到 邵清远跟前 啊 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也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吗 好巧 我以后也是 就这一块 那 这就是我们刚定的宅地地 大姐说 我们很快就能盖房子 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家了 你家在哪 我现在 假装不认识他 干脆跟刚才那群小孩 着实一伙的 立马就跑 还来得及吗 叫什么名字 不要回答 千万不要回答呀 你回答了 就表示被他给盯上了 你就完蛋了 哼 跟你说 你要完蛋了 我叫顾云书 刚才谢谢你 帮我们吓跑了 那几个强盗小孩 我没想过要帮你 凑巧而已 虽然你可能没想过 但结果确实是因为你 他们才跑了 没再找我麻烦 受惠的是我 我大姐说 这算是 间接帮忙 间接帮忙 上次在府城的时候 那两个捕快 也是看到了女孩 才没找我麻烦 可如今的情况 倒是格外相似 少清远没再说什么 转身走了 顾云书却还想跟上去 跟他聊天 刚走一步 就被牛蛋死命地拉住 小声又坚定地叫他 我回 你给我回来 顾云书也就骂了一小会儿 少清远已经大步地转过路口 不见了人影 你干啥啦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认识他 说起这个 顾云书就有些兴奋 你不知道 上次我看到他这样一脚踢出去 直接踢翻了一个补宽呢 他 他竟然还敢动手打补宽 果然 狼崽子 不愧是狼崽子 狼崽子 你们为啥都叫他狼崽子 而且都很害怕他的样子 他不是长得挺顿的吗 难道这些人就跟大姐说的 什么 什么什么有问题啊 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自认为也挺俊的 这里的人会不会反而觉得 我长得丑啊 顾云书自顾自地摸了摸小脸蛋 牛蛋已经扯着他往回走了 一边走一边解释给他听 一开始是大人们叫他狼崽子的 我也不明白为啥 我为我娘我奶 他们就只是让我不要瞎打听 一个个的都当我是小屁孩 我都欺负了好不好 我怕他是因为 因为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 看到他把狗蛋给扔到水里面去了 啊 狗蛋是谁 这是重点吗 这明显不是啊 狗蛋是村头高家的儿子 跟我一样大 有一次他骂狼崽子 叫家里的大狼狗去咬他 说让他这个狼崽子跟狗比一比 看谁更厉害 结果大狗被踹伤 狗蛋也被他扔到了河里去 等狗蛋喘不过气来 他就下去把人救上来 等狗蛋恢复了 又把人给扔到水里去 等狗蛋家人来了 才罢休 这件事是他亲眼看到的 狗蛋后来回家生了场大病 从此以后见到少庆远 都是绕着走 再也不敢惹他了 这件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高家不肯就这么放过少庆远 还来找他爷爷给他们做主 要把少庆远赶出永福村 后来少庆远说了 敢再找他麻烦 就放一把火把高家给烧了 少庆远可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高家也怕他真的下黑手 毕竟他无牵无挂的 自己犯不着把全家的命都赔上吧 总之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可从此以后 但凡小孩子见到少庆远 那都是能跑多远跑多远的 你说这个人可怕不可怕 以后啊 见到他一定要走远点 他连小孩都不放过呢 可不是狗蛋先做的坏事吗 被教训是正常的 我大姐说了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心坏了就是坏人 为啥不能打 又是那个狗蛋放狗来咬你 你打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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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很生气 要报仇啊 这么说 狼崽子 没错了 怎么感觉 哪里怪怪的 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 两人已经走到家门口了 进了堂屋 还能听到冯大能兴奋激动的声音 他们居然还没讨论好 郭云书走到大姐的身边 踮起脚尖看了看 发现在说最后一张图了 看来差不多了 有这东西啊 我这心里就有数 刚才说的那些要注意的地方 你也填上了 你放心 我看过了 明天就是个好日子 马上就能开工起房子 一个月就能盖好 我叫的人呢 手脚都麻利着呢 反正你现在也住在村子里 随时都能去看 有啥问题啊 直接跟我说就行 那就麻烦冯书了 哎呦 不麻烦不麻烦 反正是你给的工钱 再说还有这图纸呢 我 他突然一顿 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怎么了 还有啥问题 刚才说的太高兴 一时没注意 也没考虑过你情况 你这房子好是挺好 但是要修好 也要不少银子 我知道 你先修着吧 银子方面 不用担心 在农村 一个四五口的家庭 一般该烧好一点的房子 都只要二十多两银子就够了 可顾云东要的是青砖大瓦房 而且要求还不少 单单装修 就和村长家的青砖瓦房不一样 人工费也不低 范围还挺大 所以没有七八十两 根本打不住 顾云东的预算是一百两 即使他现在还没有 但盖好房子 最起码也要一个月 这段时间 他总能想到办法赚点钱的 实在赚不到 那里面的家具可以缓缓再买 地面铺砖 也可以晚点 目前他手头上 还有六十多两银子 够用的 冯大能听他这么说 也就放心了 呦 看来这顾家 确实是有些家庭 不然他爹 也不会读书认字 是不是 顾云东又和冯大能 商量材料等问题 那边周氏 已经叫几人吃赏午饭了 周氏是带着杨氏一块烧的菜 昨日顾云东给了陈良银子 让周氏对他印象很好 吃顿饭也不花费什么 再说 他们也还没说完呢 吃完后 他还给了顾云东 一大篮子的蔬菜带回去 可怜方氏母女两个 还在家里等着顾云东回家 卖他们家菜地里的菜呢 顾云东却看着足够 他们一家吃两天的菜篮子 挑了挑眉 笑着看向周氏 婶子真是怕我没菜吃呢 啊 这不是怕你们刚来 啥都没准备 也没个菜地的 这些都是自己家种的 多得很 不费事 陈良夫妻两个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有些话 还要是要说清楚的 沈子不说我也知道 只是怕我和方沈子 闹不愉快吧 这才过了一晚上 顾家就知道方是什么人了 沈子跟你说句实话啊 老二家的呢 这些年一个人 抚养女儿也不容易 吃了不少苦 性子难免有些拧 也不是啥大毛病 你陈伯毕竟是男人 和这个弟妹不好走得太近 也不了解他如今是个啥样 当初安排你们一家住过去 一个是确实 没其他合适的人家了 二呢 也是想照顾他们母女俩 让他们赚几个铜板 我知道 不过我也和沈子 把丑话说在前头 爷人对我好 我也会投套暴力 但要是算计我 我也不会客气 说完对着周氏汉手 提着篮子转身走了 唉 原本以为顾云东 是个好说话的呢 现在看来也不是能吃亏的主啊 其他还好 就怕俩人真闹起来 为难的还是自家男人 周氏摇摇头 回去和陈良把这话给说了 也算是事先提个醒 而一边的顾云东 却在带着杨氏三人回到家时 意外见到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 男人见到他们时 也只是愣了一愣 眼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方氏就在这时走了出来 他身后还跟着另外一个妇人 那妇人和面前的男人 倒是有几分相似 方氏见到顾云东还挺不高兴 尤其见他手里 居然还提着一个菜篮子 更是眉头都拧了起来了 不过家里还有客人在 他脸上还是挂起笑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 赞助我家的顾家一家子了啊 他们这儿呢 也没个成年男子 住咱们家方便 我们家雨兰啊 也没个兄弟姐妹的 难得家里来了几个弟弟妹妹 不知道多开心啊 说身为姐姐的呀 要好好地照顾他们呢 顾云东冷笑 没说什么 这是镇上的吴婶 那个呢 是吴婶的小儿子 钱哥呀 刚和咱们家雨兰 定了亲的 说到镇上时 方氏脸上满满的优越感 吴婶 顾云东叫了一声 就回房间了 怎么这么没礼貌呀 唉 逃荒过来的呀 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坏人 对陌生人防备一些难免的 咱们就不说他了啊 留在这儿吃晚饭 我只就让雨兰呀 去割块肉 那感情好 我还没尝过雨兰的手艺呢 方氏就叫屋里的陈雨兰出来 顾云东远远的还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微微的皱了皱眉 果然住在别人家里很不方便 得赶紧赚钱 完了上逢书多找些人 加快速度 只是要做什么呢 农村最基本的还是种地 我们来永福村 是能分到两母皇帝的 但这是自己开垦 不说荒帝需要开垦 就算我是个仲庭高手 也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赚到钱啊 那就只有 顾云东扭头 朝着九虎山的方向看去 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永福村在九虎山山脚 据说九虎山里面不断 深山里住着各种猛兽 就是附近最熟练的利物 都不敢往里面走 顾云东觉得 自己该去九虎山找找机会 定下了目标 他就暂时安心了 晚些时候 陈雨兰来敲他们屋门 小声地说他厨艺好 想让他偷偷帮着烧晚饭 给吴家母子吃 顾云东连理由都没找 便拒绝了 四日一早 他便直接背了个竹篓 朝着九虎山而去 山脚下有不少孩子 都在捡柴或挖野菜 再往里面走 能看到一些妇人在找军菇 顾云东原本也想找点军菇的 见状只能继续往里面走 然后就见到了野鸡 云家不错 这野鸡还挺肥的 他拿出事先放在杯楼里的弩箭 对准野鸡就射了过去 末世时他和变异动物都交过手 打只野鸡也不算什么事 将野鸡丢在杯楼里 他继续往里面走 再次看到兔子时 顾云东对一个月内凑齐盖房子的钱 已经变得信心百倍了 然而 等他拿起弩箭 再次对准兔子准备射击时 身子却陡然一领 仿佛自己的后背 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给盯上了 身上的寒毛齐刷刷地竖了起来 他的动作一顿 豁然转过身 弩箭对准了身后的树 抠下板击 只是下一刻 他瞪大了眼睛 弩箭猛地转了个方向 咻的一下 箭头最终盯进了另外一棵树干上 顾云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抬眸迎上蹲在树上 往下看的男人的眼 怎么是你 你怎么也不出个声啊 差点误伤了你 少清远视线 落在他手中的弩箭上 很快又收回目光 重新看下少女的脸 他什么话都没说 顾云东挑了挑眉 昨天我弟回来 说你救了他 没让人给欺负了去 多谢 少清远依旧没说话 蹲在树上一动不动的 这次是真的有点力气人家 为什么叫他狼崽子 这人看人的眼神真的如同王一样 带着光芒 就仿佛我在他眼里 像是无处可逃的猎物一样 他没说话 顾云东也不会自讨没趣 看了看守便继续往前走了 刚才那一耽搁 那只兔子早就已经不见了 直至顾云东的身影渐渐地远去 少清远才从树上一跃而下 顾云东对九虎山并不是很熟悉 打猎也没有什么经验 末世后的动物都变异了 习性脚印自然也不同 再说打变异动物 基本上都是团队合作 判断方向什么的都是别人负责 因此他如今也不可能凭借着 路上的那些动物痕迹 来断定哪边有收获 只能靠感觉了 只是走了一段路后 他就感觉到身后传来 沙沙沙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跟着似的 果然一扭头 就见到少清远往这边走过来 顾云东站定问他 你上山也是为了猎虎 你往这边走的话 那我换一条路 看他沉默 顾云东就当默认了 掉转脚跟 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谁知才刚走了几步 身后就传来少清远的声音 再往前走不远 有个野猪洞 野猪啊 那可是个大家伙 吃完药卖了 肯定有不少银子 等等 野猪洞 那里面应该就不是一桃野猪了 我如今这小哥不小腿的 有点悬啊 而且我对这地心也不熟悉 没什么把握 有点遗憾 所以你是来告诉我 那边有多危险啊 多谢了 真是也不像人家说的 六清不慎的狼崽子吗 看看昨天帮了我弟 今天又来提醒我 不是挺暖心的举动吗 估计就是话少 让人误会了 不是 是我一个人搞不定 想和你合作 你手上那把弩箭挺好使的 应该能帮上忙 顾云东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 原来误会的人是他 抓到野猪 我有渠道能卖点 得到的银子 比人一半 顾云东很心动 野猪这玩意儿就跟能勾人似的 在他面前晃了又晃 让他对碑楼里的野鸡这种小虾米都没多大兴趣了 他明明唇低垂着头 考虑了再考虑 邵清远就这样看着他的头顶 嘴角若有似无地勾了勾 合作没问题 只是你有几分把握 那野猪洞里面有几头野猪 十分把握 三头野猪 既然如此 那行 走吧 前头带路 三头野猪啊 慢了能有不少银子 邵清远点点头 并先往前走 顾云东不远不近地坠在身后 这段路由邵清远带路 再加上他在前方将沿途的杂草都一一砍掉 顾云东走得格外的顺畅 而且邵清远走得并不快 稳稳地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实这人挺细心的 走了一段路后 就在顾云东以为 两人会一直这么沉默地抵达目的地时 邵清远忽然停了下来 等到他走近了 才微微紧绷着嘴角问道 你不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 村里的那些留言 你应该都听过了 听过了还和我说话 眼神里没有任何距异 也没让你弟弟离我远点 甚至还敢和我单独进入深山达野猪 你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胆大 你是指大家都说你是六亲不慎的狼崽子 狼崽子还是挺符合的 至于六亲不慎 这个友带上去 当着我的面 都敢说得这么直白 就不怕我恼羞成怒 对你下手 这里可是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的山里 还是希望他走在我前面 友神开路真是太方便不过了 但人家有聊天的想法 我也不好催着他走 还是赶紧回答完了 我最后可以跟在后面走 邵清不认什么的 都是听人家说的 可能我见过你的时间 比听到留言的时间更早 有些印象已经陷入为主了 啊 什么印象 恩怨分明 有仇报仇 和我很像 所以才会对他天神就有些好感 我曾经不也被神觉得冷漠不通 情理不讨身喜欢 甚至还是个扫把星吗 恩怨分明吗 原来他对我的评价这么高 当初两次见面 我都是在动手打人 不说收拾潘掌柜那次 就是我二话不说 踹了骨派一脚 一般女子见着了 只怕会觉得这种人 不知天高地厚的 和地痞流氓 不服管教的二流子 没啥区别 不该是有什么好的印象才是 怎么不走了 郭云东往前几步 正好见到一个岔路口 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回头一看 就见他还站在原地 少庆远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大步地走过来 王左 还是你在前面带路吧 我对这边不熟 嗯 终于找着机会在后头了 顾云东没看到 他低垂的眼帘里 仿佛有光彩闪烁 这一次 少庆远的动作更加利落 两人又走了将近两刻中 终于见到了野猪洞 少庆远拦住要往前的 顾云东 你藏在那棵树上面 你手上有弩箭 适合远程射击 一会儿 我会把野猪引出来 前面两头我来对付 你只要紧盯第三头就行 你对付两头 会不会太危险了 不会 我心里有数 你自己小心点 顾云东点头 转身利落地爬上了树 少庆远抬起头 见他用树叶将自己的身影 牢牢地遮住 这棵树干也足够粗壮 危险不大 这才扭头往野猪洞走去 顾云东只见着他熟练地 靠近野猪洞 途中蹲下身子 也不知道在地上 做了什么陷阱 少庆远是用烟熏 把洞里的野猪赶出来的 野猪一出来 他就利落地跃上了树 顾云东聚精会神地看着 一头跑出来了 还挺大 目测大概有四百来斤了 第二头也跑出来了 比前一头要稍微小一点 但应该也有三百多斤 顾云东一直在等第三头 然而等啊等 却始终没见到他跑出来 而另一边 少庆远等到第一头野猪 踩进自己的地上射的绳套时 便猛地一拉 人紧跟着从树上一跃而下 但野猪的前蹄 就这么被吊高了几公分 就像是半个身子都树立起来 只剩下后面两只蹄子着地 他开始疯狂地挣扎扭动起来 可绳子牢牢地被绑在树上 少庆远更是一刻不停地直接过来 手中的匕首 一把扎进他的脖梗里 野猪痛叫着 身上的血液疯狂涌出 他怒瞪着眼往少庆远身上顶 少庆远立刻迅速地往后退了一大步 然而此时 另外一头野猪也朝着他跑过来了 少庆远伸手灵活 拿着地上的一块大木块 狠狠地往他头上砸去 那野猪晕了一瞬 瞬间更暴躁狂怒了 嗷嗷嗷叫着往他冲 少庆远左躲右藏 那野猪接连撞到了两棵树 藏在树上的顾云东一直等不到第三头野猪 果断地将弩箭调整了方向 对着那头横冲直撞的野猪 可他速度快 再加上少庆远时不时地会靠近野猪给他一下 反倒不好瞄准 顾云东猝眉 那边的少庆远却忽然扭头就跑 那头野猪也追了过去 一人一猪失去了踪影 顾云东视线最终集中在那头依旧被绳子绑着一只腿的野猪身上 他还在疯狂挣扎摆动着 只是之前被少庆远扎了一刀 这会儿已经流了不少血 渐渐地没了力气 顾云东的弩箭对准他 咻地一下射中他的脖子 野猪又扑腾了两下 最终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顾云东这才从树上滑了下来 有些不太放心地 往少庆远刚刚离开的方向追过去 追到一半时 就见少庆远跑回来了 身后已经没有野猪的身影 他的身上沾染上血 也不知道是他的 还是野猪的 你受伤了 没有 那头野猪已经死了 我回去把第一头也收拾了 不用了 我补了一剑 已经不动了 只是我一直没等到第三头野猪 真的有三头吗 是三头 可能还有一头不在野猪洞里 我们先把这两头弄下山吧 免得血腥味太重 也来其他的野猪 他还真是敏锐 对对 赶紧的 顾不上再问其他 顾云东立马随着他回到野猪洞口 少庆远从草丛里拖出一个木筏子 第一头野猪 有四百来斤重 顾云东现在力气还不错 但他敢肯定 绝对承受不住野猪一半的重量 可惜了 身边有少庆远 不然 他把野猪往空间里一放 轻轻松松搞定 少庆远 力气倒是大 顾云东给他搭了把手 他硬是将野猪给弄上了木筏 随即拖着往山下走 另一头野猪再稍远一点 木筏上不好放 只能先把这头给拉到山脚 少庆远对这边很熟悉 回去的时候 比来时要快上许多 等到了山脚 找个没什么人经过的地方 他让顾云东先在这边守着 自己去拖另外一头 又是一来一回 少庆远在将野猪弄过来的时候 身上都被汗水浸湿了 他随意地擦了擦 这么大的野猪 如果送到镇上 最多只能卖掉一刀 送到县里价格能高点 你去不去 去镇上倒是还好 去县里就太费时间了 如今还是不放心 他们三个在家 这一来一回 再加上卖野猪的时间 只怕来回到他晚上了 而且老实说 这两头野猪 都是少庆远打的 卖野猪的钱 我拿得有点心虚了 但好歹也帮着拖过木筏 看过野猪了对吧 没功劳有苦劳啊 辛苦间怎么能往外推呢 县里我就不去了 你帮着我 把这只野猪也卖了吧 好 这两头野猪 他要怎么送到县里去 我的空间啊 毫无用武之地 心好累 郭云冬叹着气回到家 才发现方氏母女两个 居然不在 方氏儿的娘家侄子要成亲 他们去吃喜酒了 方氏儿还说 她要在娘家过两天才回来 让咱们帮忙喂一下鸡和猪 方氏儿养了三只鸡一套猪 平时里要抓虫子喂鸡 她要去打猪草回来 这是先斩后奏啊 云叔 你去村长家和钟氏儿说一下 我就说过了 其实要是方氏儿好好说 她也不介意帮忙的 以前在老顾家的时候 她没少出去打猪草 这些事情会做的 但方氏儿说话就让人很不喜欢 好像根本就不是请他们帮忙 而是在命令他们 顾云叔这段时间 在顾云冬的影响下 对这种人根本就不会退让 顾云冬满意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回头看到方婶和陈雨兰上了锁的房门 以及厨房放碗筷的厨具 都贴上封条 甚至瓮里面放着的鸡蛋都搬走了 忍不住冷笑一声 拿他们当贼房着 居然还想他们帮忙 做梦呢 不过 他们母女两个不在 顾云冬倒是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反正她空间里有肉 天色高黑下来 少清远就过来了 都卖了 两人就站在厨房门口 屋檐下阴影一片 若不仔细看 都看不清楚这里站着两个人 两头野猪一共卖了八十两银子 县里加猪的价格是十八文一斤 野猪要贵不少 八十文 小点儿那头野猪三百三十斤 我卖给了酒楼 那边掌柜的和我认识 加上那只野鸡 我要了它三十两 大的那头被一个附加少爷看中了 出手大方 直接给了五十两 一共八十两 这里是你分的四十两 拿着 顾云冬知道野猪的价格贵 没想到一口气就有了四十两 不对不对不对 拿人家四十两 是不是不太好 这两头野猪都是你打的 我就是搭了把手 再说叫村里人帮忙拉野猪 去县城的工钱 也是你付的 我拿个辛苦钱就够了 他下午的时候就听说了 少青远是叫了几个村里的壮牢力 帮忙拉去的野猪 当然是要给钱的 他在村子里的名声实在不怎么好 这些人要不为了钱 根本不会跟他有所接触 可两头这么大的野猪被拉下山 在村子里还是引起了轰动 不少人想凑上去说两句 却又怕他 只能眼馋地跟在拉野猪的板车后面 走了好长一段路 回头还是津津有味地在村里议论着 都在猜着野猪能卖多少钱呢 那眼神明明就很想要银子 当初说好了一人一半就是一人一半 工钱也不过一两银子而已 你给了我一只野鸡算是扯平了 这银子你拿着 我不想当个言而无信之人 嗯 为了不让你成为出尔反尔的小人 这银子我就收下了 所以还要谢谢你是吗 少青远这样的正人君子 也要多多益善啊 往后还是可以合作的嘛 这哪里是狼崽子 分明是好人一生平安 如今盖房子的银子算是有了 你现在才从献里回来 晚饭吃了吗 没吃 顾云都似乎完全没听到他说什么 直到他转身进了厨房 他才陡然回过神来 诧异地看着他的背影 你做什么 你不是要留我吃饭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你要问我吃没吃饭 当然 你那么辛苦 吃顿饭应该的 菜有些凉了 我直接给你炒个蛋炒饭吃吧 你快 行 少青远坐在凳子上 看着他麻利地打蛋炒饭 撕拉一声 香味便陡然飘散出来 弥漫整个厨房 莫名的 这种味道竟让少青远 有种安定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吃蛋炒饭 少青远看着端到他面前的大碗 上面金黄色的鸡蛋和白色的米粒 交织在一起 粒粒分明 烟雾缭绕中 一股浓郁的味道 一个劲地往鼻子里钻 让人食欲大增 顾云东刚剪下围裙 闻言正了正 随即想到他被人当作狼崽子的事情 这两天关于少青远的事情 他也听得不少 少青远是被他爷爷从九虎山里面抱出来的 据说当时他还是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 那会儿他身边还有一头狼的尸体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他爷爷姓李 李家大房当时只有两个闺女 一直都没儿子 李爷爷就把少青远 记在了大房两口子的名下 后来大房生了儿子 对少青远并不是很好 等少青远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大房两口子给赶了出来 李爷爷不肯 最后干脆跟少青远一块离开了李家 只是没多久 李爷爷便生了重病去世了 从那以后 少青远改了姓 姓少 这个姓还是当初在他墙堡上发现的 少青远前十几年的生活 其实和之前的顾云东也没多大的区别 后来他独自一个人 估计也没学过蛋炒饭之类的 只是顾云东不知道 少青远哪里是不会蛋炒饭 他根本就是个厨房杀手 做一顿饭能烧掉半个厨房的那种 自打李爷爷去世后 只要天气热的时间 他大部分在镇上县里打短工 街上随便买点 但凡在村子时 他都会在镇上买好几天的干粮馒头 吃得非常粗糙 此刻见着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顾云东顿时说不出话来 直至他吃完了离开 顾云东才捧着热乎乎的四十两银子 回了房间 屋子里三个人都已经睡下了 顾云东心里一块大石落下 也很快沉入梦乡 然而少青远却去而复返 此时就在不远处的屋顶上 一只手枕在脑后 一只手摸着肚子 仰躺着看着头顶上的天空 眸子里的光亮比白天更甚 顾云东这一觉睡得心满意足 没有方式母女俩一大早 乒乒乓乓地闹腾 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有了银子 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去 宅基地那边看新建的房子 这次他带着杨氏三人一块去的 宅基地那边热火朝天的 冯大能已经带着二十多个青壮年 忙活了起来 见到他 冯大能立刻走了过来 怎么样啊 大家伙这金身头不错吧 天神很不错 这些人大部分是村里人 还有是隔壁村的 都是冯大能找来的 顾云东给的价格高 来的人自然高兴 一般人盖房子 一天最多就三十文 虽然包少午饭 但吃的也就水煮白菜 粗面馒头 这些哪里值十文钱 还不如回家吃自己的 有人也和顾云东打招呼 见小姑娘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好感度更是倍增 顾云东笑着一一汗手 见大伙汗流浃背 想了想转身去敲响 隔壁一户人家的大门 她的宅基地偏僻 周围就两三家邻居 这户人家姓曾 住的房子倒是不大 开门的是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见到门口站着陌生的人 有些怯弱的小声问 你找谁 话刚落 又有一个妇人匆匆过来 也疑惑地看着顾云东 沈子好 我是新来永福村的顾云东 隔壁正在起的房子 就是我家的 一号就是邻居了 我过来一是想和沈子 打个招呼 这段时间盖房子 打扰到你们了 二是想找沈子帮个忙 顾云东笑着说 态度十分地和善 董事听她说话 就觉得很斯文的样子 知道她就是隔壁那家 要起砖网房的顾家 以后定然有许多接触 便忙退开了身子 先进来说吧 顾云东进门 随意地看了一眼顾家的院落 收拾得很干净 院落不大 房子有些年久失修的感觉 董事带着她进了堂屋才问道 你要我帮啥忙 你说 我想借沈子的厨房煮锅姜茶 现在天气有些凉了 外面的叔伯帮着我家盖房子 出了一身汗 回头风一吹 很容易受风寒 喝点姜茶也能嫩嫩味 不知道沈子方不方便 方便 当然方便了 又不费什么事 你先坐会儿啊 我们家就有生姜 我去给你拿 来 生姜都是自家种的 多得很 董事很快就给她捧了一捧过来 顾云东也不客气 不但借了生姜柴火 还借了他们家的桶和碗 煮好后 就跟杨氏一起提着出去了 冯大能还奇怪他去了哪里 见他提着姜茶过来 脸上划过一丝诧异 这人干了大半天的活儿 都口干舌燥的 我看有人直接咬了生水喝 这样下去很容易生病的 最近有了曾家的厨房 熬了一锅姜茶 热乎乎地喝下去人也舒服 要是喝不惯姜茶的味道 也有煮沸了的开水 冯叔 你让大家过来喝点吧 冯大能还真没见过 哪个主家给人煮姜茶的 最多就是在一旁放着梁白开 自己喝自己拿 这小姑娘是真不错呀 哎呀 这米兰 大家心里啊 那也是热乎 晕淡 这干活儿呀 就有劲儿了 顾云东和冯大能说完 又折回了曾家 董事正在厨房里收拾 见他进来就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顾云东拿了一把铜钱出来 塞到了董事的手里 董事吓了一跳 忙把铜钱还回去 哎 你这是做什么呀 就几块姜而已 我 沈子 这钱不止是今天的 我那房子盖好怎么说 也要一个多月 我也不可能天天过来 所以想麻烦沈子 帮我每天煮一锅 也不用天天都是姜茶 煮费号的水也行 这钱就是当我顾沈子的工钱 况且沈子家的柴火和水 也要人挑的 董事愣了愣 低头看着手里的两百文钱 想着被砸了腿 至今还只能躺在床上的男人 还有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 一咬牙 将钱给收回去了 沈子谢谢你 那就麻烦沈子了 顾云东这才离开了 曾家的院子 谁知刚出门 就见隔壁一户人家的门 也打开了 他诧异地看向 刚踏出门口的男人 绍青员也正好扭过头来 见着他没说什么 他手里拿着一个粗面馒头 咬了一大口 那干涩的唇瓣上 立刻沾了些馒头馅 干干的 似乎很难下咽的感觉 顾云东看的 感觉自己的喉咙眼 都堵住了似的 尤其他还看到 有一小块馒头 掉到地上 砸在泥土地上 竟然砸出了个小小的坑 那是得有多硬 吃下去能消化 他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身后传来董事 匆匆地脚步声 云东 沈自家没啥好东西 这是自家种的菜 院子里不老少 你拿回去吃 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走出来 一抬头就见到隔壁家的绍青员 是青员啊 你今天没出去 咋又吃馒头 这天天吃馒头怎么能行啊 晚上来沈自家吃 董事和绍青员似乎挺熟 说话随意许多 绍青员当着顾云东的面 又咬了一口硬邦邦的馒头 声音冷冷淡淡的 不了 我忙去了 他说完就走了 顾云东都想问问他 要不要喝口水配着吃 人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董事一回头 见到他那模样 顿时误会了 云东 你别怕 青员没有村里人说的那么可怕的 他家就住在隔壁 咱们邻居好几年了 比那些人都了解青员的为人 他很好的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绍青员证明的评价 没想到 他就住在隔壁 那以后岂不是也是我邻居 真恶于住人 还和我有交情的邻居 可不是好事吗 嗯 沈子我知道 我不是那种 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人 他接过董事手中的菜篮子 这菜我就不客气了 拿着就是了 吃完了再来拿 顾云东便带着杨氏三人往回走 路过自己宅基地那边时 就见到那些青壮年都停下来 一边休息 一边喝姜茶 见到他们 立刻热情地打招呼 十分感谢他的姜茶 表示喝了 心里暖哄哄的 会用心干活 让他放心 顾云东点点头 也让他们注意安全 等到他走过去了 就有人小声地议论起来 这顾家小姑娘 人是真不错 给她干活 不但贡献多 我这心里也输的 哎呀 可惜啊 就是不太懂人情事故 是啊 这家里没个成年男人护着 有银子也该藏着掖着 你说他刚到一个陌生的村子里 谁也不认识 就敢花那么多银子 这么大阵仗地盖青砖大瓦房 这也太招眼了 哎 我估摸着 这村里的二流子 很快就会盯上他了 咱找冯哥 让他跟小姑娘提个强 啊 得 冯大能确实跟顾云东说过了 让他这几天多注意点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拴好门窗 在门边弄个陷阱啥的 有什么动静就大声喊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就有几个贼人摸到了方氏的家里 偷偷摸摸地撬了门进去 而此时躺在床上的顾云东 却陡然睁开了毛子 盯着昏暗的房间 微微地勾了勾唇脚 终于来了 顾云东悄无声息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了一眼还睡得沉得三人 动手将顾云书给摇醒了 小家伙困顿不已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咳 顾云东压低了声音 指指门口的方向 压着声线问 之前跟你说的那些 还记得吗 顾云书陡然清醒过来 想到大姐和自己说过的话 记得 有人想偷咱们家的银子 断咱们家的后路 挖咱们家的祖坟 大姐 是贼这儿来了吗 得亏逃荒那段时间的锻炼 顾云书对这些贼人虽然厌恶痛恨 却并不畏惧 因此这会儿 不但没有躲到被子里 反而脸色通红 要出门跟人干架的样子 是 无声无息地打开房间的门 走到堂屋的椅子边坐下 随即紧盯着不远处的那扇两开间的门 等着他们进来 顾云书也立刻从角落里拿出一根木棍 挪到他身边严阵以待 而此时外面的庭院中 四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从墙上翻下来 许是墙面有些高 有个人脚还晚了一下 差点叫出声来 身边另一人立马眼急手快地捂住他口鼻 力道大的差点没把人憋死 那边 适应了院子里的位置 这几人才开始观察周边的环境 方氏的家里 他们还真的是第一次来 毕竟寡妇门前是非多 而这寡妇又是村长家的二弟媳 所以他们这些偷鸡摸狗的二流子 平日里也不会有事没事地在这附近晃 更没机会进这家的门了 如今方氏不在家 偏偏家里还住了没啥靠山的有钱人 这可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我打听清楚了 那顾家一家四口就住在左边那间房间里 好 一会儿我和庄子大前线进去 狗相 你在门外把风 好嘞 大哥 我打听过了 顾家那房子最起码有七八十两 估摸着他已经给了冯大能几两了 剩下多半就在房间里头 顾家那两个小包不用在意 小孩都睡得沉 一会儿我们就进去 老规矩 我和大前拿背筹 防着那两个大的 万一他们要是醒过来 就可以威胁他们不许出声 大哥你来找银子 我一想到 我们马上有几十两银子 我就好激动 想上磨风 出息 我告诉你 肯定不止那几十两 你想想 你要是只有七八十两 你舍得全部拿出来盖那么大的青砖瓦房吗 茅草屋又不是不能住人 我觉得 最起码有几百两 妈的 激动的我也想上茅房啊 几人一边兴奋 一边靠近堂屋 他们哪里知道 人顾云东还没七八十两的时候 就赶盖一百两的房子了 顾云东是听到嘻嘻嘶嘶的靠近的声音的 也听到若有似无的闷哼声 他嘴角勾起 就等着这几人自投罗网了 然而 等啊等啊等啊 他等了许久 那扇门始终没被人推开 顾云叔拿着棍子 差点再度睡着 顾云东终于没耐心了 打开堂屋的大门往外一看 人呢 院子里冷冷清清的 别说人 连个影子都没有 要不是月色下 那些在院子里的脚印 格外凌乱密葬 昭示着方才 确实有好几个人靠近这里 顾云东都要怀疑自己 之前听到的声音 全部都是幻觉了 可刚才在的贼 怎么不见了 大姐 怎么没人啊 难道 他们有别的隐谋诡计 什么 不知道 顾云东让他先进屋 自己去厨房茅房这些地方都查看了一下 确实没人了 才折了回来 大姐 找到了吗 没有 可能他们今晚过来 是为了踩点的 只能这么想了 可为了谨慎起见 顾云东还是一整夜没睡 精神高度集中 因此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 他眼底出现了很明显的黑眼圈 所以 他打算早上去宅基地那边走一趟后 回来就赶紧补眠 免得晚上那些贼人再来 谁知 去到曾家的院子里时 却再度看到了少庆远 院子里没人 董事正在煮姜茶 他的女儿 那个昨日见到的七岁小姑娘 在帮忙烧火 九岁的大儿子和五岁的小儿子也不在家 出门捡柴火去了 顾云东便走到少庆远跟前坐下 问他 婶子叫你来吃饭的 不是 我在这儿等你 等我 有事 是不是要上山去打野猪去 你是不是发现第三套野猪的踪迹了 这两天我没上山 我等你是告诉你 你家被盯上了 昨夜有四个二溜子 翻进了你们猪的院子里 想偷东西 你看见了 嗯 就顺手把他们敲晕带走了 做好事 是要留名的 顾云东表情格外的复杂 趁着那双黑眼圈更加醒目 怎么 人家到底是好意 还是要领情的 其实 我呢 嗯 这两天是吧 一直等着贼人上门 是这样 我想着吧 我那房子盖起来了 肯定很多人眼红 比起整室里防备着有人使怪 不如杀鸡静候 让大家都看着我 打我们家主义的人是个什么下场 不要觉得我家没有成年男人就是好欺负的 昨晚上 嗯 我就坐在堂屋里 等着他们来着 我说呢 好像有听闹声的门横声来着 原本是以为那几个贼是不小心撞到了吃痛下的声音 原来不是啊 少清远拽着的手微微收紧 唇半眼眯得紧紧的 顾云东是真没怪他的意思 少清远却深深地看了一眼他的黑眼圈 豁然起身道 知道了 然后就走了 那双大长腿迈的步伐特别大 顾云东嘴角的谢谢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他扶了扶额 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和董事说了几句话 顾云东回去还是睡了一下午 晚上就不是特别困了 因此 听到外边院里传来的动静时 他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顾云东这次没叫醒 挺着肚子呼呼大睡的小弟 自己悄悄地走了出去 今晚的月色还和昨天一样 明亮亮地照射着整个院子 顾云东一打开堂屋的门 就见到院子正中间有四坨黑影 凑近了一看 才发现是四个麻袋 什么 什么东西 那麻袋也没什么动静 顾云东左右看了看 犹豫片刻才上前 将麻袋上的绳子给挤了开来 随即就见到一个人头露了出来 呼 顾云东猛地倒退了一步 说真的 他要不是经历的事情多 心智锻炼得够强大 这会儿 他该以为发生凶杀抛尸案 惊恐地大声尖叫 把附近的邻居都召唤过来了 这天上的谁丢在这儿呢 顾云东差点没诅咒人祖宗十八代 稳了稳心神才重新上前 这会儿看仔细了 麻袋里的人脸上还蒙着黑布 看起来像是 做贼 顾云东眼睛一瞪 猛地回过神来 再看有四个麻袋 这不就是少青眼和我说的人数吗 所以这几个人是少青眼睛在这里的 顾云东只觉得一口血憋在胸口 上不去也喷不出 头疼 半晌 他才上前狠狠地拍了拍麻袋里人的脸 嗨 醒醒 醒醒 啊 啊 庄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脑子猛了一会儿 下一刻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我打死 饶命两个字还没说 嘴巴就被一块破抹布给堵住了 他眼睛适应了月色 总算看清楚面前的人是谁了 庄子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顾家小丫头吗 他记得昨晚上 他们哥几个就是来他家偷东西来着 然后脑袋后面就挨了一棍 等醒过来的时候 眼睛被蒙着 嘴巴被堵着 也不知道在哪儿 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偷袭了 他当时都以为 人要被拐卖到黑窑里面当苦力 从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可没等他想怎么逃出去呢 就被打得半死不活了 然后又晕了 等再醒过来时 那人又揍了他一顿 他以为遇到个变态 没想到再醒过来时 居然看清楚了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谁 难道昨夜就是他把我们兄弟四个给放倒了 不会吧 顾云东从他眼里仿佛看到了人生百年沧海桑田 最后在他惊恐的视线下 他终于悠悠开口 叫什么名字 好好回答问题 不要大声叫 不然你的手指头 可能会保不住的 顾云东拿着一把匕首 抽出他被捆着的手 那匕首闪着寒光 横在他手指头上 稍稍一用力就溅了醒 庄子吓得要死 因此在被顾云东拿掉嘴里的不团后 立刻乖乖回答 我叫庄子 三更半夜的跑到我家里来 是来偷东西的吗 没有 我们就是路过 话没说完 他就感觉到手指上传来尖锐的刺痛 急忙点头 是来偷东西的 我看你们能盖那么大的房子 肯定很有钱 家里又没有男人容易得手 事后也没有狂山找我们麻烦 除了我 还有亮子 打钱狗事 亮子是咱们大哥 对吗 这不是交代得挺清楚的吗 明天我会对你好一点的 为什么 明明才十三岁的小女娃 怎么让我觉得那么可怕呢 难道是因为 白日里被他打了几顿 有心理阴影 下一次就怕他 明天是什么意思 到时候你就知道 顾云东手一扬 庄子便再度晕了过去 四日一早 天才刚亮没多久 就有几个小孩在村子里边跑边嚷 快去看啊 快去看啊 顾佳人抓到小偷了 是料子 庄子 大钱和狗顺那几个二溜子 听说偷东西的时候 被当场抓到的 有大人正要下田 闻言忍不住拦住几个小孩 你们刚才说什么 那几个二溜子被谁抓到了 那几个小孩手里还拿着糖 一边爱惜又不舍地舔两口 一边说道 就是在咱们村 要盖青砖大瓦房的 那个顾家呀 四个人都被抓到了 现在就在陈二婶家门口呢 啥 旁边也有大人满脸不相信 顾家连个赚劳力都没有嘛 还有本事抓住那几个二溜子 别是说反了吧 走去看看去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几个混蛋啊 整日里偷鸡摸狗的 手段熟着呢 也没被人当场抓住过呀 是啊 听说上次他们还瞄上了王大家 那家男人可不少 还被偷了两只鸡呢 那王大找到量子家算账 愣是因为没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 就只能吃门灰啊 走走走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几个小孩一路过去 还特地去那四个人的家里说了一遍 其中狗圣和大钱的家不在永福村 在邻村倒也不远 有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 从顾云都那边多得了两块糖果 当即跑得飞快 直接跑到他们家通知去了 等到村子里的人 三三两两地走到成儿家门口时 就见他们家门口的 那棵大树的树干上 齐刷刷地被绑着 四个鼻青脸肿的人 可不就是量子他们几个吗 大树旁边放着一张凳子 顾云东就坐在那边吃瓜子 杨氏几人不在 应该是在屋里没出来 众人顿时停下脚步 不敢上前了 还是后边过来的冯大能的妻子 刘桂花率先上前和他说话 云东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听说这四个魂球 去你家偷东西去了 还被你当场抓了个正着 你抓的 因着冯大能再给顾云东 盖房子 在家里提起他时 满脸赞叹 刘桂花也就跟着 见过顾云东两次 跟村子里其他 连话都没说过的人相比 是要熟悉一些的 顾云东顺手 就给他分了一半瓜子 沈子吃 我自己炒的 刘桂花愣愣地看着手中喷香的瓜子 忍不住磕了一个 哎呀 真香啊 当即就顾不得问话了 自己嗝吃上了 这一幕 看得旁边很想知道真相的围观群众 恨不得上去打他 吃吃吃 半辈子没吃过瓜子是吧 顾云东扫了一圈 紧跟着就远远地见到 亮子庄子这两个本村的家人来了 他将剩下的瓜子 一股脑的都塞给了刘桂花 随即拍了拍手 走到四人跟前 将被捆绑在树干上 还昏迷不醒的四人给叫醒 听亮了 该算账了 醒醒 庄子是第一个睁开眼了 看到他时 立刻就感觉到自己的手指 开始隐隐作痛 当下挤出一个十分难看的 谄媚讨好的笑 亮子是第二个醒过来的 一睁开眼 就见到自己几人被绑着 面前是顾云东那张 人畜无害的脸 当场就暴怒出声 臭丫头 是你绑了我们 赶紧放开 不然老子把你买到窑子里去 臭丫头 一拳就打在他的肚子上 那边刚跑到的亮子家人 一抬眼就看到了这一幕 当即冲上来就要打他 哪里来得见丫头 才刚来到我们村 就敢对付我们村的人 但我们家里没人吗 骂人的是亮子的娘 金月香 四十多岁的人 踩着小脚跑得蹭蹭的 率先冲上来 要动手打他的 是亮子的爹 吴前来 那大掌跟个脖子似的 直接往他脑袋上拍下 然而他刚到顾云东的跟前 就听到一声冷笑 随即肚子一痛 人就重重地 往后跌出了两三米 亏得胡前来人长得壮 要不然他就不是往后跌 是往后飞了 但即使如此 顾云东的这一脚 还是让在场 所有围观群众都愣了 原本骂着跑来的金月香 也陡然停了下来 声音堵在喉咙里 就跟喘不上气来的鸭子似的 满脸的震惊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郭云东收回脚 拍了拍裤脚 一来就冲过来 喊打喊杀的 明明是你们儿子当贼 偷到我家里来被抓住了 你们当人父母的 不感到羞愧抱歉 反当还找我 这个苦主的麻烦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怪不得儿子去当贼了 他这一声终于让众人反应过来 金月香连忙跑到胡前来的身边 把人给扶了起来 胡前来气得很 但肚子太痛了 他都没想到这丫头的脚筋这么大 就跟成年男人似的 两人顿时不敢再上前动手了 他看着自己儿子绑在那里 还是心疼气愤 只能站得远远的咒骂 谁儿子当贼了 你才是个贼婆娘 别是你自己当贼偷人了 被我儿子发现了 就想来到我儿子的头上吧 我看你这小小年纪 整天打扮得摇摇摇摇得不正经 吃不定昨晚上 就被我儿子抓了个正着 现在来贼喊捉贼 亮子肚子上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他没看到自己父亲 被踹飞的一幕 一回神 就听到自家老娘的咒骂声 忙连连点头附和道 对对 我们就是发现他跟人不清不楚 坏坏咱们村风气 才会看不过眼 想要捉奸的 没想到那个男人还会点拳脚 把咱们四个拳给打晕了 他说着说着 就感觉自己仿佛寻摸到了真相一样 说得更加兴奋了 那个男人前天晚上抓到我们 就把我们关在屋子里 整整打了一天呀 你们看看我们脸上的伤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为了取大成章 让咱们承认自己偷钱 亮子越说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否则他们前晚上 怎么会一进院子就晕了呢 昨天还饿了一天 被打了一天 他才不信这是顾云东一个小女娃能做到的 肯定有拼头 偏偏他说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围观的村民听着还觉得有些道理 一个个的交头接耳 开始窃窃私语 呸 刘桂花往亮子的脸上涂了一个瓜子壳 你要不要脸呢 自己什么人 咱们村子里谁不知道啊 偷鸡摸狗的德行 大家伙清楚着呢 往一个小姑娘身上泼脏水 你也不怕报应啊 我怎么泼脏水了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 不信你问问庄子他们 是不是 亮子斜着眼睛看向庄子 示意他赶紧说话 庄子却微微低着头 你快别说了 他昨晚上可是被从麻袋叫醒过的 他跟亮子不一样 现在手指上还有刀痕呢 昨晚上顾云东那冷酷阴森的表情 已经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象了 亮子见他不配合 气得咬牙切齿 冲着大钱和狗盛喊 你们说 我也没有说错 这臭丫头 是不是前晚上就让个野男人 把咱们给打晕了还打了一天 这两人对视了一眼 刚想回答 就被庄子踹了一脚 他们虽然身子和手都被绑着 可脚却是自由的 哎呦 两人叫了一声 一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们其实到现在还有些猛 为什么被人打晕 为什么现在又被绑在这里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原本他们就是以亮子 马首是瞻的 亮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现在庄子又不让他们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也就是他们这么一犹豫 再加上刘桂花在一旁辩解 村民们便相信顾云冬了 金月香一看 大家都对他们指指点点的 立刻跳起来 亮子说的没错 他们前天晚上出去就没回来了 肯定被他们打了一天 我可怜的儿呀 就因为我们俩老着疼着宠着不让干活 在这村子里的名声不好 现在好不容易做了件好事呀 这都没人相信 臭丫头呀 你这个小贱人 赶紧把我儿子给放了 顾云冬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只鞋笔子 他走到亮子面前 抬手就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再骂我一句 我就打他一个嘴巴子 你 你敢 金月香就要冲过来 不云冬扭过头 看着他笑 脚也抬了起来 过来啊 金月香就要跑到他跟前了 急急杀住双腿 愣是不敢再上前了 这丫头都能把我家男人给揣飞了 我上去这说不准半条命都没了 你 你这个死丫头 你自己 顾云冬打得一点都不客气 来 继续说 金月香看着儿子嘴角都流出血来了 起得身子都在抖 什么也顾不上了 冲着他就扑了过去 顾云冬说到做到 对着他就是一脚 赞上了试试 他对着胡钱来挑眉 顺便扫了一眼后面匆匆感到的其他人的家人 胡钱来直叫唤的老婆子不敢动了 庄子的爹娘其实来得比较早 但两人都算是老实芭蕉的 这会儿有些愧疚 也没脸上前找顾云冬闹 更何况顾云冬那么凶残 他们也不敢 狗圣的爹也来了 此时怒瞪着眼 却不是看向顾云冬 反而盯着狗圣 大前的家人没来 人都到齐了 胡钱来就想窜夺其他人跟他一起上 他们夫妻两个打不过顾云冬 那大家一起上 难道还拿不下一个小女娃 可不等他说话呢 狗圣的爹赵柱就上前一步问顾云冬 你要怎么才能放了他们 顾云冬看向他 赵柱长得挺魁梧的 和狗圣的瘦弱完全不一样 顾云冬也不拐弯抹角 既然做贼偷到我家 他还被我给抓到了 也简单 你一个人赔五两银子 我就放人 赵柱皱眉 胡钱来已经大骂出声 做梦 五两银子你抢去吧你 我一文都不给你 狗圣妮 你跟他废话什么 我们几个一起上 你理气大 他一个小丫头 还能同时打我们几个人不成 赵柱抿着唇 顾云冬却笑着看向胡钱来 我看你们是忘记我是谁了 他说话时扫了一圈 这话不是说给胡钱来几人听的 他是说给村子里所有人听的 我是逃荒过来的 从永宁府到宣河府 再到了这永福村 逃荒路上盗贼横行 流民遍地 失衡遍业一字而识 我这一路上见到的死人 逼永福村 宋家村安平村 加起来都赌 但现在我站在这里 毫发无损尚有余粮 还带着我娘和弟弟妹 你们以为我凭的是什么 在场所有人都没了声音 是啊 凭的是什么 姿色 人都快要饿死了 谁瞧得上一个黄毛丫头 钱财 那些盗费直接上手就抢了 难不成你交一部分 就能安然无恙 那就只有狠 看看他刚才揣胡钱来和金月香的那两下 看着他拿着鞋底子抽亮子的那股劲 哪里像是他们村子里那些 连和人争辩两句都不敢的十三岁丫头 我当永福村 是要安定下来 但也不代表我好欺负 敢到我家来偷东西 那就必须付出代价 否则别想走 你们可以试试 这丫头好像确实不好欺负呀 我不给 一文钱都不给 你有本事就不要放人 有本事呀 你就把他们打死 你敢吗 我不敢 就说嘛 难不成这个顾云东还敢闹出人命来 逃荒是逃荒 那时候再狠又怎么样 现在在我们永福村 能随便打杀人吗 吓唬吓唬得了 我不敢 你们也不交钱 那就再揍一顿 报官吧 报官 你是疯了呀 老百姓都不乐意和官府打交道 进了衙门 那可不是脱一层皮那么简单 到时候 可就不是五两银子能解决的事情了 对啊 报官 到时候让县令大人把他们打一顿 他们偷鸡摸狗那么长时间 说不定银行逼供打个几十个大板 能吐出不少事情来 回头判决下来 这些年村子里丢的东西 你们都得赔 你 你说让县令大人打 人家就会打 好像这县令大人会听你的似的 我告诉你啊 你去报官 你也讨不了好 你怎么知道 县令大人 不会听我的呢 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不会吧 难不成这顾云东 还认识县令大人 毕竟这人不是本地人 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看他这么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会儿就有些将信将疑了 可就在众人窃窃私语时 人群后面突然想起一道难声 我怎么不知道县令大人 甚是你这么个小村姑 众人齐齐往后面看去 就见人群后面站着方氏母女俩 这两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 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 一看就是傅家公子哥的男子 这人故作风流地摇着扇子 慢吞吞地从人群后面走过来 站在了赵柱的身边 挑着眉打亮顾云东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竟然敢打着县令的名义 来欺负乡林 胆子不小啊 这位是县令柳家的公子 柳公子和县令家的公子 可是同窗好友 云东 你胆子也太大了 怎么敢拿县令大人招摇撞骗呢 这要是被大人知道了 是要被砍头的 顾云东原本还不清楚这人是谁 没想到陈宇兰还给介绍了 嗯 那就没问题了 柳公子只是和县令公子相熟而已 怎么就知道县令都认识哪些人 况且就算柳公子和县令都交好 那又怎么样 大人难不成和谁认识 都会跟你交代 我 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 我其实的确也没见过县令大人几次 那你真的认识县令大人 你要不信可以亲自去问问 我不认识县令 认识知府啊 改天我问问 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 我怎么真的会到县令面前 去说这些话 胡前来和金月香这下 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咋办呀 这丫头好像一点也不畏惧的样子 总不能真的被官府抓去吧 靓子是他们的老来子 平日里疼得很 这才养成了他这种胡作非为的性子 赵柱最是看得清形式的人 他倒是干脆 好 那就 无量银子 庄子的父母对视了一眼 面上苦得很 小声地说道 我们家呀 现在拿不出无量银子 能不能多给点时间 我们 我们凑凑 可以呀 人家都给无量银子 但你把我们家银子打成啥样了 最多呀 我最多给你一两 爹娘 我真的没说错 这姐丫头有业难忍 昨天我们被打了一整天 够了 梁子 没有业难忍 把咱们抓了的 就是这丫头 放屁 顾云东抬起鞋底子 梁子惊恐地大叫 给给给 娘给她 他嘴巴火烂烂地痛 说话都开始流口水了 这人啊 不打就不关 一人收了五两银子 大钱的家人没来 顾云东让她写了欠条 随即将绳子一解 把人给放了 五两银子可不是小树木 对于四个人的大出血 其他村民也看得真真的 以后再想得罪她 就要掂量再掂量了 顾云东要的就是这个目的 她得让他们知道 想欺负他们家孤儿寡母的 那就要做好破财消灾的准备 再加上她故意收到县令 就算这些人不相信 也会有所顾忌 人群渐渐地散了 顾云东刚打算回去 就见到陈良的二儿席过来了 云东我公爹回来了 让你过去一趟呢 一大早梁叔就出门了 现在回来就让我过去 只听说了这边的事 她点点头 镜子去了村长家 没想到一进门 就听到方氏的声音 这样的人家 我可不敢再让他们住了 顾云东的脚步微微一顿 旁边周氏走过来 将他往边上拉了拉 哎 云东啊 你胆子也太大了 家里糟贼 你怎么不大声喊呢 就这么把人给绑了 你这样 不是把人给得罪死了吗 周氏没去看那场热闹 他今儿个一大早 就去河边洗衣服了 当时还奇怪 今天洗衣的人怎么这么少 等回来才知道 顾云东这边发生的事情 他也没亲眼看到 自然不知道顾云东当时的手段 你才刚来永福村 这样得罪人啊 对你和你家都不好 沈泽 我要不这么做 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家 可以甚有人出于那边 那我还能保得住我们家 新盖的青砖大碗房吗 可 周氏语色 他当然知道有很多人 在背地里猜测顾家 有多少银子 极度眼红的有不少 其实一开始 他就提醒过顾云东 让他不用盖这么好的房子 惹人注目 财不露白 还是有道理的 但是人家觉得 自己住的舒适最重要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周氏叹了一口气 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就听到堂屋里 陈良的呵斥声 哎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都守了人家租金了 说好了的事情 哪里能守该就该的道理呢 你现在不让人家住了 那顾家一打甲子 能搬到哪里去呢 顾云东便和周氏点点头 直接迈进了堂屋 屋里除了方氏之外 还有陈宇兰 陈良的二儿子在 那位跟着方氏母女两个来的 柳家少爷 倒是不在 方氏还是有些怕陈良的 说话声音立刻就弱了下去 可你看看那顾云东 都干了什么事情了 要不是他太招摇 怎么会把贼给惹了进来 我都不知道 自家东西有没有少呢 而且他今天还得罪了胡亮那个二流子 改天他上门来报复怎么办 是啊大伯 我和娘就两个弱女子 哪里是几个二流子的对手 林东妹妹他们是不容易 可我和娘也很无辜啊 就是啊 玉兰这年后就要嫁到吴家去了 我这就盼着这段时间平平安安的 不要有什么波折 万一这中间出个什么意外 那吴家会怎么想我们家 哎呀 你们你们 陈叔 不住就不住吧 我搬走就是了 住在方氏的家里 老实说他也很不舒服 原本想着没有别的选择 住一个月就一个月吧 可现在看来 住到镇子上也未成不可 冯叔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有他看着 自己完全不必天天赶回永福村 看房子的进城 他还能趁机看看镇子的环境和赚钱的法子 买东西也方便 更何况他住在村子里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已经不太敢打他家主意了 哎那你要住那里去啊 哎呀 今天闹着一出 村里估计更没人肯住给他了 住到我那里去吧 门口却忽然响起一道声音来 众人寻声望去 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妇人 妇人声音小小的 差点没让人听清楚他说了什么 是董事 董秀兰慢慢地走了进来 站在顾云东的身边 对着他笑了笑 云东要是不嫌弃 就住在我家吧 住你家 陈良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曾家因为住得远 再加上这两口子 都是那种不声不响的人 在村子里的存在感就很低 但他家的情况 陈良还是知道的 房子有些破 家里男人前几个月被砸了腿 现在还躺在床上 三个孩子都还小 一家五口就靠董事 做点绣活换几文钱 听冯大能说 前两天 顾家顾了他们家 每日里煮些姜茶水 给大伙喝 想来就是这么熟悉的了 只是他还没开口呢 方氏就说道 你家 你家可是有男人的 这杨氏长得好看 顾云东又到了说亲的年纪 住到你家去 别人可不得说闲话 这话很不动听 可却也是事实 但陈良还是瞪了方氏一眼 为了那点租房子的钱 你们家可真不讲究 董秀兰被他说得脸色微红 手指不由地拽了拽 村长 住我家去吧 不会说闲话的 秦远答应我 让我家男人和大小子 住到他家去 这样也方便 再说了 顾家新房子就盖在我们隔壁 他去看也进 少请冤 这小子倒是一个人住 家里也有两检方简 这怎乎负责两个人住在他家 久住在戈壁不远 问题是不大的 真是没想到少请冤居然会同意了 哎呀 想来这么些年的邻居 两家关系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啊 陈良想来想去 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他弟妹不乐意 他再勉强也没啥意思 两家人都住着不方便 云东啊 那你的意思呢 云东啊 沈子家里虽然不大 但收拾的还算干净 沈子也感激你照顾我们家 给了煮姜茶的这个活 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 就来沈子家住 你忙的时候 家里的丫头小子 也能帮着带带云叔和云可 你去宅基地就是卖个脚的事 顾云东犹豫起来 董事说的没错 住在他家里很方便 尤其是云叔云可两个小孩 村长家的狗蛋去镇上学堂了 这就是今早陈良不在的原因 他亲自送到先生家里去的 他虽然也想送云叔去 但也要等安定下来 这段时间 有人带着在村子里多走走看看也不错 顾云可更是基本上在家里 不怎么出去 杨氏跟董事也能说说话 去河边洗衣服他也能放心 嗯 这主意挺不错的 顾云东刚想点头 一旁的方氏就痴笑一声 哼 说得好听 还不都是为了钱 董秀兰有些气恼 他是真的真心诚意地 想邀请顾云东去的 就没想过租金 顾云东却没理会方氏 行 那就麻烦选择了 不麻烦不麻烦 方氏又是一声冷哼 扭头就走 顾云东却终于看向他了 等一下 干什么 既然不住你家了 那二百文钱也该还给我了 什么还给你 是你给我们家惹了麻烦 那二百文连给我们押金都不够呢 陈良今天之前是真的不知道方氏居然是这么胡搅蛮缠的人 他沉了脸 还回去 是你先不准收约定了 那就给把钱还给人家 方氏还想说什么 被陈宇兰扯了扯衣服 只能不甘心地说道 还就还 不过他们一家住了好几天了呢 二百文全还回去 不可能 最多一百文 你 既然你要这么算 那咱们就算算清楚 二百文是一个月的租金 一天不到七文钱 我们满打满算住了六天 也就是四十文 你推给我一百六十文吧 其实若是按照正常的气威来说 你因为未来不确定的危险 并毁于不证文中 该赔偿我们至少一倍的钱 只不过看在村长的面子上就算了 我也不想和你多做纠缠 给钱吧 你在说什么梦话 还想我们赔钱 不可能 最多一百文 我只有这么多了啊 方婶子是没看见 刚才胡料那次家 配有银子的场景吗 真是个拎不清的东西 要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 你和那些个二流子混混 有什么区别 方氏想起来 胡料那个被打成猪头的脸 顿时有些发怵 忍不住往陈良的身后躲了躲 大伯 你看看他说的这是什么话 他威胁我呢 我可是陈家的媳妇 他这太欺负人了 陈家的媳妇也不能不讲理呀 弟妹把钱还给人家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大嫂说得倒是轻松 那钱又不是你出 到底给不给 顾云东不耐烦了 他手里抓着一根手指粗的棍子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轻轻一折 咔嚓声在堂屋里 显得格外的清脆瘆人 方氏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他到底不是个多胆大的人 急忙点头 给给给给 那走吧 这些人怎么就吃不饭气啊 不给底颜色看看 就非要垂子争扎 方氏又去看陈良 陈良默默地扭过头 方氏只能磨磨蹭蹭地挪出了堂屋 重新回到家 方氏就让顾云东赶紧搬出去 顾云东的东西不多 两个碑楼 一个大包袱而已 其他一些东西 他都放在空间里 稍稍地一整理就好了 董事跟着过来了 帮着背了个大碑楼 直至顾云东他们要走了 方氏才不情不愿地 掏出一百六十文给他 给 可别说我占你便宜 真是倒霉 赶紧走 顾云东拿了钱 转身就对董事说道 沈子 这一百六十文你拿着 买点菜和肉 咱们晚上烧炖好的 就当庆贺了 董事原本以为 他有给房子的租金 不想接 一听是买菜和肉 忙道 行 我去买 方氏弃成河豚 顾云东领着杨氏三人 去了曾家 曾虎父子 已经搬进了少清远的家 家里只有七岁的曾月 和五岁的曾乐 姐弟两个很喜欢 他们的到来 一个帮着提包袱 一个跑到顾云叔的身边 憨憨地摸着脑瓜子 叫他弟弟 阿淑比你大两个月呢 应该叫哥哥 啊 怎么又是哥哥呀 哎呀 我都有哥哥了 不能叫弟弟吗 谁叫我太争气了 比你洗澡两个月 来这世上呢 哎呀 我也很无奈的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命该如此 曾乐失望不已 只能叫了一声哥哥 可回头看到呆呆小小的 过云渴 立刻又高兴起来 清脆地叫了一声 妹妹 我讨厌哥哥 坏哥哥早上又叫我飞妞妞 我一会儿就要跟大姐告状 让大姐收拾她 让大姐打她屁屁 果然小孩子 还是要跟小伙伴一起玩 才有意思 董秀兰也很开心 他们家穷 又住得偏僻 三个孩子懂事起 就帮着家里干活 很少有小伙伴 如今顾家住进来 感觉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她交代女儿曾乐 要去买菜 你带着云冬姐姐 去房间安顿下来 照顾弟弟妹妹 有啥事不清楚的 可以去隔壁找你哥哥 曾家大儿子叫曾家 如今在少亲远家照顾爹 曾月硬下了 董秀兰便提着篮子离开了家 顾云东看了看曾家 仿佛比他昨天过来时 收拾得更加清爽了 直至他进了房间 才猛地回过神来 曾家 好像早就知道我要离开方式的家 重新找地方住 否则曾家父子 怎么就动作那么快地搬了地方 这里里外外 也事先整理过 她回头问了问曾月 小姑娘脸红红的 很害羞的样子回 我也不知道 娘出门前就交代了两句 其他没说 不过娘之前和少大哥说了几句话 爹也是被少大哥背过去的 少亲远 顾云东想到昨夜被扔到院子里的四个麻袋 应该就是少亲远干的 他难道猜到了方式不让他们住 才让董事出面邀请的 顾云东莫名地有点脸热 真不是他多想啊 少亲远帮了他不止一次忙了 野中那次的事情不说 就说前两天 他将四个摸进他们院子的贼 给打晕拖走 如今又主动帮他解决住宿的问题 虽然顾云东是不相信 少亲远是个六亲不认的 但也绝对不会把他当成 助人为乐 识惊不昧的大善人 几人对我不会有那方面的意思吧 或许得找个机会 问问清楚了 董事很快就买了菜回来 主要是买了肉 菜院子里就有 就不费那个劲了 他直接递给了顾云东 这鱼和肉算下去六十文 剩下的钱都在这里 厨房里柴火都有 水缸里的水也是满的 你直接用就行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使唤月儿 我去清远家 给我家那口子熬药 就先走了 顾云东一听这话 就知道董事不打算占他们家便宜 也没把他之前说的 吃顿好的一起庆祝的话 放在心上 这会儿还刻意避开 他也不说什么 等到董事离开后 便多烧了几个人的饭量 这才开始烧顾云可 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顾云东不是个小气的人 别人对他友善 他自然大方 可若是像方氏那样的 他连一粒盐都不想给他 顾云可小姑娘 眼睛发亮地看着大姐烧红烧肉 一边咽口水 一边对旁边的曾月说道 红烧肉可好吃了 又汪汪的 又香又软 咬一口 哇 它还会跳呢 咕咚一下 就咽了下去了 曾月很克制 不去看那肉 可耳朵却没办法闭上 听着小姑娘那向往的 仿佛人间仙桃一样的表情 她的唾液就忍不住开始分泌 因此顿了顿 她还是松开顾云可的手 我 我去外面给菜浇水 说完 人就跑了 小姑娘不解地看着她 逃得飞快的背影 我睡觉过了吗 你呀 去旁边坐着 小心油进出来 牛腾得哇哇乱叫 我才没有哇哇叫 那是哥哥 小姑娘毫不客气地把锅给甩到了顾云叔的身上 表情严肃地解释 但还是扭头去找曾月去了 顾云东很快烧好了红烧肉 那条鱼她拿去熬汤了 想到小姑娘喜欢吃水蒸蛋 她又敲了几个鸡蛋 曾家后院有不少蔬菜 顾云东让曾月摘了豆角 拿了几个土豆和茄子 还有一个大白菜 茄子烧豆角 酸辣土豆丝 白菜粉条 她烧的分量都多 差不多六个菜也够了 等都端上去了 顾云东才解下围裙 上院子里带着顾云可抓菜虫子的曾月过来 曾月早就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了 她从来都没有闻到过的 连看都不用看 她就知道很好吃 月月 你把这些菜蹬到隔壁去 让你爹趟吃 顺便叫你娘回来吃饭 曾虎的腿受了伤 总不能吃个饭就背来背去的 因此顾云东早早地就分好两份菜 不行不行 这 这是你们的饭菜 我们有吃的 我 月月 我今天搬家 是不是应该庆祝 你难道不愿意帮我们一起庆祝吗 愿意的 愿意的 那蹬过去吧 曾月哪里是她的对手 说不吃也不对 吃更不对 想了想 她干脆转身就跑 问她娘去了 这胖大爱占便宜的人物为难 不愿意占的 我也为难 人生如此艰难啊 她干脆出门叫顾云淑 这小子和曾乐 在宅基地的边缘看人盖房子 顺便给曾乐介绍 哪里是她的房间 即使完全在胡说八道 手指的根本就不是地方 曾乐也频频点头 表示这个比自己大两个月的小哥哥好厉害 顾云东去叫她的时候 顾云淑还意犹未尽 正在说自己的房间 有六十尺那么高 顾云东一个猎妾 差点摔趴在地上 六十尺 可是二十 你怎么那么能买 房间要那么高 是想上天吗 她拍了她的脑袋一下 让她赶紧去干活 顾云淑 委委屈屈地端着菜 去了隔壁少青远家 她这刚走 门口就传来了啪啪啪的敲门声 顾云东愣了愣 一开门 一个小小的身影就跟炮弹一样冲了进来 云淑 云淑 我来了 这不是陈良的小孙子牛蛋吗 牛蛋跑进去没看到人 转身又跑了回来 云东姐姐 云淑呢 她去隔壁了 嘿嘿 那我去找她 牛蛋说完就跑 一脚踏出门口了 又急急地杀住 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慢吞吞地转过头来 看着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啊 隔壁 是那个狼崽子的家吗 小玉要从娃娃抓起 尤其这小娃娃 还和自家小弟走得近 她叫绍清远 不叫狼崽子 牛蛋 你可以叫她绍大哥 或者绍清远 啊 可是 大家都这么叫啊 阿叔就叫她绍大哥 啊 那我也叫绍大哥 真乖 嗯 那 那隔壁是绍大哥的家吗 我 我不敢去 一会儿叔就回来了 那我在家里等她 牛蛋折回去了 却镜子朝着厨房走去 刚才她就闻到了 厨房的味道好香啊 不知道是啥东西 谁知 她刚走进厨房 就见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拿着勺子趴在桌子上 死死地冰着正中间一盘肉 小鼻子一耸一耸地 拼命闻味道 牛蛋也用力地闻了两下 见到桌子上的菜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她忙三两步地走过去 问顾云可 你想吃 咋不动手 大姐说 人没到齐不能先吃 不然打手说 我先闻闻 哦 牛蛋跟着爬上凳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菜 看着看着 她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 和顾云可一起抽鼻子 顾云叔送完菜回来 就听大姐说 牛蛋来找她了 在厨房 她忙带着曾乐进去 谁知一进门 就见到桌子边缘 趴着两个小脑袋 一脸陶醉的深呼吸 顾云叔嘴角抽了抽 走到牛蛋身边 牛蛋 你找我啥事啊 哇 好香啊 和这个比起来 感觉我娘做的肉肉 就是草 牛蛋蛋 你找我干啥来了 吃红烧肉啊 啊 牛蛋猛地反应过来 擦了擦 差点流出来的口水 我 我是来告诉你 我今天被先生表扬了 表扬你啥了 嘿嘿 先生今天教的字我全认识 就是你前两天教我的那几个 先生说 我特别聪明 有天赋 嘿嘿 所以我回来 连家都没回 直接过来找你了 其实 陈良也是认字的 他在送牛蛋去学堂之前就教过他 可牛蛋学不进去 今天认了 明天就忘 一直到前两天和顾云叔一起玩 说到上学的事情 才跟着认了几个字 还别说 两个孩子头对头的 还真的学进去了 那你认真学 别辜负先生的信任 嗯 那今天这么值得高兴的日子 是不是 应该吃红烧肉 求助一下呀 嘿嘿嘿 牛蛋到底留下了 董秀兰母女一会儿也回来了 他们也是挺无奈 都没想到顾云叔嘚巴嘚巴的 那么能说话 什么大姐今天难得高兴 要是他们不去吃 就是破坏大姐的好心情 什么大姐说了 要是他不完成任务把人叫回来 让他也别回来吃了 再加上一旁少清远的劝说 董秀兰也不好再矫情了 况且他虽然之前在隔壁 但那厨房里飘出来的一阵一阵的香味 真的太勾人了 母女两个挺不好意思的 尤其顾云东还让弟弟端了饭菜 去给他男人吃 这菜看着都比镇上的酒楼还好 他们可从来都没尝过 牛蛋也很高兴 他被先生表扬了 回来又能吃到人间美味 简直不要太幸福 吃完饭 董事就抢着收拾碗筷 顾云东也游着他去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 少清远拿着已经洗好了的碗筷过来 顾云东当时正在厨房倒水准备洗脸 只有他一个人 因此他一进来 两人便对了个正着 看到他 顾云东立即想到之前的问题 虽然有那么一丝不自在 但见他放下碗筷准备走时 还是问道 是你跟曾家婶子提议 想他去村长家说 让我们一家住下的吗 少清远一直觉得 做好事一定要留名 不然他也不会做得这么明显 是 虽然你也帮我抓到那四个子 还把神打包送到院子里 少清远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少清远此刻出奇地敏锐 他甚至从他细微的表情当中 推测出自己回答后 会受到什么待遇 因此原本的答案 在舌尖上绕了一圈后 咽了回去 他面无表情 脸部丝毫活动都没有地说 蛋炒饭 很好吃 啥子一子 抓那四个人 是答谢你的饭 让你住到曾家 是吃饭方便 是问了吃 少清远表示话说完了 对着他一点头 脚步沉稳地离开了 他刚走 董秀兰正好过来 他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 他的背影 狐疑地问 清远和你说了什么吗 他就是听到厨房 好像有说话的声音 才过来的 他说 谢谢我端过去的饭菜 很好吃 其实清远这孩子 也是个可怜的 从小到大 没吃过好吃的 以前在李家 李家人根本就不把他 当成自己人 后来跟着李老头搬出来住 也是过得苦哈哈的 他现在不是能挣钱吗 是能挣钱了 可清远他不会做饭呢 上回试着想煮个粥 厨房烧了一半 后来他家那厨房就慌着了 我让他来我家吃饭 他也不过来 还十几次也就来一次 其实就算是来 我拿手艺连你一半都比不上 他现在就三天两头地去镇上 买一大袋子馒头大饼回来 能吃上三五天 吃完再去买 顾云东愕然 想到上次他见到他 拿着一个干巴巴的馒头在啃 表情变得格外的复杂 真的是 好才艺难的 顾云东听了少清远的解释 被自己之前的胡乱猜测 有些愧疚 人家只是苦了那么多年 想吃点好吃的 看你把人家想得多卧虫 多烧一个人的饭菜也不是多大事 毕竟人家帮了我那么多 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已 顾云东一边唾弃自己 一边回房 门一关上 少清远就上了墙头 坐在墙壁的院墙上 摇摇地看着他的方向 他操之过急了 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防备人 应该是逃荒路上遇到不少事 如今对人并不是很信任 尤其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人 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戒备心 明明之前 他还听到他不准牛蛋叫自己狼崽子的 少清远皱了皱眉 从墙头上翻了下去 顾云东却在换了一个环境后 睡得舒心了不少 龙秀兰给他们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 也没有方式母女那样刻意地摔摔打打 让人很温馨的感觉 然而到了半夜 他却被一道低气声吵醒 顾云东猛地睁开眼 左右看了看 发现在哭的是他娘杨氏 他愣了一下 忙凑到杨氏的身边 娘 娘 你哪里不舒服 杨氏因为智力问题 喜怒哀乐的情绪起伏并不大 除非哪里疼了 才会下意识地忍不住哭出来 顾云东叫了他好一会儿 杨氏却仿佛被掩着了 怎么都不肯醒过来 伸着眼角划过两条泪痕 顾云东生怕他脑袋里出了什么问题 声音不由地大了几分 手直接捏住他的鼻子 娘 醒醒 娘 顾云叔被吵醒了 他揉了揉眼睛 见到这边情况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大姐 怎么了 顾云东顾不上回答他问题 捏紧他的鼻子 杨氏总算醒过来 他愣愣地看着顾云东 忽然一把抱住他 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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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大江 顾云东想不到他娘竟然梦到了顾大江 而且还哭得如此凄惨 他以为他娘智力只停留在四五岁的情况 已经不会理解什么男女感情了才对 可如今看来 是他想当然了 顾云东任由他抱着自己 拍了拍他的背 轻声安慰 没事了没事了 你做噩梦了 醒了就好了 可杨氏却哭得不能自已 偏偏还不是那种嚎啕大哭 反倒像是拼命地压抑着哭声 可这样反而让人听了更加心酸 一旁的顾云淑 很快被带动了情绪 也跟着拿手擦了擦眼角 大姐 娘梦到爹了 是不是 是不是爹不好了 所以娘哭了 大姐 我不想爹不好 不想爹了 我们以后还能见到爹吗 能见到的 明日大姐就托人打听 要是一直没消息 等房子机好后 大姐亲自去青安府找人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虽然逃荒路上生死难料 但不努力一下就放弃 顾云东还是不甘心的 第二天 顾云东便打算去县城一趟 然而 他刚出门 就见到冯大能 一脸愧疚之色地看着他 云东啊 冯叔 冯叔对不住你 顾云东抬眸看向冯大能的身后 那边自家宅基地上 站着来上宫的人 以往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热火朝铁地忙起来 如今却都停下来没动 反倒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边 发生什么事了 顾云东的脸色 不由变得凝重了几分 冯大能微微低垂着头 抹了一把粗糙的脸 那手都有些颤抖 昨儿个 我那师兄来找我 在我家看到你给我那几张图纸 没想到 他竟然偷偷卷了带走 还交给了县里的彭家 彭家 你知道吧 顾云东摇摇头 他才刚来 别说县里的彭家 就是这村子里 也一大半的人不认识 冯大能便跟他解释了 彭家的情况 彭家是凤开县的地头蛇 是县城里的大户 祖辈开始就做不匹生意 整个凤开县 但凡叫得上名字的布庄 都是他家的 就算那些零散的小店铺 也或多或少和彭家 有些生意往来 最重要的是 彭家有个叔伯兄弟 在京城里当了官 这使得彭家在凤开县的地位 更是水涨船高 连带着彭家子弟平日里 也是横着走的 而冯大能说的那个师兄 就是偷偷地把那几张图纸 给了彭家大房的二少爷 彭仲飞 其实说是他师兄 也不过是冯大能 在府城那两年 因为被同一个公投师傅带着 才有的那一点交情 并没有多正事 况且他师兄 常常自诩是县城人 不太瞧得上冯大能 回府城后 就鲜少联系 除非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才会热情几分 昨天他一早过来 就是想找冯大能借钱的 可冯大能接了顾家的活后 干劲十足 每天天不亮 就要去宅基地这边走走看看 顺便琢磨一下 怎样才能尽善尽美 至于他妻子刘桂花 当时正在方氏家门口 看着顾云东收拾那四个小贼 顺便磕磕瓜子 因此 常妇过来时 家里只有八岁的小儿子在看门 他儿子是认识常妇的 让常妇进门喝水后 他就跑来宅基地这边 叫冯大能回去 乡下地方 叔叔伯伯过来 都是这么招待的 哪里想到 他刚去叫自家爹 常妇就东看看西摸摸 建主屋的房门只是虚掩着 当即就推开门进去了 然后就看到了 放在床头柜上 用布盖着的一个小木盒 那木盒擦拭得很干净 一看就知道里面放着贵重东西 常妇一开始 也没想过要偷钱 只是看到里面放着的图纸后 毛子蹭的一下就亮了 二话不说就折好 放进自己衣服里面藏好 为了不引起冯大能的怀疑 他还镇定自若地坐在堂屋里喝水 等着冯大能回来 陪着聊了会儿天才走 冯大能早就不耐烦招呼他了 巴不得他赶紧走 然后自己再去宅基地这边 看房子的进程 因此等他发现图纸不见了 已经是晚上了 他当时脸都白了 连夜赶去了县城 可他赶到了城门也关了 等早上城门一开 立刻就跑到常妇的家里 然而已经晚了 常妇把图纸给了彭仲飞 冯大能心都凉了 可这还不算 彭仲飞还让常妇带了一句话 什么话 郭云东听完 眉头也狠狠地拧了起来 冯大能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面对他连头都抬不起来 彭家说 这图纸是他们家的 是怎么偷的 所以让图纸上的房子别人不许盖 要是敢盖 他们就让人把房子砸了 这个真是够霸道的 我自己换的图纸 自己想盖的房子 不但被别人拒为己有 还不许我盖 拖大点脸 这么能耐 他怎么不上天 冯大能非常愧疚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棚架是地头蛇 这种事情还真不是第一次干 在这种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眼里 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小老百姓没门路 没靠山 他们压根就不会放在眼里 别说只是几张自己画的小小的图纸 就算有些祖传的手艺秘方 被人谋财害命夺走了也不少见 即使去告又能怎么样 不说敢不敢的问题吧 就算真告了 官府站不站你这边不一定 回头还会被报复 余诺 是冯叔对不起你 冯大能后悔极了 当初没在盒子里上个锁 这样就不会被长府给偷了 但这棚家不是好惹的 你家还有你娘和年幼的弟弟 惹极了棚家 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要不然 我们盖个跟村长家差不多的瓦房 你看怎么样 冯叔一定尽心尽力 一文钱不要你的 这次啊 这次是冯叔欠你的 以后 以后你但凡需要冯叔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不会推辞 顾云东虽然觉得冯大能太过粗心大意 但罪魁祸首是长妇和彭仲飞 其实他那图纸也并不怎么值钱 却胜在特别新奇 或许是房子内部结构采用了一些现代化的模样 但认真说起来并不是他原创的 棚家如果想要盖这样的房子 那盖就是了 他又不会拦着 他也不在乎是不是跟自己一模一样 可他凭什么偷了他的图纸 还不许他盖 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呢 我还偏偏就盖定了 冯叔 你让大家继续干活 就按照原图指来 云东你 我自己的东西 我会亲自拿回来 我的东西被人掏走了 难道还要忍气吞伤 没有这样的道理 云东啊 那彭家 可是连先令大人都不会沾手啊 他昨天回家的时候 听到刘桂花说起那四个小贼的事情 也怀疑云东可能跟县令认识 因此 他以为顾云东敢这么硬气 是仗了县令大人的事 我知道 顾云东说 却依旧不敢决定 流水的县令 铁打得香绳嘛 县令任气一过 还不是拍拍屁股直接走人 地头蛇就不一样 没人愿意得罪的 顾云东转回屋子 再出来时 手中提了一个小包袱 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见冯大能还站在原地 他催他 你去让大家伙 继续动工吧 这事是我疏忽大意 我 我陪你一起去 顾云东诧异地看他 想了想 脸头说道 走吧 说完 率先往前走 冯大能急忙跟上 然而 他们才刚走不远 屋子后面的柴火堆里 就鬼鬼碎穴地探出一个人来 出来的人 是金月香 亮子的母亲 昨儿早上 他们赔了五两银子 胡亮还被打得浑身是伤 想想都觉得憋屈 不甘 尤其是金月香 他向来最疼这个小儿子 心肝宝贝一样地宠着 就算平日里他偷鸡摸狗的 有村里人找上门来要说法 他都能口沫横飞地喷回去 别人不但得不到赔偿 还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为此 金月香越发得意 越战越勇 所向披靡 可哪里知道 昨天竟然在个小姑娘的手上 栽了个大跟头 骂不行打不过 还倒赔了那么多银子 他是越想越烧心 越想越睡不着 可他又不敢找布云东 琢磨来琢磨去 他就想到了杨氏 那可是个傻子 就算被欺负了 说不定也不会告状 他还能让杨氏 把那五两银子赔给他 嗯 他的想法 就跟当初的方氏一模一样 因此他今儿一大早就过来了 藏在草垛后面 动也不敢动 就等着杨氏单独出来 谁知道杨氏没等到 居然等到了冯大能过来 还听到了这么劲爆的 振奋人心的消息 啊 彭家呀 那可是彭家 这顾云东得罪了彭家 不夹着尾巴做人 竟然还上赶着去找麻烦 这下肯定死定了 金月香激动得脸都红了 也过不得杨氏了 一边往回走 一边逢人就说 顾家要倒大霉了 哎 你是不知道呀 那顾云东胆子可大了 居然说彭家偷了他东西 现在去找彭家算账了呢 哎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 彭家那是什么人家 家大业大的 还稀罕他那点东西吗 你们可等着吧 顾家要完了哟 就算认识县令大人又怎么样 我看呀 就算认识了县令大人 也跟他不熟 否则的话 顾家怎么会落户到咱们永福村 县令大人真跟他们家关系好呀 就应该把人落到城里去 或者县城周围 那什么富得流油的大贵村去 金月香剑石少 哪里知道落户这事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今新皇上位 对流民之事十分看重 别说县令 就算是知府的亲戚要落户 这个节骨眼上也要按照规矩来 但金月香这些话 但金月香这些话还是在村子里掀起了热潮 大家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对顾云东居然敢跑到彭家去找麻烦 很不可思议 哎 顾家这次啊 估计真的要完了 哎呀 那房子也盖不成了 太可惜了吧 听说那房子啊 盖得可漂亮了 等上凉后 我还想去看看呢 我盖 你看看他昨天的嚣张劲 小小年纪那么泼辣狠毒 本来就难嫁了 现在得罪的彭家 谁敢跟他们家来往啊 金月香听到这话可得意了 他在整个村子里跑了一圈再回家 神清气爽地把这消息告诉了自家儿子 胡亮还是鼻青脸肿的 听到这事时眼睛一亮 原本躺在床上奄奄的没点精神 瞬间就一跃而起 披上衣服就往门外冲 哎 你干什么去 哈哈哈哈 我报仇去 胡亮去找他的狐朋狗友了 可却没有往同村的庄子家跑去 而是去了邻村的狗盛家 狗盛也在家里养伤 虽然他没被打肿脸 可前一日也被邵清远揍了好几顿 疼得很 胡亮过来的时候 他正坐在院子里 有些迷茫地看着天空 狗盛跟我走 没想到我们报仇的机会来得这么快 什么报仇啊 顾家那死丫头得罪彭家了 彭家不许他家盖房子 说要砸了 咱们现在就去砸 还能去彭家邀功 得钱赏钱呢 他又把金月香听来的那套话 给说了一遍 偶声愣了愣 被胡亮从凳子上拉了起来 干净的 咱们再叫上大钱 咱们三人一起去 大钱不在家 找活干去了 大钱家里就他跟他乃相依为命 他乃年纪大 欠顾云都那五两银子 只能他自己想办法 那 咱们两个去 你咋不找庄子呀 啊呸 别跟我提那龟孙子 昨天不帮我就算了 居然还劝我 别找那臭丫头的麻烦 他跟他那怂祸爹娘 有什么区别 以后我不带他了 走走走 赶紧的 胡亮刚拉着他要走 狗圣的爹赵柱就回来了 他长得很魁梧 胡亮其实有些怕他的 赵柱看向狗圣 又要去哪儿 再加养伤 办什么当爹的婆 狗圣又不听你的 然而他才这么想着 一旁的狗圣 竟然逼了头答应了 知道了爹 我没有出去 狗圣也中邪了 狗圣跟他爹的关系 可是愁身似海的 当年狗圣的娘没了 他爹娶了个后娘 后娘要养费一个 才几岁大的孩子 太容易了 偏偏照住又是个不善言辞 奉行棍棒底下 出孝子的原则 两人没沟通就算了 后娘还挑拨离间 让狗圣以为他亲娘 就是被他爹给害死了 等赵柱知道这事实 父子两个的关系 已经不可融合了 因此 即使那个后娘被休了 狗圣还是把他爹当仇人 在外面偷鸡摸狗的 嫌少回家 今天他爹 捧着一张脸命令他时 居然没跟他爹对着干 不仅如此 他还劝胡亮 这些 这些都是谣言 听听他就算了 那顾家小丫头厉害着呢 你还是别参加了 你也是个松包 好 你不去 我去 他甩头就走 静子回了村 然后就去顾云东的宅基地 可一看宅基地那边 那么多小公在干活 自己孤身一人 顿时就怂了 绕着宅基地走了一圈 胡亮都没找到机会下手 漠然他灵光一闪 对呀 可以去找彭少爷呀 刚好认识彭家那个洒嫂的下人 到时候就跟彭少爷说 顾云东不但没停止盖房子 还扬言要彭家好看 还说有县令大人当后台 天游家促我最擅长了 保证能说的彭少爷火猫三丈 把顾云东弄死 我不能动手 但是可以借刀杀人呢 说不定彭少爷一高兴 还能赏我几两银子 一箭双雕啊 想到这儿 胡亮兴奋了 要转脚步就往村口走去 然而刚到村口 忽然见到前面有个人 也正脚步匆匆地往县城赶 啊 那不是狼崽子吗 胡亮是有些怕少青远的 应该说 整个永福村 和他们同龄阶段的少年 就没有不怕他的 因此他立马停了下来 跑到村口旁边的大树后面躲着 心里焦急 却还是要等他过去 幸好少青远走得快 没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胡亮松了一口气 这才往县城赶去 只是前面有个少青远 他没有之前走得那么快了 少青远没注意到他 他心里也着急 今早上他起来就直接进了山 为了证实自己昨晚上说的话 特地跑去打了两只野鸡 一只送给顾家 另一只当伙食费 让顾云东帮忙做顿好的 谁知等他下山时 却听到村子里都在讨论 那丫头和彭家的事情 他听得也不是很清楚 便急忙赶回了家 只见到顾云书正在安慰团团转 不知道要如何是好的董事 顾云书对顾云东有着迷之自信 大姐说不会有事 他就相信 然后乖乖地守着娘和妹妹 反倒是董事 当时冯大能过来找顾云东时 他就站在后面不远的地方 前因后果再清楚不过了 见到邵卿远过来 也顾不上邵卿远和顾云东并不相熟 下意识地就询问他意见 邵卿远这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将两只鸡交给董事 自己就匆匆地出了门 如今他脑子都在飞快地运转着 想着怎么样才能用最小的代价 拿回属于顾云东的东西 并且给彭仲飞点教训 他倒是从来没想过要稀释宁人 让顾云东忍下这件事 邵卿远自己也不是这样的人 因此并没有注意到刚才胡亮 就在自己身后的那棵树后面躲着 邵卿远越走越快 到了后面直接用跑的了 可刚跑了一小段路 迎面就过来一辆马车 邵卿远目不斜视 镜子越过了他 然而那辆马车的车帘 却被掀了出来 探出一颗懒洋洋的脑袋 就在见到邵卿远的那一刻 那颗脑袋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 急忙对着前面赶车的车夫说道 停停停停停 马车闲闲停住 车内的人探出半个脑袋叫他 喂喂 等一下啊 是我是我 喂你不记得我了吗 邵卿远充耳不闻 马车里的人忙指挥车夫 快叫头快叫头追上去 马车转了个弯 嘚嘚地跑了两下 很快就和邵卿远平行了 邵卿远这才皱着眉头 看了他一眼 有点眼熟 哦 是柳家的那位少爷刘维 这人昨天还在方氏家门口 对了顾云东一句 说县令不可能认识他 脑子进水的不用理会 邵卿远转回头又要走 可刚抬脚 毛子疏得一眯 他的马车 柳微身子探出去更多了 要不是马车内还有小丝拉着他 估计都要掉出去 你是邵卿远是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我特地来永福村来找你的 邵卿远却陡然转身 手撑着车员轻轻一跃 人就直接钻进了马车 对嘛 上车了才好说话 刚刚那样我都累死了 邵卿远直接对车夫说 去县城 怎么去县城了 去你们永福村啊 我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带我去金山打猎的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带我去打着袍子 怎么样 邵卿远却病病地看着他 重复了一遍 去县城 有巧遇我就得听我的 不然就把他踹下去 直接抢车算了 听你的 听你的 看你去县城也是有急事 我这人嘛 乐于助人 送你去 但是说好了 等你把事情办完了 你要带我去打袍子的 还有 我昨天来你们村 本来就是要找你呢 可是没来得及 就有事先回去了 柳卫认识邵清远 是因为上次 邵清远的那头野猪 就是卖给了他 这人出手大方 直接给了五十两银子 那野猪可是个大家伙 柳卫当时就很佩服邵清远 可人得了银子后 趁着他不注意就走了 他都没来得及问他住址和姓名 这次他要打个袍子送人 是有大用处的 当时一下子就想到了邵清远 只是没人家的消息 就在他琢磨着 是不是换个猎户 带自己进山的时候 就碰到了陈宇兰 方氏和陈宇兰 去参加他侄子的婚宴 他侄子娶的妻子 正好是柳为母亲身边的 二等丫鬟 年纪大了放出去的 和他侄子相看上了 那丫鬟成亲后的第二天 就过来柳家 给他母亲磕头请安 算是主仆一场有个交代 或许也是为了告诉方家 他之前在主家得宠 有靠山 不是能随便搓磨欺负的儿媳妇 当时陈宇兰想跟着来 说要见见世面 一个劲地夸他这个丫鬟出身的表嫂 再加上一旁的长辈劝着 那丫鬟没办法 只能带着陈宇兰一块来了柳家 柳为当时正和母亲说话 恰好收到前两天买到的野猪 陈宇兰一听 野猪啊 她记得她和母亲 去姥姥家之前 正好听到村里 那个狼崽子打到了野猪 要送到县城里去卖 可惜她当时跟母亲 都急着赶路 没工夫去看 如今听柳为这么一说 时间对得上 样貌年纪对得上 可不就是少庆远吗 陈宇兰当时心里就激动不已 找了个机会 就羞羞答答地告诉柳为 那个猎户是他们村里的 柳为听了密码表示让她带路 去他们村找少庆远去 所以当初 顾云东才会看到柳为和方氏母女 站在一块 只是没想到 柳为昨日刚到永福村看了场戏 还没找到少庆远呢 就被小厮找过来了 说家里有急事让她赶紧回去 柳为只能遗憾表示改日再来 谁知这天 来到路上就碰到少庆远了 太好了 这样我的袍子就有着陆了 柳为心里深处 就是觉得少庆远是个有能耐的 他可是知道 少庆远不止卖了一头野猪 柳为想到这事 心里还挺美的 老天都在帮她 她再确认了一次 回头你县城里的事情办完了 就可以带我进山了吧 我可是要亲自去的 会带吧 这人太烦了 只是忽然又像想到什么似的 她梳得扭过头来 你认识彭仲飞吧 彭仲飞啊 我当然认识啊 认识认识 前两天还一起喝过酒呢 完了还一起逛过青楼呢 但这也不能说 那好 你带我进彭家 你去县城 就是为了去彭家呀 你和那个 彭仲飞 有仇 没仇 那你去彭家做什么呀 你如果带我进去 我不但带你进山打袍子 再多加一头大虫 放心 我不杀人不放 不会连累到你 柳薇听到大虫时 眼睛都亮了 她十分心动 再说 她和彭仲飞 关系也就一般般 谁没几个狐朋狗友嘛 况且 只是把人带进去 到时候要真出事了 她不承认不就行了 就彭家 还真不敢把她怎么样 他们柳家只是低调而已 又不是没靠山 小老百姓不知道 她难道还不知道吗 彭家在京城当官的那位 也就是个无品官 在京城 可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 而且吧 有了袍子和大虫送了人 她可能又能多一个靠山 柳薇思考了又思考 半晌后一点头 嗯 行 她的小丝盲拉拉了她 少爷位 回头要是出了事 你是想被老爷打死吗 老爷可是说了 这段日子不要解外生枝的 柳薇瞪了她一眼 又笑眯眯的去看少青远 那可说好了 打大虫也得带上我 少爷你最近有点飘啊 嗯 反正近山就让她在树上待着 也能挨手挨脚 柳薇就高兴的吩咐车夫 加快速度 她看少青远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这一路上 少青远都没说话 也不顾柳薇想要交谈的欲望 镜子撩开车帘 看向前面的路 原本以为 顾云东和冯大能走路会慢许多 她坐着马车总能赶上的 没想到都到了县城门口了 也没见着两人的身影 他们难道已经去了彭家 她赶紧让柳薇带她进去 顾云东没去彭家 少青远能找到马车载自己 她就更不会委屈自己了 路上碰到一辆罗车 说了几句话 就让人烧上他们 一路赶到了县城的长家 冯大能去敲的门 开门的是常妇的婆娘王氏 见到他们立马就要将门给关上 被顾云东一把给推开了 王氏当即就要大喊 常妇那个贼呢 王氏心虚 下意识地忙出门去看 果然见到隔壁有人探出脑袋来 他二话不说 立刻把门给关上了 随即回过神来 你谁呀 来我们家嚷嚷什么呢 顾云东理都没理会 直接进了门 就见常妇正美滋滋地 喝着小酒吃着小菜 昨儿个彭少爷 可是赏了他二十两银子呢 顾云东一把将人给揪起来 常妇皱着眉头瞪着他 干嘛干嘛 你哪里来的丫头 我可 话没说完 顾云东就往他嘴里扔了个东西 才猛地合上他的嘴巴 用力一撑 咽下去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玛丽素 啥 啥是玛丽素 一种零食而已 啊 就是一种毒药 大概两个时辰内 每吃到解药 就会全身痙软 脸皮抽搐 眼歪嘴线 头发全部掉光 然后再大笑着死去 王氏听了 脸色当即变得煞白 扑上来就想打他 被冯大能给拦住了 哎 你个贱人 小小年纪坏了心肠了 还这么恶毒啊 我打死你 把你卖到 你继续骂 如果想让长妇 中毒而死的话 我就成全你 你 你骗我的 光天花日之下 你要敢杀人 你也逃不了 长妇才不相信 他听都没听过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 去抠自己喉咙 拼命地想把 咽下去的麦力素 给吐出来 只是 哪里吐得出来 他当下对着王氏发火 你个蠢婆娘 还不去给我倒水 王氏什么也顾不上了 去厨房里有了一大瓢水 给长妇灌了下去 顾云东就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 任由他们折腾 等到折腾不动了 他才看向泪眼汪汪的两个人 如果你们不相信 那就等两个时辰吧 我无所谓 啊 对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 可以去找大夫看看 是不是真的命不久矣 我们就先回村了 他说完掉头就走 冯大能有些 搞不清楚他的目的 见状忙跟了上去 长妇忙大叫 你等 等一下 他捂住喉咙 亮亮呛呛地跑到他面前 瞪着眼问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哼 他说的什么话 去找大夫看 如果是真的 那我还得花两个时辰 去永福村找他要解药 那会儿 我都快要死了 钱丹 我要你带我去彭府 找彭仲妃 不可能 我带你去 彭少爷得打死我 那就没得商量了 再见 等 等等 我考虑考虑 行啊 慢慢考虑吧 你应该也知道 我去彭府是为了 拿回我的东西 总之我拿回东西前 是不会给你起药的 你自己攻破这时间啊 现在就走 我马上带你去 顾云东笑了起来 他让冯大能就在这里等他 冯大能倒是想跟着去 被顾云东一句 你会拖累我 给定在了原地 顾云东 让他跟来县城 主要是带他来 常妇家 去彭府 便只剩下 常妇和顾云东 常妇是一点都不敢耽搁 循着最近的路 去了彭府 他昨天才刚去过 彭仲妃对他 还挺和颜悦色的 因此 今天他再说 要找彭少爷 有急事时 门房便没再拦着他 只是 快到彭仲妃 所住的景兰院时 门口的小厮 却将他们给拦下了 大少爷 在跟柳少爷谈事呢 你们在这儿等着 啊 常妇心急如焚 但也不敢造次 只能指望着柳薇早点出来 顾云东却老神在在的 还有心思打量偌大的彭府 过了一会儿 他就借口要去茅房 那开门的小厮 看了他一眼 找了个过往的丫鬟 让他带着去 顾云东便跟在他身后 慢吞吞地走 没想到转了个弯 从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来 一把将他给拖进了一间房里 顾云东脸色变了变 一个手肘就往后拐了去 是我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顺便将他的手肘挡住了 顾云东微微一愣 扭头就见到 邵清远那张 没什么表情的脸 他诧异 你怎么在这儿 少清远见他没意识到还待在他怀里 便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柳少爷来的 柳少爷 正在跟彭仲飞聊天那个 你还认识 也不是很熟 他就是上次买我们野猪的那位富家少爷 也是昨天说和县令家少爷是同窗的柳维 他想让我带他进山 给一百两银子 我听说你来彭府找彭仲飞 正好柳少爷也来 我便过来看看 你是来帮我的 我早上进山打了两只野鸡 晚上想吃烟鸡鸡 为了点吃的 你也是够拼的 没吃过 据说挺好吃的 可怜的孩子 顾云东虽然自己也是个孤儿 但他小时候在孤儿院时 也吃过善心人士送来的好东西的 你打算怎么拿回你的东西 少青远看着他那怜悯的眼神 心头就是一梗 有种想要换个借口的欲望 他担心再这么下去会弄巧成拙 急忙换了个话题 顾云东听到他的问题 才陡然反应过来 他这边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办呢 他这时也才发现 两人竟然距离这么近 当即往后退了退 才说到 还能怎么打算 当人是把那个彭仲飞 揍一顿打趴向了 让他把东西还给我了 你还真信啊 我又不是傻子 再说 他拿回图纸 又不是主要目的 这两张没了 他还能画个更好的 但是 房子盖好了 人彭仲飞照样可以找人来给砸了 打人 下下之策 说正经的 你帮我干嘛 晚上我不但给你做银狙鸡 还给你上蜡子鸡 怎么样 顾云东一副好处大大的诱惑表情 少青远觉得这话有点耳熟 想了片刻才想起来 我之前 好像也是这么引诱留围的 怎么样 帮不帮 放心 只是个小忙而已 好 任何忙 我都帮 一会儿我出去 见了彭仲飞 你就 这样这样 懂了吗 行 你自己小心点 要是有危险 立刻撤 嗯 那回见 顾云东便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房间 走出去好一段路后 就见到之前领着他的丫鬟正在到处找他 顾云东 轻咳了一声 那丫鬟猛地扭过头来 过来就骂他 你怎么回事 谁让你乱走的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要是冲撞了夫人小姐 你担当得起吗 你自己走得太快把我落下了 你还有理了 这丫鬟似乎非常有优越感 看到他穿着普通 不是什么牌面上的人 便十分嫌弃地和他拉开距离 至少有十多米的间隔 你 果然是穷地方出来的 不懂得规矩 顾云东扭头就走 那丫鬟更是气急 匆匆地跑上来 你往哪儿去 锦兰渊 他出来 只是想要了解彭府的构造 顺便做点小动作 如今不用了 这次 他倒是脚步飞快 反而把那气急败坏的丫鬟 给远远落下了 顾云东到了锦兰院时 常妇正一脸着急地等他回来 哎呦 你可算来了 碰少爷让我们进去的 快 快跟我走 他急着帮顾云东赶紧拿回图纸 把解药给他 那位柳少爷走了 那倒没有 顾云东便点点头 随着前头的小丝往里面走 锦兰院有些大 这位大房的公子 看来在彭家还是蛮有地位的 顾云东进门的时候 彭仲飞和柳维正在对着一幅画 平头论足 似乎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些大家公子 是不是都这么闲的 尤其这幅画 还是一个美女图 虽然很抽象 小丝走到彭仲飞身边 小声地说道 少爷 长妇来了 什么事啊 这么火急火燎的 不知道我正有事跟柳少爷说吗 我也不想啊 但这胸骨的丫头太狠了 彭少爷 是我不好 我给你赔罪 我 行了 赶紧说 说完就滚 彭仲飞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只是那看着长妇的眼神 却带着警告 当着柳维的面 最好别给我乱说话 方才也是柳维一个劲地说 让长妇进来的 否则他都不愿意搭理他 彭少爷 这是顾姑娘 就是她找你 这小子 竟然敢擅作主张 带个外人来见我 顾云东当即上前一步 微微地拱了拱手 低垂着头道 彭少爷 事态紧急 我才让长妇带我过来的 你哪儿来的 赶紧滚 什么人都敢往本少爷身边凑 一个没胸没屁股的女人 本少爷看不上 彭仲飞常遇到这种事 连问都不用问 就想打发了他走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我良好 谁看上你了 我是来救彭少爷的命的 顾云东抬起头来 严肃地看着他 彭仲飞愣了一下 这才仔细地看他 这女人虽然前后都贫贫的 穿得也挺土静 但脸还挺好看的 就是年纪小了一点 还是喜欢有胸有屁股的 不过看在他长得 还算漂亮的份上 听他说几句 来救我的命 来救凭你 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没命了 顾云东上前一步 彭少爷还不认识我 我就先做我介绍一下 我叫顾云东 是昨天彭少爷得到的 那三张图纸的主人 滚出去啊 什么三张图纸 那图纸是我彭着的 你擅自偷走不说 现在还想贼喊捉贼 怎么 真当我彭仲飞是大善人是吧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折了他的手 门外的小丝立刻就跑了进来 动手就来拉他 一旁的长腹急得要死 一面怕彭仲飞怪他 一面又怕顾云东被弄死了 自己没解药 顾云东却一点都不着急 小丝过来他就躲 一边躲还一边着急地喊 彭少爷 你可以折了我的手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三张图纸有古怪 回头你要是死了 可就不关我的事了 古怪 彭兄 我看他信誓旦旦的 挺像有那么回事的 要不咱们听听这里头 有什么古怪 万一他说的是真的 那你 彭仲飞手指猛地拽紧 挥了挥手 让小丝停手 随即满脸阴沉地 瞪着顾云东 啊 我给你个机会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我不但要折了你的手 你那张嘴 也得缝了 顾云东喘了两口气 镜子坐在一旁 给自己倒了杯水喝 黄少爷 你听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着 他左右看了看 很神秘的样子 彭仲飞了然 让长福那小丝都出去 最后看向柳维 后着一本正经 我来做个竞争 要是这丫头胡说八道 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就知道赶不走他 图纸的事情啊 就算他知道也没有多大关系 难不成他还会为了一个乡下丫头 打包不平 柳家 又不是路见不平就要管的人 柳维见他不说话了 还十分贴心地上去关了门 这才坐下 姑娘你说 什么古怪 彭少爷 你知不知道我的来历 就是因为知道你没背景 我拿图纸 才拿得理直气壮 彭少爷难道就不奇怪吗 我是个流民 桃黄路上 还带着我娘和弟弟妹妹 可最后不但平安无事地 到了这永福村 还能用一百两银子 造这么大的房子 你想想 这千千万万的流民 谁能做到 他这么一说 不但彭仲飞一愣 就连柳维都诧异了一下 只是想到他昨天看到听到的 就忍不住说道 不是因为你够狠吗 那只是忽悠啥都不懂 没什么见识的村里人的 但凡有低脑子的人 都不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少女 又平衡 能做到这种地步的 这路上多少盗贼流民 我再狠 一个人能对付十几个人吗 我相信了颜位 我是没脑子的吗 哼 那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 那三张图纸 彭仲飞和柳维 莫名地觉得脊背一凉 和那三张图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我和你们说 我在路上的时候 碰到一个很古怪的老头 那老头临死前 把那三张图纸给我 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我当时还想 就这三张图 你还要画一辈子吗 你太没用了吧 他把图纸交给我好 让我等安定下来了 就选个山脚的位置 按照图纸 盖个青砖大瓦房 然后在那给他留个房间 每天早晚三住相供奉他 我当时就说了 我一没钱 二没能力 三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天 恐怕帮不了他的忙 没想到那老头 居然掏出一百两的银票给我 说这是盖房用的钱 还会保佑我 一路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到达安全的地方 但我必须做到他的要求 不然我就会倒霉 严重的话 会要了我的命 这不是骗子吗 神怪都不敢这么编的事吧 他要真有这么大本事 怎么还会生老病死 我才不信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呢 不过看在那一百两银票的份上 在他死后 我还是帮着处理了后事 至于那三张图纸 我先拿着一事为坠 就给撕了 然后 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顾云东说着 还用力地咽了咽口水 瞪着大眼睛 表情惊恐 惹得其他两人也屏住了呼吸 撕了图纸后 我就没当一回事 结果到了晚上 我们从被漏里面 拿出被子准备休息的时候 竟然发现那三张图纸 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这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当时都吓死了 就跟见了鬼一样 慌张之下又把它给撕了 可一眨眼 他们又完完整整地出现了 而且当天晚上 我就走路摔倒吃饭 噎着喝水呛着 还遇到了谋财害命的盗贼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好像昨要不幸的事情 都在那天发生了 当时就觉得 那老头说的可能是真的 不感不尽 就把那图纸 好好地保存着 结果 我真的带着娘和弟弟妹妹 平安地活下来 所以到了永福村后 立刻就选了一块靠山的地 把房子给盖起来 可没想到 今早上听说那图纸 被彭少爷给拿走了 我这心里慌的啊 彭少爷 可是咱们县里 彭家的金贵少爷 要是因为我的原因出了事 那我不是万死难辞其咎吗 我就赶紧过来了 就像是他还没太严重的时候 赶紧和彭少爷说清楚 彭仲飞和柳薇 就跟听天书一样 觉得满脸不可思议 可现在的人对鬼神 还是非常有敬畏之心的 尤其顾云都说得恐怖兮兮的 仿佛真有那么一回事 是的 但也不是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别是编了个故事吧 谁知道是真是假 那也简单 彭少爷要是不相信 可以把那图纸拿出来 撕掉一张看看 会不会重新出现一张 完好无损的 彭仲飞皱了皱眉 一咬牙 真的去把那图纸拿出来了 然后当着柳薇和顾云东的面 哗啦哗啦地撕了个粉碎 连拼都拼不起来的那种 顾云东见状 低垂着头 微微地笑了 洋洋洒洒的碎片落在地上 彭仲飞和柳薇都眯着眼 盯着地面 表情格外凝重 仿佛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碎片 在他们面前神奇地重新拼成一张图纸 可是半天没有动静 哼哼 果然是在变瞎话 你想好是先被折断手还是缝嘴巴了吗 不可能啊 我看看 他说着就往他们两个的方向走去 走到彭仲飞的身后时 在他背后轻轻地碰了一下 那动作就一瞬间 别说柳薇没看到 就是彭仲飞本人也压根儿就没注意到 顾云东看了两眼地上的图纸碎片 背上彭仲飞阴沉的表情时 猛地哆嗦了一下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一拍掌 啊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当初撕碎了图纸后 那图纸再出现时 是在别的地方 不着我们在房间里找找看 还想拖延时间玩花样是吧 我 哼 他话还没说完呢 站在他身边的柳薇 豁然倒退了一大步 撞翻了脚边的两个圆凳 发出沉闷的声响 彭仲飞皱了皱眉 扭头看他 却见柳薇满脸震惊地盯着他的后背 图 图纸果然出现了 在哪 在你 在你背上 这也太诡异了 柳薇用力地擦了擦眼睛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不可拿 这 真的 在我背上 柳薇拼命地点头 彭仲飞瞬间感觉身上起了冷汗 顿了顿 一闭眼 还是猛地从背后将图纸扯了下来 一看到图纸上的内容 彭仲飞瞪着眼睛 狠狠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一把将图纸给扔了 顾云东眼明手快 在那图纸落地之前急忙抓住 彭少爷 我没骗你吧 彭仲飞离那图纸远远的 脸上想挤出笑 却偏偏死也撑不起来 不可能 这 这肯定是你耍的霸心 不可能的 那 要不然 你再次一张 滚 你贴了什么鬼主意你 顾云东 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那张图纸 放在桌子上 轻轻地斩平 随即双手合十 闭着眼睛 念念叨叨的 有怪莫怪 有怪莫怪 老爷爷 彭少爷不是故意的 你也别怪他 毕竟这件事情太离奇了 别说彭少爷不相信 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 彭仲飞被他搞得毛骨悚然 总觉得房间里面真有什么似的 好在这里还有两个人 就是 这种事 这种事谁会姓啊 彭 啪 他话音才落呢 耳边陡然传来一道碎裂的声音 除了顾云东 不管是彭仲飞还是柳维 都惊得差点跳起来 脸色瞬间就变了 两人有些艰难地缓缓扭过头 看向方才发出声音的位置 那里有个架子 上面原本摆放着一个半米高的花瓶 此时 花瓶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摔到地上碎了 就像刚刚彭仲飞撕掉的图纸一样 变成一半一半的 彭仲飞咽了咽口水 不太敢上前去 倒是顾云东 三两步地走到花瓶身边 看了一眼碎裂的花瓶和地上的花枝以及水 抬头对着两人说道 其实可能刚才风有点大 花瓶被吹倒了 就碎了 不一定是和图纸老爷有关 喂 就算找个借口 也要找个向央一点的好吧 不说这房间门是关着 根本没啥风 就算有 能吹到那么重一个花瓶 里边还有水呢 重量一点都不低好吗 那 那现在怎么办 柳薇就看向彭仲飞 厚着脸色煞白 如果说 那图纸忽然出现在她身后 可能还是这臭丫头不知使了什么手段 装模作样的 可这花瓶却这么凑巧地碎得彻底 就太诡异了 他们三人都站得远远的 没有风 地面也没震动 除非有鬼 柳薇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有点后悔留下来八卦了 那什么图纸老爷爷 会不会把她看成跟彭仲飞是一伙的呀 天地良心 她是好人 想到这儿 柳薇就忍不住往后退了一小步 彭仲飞这会儿心慌意乱 也没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脚步有些缓慢又哆嗦地往花瓶的方向移去 顾云东微微地侧了侧身 给她让出个路来 顺便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将插到柜子脚下的一只弩箭给拔了出来 收进了空间里 方才 她就是趁着两人不注意的时候 将弩箭对准了花瓶射了出去 角度刚好是在射穿花瓶后 插进不容易看到的跪脚处 花瓶一碎她就过来 也是为了遮挡住两人的视线 很好 可完美 吓死你们 彭仲飞到底没走到碎花瓶面前 距离还有两不远的位置停下了 同志 同志你拿回去 快快快拿回去 以后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彭仲仪放心 我 她话还没说完呢 屋子里忽然响起一道悠悠的沧桑的声音 小子胆大包天 若不给你点惩罚 真当老夫好欺负 柳威吓了一大跳 豁然扭头看向发出声音的位置 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句话 彭仲飞嘴唇毫无血色 看向顾云东 后者也是一脸莫名 还假装很气愤的样子 跑到发出声音的地方 谁在这里装神动鬼 出来 她一把掀开那边的帘子 顺手将之前放在帘子里的录音笔 给收进了空间 那句话 是某个电视剧里面的台词 她之前跟少庆远分开之后 就找了个地方偷偷地截录了下来 什么人都没有 我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就是倒霉了点而已 不带这么吓人的 我好怕 我也好怕 能不能现在就走 才刚想着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紧跟着响起彭仲飞小丝的声音 少爷 不好了 崔姨娘失足掉进水里了 什么 彭仲飞忙打开门 人怎么样了 人倒是救上来了 就是受惊不小 那就好 彭仲飞松了一口气 脑子里开始回荡着 刚刚那莫名其妙出现的声音 惩罚 对了 一定是惩罚 她忙扭过头 看着被顾云东摆放在桌面上的那幅图纸 哆哆嗦嗦又十分虔诚的道歉 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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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子不好 小子错了 我给你赔礼道歉 我该死 我混账 我不是东西 做坏事没好下场 大仙 我保证 我以后我不会贪图值 我不会搞破坏 而且这回 这回真不是我的错 都是成父 是他给我 我回头我就收拾他 这样 这样可以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撕了图纸 就倒霉了一阵 你这还打算的房子 该好好让人给砸了 情况好像比我还严重 也不知道 他接受不接受你的道歉 他才刚说完呢 门外的小丝 又传来惊慌的声音 少爷 黑狼 黑狼忽然口吐白沫 倒递不起了 黑狼是彭仲飞 养的一条狼犬 平日里都是吃生肉 饮热血 被养得非常凶残 不说外边的人 就算是这彭府里的下人 就有不少被他咬得鲜血淋漓的 彭仲飞却很喜欢 觉得这狗有狼性 平日里没少训练他 私咬活物 甚至包括人 如今这狗 怎么就莫名其妙 不对 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呢 大小 大小饶命啊 大小 大小 是小的有眼不识太傻 我做了 您给个机会 回头我早晚三重箱的供奉您 我给您买最好的贡品 这样 你盖房子的银子我出来 你找我这回吧 总算说到正题 红少爷 你别这样 其实老爷爷人还不错的 只要你真心诚意的忏悔 他肯定会原谅你的 其实也不用出什么盖房子的银子 那银子老爷爷已经给我了 那不行 那不行 给 必须给 这样 大小 大小给你的一百两银子 你可以留着给大小买点其他东西 这不是早晚还要三重箱吗 你买最好的箱 大小那房子很重要 一定要改好 一百两银子不够 两百两 我给两百两 这样真的好吗 那我不是赚了彭少爷你的便宜 说什么赚便宜 你也是为了大小费尽费力 我出钱 你出力 我的诚意很足的 我也有诚意的 我出五十两 但愿大仙能看在我这么诚心的份上 不把我和彭仲飞当成一伙的 让我也倒霉 这些富家公子干 可真是败家子 彭仲飞说了出银子的话后 又等了两客钟 外边再没传出什么不好的消息了 这才慢慢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大小是同意了是吧 应该吧 他话音落下 房间里又响起一道声音 算你识教 以后不准再找顾家的麻烦 今天的事 不准泄露出去半个字 这次和上次的沧桑感不一样 是个雌雄难辨的声音 顾云东趁着他们不注意 又将录音笔给收了回来 这话是他自己录的 用了手机里的一个变声器的软件 毕竟这句话里面提到了顾家 他没办法从电视剧里面截录下来 然而也正是因为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声音 让彭仲飞两人心里的畏惧感更重了 他转身就去了内室 没一会儿拿出了两张银票 都是一百两面额的 给给给给给 给你给你给你 彭少爷 你也别太担心了 最多就是倒霉几次 你看我 就一点事都没有啊 那我先走了 你们保重 顾云东将桌子上的图纸收好 便转身离开了景兰院 这图纸是他稍早前画好放在空间里的 他把第一次画的图纸交给了冯大能后 有时候会想到需要修改添加的地方 因此就重新画了一份 打算过两天就交给冯大能的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细节不一样 变化不大 但彭仲飞又没仔细研究过 哪里能看得出来撕掉的图纸 和重新出现的这个不同呢 反正是被吓得魂飞魄散的 顾云东笑了起来 刚出去 长妇就迎了过来 顾云东邪腻了他一眼 走吧 拿回了图纸 不用担心彭仲飞报复 还赚了两百两银子 嗯 完美 不对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落幕后 就万事大吉了 长妇看他心情很好 手中还有图纸 居然真的拿回来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 这边两人刚出去 那边柳维也提出告辞 彭仲飞现在哪里还有心情招待他 挥了挥手就让人走了 柳维出了彭府 却没立刻走 找了个小巷子停下 自己待在马车里面等少清远 彭仲飞在锦兰院烦躁地走来走去 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还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是的 干脆出门去看自己的爱犬 小巷急忙跟上 却被彭仲飞打发去收拾地上的碎花瓶了 他自己走得飞快 然而刚走出锦兰院没多久 后面就猛地照上了一个麻袋套在他脑袋上 随即一阵用力的拳脚便招呼到他身上 彭仲飞尖叫呼通 完全反抗不了 一直等到对方打得差不多累了才停下 少清远看着摊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 眸光漠然 远处有下人听到声响往这边赶来 他便趁着彭府一团乱之际 从后门悄悄溜走了 谁知他才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见到两个人在那边拉拉扯扯的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 两个二溜子又想惹什么幺蛾子 他也不急着走了 站在原地侧耳听了几句 拉扯的人正是永福村里的胡亮和庄子 此时两人压低着声音 吵得面红耳赤的 甚至还动起手来 胡亮来到县城有点晚 毕竟不论是顾云东还是少清远 都是坐了车子过来的 他到了彭府外边 就找自己认识的那位彭府下人 可那人正好不在 门房又看他一副吊儿锒铛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还长得奇丑无比的份上 不乐意理会他 胡亮就这样被挡在了府外 他气得半死 就算心里焦躁 也只能在外面等 他在村子里能横行霸道 但到县里就是个怂包 只能缩着 谁知道没多久 庄子就过来了 一来就要把他给拉走 胡亮哪里肯罢休 甚至还发狠地踹了他一脚 你个怂包 就跟你爹娘一样 你爹娘被人打被人骂 也不敢还手 你也是 居然怕一个十三岁的臭丫头 以后别说是我兄弟 滚 庄子听得火冒三丈 他今儿个也是在家里养伤 后来爹娘回来说了彭家的事情 他也不以为意 不过他心里是觉得 顾家那丫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脾气就不像 结果不大一会儿 狗胜就跑到他家来了 告诉他 胡亮想要砸顾家新房的打算 柱子一听就急了 虽然前一天因为意见不同 闹了点不愉快 但怎么说也是多年的兄弟 没可能就这么看着他做死不管的 那顾云东对付不了彭家 可对付胡亮是绰绰有余的 这几天吃的亏还不够吗 他也顾不得在家休息了 匆匆忙忙地跑到顾家的宅基地 没见到人 后来有人说他往县城的方向去了 庄子气急 立刻往县城赶 果然就在彭家后门处 看到了左右徘徊的胡亮 见他还没进去 庄子便松了一口气 当场就想带他走 哪里想到他不但执迷不悟 还一个劲地往他心口上戳 胡亮 我以前叫你一声大哥 是你讲义气 够果断 也聪明 可你看看你现在 偏偏就是一个小丫头不放 明明在他手里吃了亏 赔了银子 知道不是对手 还非要往下冲 你 你解决就是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讲义气 不够果断 不够聪明了 对吧 老子告诉你 就是因为老子吃了亏 才必须要报仇 这才是一个男人的骨气 哼 我可跟你爹娘不一样 房子被人砸了 不敢吭声 家里的田被人抢了 也他妈就知道哭 我看将来有一天 你妹妹要是被人糟蹋了 你家也只会乖乖的 把女儿送给人家 连个屁都不敢放吧 说不定 还得谢谢人家看得上 胡亮 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我怎么不敢 你家里人都窝囊要死 要不然 你怎么从小到大都没朋友 要不是我看你可怜 你连我小弟都当不上 我呸 现在你这个小弟 我也不要了 以后说不准 只能靠你妹出来卖 庄子一拳狠狠地打在他脸上 眼睛充血 目光憎恶 胡亮 你要去找死就去吧 从今往后 我们不再是兄弟 就当我的好心为了狗 他再不理会他 转身就走 当我稀罕 要不是想凑四个人 我还不乐意带上你混呢 怂祸 那的 刚才我就该还手 这小子胆子大了 竟然敢打我 等回了村子 要他好看 少清远虽然没听完整 但也知道胡亮 是来找顾云东的麻烦的 这人吃了教训居然还不死线 跟狗皮糕药似的 那就怪不了我了 少清远从他身后闪了出来 一掌就把人给劈晕了 随即重新走到彭府后门 静待了片刻 等到门房被人叫走 说话的那瞬间 拉着胡亮就进去了 他直接把人扔在了 景兰院外面的一棵大树后面 随即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彭府 柳维还在巷子里等着他 见他过来 忙掀了帘子让人上来 不等少清远坐稳呢 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我跟你说 我刚才 不对 不能泄露彭府里的事情啊 走走走 我们现在就上山 说好了要打袍子和大虫的 今天时候不早了 改天再去 还要改天啊 可不及用啊 但这个时间段 确实有点不合适 好吧 那就明天 说好了就明天 行 少清远点了头 然后便从车上下来 头也不回地走了 切 话都没说完呢 这么着急走干嘛呀 不过他到底去彭府做了什么 当时也只是让我去找彭仲飞 聊聊天喝喝茶什么的 说他自己有点事 找府中的下人 就是这事办得有点久啊 少清远很快走上了回永福村的路 他耽搁的时间也不长 但还是没碰到先走一步的顾云东 此时的顾云东 却已经跟着长妇回到了长家 长妇满脸祈求 你看你兔子也拿回来了 是不是可以给我解药了 顾云东便给了他一颗白色的药丸 长妇二话不说就咽了下去 顾云东便没再管他 长妇根本不需要他出手教训 那彭仲飞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可不得找他点麻烦来压压惊吗 因此他扭头就对冯大能说 事情已经解决了 难得来一趟县城 我想买点东西 你要不先回去 手头有了彭仲飞和柳薇给的 两百五十两银票 他现在怎么说也是大款了 很多原本不在计划当中的物品 可以置办起来了 不解 你想买什么 我都能帮你提啊 冯大能真的很佩服顾云东 小小年纪 被彭家那位霸王少爷抢了东西 竟然只花了不到两个时辰 便拿回来了 还一点事都没有 冯大能自问 自己是做不到的 突然感觉这些年白涨了 在这县城里 冯大能毕竟比我熟悉一些 好 那走吧 顾云东先带着冯大能 去吃了顿午饭 是县城里面最好的酒家 月祥酒楼 冯大能只知道 这家酒店做的饭菜味道好 却从来没舍得进来吃过一次 没想到啊 沾了云东的光 尝了尝月祥酒楼的饭菜 对啊 好吃是好吃 就是太贵 分量还少 哎呀 就巴掌大的一盘才要了三十万了 冯大能都替顾云东心疼钱 可这丫头倒是大方得很 吃完后 他就让冯大能带自己去集市 他要买马车 你要买马车 这桃黄来的顾丫头 果然比我想的还有能耐 以为能拿出一百两银子盖房子就很不错了 没想到还有余力 置办马车呀 嗯 马车买了也方便 咱们今天若不是搭了别人的罗车进城 都不知道耽搁多少时间呢 况且我弟妹还小 有了马车可以带他们来城里玩 顾云书和顾云可 很少有能出来玩的机会 以前在老顾家的时候 大概也就顾云书去过镇上一次 后来就是在桃荒的路上了 这个倒是走得远 却并没有那个闲情意志停下来 好好地看一看 如今安定下来了 他手头上有了银子 可以送云书去上学 以后有个什么节日灯会的 都要带他们出来玩 要买马的话 就得去东街那边的市场 那边专卖牲畜 只是啊 如今已经过了晌午 也不知道有没有好马了 那就先去东街的市场看看 今天找不到好灯 赶日在了便是 冯大能笑了起来 领着他就去了东街 晌午过后 急事就没那么热闹了 冯大能在这边还有认识的人 是个看场子的机灵小子 直接带着他们去了急事的最里边 哎 风叔 您今天运气可好 刚刚万家牙行的牙人 亲了三四匹马过来 我看过了 比早上卖出去的那几匹 可都要好 哎 是吗 快带我们看看去 马确实是好马 但这价格他也不便宜啊 顾云东不太会看马 不过冯大能却有点惊艳 再加上旁边那小子帮忙讨价还价 最后以十五两银子 拿下一匹健壮的棕毛马 这马对顾云东挺友好的 他也蛮喜欢 年纪又不大 就决定是他了 呃 要不要车厢啊 车厢肯定要的 不过 不需要太华丽的 毕竟经常在村子里来来回回 都是泥土地 最后 顾云东挑了个外表平平无奇 大很结实的车厢 将马绳套上 便直接可以走了 吃了车厢也要三辆 贵 不过如今有车有房 顾云东还是很满足的 马车买好了 顾云东便要去南街买东西 那边繁华 距离城门也近 冯大能赶着车 内心还有点小激动 男人嘛 不管现代古代都爱车 就算这车不是他自己的 两人坐上马车往东街去 谁知 马车刚经过彭府后门那条路时 彭府门一开 一个人被重重地扔了出来 要不是冯大能眼明手快 马都要被惊着 顾云东忙扶住车门坐稳 抬眸看向那个被扔出来的人 那人一身狼狈 下半身看着血淋淋的 脸上红肿发症 嗯 怎么看着有点瘾熟啊 所以哪里经过来症 他不认识 可冯大能却是认识的 当下就是一惊 诶 这不是胡亮吗 他怎么在这儿 还被彭府的人打成这样 诶 云东 我们要不要 冯大能是想问能不能帮忙 虽然这是个二流子挺招人恨 但毕竟是同个村子的人 见着他这副样子还袖手旁观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谁知道 他话还没说完呢 那边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胡亮 就对着彭府哭天抢地起来 我没说话 我真的来找彭少爷的 哎哟 哎哟 那个顾云东 想要害彭少爷 他在我们村里 到处说彭少爷 偷了他东西 还说自己有靠山 要整死彭少爷呀 胡亮也不知道事情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他一醒来就在彭府里面了 刚打算找彭少爷呢 就被人抓到 说他是闯入府中的萧小 少爷出事 肯定和他有关 然而 二话不说 就压着他打了一顿 打完就扔出来了 哼 管他去此 看起来打得也不是很严重嘛 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对我栽赃交付 冯大能再不看胡亮一眼 驾着马车从他身边过去了 胡亮还想努力努力 没想到彭府里面又出来一个人 正是彭仲飞身边的小思 这小思之前 一直照看被打了的彭仲飞 晚些时候 才听到下面的人 说起胡亮的事情 一禀告少爷 少爷居然十分气愤 说顾家如今是他罩着的 谁敢破坏顾家建房子 就是和彭家过不去 他让小思出来给胡亮一个警告 那小思也不看胡亮 只是对着旁边的打手 说了几句话 随后又进去了 他一走 那打手就开始 一步一步地逼近胡亮 顾云东俩人不知道后面的事情 他一到南街 就开启了疯狂买买买的模式 手里有钱 心里不慌 再加上如今住在曾家 他根本就不需要防备什么人 在物店里面买了几匹布 又去杂货铺买了日常用品 只是县城里的杂货铺和府城比起来 真的太小了 东西也不全 看到首饰楼时 进去买了两个小金锁 给顾云书和顾云可的 他记得以前二房的小儿子就有一个小金锁 顾云书看到了还很羡慕 如今他看到这个肯定高兴 还有一个银簪子 给娘的 他生得好看 收拾干净了 就是个美人 再带点首饰 简直不要太赏心悦目哦 最后给自己买了对耳环 有钱了 他也是要臭美一下的 买完首饰 又去买了不少吃的 想到少青远 他顿了顿 去了打铁铺 让人给弄了个烧烤架 等个五六天就可以过来拿了 到时候给他弄个烧烤吃 七七八八一通买下来 都快要傍晚了 顾云东这才心满意足地坐着马车回村 尽管已经不早了 可马车一入村子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力 驾车的是冯大能 村子里不少人知道冯大能今早 跟着顾云东去彭府了 那还要多亏金月香满村子宣传 因此一见到是他 众人就忍不住围了上来 这马车是哪来的呀 是不是彭府的 冯大能还来不及回答呢 就被紧跟着跑过来看热闹的金月香 截断了话 什么彭府给的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呀 人顾云东去找彭少爷的麻烦 彭家还能给他们马车 我看呀 这是被彭家打了一顿打死了 冯大能顾了马车把人给拉回来了吧 众人哗的一下就往后退了两步 都瞪到了眼睛 有些惊恐地看着马车 就仿佛里面随时都会有 鲜红的血液流出来似的 这金月香啊 满嘴胡说八道 人彭府就算再横行八道 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把人打死还让我拉回来了 偏偏村子里的人都相信了 就连随后赶过来的陈良 也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痛心疾首地开口 真 真里出事了 哎呀 我说大能啊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你说你 你 话还没说完呢 这边顾云东缓缓地撩开车帘子 笑眯眯地看着众人 这马车确实不是彭府给的 是我自己买的 火 众人又奇奇地倒退了一小步 金月香脸上得意的笑 瞬间僵住 瞪大了眼睛看着顾云东 你没事 这话说的 我能有什么事 你不是去找彭府的麻烦了吗 你听谁说的 我亲耳听到的 明明是冯大能找你说什么图纸 被彭少爷给拿走了 还不准你盖房子 你就去找彭府 要说法去的 哦 原来是他在偷听 哦 神家彭少爷 只是说我这图很不错 借走去看看 正好我今天要去现场买东西 就算并把图纸给拿回来 怎么到你嘴里 就成了我去彭府要说法了 这话 你敢当着彭少爷的面说吗 没错 云东想买一辆马车 正好我比较熟 就拜托我帮忙挑选一下 正好也去彭府拿图纸 金月香啊 你怎么能歪曲事实 还到处散播谣言 闹得人心惶惶吗 我听错了 没有啊 其他人却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就说嘛 要真的像金月香说的那样 人冯大能和顾云东 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吗 果然不能太相信大嘴巴的话 陈良也松了一口气 这才将注意力转移到那辆马车上 哎 这 这是匿埋嘞 顾云东从车上下来 想着有了马车也方便点 下次再去县城 也不用靠这两条腿了 哎呀 顾家果然是有些假敌啊 哎呀 顾家丫头呀 你这马车看着很不错呢 这马看着就健壮 车枪也结实 还大 这以后咱们去县城 也能得个方便不是 顾云东看向那人 一个中年男人 不认识 但他很不喜欢这种 当着所有人的面 想让你吃闷亏的话 因此 他笑眯眯地看着那人 是我家方便 和你没有多大关系 这小丫头可真不会做人 咋 乡里乡亲的 谁需要帮忙 你连接个马车都不肯 肯啊 去先离子二十万 明码标价 免得一个个的都想来攀交情 占便宜 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吗 你这也太心黑了吧 大家都是同个村的 你居然还收钱 大家伙说 是不是 咱们坐牛车去县里 一人也才三文钱 哟 原来你还知道 坐人家车是要给钱的啊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呢 贤贵你可以不做 我买马车是为了我自己 又不是为你 哎 行了 认这马车一看呢 就不便宜 整个村里这么多人来 这个要坐坐 那个也要坐 那还让不让人请进了 哎 马车又不是公用嘞 哎 我看收钱这方式啊 就听好嘞 哎 坐得齐嘞 你就坐 哎 坐不起啊 就去坐牛车 这么多年来 也都过来了 那咋嘞 那人家顾家买个马车 你为了推就都断了 这些话 我说出来 就有点瞧不起人的感觉 村长说得正好 果然 周围原本还想起哄 占点便宜的人 这会儿都有些 扫得慌 尤其是刚才说话的周年男人 只能低垂着头 嘟嘟囔囔了两句 这时 顾云淑带着曾家姐弟 飞奔过来 大姐 大姐 你终于回来了 咱家乖不乖 挥着呢 大姐 你坐马车回来的吗 不 这是咱家的马车 大姐今天买的 以后你想去哪 就坐这车去 真的吗 咱们家的马车 对 大姐带你回家 坐好了 顾云东想让曾家姐弟也上去 两人却已经往前跑了 顾云东无奈 只能跟村长打了个招呼 时间不早了 我娘还在家里等我呢 就先回家了 会吧 会吧 这折腾一天了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村也终于游了第一辆马车来 作为村长啊 我也是欲游容颜啊 冯大能牵着马车往里面走 后面还是跟了不少村里人 虽然不能坐 但是能看啊 薄薄眼福也是好的 顾云东也不管 到了曾家 他先将顾云叔抱了下来 小家伙立刻跑到那匹马面前 冯大能拦着他不让他靠近 免得惊着了 顾云东也叮嘱了两句 这才抬脚进门 没想到一进去 迎面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顾云可的小身影 小姑娘眼眶红红的 像是刚哭过的样子 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是哥哥 哥哥坏 我也要去接大姐 他都不等我 他自己跑了 气死我了 顾云可年纪小 之前又是营养不良 别说跑步 走得快一点 都是亮亮呛呛的 顾云叔都没注意 就飞奔着去了村口 接大姐了 小姑娘气得狠狠 跺了两下脚 我以后都不理哥哥了 话才说完呢 顾云叔已经兴冲冲地 跑进来 小妹 大姐买了一辆马车 真没外 快去看了 我要看 我要看 然后小手 很自然地握住了 顾云叔的手 两人开开心心地 又出了院门 你俩高兴就好 他摇摇头 这才起身 看向站在一旁的 杨氏和董氏 杨氏双眸 也是亮晶晶的 娘想看就去看吧 不过 不要太靠近马屁股 杨氏就跑了 董秀兰这才走到他身边 你没事就好 清元早些时候回来的 说你那边的事情都解决了 彭府也不会找你麻烦 可你这一直不回来的 我总是放心不下 董依不用担心 如果没有把握能解决问题 我不会冒神冲上去的 你说少清典回来了 他在隔壁吗 应该是 你在县城见着他了吧 见着了 他还帮了我一个忙呢 我说的没错吧 清远呢 是个不错的孩子 正说着话 顾元叔又进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 大姐 这是你给我们买的吗 刚才冯叔说 马车里面有不少东西 要卸下来 他就去帮忙搬东西了 没想到一钻进去 就见到红彤彤的 好几串糖葫芦呢 他还好 那边 顾元可已经舔掉一半的糖了 车里应该还有好几串 你给增业他们一身一串 再留两串给冯叔带回家去 顾元叔便又风风火火地跑开了 顾元东出去的时候 冯大能已经将马车里一半的东西 都给卸下来了 而旁边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一手拿着一串糖葫芦 一手去拎地上能拎得起来的小物件往屋子里挪 顾元东扶了扶鹅 赶他们去一旁吃东西 自己和董事将东西都拿回来了 曾家的院子不大 但之前他们有过一个养猪的棚子 现在虽然不养了 整理整理还是能让马儿住进去的 冯大能原本想让顾元东将马车放在他们家的 可顾元东看着几个小孩围着马车 根本就不愿意走的样子 还是算了 冯大能回去了 顾元东这才开始整理买来的那堆东西 他买了不少布 看到其中一块藏青色的布时 当时下意识地觉得很适合少青远 顺手就买了 这会儿看看这块布就有些发猛 这个不好送出去吧 算了 以后再说 刚想要放好 董秀兰进来了 云东 青远早些时候送来了两只野鸡 晚上是不是都做了 哎 这布料看着不错呀 是给云叔的吗 是不是颜色太深了些 不是给云叔的 是给我爹的 买布的时候把全家人都算上了 现在才想起来 我爹不在 你们肯定会很快就会团聚的 你还买了这么些布啊 你要是信得过沈子的手艺 沈子帮你美人做一套 那感情好 沈子绣活好 做衣裳肯定不在话下 不过可得说好了 是要给工钱的 不能占沈子的便宜 这咋就是占便宜呢 你看你来了之后 咱们家几个都吃了你多少好东西了 你去县城一趟回来 还给月儿他们买糖葫芦吃 沈子这心里不知道多感激呢 就做几身衣裳也不费什么功夫 就这么说定了 说完 董秀兰不等他拒绝就出去了 顾云东失笑摇头 倒也没强求 他稍稍地整理了一下后 便去厨房料理那两只野鸡了 说好了给邵清远 做一只盐菊鸡 一个辣子鸡的 两只鸡都被董秀兰处理好了 顾云东动起手来便快得多 除了两只鸡之外 他在县城里还买了其他菜 烧完了便让顾云叔给隔壁送过去 顾云东吃完晚饭 便开始坐在椅子上琢磨事情 如今图纸拿回来了 彭家那边是不会来找自己的麻烦 他手头除去盖房子和买马车的钱外 还有差不多两百三十辆银子 在别人看来是很多了 可对于顾云东来说 却是不够用的 不说他没有良田这种固定资产 就说他还要送顾云叔去读书 还要寻找顾大江 还得给杨氏治病 这一桩桩的都是烧钱的活 想省都省不了 良田是要买吉姆的 他自己不会种也可以租出去 云叔上学堂还不急 听村长说镇上的那家学堂 说学生是要六岁以上的 云叔要等过了年才到六岁 这个可以先打听着 至于顾大江 等房子盖好后 他要亲自去一趟庆安府 当初说好了在庆安府会合 顾大江若是还活着 肯定会去 但庆安府乱过一阵 这后边的事情就说不准了 这个年代没有手机网络 要找个人实在太难了 还有杨氏的病 其实这才是顾云东目前最担心的 他生怕他脑子里的淤血 扩散开来后加重病情 但愿宋大夫能早点回来 窗子忽然传来轻轻的叩鸡声 顾云东从床上一跃而起 立刻走到窗边 谁 我 上修远 稍等 他从屋子里出来 果然看到男人在月色下 格外高大俊朗的身影 妈蛋 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 好像都在这半夜三更的场景下 好像在私会似的 严局鸡和辣子鸡都很好吃 多谢 说好了你帮了我的忙 我就将好吃的给你 再说你打的野味 我们也吃了不少 所以我过来 还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 少庆远便弯腰 将放在脚边的一个布袋子 提起来逼过去 顾云东这才注意到 他脚边还有东西 剩什么 白蜜 我明早就要带那位柳少爷进山 答应他要打大虫 就得进深山 可能要过个两三天才能回来 所以得带一些干粮 镇上的那些馒头大饼太难吃了 想让你帮忙做点 大虫 老虎 你要去打老虎 你以前打过吗 打过 有次他进深山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猎户被老虎咬伤 逼得差点走投无路 是他动手把老虎给放倒的 后来那老虎老猎户处理的 卖的钱给了他大头 可你这次还带着那个一无是处的柳少爷 不是拖后腿吗 顾云东 觉得他这个决定很不明智 他若是要打大虫 一个人进山遇到危险 反而好脱身 但带着那么个富家少爷 顾云东有种 他们要去找死的感觉 他非要跟 真是个作死 还要拉着别人一起的败家子 有些后悔白日 只收了他五十辆银子了 我看到说你把神打晕 直接扔到树上去待着比较好 我是这么打算的 看他已经决定了 顾云东也不好说什么 他接过白面袋子 等会儿 我现在就给你烙饼 这个天气放个两三天也没问题 回头你升个火 热一下就能吃了 对了 你能吃辣吧 我给你弄个辣酱 确实会冷和一些 少青远看他扭头回厨房 忙忙碌碌的样子 嘴角忍不住微微地弯了弯 好 顾云东的动作轻得很 董事他们睡得熟 离厨房也有点距离 门一关 就隔绝了大部分的声音 少青远虽然厨艺不好 但生活还是能生好的 两人一人站在灶前 一人坐在灶下 画面竟然说不出来的和谐 顾云东揉好面 才问起他白天的事情 那个什么崔姨娘掉进水里 狼狗口吐白沫的事情 都是你的手笔 当初他和他说好了 让他过个两课中 就在府里制造两场混乱 最好是跟彭仲飞息息相关的 而且是那种让人一看就以为是做多了坏事 得到报应的倒霉事 结果接连发生的两件事 让彭仲飞对他的说辞深信不疑 崔姨娘那事和我无关 狼狗是我的手笔 少清远原先是想去给彭仲飞的书房放把火的 可惜还没动手呢 就发现那彭仲飞的原配 要对付得宠的姨娘崔氏 少清远冷眼旁观 妻妾相逗 等到下人去锦兰院禀报彭仲飞时 他就去找了那条凶残的狼狗 见到少清远时 那条狼狗直接就对着他露出尖牙 想要上来撕咬 被他一脚给踹开了 然后这个外墙中竿的狼狗 就口吐白沫了 顾云东听他说完 忍不住想笑 他动作很麻利 少清远问他怎么拿回图纸时 他也把该说的说了 两人合作 也没什么好瞒着的 等到所有的大饼都做完了 顾云东才拢一拢 全部交给了少清远 时间有限 他只能做这个凑合凑合了 少清远提着装着热乎乎的大饼 和辣浆的布袋子准备走 顾云东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忙又叫住他 等会儿 顾云东跑进自己的房间 很快又出来了 手里拿着那把弩 这个借你用 不过打完老虎的银两 得分我一成 不是我狠啊 我这可是好东西 你见过的威力一大 保命的家伙 少清远低着头 看着手里的弩箭 微垂直的毛子 仿佛有光闪过 他的手指微微地收紧 片刻后才抬起头 给你两成 这人太伤道了 少清远这才走了 只是那背影 无端地让人觉得 更加高大了 顾云东这才收拾收拾厨房 去睡 自日一早 整个永福村 又变得嘲嚷起来 这会儿正是农闲 大半的人都在外边没事 闲唠嗑 于是便看到了 一早就飞快 驶过来的华丽马车 村口的人 都刷得一下 站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这事 昨儿我顾家买了马车 今儿谁又买了 话音刚落 就听到赶车的小思问 大哥 少清远家怎么走 少清远 C啊 咱村没这人哪 你们是不是饶错了 啥 没这人 这里不是永福村吗 私永福村 但确实没人叫什么 少清远 你仔细说说 那人长沙样 可能是隔壁村 我帮你问问 哼 问问 问啥问 周氏简直听不下去了 端着洗衣盆子挤进来 忍不住对着一伙人翻白眼 才对那小思说道 你们找少清远啥事 别是找麻烦的吧 车帘子撩开 露出柳维的脸 我找他帮我点忙 他是这个村的吧 这不是那天 跟在方氏母女后面的公子哥吗 看来不是找麻烦的 稍清远的家呀 在那边的山脚下 你过去看到一个正在建的房子 再往前一点点就是了 那不是狼崽子的家吗 狼崽子 哎呀 对呀 狼崽子好像是 是叫少清什么来着 哎呀 这叫习惯了 都差点忘记他本来的名字了 柳维到了县 让小思赶着马车去少家 众人见他走了 还有些好奇地跟在后面 柳维没多久就进了少家门 原本跟着来的村民 却都距离他家有点远 只敢站在曾家门口议论纷纷 少清远一早就等着他呢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柳维一来连口水都没喝 就被他招呼着进山 东西带全了吧 咱们至少要在山里两天 他身边的小思柳安一听 还要待好几天 立刻就不干了 少爷 你 你不是当天就回来 少见多怪 咱们打大虫是要进深山的 怎么可能一天就回来 好了 你就乖乖待在少家等我回来 帮少清远看家 尽力点 房间里曾哥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就搭把手 可不许给我摆架子 怪不得早晨少爷出门 连车服都没带 只让我赶车呢 柳安欲哭无泪 只能遥遥看着两人渐行渐远 等得到消息的方氏母女赶来时 哪里还有柳家大少爷的身影 这柳少爷来了 怎么不嫌找我们呀 这直接就打听到了少家来了呢 唉 两人叹着气看向山脚的方向 其他村民见状 便纷纷地围了上来 之前不敢靠近少家 如今少清远走了 自然想要知道这柳少爷 是咋和狼崽子认识的 怎么就让他带着进山呢 说到这个方氏母女两个 就有些得意 要说那狼崽子会认识柳少爷 这还多亏了咱们家雨兰 大家伙也都知道呀 我娘家侄子前不久刚成了亲 这新媳妇呀 就是那柳少爷的娘 柳夫人身边的得宠丫鬟 心腹和咱们家雨兰关系好 这不去柳家见柳夫人的时候 就带雨兰也去了吗 雨兰听说柳少爷 在找前不久打过两只野猪的猎户 他想进山 可不得找个熟悉点的猎户吗 原来是为了找个香道啊 那你们没告诉柳少爷 那狼崽子的事 咋没说 可人柳家是什么人家 人柳少爷是什么人 会怕他一个狼崽子不成 我那侄媳妇说了 这柳少爷会功夫 不然还咋会啥人都不带 就敢跟着狼崽子进山呢 你们可别小看了人 那狼崽子带他进山 能得多少银子 这个方氏还真不知道 不过不妨碍他能想啊 因此顿了顿 方氏便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晃了晃 肯定得是这个数 二两银子呀 那是柳少爷一向大方 说起柳家 方氏母女两个 真的是滔滔不绝的 一旁的周氏黑着一张脸 转身就回家了 他二儿媳宋氏也在人群中 见状急忙跟了上去 接过自家婆婆手里的木盆 也不知道有啥好高兴的 侄子娶个伺候人的丫鬟 也值得他这么得意 他都咋想的 还拿出来到处说 不知道他是个寡妇吗 你看看他身边围着的 那些男人 哎 简直丢了咱老臣家的脸 娘 你别气 二婶子说了 等以后雨兰妹妹 嫁到吴家后 她也跟着去镇上住 咱们将来见的面也不多 还到镇上住 她手里能有几个钱 到镇上啥不用钱买 说不定啊 有得找咱们借 借了就不会还 再说了 你看看他刚才 那小家子气的样子 人柳少爷给二两银子就大方了 人顾家的云东啊 给你爹东 他瞬间停住不说了 这话不好在外头说 让人听了也不好 只是想到方氏那表情 周氏就浑身不得劲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家门 刚进去 就见牛蛋飞快地往外冲 周氏叫都叫不住 哎 你小子 一大早地去哪啊 牛蛋运气好 才刚上了几天学 就遇到了休暮日 还能去哪 肯定是去顾家了 上回在顾家吃了一次饭后 就嫌弃我做得不好吃 说吃肉跟吃草似的 孙儿哥下学回来 就往着顾家冲 云叔还翻了他一根糖葫芦 现在呀 他是巴不得住在顾家了 周氏愣了一下 刚想说什么 外边忽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号声 这声音陡然尖锐 将正说话的婆媳两个 吓了一大跳 周氏忙往外走 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陈良也从里屋出来 几人一起来到了前院 就见到金月香哭天抢地地坐在壁上 岁长 我家的量子遭了大难了 这两条腿都被人给打断了 陈良几人大惊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见胡亮气弱油丝地被抬进了院子里 胡亮看起来很糟糕 身上的血腥味极其重 闭着眼睛昏睡着 陈良忙走近几步 哎呀 这到底是做什么回事啊 这事已打了呀 金月香立刻指着后面一个被胡家兄弟压着的男人 就是他 量子就是跟他一起回来的 那人气愤地震了震 没震开 脸色铁青 你们真是分不清好歹 我好心把你们家儿子送回来 你们倒是讹上我了 呸 早知道 我才不管你家儿子死活 金月香咕噜一下爬起来 冲过去就要抓那男人的脸 你说什么 你给老娘再说一遍 陈良忙叫媳妇和儿媳妇拦住他 哎哎 你敢说吗敢说吗 话还没说清楚 你懂什么时候啊 随即他看下那个男人 哎 这倒电是做什么回事啊 陈良说 我是隔壁村的阿宽 我爹是蒋房 你应该认识 我这段时间在县城里做活 今儿一早 就看到胡亮被扔在巷子里满身士气 我也不知道发生啥事 想着大家认识 就好心把人送回来 谁知道把人送到胡家想走 他们一边去请大夫 一边假惊惊地招待我 等大夫说他的双腿保不住以后 这胡家居然不让我走 还说是我把胡亮打成这样 他让我赔钱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早知道 我不管胡亮死活 不是你 你能这么好心把人给送回来 我家亮族可怜呀 怎么就碰到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人 你这个傻千刀子 你要被天大雷劈的 被天大雷劈也是你们胡家 养出这么个就知道偷鸡摸狗的儿子 活该他这个下场 孙长 孙长你听到了吗 他这是承认是他干的 周氏和宋氏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人哪句话承认了 陈良懒得理会他 只是问阿宽 那你知道他是被誓打成这样的吗 阿宽顿时就不说话了 陈良一皱眉 见金月香又想闹 猛地瞪了他一眼 哎呀 阿宽你尽管说呀 我 我跟周围人打听我了 他们说 胡亮是被彭扶的人打断腿的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金月香也被噎了喉咙似的 刚才这阿宽根本就没说这个 至少亮子醒过来自然就知道 怎么可能会是彭扶的呢 那彭扶给我们家无冤无仇的 凭什么打断我儿子的腿啊 金月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 阿宽势力单薄 他虽然悲痛心疼亮子断了腿 但还是在两个儿子的怂恿下 扣下阿宽想让他赔钱 但对上彭扶 金月香哪里敢找上门去 顾云东就是在这个时候 进了村长家的大门 顾云东是来找村长买粮田的 之前因为柳维的到来 曾家门口围了一大堆的人 一直等到方氏他们都走了 牛蛋又跑过来找云书玩 他知道晨凉这会儿在家歇着 便找过去打听哪里有粮田卖 而如今看着院子里的情形 他似乎来的不是时候 村长 我待会儿再来 陈良对着他点点头 顾云东便转身要走 金月香却陡然反应过来似的 猛地跳了起来 指着顾云东 是他 一定是他干的 说到儿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彭府 他就只能联想到昨天 同样去了彭府的顾云东了 他儿子出事 绝对和这臭丫头脱不了干系 我就是个过路的 跟我有个沙子关系 这运动 打你儿子做什么呀 你们家赔了他无量因子 这运动也说过 这事就倒次未知啊 这个金月香 你看人家小姑娘不顺艳 就什么脏水丑水 都往人家身上泼来 你还能不能做个人了 就是他 村长啊 真的是他 我们家两子 听说这臭丫头去找彭府三丈 他就跟着去县里 想找彭少爷 结果这一切就没回来 七个早上被送回来 就没了腿 不是这丫头干的 还能有谁 所以你类意思是 是胡亮先要害运动了 再不是没害成吗 反而是我家亮子 弱得这副样子 你可是我们永福村的村长 你可得为我们家亮子做主啊 一旁的胡家兄弟对视了一眼 也说道 亮子这后半辈子都毁了 以后都养活不了自己 他顾云东 咱们也得赔个一百浪银子才行啊 想得挺美的 怎么 也想尝尝被我拿鞋底子抽的滋味 胡家兄弟猛地闭上嘴 不敢说话了 之前他们虽然没亲眼见过顾云东的举动 但也听了不少 尤其爹娘直接一脚就被人踢飞出去的事件 那边阿宽也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都说了 是彭府的人做的 人彭府放出来话来 胡亮偷摸进府偷了东西 被彭府的下人当场捉了个正着 这才把人打成这样的 听到没有 你们要是还觉得是我打的 那行啊 咱们去彭府说道说道 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反正我家有马车 进县城方便 不过说好了 要是你们冤枉我 那这次就不是五两银子能解决的事情了 想想清楚啊 他说着看向胡家兄弟 两人忙扭过头去 错了错了 就算讹诈阿宽 也比讹诈顾云东来得容易 就在这时 胡亮终于睁开了眼 模模糊糊间 仿佛听到了自家娘的声音 歪了歪头 金月香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忙冲上去叫 亮子 亮子你咋样了 你告诉娘 这到底是咋回事 胡亮清醒过来 便立刻痛得满头大汗 当即痛哭流涕 娘 娘 我的腿没了 彭家把我的腿打断了 这下可好了 现在别说 金月香可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 看到自己的老儿子醒了 又证实真的是彭府做的 这心里就有些慌 急忙问道 咋回事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 彭府的人好端端的 咋会打断你的腿 你真去人家家里偷东西了啊 你真是糊涂呀你 那彭府你也敢摸进去 你这以后可让你要咋办呀 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胡亮身上痛得很 被这么一哭 更是暴躁得不行 我没死呢 你别好了 金月香瞬间就被人掐着脖子一样 开不了口了 顾云东忙憋住 免得笑出声来 刺激了他们一家子 陈良觉得头疼 上前两步 站在胡亮的面前问道 你说说清楚啊 尾莫彭府要打断你的腿啊 那你到底是做了书吗呀 为啥 我咋知道为啥 我就在彭府后门 转了两圈 被人给打晕了 醒来就在彭府里面 后面那些彭府的下人 就抓着我打 说我偷东西 打完就把我给扔出来了 这还不算完 回头还把我的腿给打断了 我根本就没做什么 不然你自己去问问彭府的人 村长 你听到了啊 你可得给我们家量子做主 哎呀 做主 做啥主啊 哎 你听听他说的那些话 但是一句真话没有啊 说嘛就 就人搭云了 行赖人就在彭府了 这打败田了 见鬼了 还做主嘞 哎 你们也敢说呀 一切的忽量 投鸡魔狗里时候 怎么不想着让我做主嘞 我可告诉你啊 他自己投了东西 被人抓了个忍住 这被打断推都是请了呀 那又本事 你自己带着你两个儿子 去找彭府 说道说道歉 看到村长点到自己 胡家兄弟下意识地 退了两步 对金月香说道 娘 这 这量子都这样了 以后你跟爹养老 就只能靠砸 要是 咋兄弟两个 也得罪了彭府 被打成这样 咱家日子过不过 再说 这本来就是量子理亏嘛 我咋理亏了 我 啊 胡亮一激动 扯动了伤口 一口气没上来 又晕过去了 陈良不耐烦了 尤其看到胡亮身上的 血又渗出来 忙挥了挥手 哎呀 行了 你们赶紧把人摊回去 给赵大夫啊 好好治治 量子什么样的人来 你们不知道 啊 他兄弟 目说错 本来就是塔利魁 还闹什么呢 金月香是被自己 两个儿子说的话 给吓着了 虽然腾胡亮 这个老儿子 但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 老儿子都这样了 总不能以后 养老都没着落吧 再说了 他心底里 其实也觉得 是胡亮在撒谎 肯定是进了 彭府偷东西 被人赃并获了 村长都这么说了 肯定是不打算管了的 他只好让两个儿子 排着胡亮回家 哎 这胡亮啊 就是被他叠酿 给重生这样了 这每次做错了事啊 这不搭不骂 也不就训 还护着 跟个烟柱子似的疼着呀 哎呦 现在好了 别人傍着他 教育他儿子 怎么做人了 哎 你们也记住了啊 可千万别把牛蛋 养成他那副模样啊 周氏和宋氏都点点头 阿宽件事情已经解决 便提出了告辞 陈良表示很抱歉 耽搁了他时间 阿宽倒没什么 不讲道理的是胡家 和陈良又有啥关系 他一走 陈良才看向安静地 待在一旁的顾云冬 脸上瞬间就带了笑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云冬来 是有啥事啊 我是来找陈伯买田的 你打算买田了 要多少啊 要那种田呢 想先买个史莱姆 最好是上等的良田 我可打听过了 一亩良田 大概要十两天子左右 十亩也差不多了 这可不容易啊 你来里弯 直欠倒是有寄亩良田 只是被那王家跟何家 给卖走了呀 王家跟何家都是桃荒过来的 两家虽然房子还没盖起来 也没打算盖得有多好 但地是第一时间就悬摸上了 顾云冬一开始 却没想到这些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区别 陈良倒是想过要提醒他 可一来是那两家动作快 顾云冬没来就已经买了 这二来嘛 顾家的情况不一样 没壮劳力 还有几个小孩需要照顾 恐怕也是疼不出手 这样啊 我之前也没想到 石墨良田并不好买 那陈伯先帮我看看 有的话就通知我 银子我先备着 行啊 我帮你留意着 顾云冬到了县 这才出门回家 只是刚走到前院 就被周氏给拉了过去 顾云冬眨了眨眼 有些不紧 却见周氏拿了个纸包出来递给他 这是你陈伯 昨个在镇上买的干桂圆 你拿回去 煮着吃 当零嘴吃都行 婶子这是做什么 这我不能收 你赶紧拿回去 好好的干嘛做我吃的 给你你就拿着 我都不知道牛蛋那臭小子 这两天都跑到你家 去蹭吃蹭喝的 听说还专门去吃肉的 哎呀 他娘也真是的 今天才告诉我 这桂圆啊 你拿回去 不然 婶子要生气的 顾云冬愣了一下 总算明白过来 一旁的宋氏 微微低垂着头笑了笑 他其实是故意 今天跟周氏说的 他是当人儿媳妇的 家里做不了主 好东西也不在他手上 就算在他手上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送出去 好在他婆婆是个名理的 知道不能白白占人便宜 这不就把桂圆拿了出来 宋氏对顾云冬挺有好感的 尤其是牛蛋回来 说到顾家人时那欢喜的表情 之前要不是顾云叔跟牛蛋玩在一起 那臭小子还不乐意去读书呢 听说被先生表扬 也是因为顾云叔的关系 顾云冬盛情难确 到底还是拿了桂圆回家 刚到曾家 就远远地看到方氏母女两个 在山脚下徘徊 顾云冬想到这母女两个 对柳薇的热情 只觉得有点辣眼睛 说别是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吧 他摇摇头 扭头进了门 刚进去 就听到院子里 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就见云叔云可 曾家三兄妹 还有牛蛋 都站在马棚前面 手里拿着一小把甘草在喂 而柳薇的小丝柳安 就站在旁边 一边说 一边大惊小怪的 不能喂太多 他吃不下 可可 你拿第几把了 顾云可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伸手比了个三的手势 我才拿第二把 他很饿的 你别胡说 我一晚上都没吃 第二天肚子吃 就咕噜咕噜咕噜的 你是人 他是马 所以 你就欺负他吗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是看到这小姑娘手上 拿着一块 香喷喷的油饼在吃 有点嘴馋而已 可为什么 到最后我要在这里 要给一群小孩 讲解如何养马的要点 我是小丝 不是马夫 更不是奶妈子呀 顾云东在一旁 看得有点想笑 尤其自打顾云可 说了那句话后 其他几个小孩 都纷纷用谴责的表情 看着柳安时 牛蛋更是语出惊人 我听说那些大湖人家的人 都不把马当人看 你也说了他是马 当然不能当人看 像我们庄后人家就不一样了 对牛可好了 啥好吃的都给牛吃 牛蛋家有一头牛 他爹和他爷爷都宝贝着呢 几个小孩听了都点点头 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要怎么说 才能证明自己的爱马之心 顾云东倾咳一声 笑着走上前 顾云可手里还拿着甘草 挥舞着就跑过来了 大姐 大姐 柳安欺负咱们家的马 现在是连哥哥都不叫了吗 人不如马 顾云东拿过他手里的甘草 放到一旁 柳安没说错 马的 肚子很细 所以不能多吃 咱们喂马的时候 最好是把甘草料切短 泡软 或粉碎掉 这样马才能吃得开心 就像可可一样 太硬太大的饼 就吃不下对不对 嗯 大姐说的对 摇矿的时候呢 还可以牵着马去溜溜 我们现在就去 大姐说不能吃太多 大姐说的肯定没做 顾云东就扭头看向柳安 柳安 那就麻烦你了 哎 我真的不是老妈子 可想到自家少爷 离开前说的话 还是任命地带着一群孩子 出门了 然后村子里的其他孩子 也跟着来了 当天晚上 少清远和柳维 果然没回来 方氏母女两个 在山脚下等了许久 最终只能遗憾地回家去了 只是第二天 两人又弃而不舍地 去了山脚 这次 倒是还知道打掩护 拿了篮子 假装摘野菜 顾云东还不知道 他们俩的行为 次日醒来时 已经有些晚了 总是几人都出门了 他慢吞吞地走到院子里 没想到 就见到顾云叔一个人 拖着塞坐在马棚前 嘀嘀咕咕地 不知道在说什么 顾云东有些诧异 慢慢地走到他身后 哎 飞风 我今天不能带你出去溜溜了 柳安哥哥说 他回县城有事 孙家哥哥姐姐都下田了 牛蛋也去学堂 娘去河边洗衣服 我一个人拉不住你 所以只能陪你在这边 说说话 追风是他们昨天 给这马儿起的名字 当时柳安给了一堆 马儿的名字给他们选 只是有些太复杂了 对几个小孩来说 都听不太懂 最后感觉追风 听起来跑得很快的样子 就决定是他了 你要乖乖的 这样我就每天去打草 回来跟你吃 以后还跟你娶媳妇 收小马居 大姐说 等我们家房子建好了 你还能住一个大大的马厩 可恕他了 对了 昨天牛蛋交了两个 我不认识的字 你想不想知道 你肯定想知道的 毕竟你是被我大姐看中的 一定是个非常好学的马 我马上写给你看 顾云叔说着便蹲下身 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 写完了 还歪着头在那边 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擦掉后又重新墨写 顾云东在他后面 看了好一会儿 见他小小的身影 蹲在地上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云叔来永福村的时间短 如今玩得好的朋友 只有牛蛋和曾乐 牛蛋要上学堂 曾乐虽然年纪小 却也每天都要干活 今儿一大早 就跟着哥哥姐姐一起下田了 其实 云叔以前在老顾家也要干活 看着曾乐去忙 他也想跟着去 可董事哪里会让他帮自家做事 死活拦着让他在家休息 连后院养的那些鸡都事先喂好了 院子也打扫好了 顾云东想 他是不是该让云叔去上学 这孩子很喜欢读书 也很有灵性 就算镇上的学堂收学上 要六岁以上的孩子 但云叔有基础 有天赋 年纪也就相差几个月而已 或许夫子能破例收了呢 他们家现在还没盖好 家勤没有 田也没有 菜地没有 能干的活有限 去镇上的学堂试试 也未尝不可 想到这儿 顾云东上前拍了拍他的小肩膀 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做什么呢 顾云叔猛地回过头来 看到大姐急忙丢掉手里的树枝站了起来 大姐 我在和追风说话呢 说啥呢 说柳安哥哥不在 我不能带他出去散步了 那有什么 一会儿咱们去镇上 不正好可以走走吗 去镇上 咱们 嗯 一会儿等娘回来了咱就走 可可呢 在厨房吃东西呢 哎呀 大姐 你可要真的好好说说他了 再这么吃下去 真的会变肥牛牛的 他一大早就吃肉 这么一大碗呢 话刚说完 厨房里顾云可就冲了出来 小手推了他两下 臭哥哥 坏大 咬你 顾云都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顺手跌了边 嗯 小姑娘是比之前要重一点了 不过也没那么严重 跟那些真正吃饱穿暖的孩子相比 还不及格呢 好了 先回房换衣服 当两个孩子换好衣服出来时 杨氏也回来了 杨氏跟着董氏去过几次河边后 现在能单独去了 这边属于山脚 洗衣的地方和村子其他妇人有点距离 倒是不会太遇到人 杨氏也自在 等晒好了衣服 杨氏便也立刻喜滋滋地去换了一身衣裳 一家人套好了马车 顾云东让云书去隔壁和曾虎说一声 免得董氏回来找不到他们着急 随即才坐上马车 出发去了镇上 虽然几人都坐过马车 可之前那马车是租来的 现在是自家的 那感觉肯定不一样 一路上 除了坐在外面赶车的顾云东 其他三人都一脸兴奋 去镇上 走路需要一个时辰 坐马车就快得多了 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 顾云东虽然去过县城几次了 但镇上却是第一次来 这里自然比不上县城的繁华 但也很是热闹 顾云东先打听了寄存马车的地方 从马车出来的时候 顺便问了镇上学堂的情况 镇上一共两家学堂 一家就是牛蛋所在的地方 夫子是个四十多岁的秀才 和他的同生儿子 他儿子一般给刚入学的学生启蒙 秀才的学生年纪会稍大一些 还有一家学堂要比这一家大 教书的秀才有两个 但不同的是 他们家收学生是看钱的 不说树修的问题 就说笔墨纸燕也是要学堂统一买的 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 这中间肯定要收不少回扣 所以这家学堂 普通百姓都上不起 都是镇上家底还不错的人家去的 顾云东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第二家 这学堂连教书先生都这样 风气太差 因此打听了第一家的地址后 他就带着三人上门了 云书一开始还不知道 只是跟着大姐走 顺便看一看镇上的环境 直至站在一家名为文墨学堂的大门前时 他才诧异地扭头去看顾云东 大姐 怎么怎么来这儿了 我记得牛蛋就在这里上学 带你过来看看 怎么不想来 顾云书整个人都愣睁着 可那双水润润的毛子 却仿佛能发出光来 他想来 当然想来 牛蛋跟他说了不少学堂里的事情 他不知道有多向往 可他家穷啊 听说所有的银子都花在盖房子上 和买马车上了 读书可是要花大钱的 他不想再给大姐增加负担了 顾云书抿了抿唇 下定决心 刚想说自己不想来 一抬头 发现大姐已经上前跟门房说话了 不大一会儿 他就回来带着他们进了门 这地方也不大 根据牛蛋说的 他们有两个班 一个启蒙班 都是像他那样大小的孩子 还有一个班在另外一边 那些学生都是十岁以上的 是为科考准备的 顾云东带着三人一路走过去 能听到启蒙班那边朗朗读书声 隐约好像能听到 牛蛋的声音夹杂在其中 等快到堂屋时 忽然就听到转弯处 传来一道有些严厉的声音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看看你做的事 你又把父子的话听进耳朵里吗 顾云东搅和一顿 顾云可更是直接抓住他的手 有些紧张的样子 转角处的声音还在 这会儿响起的是另外一道 有些细细的又稚嫩的声音 父子 我只想 想帮家里干点活 我家现在困难 跌伤了手 地里的活就干得慢 我想 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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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什么 我早跟你们说过 你们是读书人 读书人的手 是握笔写字的 你看看你的手 现在粗糙成什么样了 你用这双手去翻书本 书也都能被你划破 这说的什么话 你家困难 其他人家就不困难了吗 你缺钱 你可以跟夫子见 你下什么地啊 你想帮衬家里 可以去抄书 夫子会阻止你吗 镇上抄书的学生太多 我自写的不算顶好 书店的老板 给的价钱太低 你自写的不好 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把这双 该拿笔的手 去拿锄头了 你是读书人 读书人就该做读书人的事 我每日里布置下来的课业 你都完成了 还有心思下甜 看来是书读得太少了 父子 我 好了好了 我不想听你说 这是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你给我好好读书 旁的事情都不要管 读书很有天赋 父子相信你 明年肯定能考个同身回来 行了 回去吧 那学生再没多说一句话 低垂着头走了出来 情绪看起来不是很高的样子 夫子随后也出来了 看到顾云东一家子时 微微一愣 紧跟着表情就不好看了起来 等那学生走后 他看一下门房 怎么回事 他们是什么人 怎么带到这里来了 老爷 这家姓顾 是想送他们家孩子来上学的 夫子看了他们一眼 又很快把眼睛挪开 醋眉道 家里男人哪 不是早跟你说了 有女眷过来 都带到夫人那边去招待吗 你是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了 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 传出去 你家老爷我还怎么做人 顾家能做主的 只有这位顾小姑娘 她父亲不在 夫人一早就出门了 所以小的这才把人给带进来 老爷可以考教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叫老爷做事了 认识字怎么了 认识字 也不能往老爷我的面前待 夫人今儿不在 就让他们改天再来 那夫子说完 猛地一扶秀 扭头就走 连话都没跟顾云东 几人说一句 顾云东嘴角狠狠地 抽出了两下 那门房心里也是郁闷 我就收了几文钱 才带人进来的 没想到会被老爷 训斥了一顿 你也听到了 走吧走吧 改日再来 早跟你说了 这女眷呢 都是由夫人招待的 顾云东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牵着顾云可转身走了 杨氏和顾云叔也急忙跟上 没想到几人刚走出来 迎面就来了两个妇人 其中一个还有点眼熟 想起来了 这不是在方氏家里 见到过的那个 亲家婶子吗 好像姓吴 当初听方氏说的 跟陈宇兰定亲的人家 确实是镇上的 顾云东不喜欢方氏 对这个吴沈的观感也一般般 因此就算认出来了 她也当不认识 越过两人的身边就要走 没想到那门房却突然出声了 她指着吴沈身边的另一个妇人 顾小姑娘啊 这就是我们家夫人 关于你弟弟上学的事情 可以先同我们家夫人说说 不用了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她对着那夫子的夫人汉守候 便领着一家子离开了文墨学堂 怎么回事 门房便将他们的来意说了 夫人皱了皱眉 没说什么 只是转身要走时 却见吴氏一直看着顾云东的背影 若有所思的样子 不由奇怪道 怎么 你认识 哼 见过一面 是前阵子桃花过来的 就落户在永福村 哎呀 这一家子可不是个好的 听说还占便宜 还有些不识好歹 你可得注意点啊 这样的人家要是进了你家学堂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家夫子啊 这怕都要着了他的道呢 那夫人微微变了脸色 他们家老爷是什么性子 他可是知道的 欲以腹部之变通 遇到有心机的人 何不就得吃亏啊 想了想 他对门房交代 以后再遇到那一家子 就别让人进来了 咱们学堂 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 品性很重要 啊 知道了 顾云东远远的 还能感觉到 吴氏那直晃晃的视线 就见了一次面的人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大量的 他暗暗地摇摇头 见到身侧的顾云书 低垂着脑袋 情绪低落的样子 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怎么了 到底啊 顾云书抿紧了唇 抬起头来 看了他一眼又一眼 好一会儿 才像是夏定决心地说道 我 我不上学了 为什么 那个夫子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他 他不让学生下地干活 我咱们家 就我一个男子汉 我责任重大 我要下地的 以后家里的活 我也要做的 顾云书仰着小脸 说得格外坚定 顾云东愣住了 看着他紧绷的小脸 感觉整颗心都软了 他蹲下身 视线和他平起 嗯 那咱们就不在这里上了 大姐 我知道我太人性了 明明你是为了让我上学 那么辛苦 不但跟牛蛋打听了不少 关于学堂的事情 为了接送方便 买了马车 还千里迢迢地 亲自跑到学堂 来找父子 之后还被父子 给说了一顿 我辜负大姐的一片好心 我不好 宝贝 虽然我知道 你很能帮我的 所作所为 找各种理由 但这次 是不是有点过了 跟牛蛋 打听学堂的事情 确实是问了你 买马车 真的只是我自己 方便而已啊 而且从永福村到镇上 还称不上千里迢迢 云说 大姐赞成你不在 浙家学堂上学 不是因为你太任性 而是大姐觉得 这个夫子太过迂腐 跟大姐的观念 完全相左 哦 以前弟就说过 读书科考 要经过重重考试 才能成为同生 秀才 举人 近视 而每一次的考试 都需要待在 窄小 逼色的考棚里一天 甚至好几天 这种环境下 别说手无腹肌之力的书手 就算是身强体壮的壮士 都不一定能坚持下来 你看那夫子的样子 是不是白白 静静瘦弱的 仿佛风吹击倒 他的这些想法 根本就是误人子弟 调停在美年的五月 还受了天价 鼓励学子回家 下地割脉 怎么到了那夫子的眼里 这就是学子不该做的事情了 他都怀疑 那夫子到现在还是个秀才 就是因为在考场里 身体不适 坚持不下来 而且这夫子那一副 和女人在一起 就感觉玷污了 他清白式的表情 简直辣眼睛 他是以为自己是香伯伯吗 他倒也不觉得夫子人不好 听他话里的意思 学生若是家里困难 他是会伸出援手的 不过就是理念他不认同罢了 还是找个合适的夫子吧 我以 那位夫子说的不对 文墨学堂 咱们就不考虑了 去看看另外一家学堂吧 顾云叔原本要走 一听这话 立刻就杀住脚步了 我 我不是说 哪家素修很贵吗 这些都是听来的 大姐觉得 判断一个学堂好不好 我亲自去看一看 怎么能知道呢 就比如这文墨学堂 之前听村长 吹得天花乱吹 哪儿哪儿都好 如今见了那夫子 才觉得道听途说 果然很可怕 顾云叔点点头 这才乖巧地跟在他身后 可结果 却很是不尽如人意 顾云东才刚和门房 说了几句话 对方就要求 先给一两银子 后来又恰巧看到 出门来的一个夫子 那目不斜视 不屑一顾的表情 简直让人想动手打他 那夫子看到 他们身上穿得一般 还让门房 把他们赶走 这种破学堂 白让我来我都不来 顾云东努力地 克制住自己 才没上前去揍他 带着三人走了 唉 我对他们 简直太失望了 小小年纪操心挺多啊 这世上又不是只有 这么几个夫子而已 镇上没有 那就去县城嘛 你奢望什么 去县城 对啊 顾云东首选考虑 镇上是因为距离近 来回方便 顾云叔年纪小 只是启蒙 在镇上还是没问题的 等他稍大一些 再去县城也可以 如今看来 他应该多了解 县城的学堂才是 走了几步才发现 身后似乎少了两个人 娘和小妹呢 顾云东没心一跳 忙扭头去找 随即松了一口气 还好就在三米外 没丢 他牵着顾云叔 转身回去 就见一大一小两个人 视线都盯着一个 卖离的小摊贩 我不饿 顾云克小姑娘 用力地抽了抽鼻子 我就闻闻 我不想吃 两人一边说着 还一边小心翼翼地 挪着步子 想离开那水果摊子 只是没成功 挪了半天 也才半米而已 倒是那个卖离的老头 在尽心尽力地挽留顾客 哎 这离啊 这离脆得很啊 水也多 香甜可口 卖两个回去 给玩尝尝吧 也不贵 都是自家种的 一文一个 顾云东已经走到跟前了 见状忍不住 扶了扶额 他空间里有水果 但除了上次 拿了几个苹果出来之外 就没再往外拿了 一个是住在别人家里不方便 另一个便是 这边的水果少 再加上季节的问题 如今成熟的水果就更少了 就像苹果 现成都没得卖 这梨倒是看着不错 他看了看面前的摊子 给了那摊贩三十文 挑了三十个梨 那老头母子大量 还送了他两个 顾云东拿帕子擦了擦 给了他们一人一个 杨氏喜滋滋的就咬了一口 顾云可小姑娘 却纠结着眉头 仰着脑袋看顾云东 我就是 我就是文文 嗯 我没想买 我可懂事了 嗯 是大姐想买 不过说好了 下次不准走着走着就停下来 就算想文文 也要先跟大姐说一声 知不知道 不然大姐没发现的话 你跟娘就要丢了 啊 下次我还是牵着小姑娘 让云叔牵着娘比较好 嗯 好 我乖 吃吧 小姑娘这才用力地咬了一口 甜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顾云东见天色不早了 学堂的事情也打听完了 在面摊上吃了碗面 便带着一家子回了永福村 顾云叔上了马车 才想起一件事来 大姐 那牛蛋还在文墨学堂呢 那夫子教得不对 会不会对牛蛋不太好 我得跟牛蛋说说 吃一吃 你就别说了 回头我跟村长说说 不过他觉得 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他是不认同那夫子的观念 但是这时代的大部分人 可能还是觉得他是对的 他们觉得既然是读书 那就要专心一致 要心无旁骛 不能被旁的事情影响 尤其是在农村 见识有限 更觉得学上 就应该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学习上 夏天 家里有父母 有爷奶 用不上你 顾云东摇摇头 赶着马车 很快回了永福村 董事在家 手里拿着顾云东 这边拿来的布 再给他们做衣服 见到他们进门 忙站起来 帮忙牵着马车进院子 等拴好了缰绳 他才小声地 对顾云东说 你们今天走了 不知道 胡家那边又闹幺蛾子了 因为胡亮老是找顾云东的麻烦 董事对胡家就不由地多关注了几分 还好这次不是找他的麻烦 顾云东把梨拿了出来 边往厨房走 边问 胡家又怎么了 今儿早上 胡亮醒过来大喊大叫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说起庄子也去过县城 而且胡亮被人打晕之前 跟庄子吵了一架 那金月香就跑到庄子家 非要说是人庄子害了胡亮 要他赔钱 这胡家想讹神想疯吧 见谁都要赔钱 说人把胡亮给打晕的 证据呢 伤口就乱咬 庄子家哪里啃 庄子当时就冲上去打胡家兄弟 要不是庄子他妹妹兰花机灵 去找了村长 不定闹成什么样呢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村长也生气了 这一天天的没完没了的 让胡家不准闹事 打断胡亮腿的是彭府 有本事去找彭家 要是再这么胡乱拍咬别人 就把胡家一家子赶出村子 胡家这才被吓到了 一家子灰溜溜地回了家 不过这下子啊 胡家和庄子家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别人怎么想的不知道 反正董秀兰觉得这样挺好 胡亮腿被打断 看他还敢不敢偷鸡摸狗地到处做坏事 没了他带头 庄子他们三个都安分了 顾云东把胡家的事情当个笑话厅 进了厨房洗了几个梨 切了之后就让董秀兰端出去给大家吃 随即便提着剩下的梨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让谁也别来打扰他 自己坐在床沿 静下心来开始翻找自己的空间 顾云东隐约记得 自己空间里有几本书是关于种植果树的 末世时大家都一门心思地收集关于吃穿方面的物资 书本这些东西反而被丢在一旁置之不理 顾云东当初也是 有吃的穿的用的就行 顾不上其他了 后来有一次在躲避丧尸的时候 藏身在一个小型书店里 身边有个队友感慨说 如果有一天末日真的结束 可这些书却毁了 那是不是很多知识也都要断层了 他说完这话 丧尸就进来了 顾云东情急之下 只来得及将身边的那一堆书给捞进了空间里 也因为那队友的话 顾云东不再只收集吃的穿的 偶尔会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之后为了生存各种奔波 顾云东也没有仔细翻看过这些书本 今儿可见到那卖梨的老头 顾云东便突然有了种植果树的想法 这边的水果种类并不多 价格低得低 高也高得离谱 就比如之前在府城见到的苹果 而且水果并不容易保存 就他今天买来的梨 其实从树上已经摘下来有些时候了 有一部分的皮都有些发皱了 但是他有空间啊 里面的时间静止 就算放个一年两年 都还是原来的新鲜度 到时候县城不好卖 他能卖到府城去 卖到更远的地方 就算卖不掉 他也能制成果酱果 谱果干这类容易储存的池食 正好这些他都会做 对他来说 最难的反而是开始的第一步 种果树 找到了 关于果树栽培禁术等 还有土质土壤问题和防护问题的 厚厚的两本书 顾云东觉得看完了都要过年了 而且单单靠两本书肯定不行 还得找专门种植过水果的人员 一起商量一起讨论嘛 还是能试一试的 不过果树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成熟的 一年能接果的 还算短的 在这之前 他只能去别的地方收购印记水果了 顾云东将书本重新放进空间里 这次倒是专门找了个角落 免得下次再找 随后重新拎起那袋梨出去了 他得试验个东西 看看有没有市场 然而一出门才发现 时间已经很晚了 董秀兰都已经在厨房烧晚饭了 他顿了顿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顾云东干脆先准备东西 他在院子里找了两截竹子 拿着刀就开始削 不大一会儿便削成了细细的十多根小棒了 顾云叔看到了 忙跑过来问 大姐 你像木棒做什么呀 明天你就知道了 顾云东不但削了木棒 还挖了不少模具 各种形状的都有 这下子连顾云可和曾家姐弟也好奇极了 围在他身边认认真真地看着 等到顾云东忙完 就发现身边围了一圈小孩 包括杨氏 他失笑 将东西收了起来 你们一个个干什么呢 沈子在厨房忙活着 还不去帮忙 几个小孩瞬间一哄而散 等吃了晚饭 天都黑下来了 邵清远和柳维还是没回来 柳安倒是从县城回来了 只是神情奄奄的 很难受的样子 顾云东猜他可能被骂了 方氏母女两个又摘了一天的野菜 无功而返 顾云东想笑 可他显然低估了这对母女的执着 四日一早 他出门去宅基地看再见的房子时 再次在山脚下看到了他们 那一块山脚的野菜都被你俩给踩突了吧 冯大能在他身边精神奕奕的 找这个速度啊 很快就能上梁了 你啥时候有空 去六太爷那边 让他给你挑个好日子 动宫的日子就是六太爷挑的 他算是现在永福村里 岁数辈分最高的长辈了 顾云东一边走进房子 一边点点头 我这房子能挖紧吗 你前两天跟我熟了以后 我就找的人过来看过了 前院不行 不过这后院倒是有全院 能发 我带你过去看看去啊 好 冯大能带着他去了后院 那边有个地方用木板围着 大概是做了个记号 就是这儿了 顾云东看了看位置 其实并不是很好 但有全院总比没有墙 有口水井也不用特意去打水 做饭洗衣方便不少 看完房子 顾云东便回了曾家 院子里没人 几个孩子又跟着柳安去遛马了 董事在厨房熬药 见他回来便提着药罐子 去了隔壁看曾湖 顾云东想到昨天自己准备的东西 立刻跑到房间去 将梨和木棒都拿了出来 直接进了厨房 他洗了几个梨 削皮后也切得碎碎的 再用纱布将汁水给挤出来 可惜没有榨汁机 不然也不用这么累 等把几个梨子都榨干了 再过滤两遍没有残渣了 便放在一旁备用 随即开始生火 拿出冰糖 麦芽糖 将梨汁和冰糖下锅 煮沸后加入一定的麦芽糖 这个温度要很高 顾云东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 熬了好一段时间 看看差不多了 才缓缓地倒入他 昨晚上做好的模具中 怕粘会拿不出来 他还特地在模具下面 铺了一层薄薄的油纸 随即拿出小木棒 这木棒被他削得极细 和棒棒糖的那种木棒 没多大区别 等都做好了 门口便传来了 叽叽喳喳的声音 紧跟着 响起顾云可那奶声奶气的叫声 好香呀 好香啊 大姐做好吃的 她说完 便朝着厨房飞奔而来 很快便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的糖果 小姑娘眼睛一亮 大姐 这是什么 水果糖 还不能吃 等它凉透凝固了才行 其实最好是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几个小时 只是这里条件不允许啊 不过如亲戚温丁也不用等太久了 那我 我帮大姐看着 行 那你看着吧 小姑娘非要自虐 顾云东也没法子 但她还是很听话的 说不能吃她就不会吃 这点 顾云东很放心 没一会儿 其他几个孩子也进来了 连柳安也一边抽着鼻子 一边往厨房走 什么味道 甜滋滋的 糖 见柳安伸手要去拿 立刻瞪着眼睛 气鼓鼓地看着她 大姐说了 这个不能吃 我就看看 你笨手笨小的 不能碰 柳安感觉被小丫头骗子给歧视了 还想辩解几句 顾云叔和曾家姐弟 已经和小姑娘站在一边 一起防备着她了 我好歹是刘府少爷的小厮 怎么整得好像我没见过失眠一样 顾云东已经离开了厨房 他摘了围裙 便去了六太爷家 正好今儿有空 先去把日子给挑了 明日他还得去县里一趟 六太爷家离村长家不远 他如今已经有七十八岁了 在这个年代 已经是很少有的高寿之人了 大家都说六太爷是个有福气的 家里儿女孝顺 如今他在村子里 也是德高望重的 很受人尊敬 六太爷知道 他们现在住在别人家里不方便 着急搬进新家 因此挑日子的时候 尽量挑最近的 顾云东拿了日子倒了谢 给六太爷留下一包软嫩的糕点 这才心情愉悦地出了门 谁这一出门 就见到方氏母女两个正往家里走 旁边还有个脸色非常不好看的周氏 顾云东耳聪目明 隐隐听到周氏不满的声音 家里又不是没有菜 你们就算想吃野菜 一个人去就行了 整天整天都围在山脚下干啥呀 你们家的鸡都跑出来了 猪也饿得直叫 咋的 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顾云东憋住笑 大步地往回走 没想到他刚走到曾家门口 就听到柳薇那夸张的声音 咦 这方氏母女的运气为您太好了 这才刚走 少青点和柳薇就回来了 顾云东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曾家的门打开 就露出董事有些焦急的神情来 云东 你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哎呀 青远受伤了 我给他拿点药过去 受伤 郭云东脚跟一转 也跟在董事的身后进了少青远的家 一进门 郭云东便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霍的一声 看来这几天 他们在深山里的收获还不少 这院子里不但野鸡野兔 两只傻袍子 还有一只老虎 果真给他们打到了大虫 这么大的老虎 少青远该不会受了很重的伤吧 顾云东收回视线 脚步匆匆地往李屋走 婶子 受伤了还是找个大夫来看吧 我 她说到一半 猛地住了口 对上了少青远那清零零的毛子 几日不见 少青远看起来仿佛就消瘦了不少 身上的衣服破破碎碎的 看起来有些狼狈 只是那双毛子 却依旧和以前一样 仿佛有光 不 感觉比以前多了一分侵略性 侵略 顾云东眨了眨眼 再看时 少青远的毛子 又变得冷清漠然起来 我刚才 看错了 我也说去看看大夫 我认识县城里安人堂的钟大夫 人家医术高明 肯定能给你治好的 你就别硬撑了 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 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受伤 我保证 下一次一定乖乖听话的待在树上 再也不会下来了 没有下次 这个以后再说 咱们先去看大夫吧 一点小伤而已 不用 他的肩膀上有血迹 好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深 看得挺精神地站在这儿 生命危险肯定是没有的 顾云东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邵清远不着痕迹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勾了勾 对柳薇说 你去烧水 我先回房上药 邵清远不是第一次受伤了 家里备着创伤药的 董事拿来的药是曾虎用的 对他没啥用 柳薇见劝他劝不住 有些懊恼 有些自责 哎 哎 柳安 你热水伤好了没有 你家少爷我身上都臭了 顾云东原本想要走到他们身边 问问他们进山的情况 文言立马后退了一步 你也太明显了吧 本少爷风华决蛋 你居然还敢嫌弃 他故意往顾云东面前走了走 顾云东操起旁边的一根棍子 就指着他 站住站住 就这个距离说话 柳薇鼻子都气歪了 好在柳安这时候跑过来 让他去沐浴 顾云东见状 还是跟董秀兰先回了曾家 等他们这边收拾好了 顾云东才过来 少青远还是穿着之前的那件外衣 破破烂烂的 顾云东皱了皱眉 他和柳薇都在喝粥 柳安在套马 看样子很快就要走了 顾云东当即坐在一旁问柳薇 我跟你打听个事 打听个事 哼 当初你对我满脸嫌弃 现在你说打听事就打听事 我们很熟吗 不理就不理吧 他扭过头和少青远说话 这么多猎物 你打算这么处理 这些野鸡野鸭就留在家里吃 都收拾出来存着 那套大虫柳少爷买下了 至于两只袍子 一个给柳少爷带回去 一个也留家里吧 好啊 正好我没有吃过袍子肉 顾云东眼睛都亮了 现在少青远的吃食 都是曾家这边拿过去的 他说留在家里吃 其实就是留在曾家 大家一起吃的意思 可这边话还没说完呢 那边柳薇猛的一个转身 手里的粥差点甩出去 不行 袍子都得给我 我特地跟着金山打猎 就是为了那袍子 那可是我给秦大哥准备的 顾云东依旧和少青远说话 大虫你卖了多少银子 我跟你说啊 这玩意儿全身都是宝 很值钱的 虎皮虎谷虎鞭 单独拿出来卖都不便宜 你不要被柳少爷给坑了 这张虎皮不完整 身上好几处伤口 毛色也不是很纯正 价格低了些 五谷虎鞭是按照药店的 收购价格给的 另外还有虎肉 喂 你们两个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我们要说的是袍子的问题 我输了两拖袍子我都要了 还有顾云东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会去坑少青远吗 他救了我 我是那种 汪恩负义的小人吗 秦大哥是谁 秦大哥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 三岁能吻 五岁能武 博览群书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他还是我朝最年轻的状元爷 十八岁就被先皇 清点为状元 而且他 你问这些做什么 好奇嘛 看你这么看中 那个什么秦大哥 还非要两头袍子 都留给他 想想应该就是 很了不起的人物 听你这么说来 还真是 想不到柳少爷 你还认识这样的人啊 那是 我们关系好着呢 虽然秦大哥可能不记得我了 但是这身秦大哥 我是叫定了的 那既然他是壮云爷 不是应该在京城里当官吗 柳少爷 你要把袍子送到京城去 他不在京城当官 现在人在凤开县呢 在凤开县 在凤开县做什么 他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呀 反正跟你没关系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 要跟我打听事吗 什么事 你问吧 我知道的 那就告诉你 你是猪吗 一直哼哼个没完 不过 眼看着时间有些晚了 一会儿柳维他们该走了 反正他话匣子打开了 不跟之前那样别扭 我想问问信成李学堂的事 柳维却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直接撞翻了身后的凳子 顾云东被他吓了一大跳 抬头便对上他惊怒的表情 你 我说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打听秦大哥的事情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你也想让你弟进秦大哥的学堂是吧 咦 所以这位秦大哥再分开线开了一家学堂 等等 柳维刚才说 他是仲云爷出身是吧 听他的称呼 年纪还不是很大 别激动别激动 坐下来平静一下 来跟我说说 这秦大哥的学堂是怎么一回事 柳维正了正 看了他半晌 忽然意识到是自己不打自招了 他顿时懊恼的不行 看着顾云东的眼神充满了控诉 不知道你说什么 又开始找打了是吧 少清远已经把粥喝完了 两人的对话也听得一惊二楚 他抹了一下嘴 对顾云东说道 两头袍子都留家里吃吧 这天气也放得住 你看看能不能多琢磨几道袍子肉的吃法 柳维差点没气晕过去 他愤怒地扭头看向少清远 后者侧了侧身 将自己受伤的那侧肩头对准了他 其实就明日 就明日 我不能忘恩负业 算了算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 县城里该知道的都知道 也就是你们穷乡僻壤的消息闭塞 啥也不知道 你说 秦大哥原名秦文征 十八岁 高中状元后 便在京城的汉林院里为官 他年轻气盛 人也聪明 满怀抱负 想要为国为民 做出一份功绩 可是先皇 柳维停顿了 这里不用细说 大家都知道 先皇昏庸无道 你想做出一番成绩来 并不容易 很多忠臣清官 都被逼得郁郁寡欢 甚至身受益处 秦文征一开始 也处处被打压 好在他职位不高 又没什么后台实权 在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眼里 没什么威胁 虽然他这样的 也容易成为别人利用的 马前卒 但秦文征脑子还是有的 几次险向还生 他都平安地躲过了 也是因为如此 他不再一个劲地横冲直撞 再后来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秦文征突然辞官远游 带着妻子走遍了许多地方 最终在凤开县停了下来 别人不知道他突然辞官的原因 但柳维家有渠道 据说秦文征辞官之前 和太子殿下 也就是如今的新皇见过一面 具体谈过什么 没人知道 我跟你说 如今新皇登基 秦大哥这样有本事的人 估计再过不了多久 就会被新皇召回京城 所以你想送你弟去他学堂里读书 不可能的 他这个节骨眼上 怎么可能还会收学生呢 是吧 哦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给他送袍子是为了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进他家学堂吗 啊 这女人一点都不好骗 太不可爱了 我这不是跟他有交情吗 眼看着他都要回京城了 那我得给他送点好吃的 再说了 我都这么大了 我怎么可能进他家学堂啊 那不是正好 你跟他有交情 我跟你有交情 那你帮个忙 在他面前好好说说 让他生了我弟当学生怎么样 哦 我不是说他 我知道 可你不是说 他是有可能回京城 只是有可能而已 还不确定呢 当然了 就算他真的要回京城 那他曾经考中状元 学问一定很不错 我弟当他一天的学生也好啊 一个月的学生也好 那也是受益为浅的 迟了 对吧 靠靠靠靠靠 这女人会读心术不成 怎么把我心里想的都说出来了 顾云东笑眯眯的看着他 一旁的少清远 又侧了侧肩膀 我为什么这么善良 要是跟彭仲飞一样 没有良心一点 就不用理会这一对 狼狈为奸的狗男女了 什么交情啊 我跟秦大哥 也没啥交情 否则 我干嘛 送袍子肉 好让我弟 进他家学堂啊 干嘛干嘛 你以为他家的学堂 有那么好进吗 人家县令的公子 想跟他讨教学问 都被拘之门外 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好吧 秦大哥收学生 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不是有钱有势就有用的 也不是看人天赋长相 很不容易进的好吗 难道 看 桃子肉 算你聪明 怎么觉得这个理由更不靠谱呢 这可是我自己推销出来的秘密 我让人盯着秦家 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秦家的下人 常常会去买野味 上回秦大哥收了一个学生 就是因为那学生的爹 给了一大块袍子腿 我跟我爹保证过了 我一定给我弟送进学堂 所以才那么悍不畏死的进深山 我容易吗 所以你不准跟我抢 顾云东觉得更不靠谱了 尤其柳薇说 这是他推销出来的 可信度为零啊 您什么时候送袍子去他家 一会儿就走 吃点新鲜 带上我呗 死都不要 你看啊 你们要拉两头袍子 还有一头大虫去县城 还有你们几个人 那一辆马车肯定不够的 我借你啊 再说了 我气了保证一句话都不说 我就是去静静世面 不跟你抢名额 而且说不定 我还能帮你的忙呢 为什么每次听他说话 我都觉得好像好有道理的样子 那那行吧 他立场可以说是非常不坚定了 少庆远看他们谈完了 那走吧 话音刚落 董秀兰突然从隔壁过来了 他看向柳维 方嫂子过来了 说想要见柳少爷 方嫂子 谁啊 就是当初带你来永福村的那对母女啊 这人记性还真够差的 是他们啊 那就让他们过来呗 他们说不敢 所以才去了曾家 在曾家等着柳少爷呢 不敢 不敢什么 不敢见我吗 不敢见我 为什么呀 哦哦哦 我知道了 他们当初好像是说你是狼崽子 很可怕的 顾云东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你才狼崽子呢 少庆远瞥见他的小动作了 嘴角忍不住扬了扬 心情愉悦起来 柳维却被瞪得莫名其妙 一脸猛逼地说道 我又没说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怎么都叫你狼崽子呀 我也没觉得你哪里可怕呀 算了 既然他们不敢来 那就不要来了 我这正忙着呢 不见 反正又不熟 想来也没啥重要的事情 顾云东想笑 方氏母女在那山脚下 来来回回多少遍了 之前被周氏带回家去 这一听少庆远他们回来了 立马又跑过来 这精神真是让人佩服啊 董秀兰便回去了 他只是帮忙传个话 跟柳少爷也不熟 当然不会多说什么 柳维便立刻将方氏母女 抛到脑后 开始催促顾云东 时间不早了 现在出发吧 你赶紧回去趟马车 马上走 行 先说好了 我马车是做人的 我拿马车西脉的 要是你把大虫猴子放进去 我那马儿没训令过 那经兆怎么办 柳维一听有理 只能点点头 顾云东这才离开少家 回了曾家 没想到方氏母女两个 竟然没有走 见到顾云东进来 陈雨兰立刻站了起来 走到他跟前问他 柳少爷为什么不见我们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跟柳少爷说了什么 你说了我们坏话对不 你刚才是在少家吧 看不出来啊 顾云东 为了接近柳少爷 你竟然连狼崽子都不怕 你再说一遍 表面上装得 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 其实还不是想要攀龙腹凤 看到柳少爷有钱 就眼巴巴地等着 连避嫌都顾不上了 人一回来就贴上去了 顾云东 仰手就是一个巴掌 方氏原本还在冷眼旁观 见状猛地冲了过来 一把将陈雨兰往后拉 随即满脸震惊地 看着顾云东 你竟然敢打人 打你怎么了 嘴巴这么不甘不敬 就该好好地洗一洗 你以为人人 都跟你们一样的心思 眼巴巴地在山脚下 转了两天的人是谁 以为大家都是瞎子 看不清楚是吧 整个村子谁不再看 你们母女两个的笑话 要不是看在村长的面上 你们能出得了蛮 早被人用偷抹星子给喷死了 你 你什么意思 不懂 顾云东伸手指着大门的方向 出门左准 去河边打听打听 别人是怎么说你们的 方嫂子 云东是一个好孩子 你们说的那些话 也太难听了 你们走吧 我家不欢迎你们 她有些后悔 刚才就应该强硬地 请他们出去才对 没想到陈雨兰 年纪小小的 嘴巴竟然这么毒 这不是存心败坏别人名声吗 哪有姑娘家张口闭口 说这么不要脸的话的 方氏脸色变了变 猛然转身 大步地朝着门口走去 陈雨兰一愣 急忙跟上 到门口时 又不甘心地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瞪着顾云东 你敢打我 我让我大伯父给我做主 说完 大步地离开了曾家 方氏这会儿心里有些乱 顾云东的话 就跟一道雷似的 劈在她心头 难道 那些人 真的在我背后 说三道四的 她有心想去河边 听听那些妇人都说了什么 又不太敢 于是 就被怒气冲冲的陈雨兰 直接拉到了陈良家 大伯父 大伯父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陈雨兰一进门 脸上的泪 就刷的一下下来了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大伯娘 我被人打了 陈雨兰委屈地扭过头 露出左边红肿的脸 周氏看着那明晃晃的巴掌印 这 这痕迹 对方下手可真够重的呀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打我们陈家的人 虽然平日里 周氏不喜欢这母女俩 可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陈家的人 是他家男人弟弟的遗孀 有他们家靠着 谁敢欺负他们 这是不把他们陈家 放在眼里呀 谁打的 下手这么重 就是顾云东那个臭丫头 谁 顾云东 你们去增加了 怎么 我让你们回来 你们这把鸡赶回去了 猪也喂了 就又去山脚下了 你们说了什么 惹得云东生这么大气 还动了手 周氏对顾云东印象是真的好 他就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也知道他平日里好说话得很 除非真的惹恼了他 不然不会动手 上次方式把人家赶出家门 他不也只是拿回了属于他的那份房租 如今他直接给了雨兰一巴掌 可见雨兰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陈雨兰不敢置信地看着周氏 大伯娘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 我帮着外人 你也不看看你们这几天都做了什么 周氏不和陈雨兰说话 直接掉头喷方氏 她一个姑娘家不懂事 你当娘的也不懂吗 不管你们在山脚下 守着柳家少爷想做什么 你也看看自己的身份 雨兰是定了亲的 你是个寡妇 寡妇门前是非多 用我教你吗 大嫂 连你也觉得我不安分吗 对 方氏倒退了一步 台眸看到陈梁从里面走出来 大嫂 你说这话 就是在戳我心窝子呀 我为田哥守了这么多年 连这家门都很少出 没想到就得了你这么一句话 我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回你家哭去 陈梁蹙着眉 从周氏后面走了出来 哎呀 好啦 你当人家打扫的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对 我不会说话 他啥也没做错 我走 周氏恶狠狠地瞪了陈梁一眼 扭头就回了自己屋子 陈梁眉头拧得更紧了 看向方氏的眼神也透着一丝不耐烦 怎么一欠 就目觉的方氏就这么不着调了 哎呀 你也别哭了 你打扫这两天心情不好啊 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先回去吧 大伯 你也觉得我做的事情不对是吗 我是真没别的意思 只是刘少爷家在现场 这家大业大有权有势的 将来 雨来家到这吴家 吴家也想在现场里做点小买卖 要是咱们和刘少爷拍赏了交情 对吴家有帮助 雨来在家 也能有这地位呀 哎呀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家去吧 方氏见他并不相信自己说的 有些焦躁 可陈良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 他只能咬咬唇 带着陈雨兰回家了 此时的顾云东 却早就把这母女两个给抛到脑后 将马车给套好了 那边大虫袍子 也已经装上了柳围的那辆马车 只剩柳安怂 就算那是大虫的尸体 也怕得很 因此 那辆马车只好让少青远来赶 柳安忙跑到顾云东这边 跃上了车园子 如此一来 马车里面 便只剩下顾云东和柳围 两个面对面了 等马车出了村子 顾云东突然大吼一声 柳安你进来 我来赶车 柳安吓得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便进了车厢 顾云东接过缰绳 坐在车缘上 晃晃荡荡的 我又被嫌弃了 又又又被嫌弃了 顾云东赶着马车 跟在少青远的后面 他的驾车技术还不是很好 少青远看时间还来得及 速度稍稍慢了下来 等到了县城 周围顿时热闹了起来 追风是头好马 一路跟在少青远的马车后面 已经习惯了 都不用顾云东多费什么力气 秦文中的学堂在城东 柳薇要先回柳府 把他递给带上才能过去 没想到 跨要到柳府时 顾云东忽然撇到一道 有些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 他抖然正住 猛地坐着身子扭头看去 下一刻 他拉住了缰绳 从车缘上跳了下去 柳安 你出来驾车 我有事 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 人就跑了 柳薇掀开车帘子 只来得及看到他远去的背影 前面的少青远也听到了 下意识地停下车跳了下来 就想去追 被柳薇给拦下了 他说一会儿就回来了 反正我已经告诉他 秦大哥学堂的地址了 他会找过去的 他这么急 肯定是想要上盲房 顾云东却已经追着 前面那道熟悉的身影 转进了另外一条街 前面那人走得很快 形色匆匆的 顾云东只能叫他 顾大江 顾大江 可那人根本就没反应 转眼间就进了一条巷子 顾云东忙加快速度去追 生怕一个错眼人就不见了 偏偏这条街有些堵 前面还有人摆着摊子 顾云东心里着急 就有些顾不得直接横穿过摊子 原本以为他能越过去的 没想到那摊贩突然站了起来 顾云东避过了他 却没避过地上的筐子 筐倒了 顾云东隐约赶到里面的东西摔了出来 他也没来得及看一眼 只是对那摊贩说道 对不起大姐 我一会儿回来陪你 话音落 人也转进了那条巷子 眼看着前面那人没消失 顾云东终于松了一口气 忙跑上前去 顾云东 你 那人转过头来 顾云东喉咙里的话 顿时就噎住了 不是 不是顾云东 我身错人了 也对 这里是宣河府下的一个小县城 会碰到顾云东的概率太小太小了 怎么可能会是他呢 只是这人的侧面 实在太小了 姑娘你有事 没事的话我要走了 我这赶路呢 对不起啊 认错人了 没关系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对了 那个摊贩 顾云东忙往回走 跑到刚才被他撞翻的那个筐子身边 他这才看清楚 筐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橙子啊 这橙子有一大半都倒在了地上 卖橙子的是夫妻两个正蹲在地上捡 顾云东忙跟着捡 对不起啊 我刚才跑得急 撞翻了你们的筐子 你们算算 有多少坏掉了的 我赔 啊 不不不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 没换 一旁的男人 一旁的男人立刻摆手 连连摇头 顾云东抬起头 对上男人的脸 随即一震 你是 有点瘾 男人却猛地低下头去 微微侧过身子 避开他的视线 顾云东 猝眉 去看旁边的女人 随即恍然大悟 是你们啊 庄子的爹娘 见过一次的 差点没认出来 庄子爹叫石大山 娘叫何燕 听董秀兰说 这夫妻两个胆子很小 似乎是以前遭遇过什么事情 现在遇到啥事 都不敢争不敢抢 能让就让 能退则退 这样两个包子夫妻 也不知道怎么养的 儿子成了二流子 女儿也是个机灵的 怪不得当初 我让四家人陪钱时 胡家胡搅满缠 他们家却立马点了头 还说银子不够 乖乖地就去凑银子了 他们这么听话 都让顾云东 有种欺负了老实人的感觉 顾 顾姑娘 这橙子没坏 我们擦擦就好了 你 你要有事 就去忙吧 在这夫妻两个眼里 顾云东有些可怕 毕竟连胡亮那样的都在他手里得不到好 被打了不说 还赔了钱 顾云东有一瞬间觉得 自己可能是个大魔头 他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把手里的橙子放到筐子里 随即瞇了瞇眼 刚才没仔细看 这会儿才注意到 这筐里的橙子竟然个个饱满圆润 皮子黄橙橙的 形状也均匀 整整齐齐地摆在筐子里 说不出的好看 这是 你们种的 啊 是我们种的 种的不多 今年节的果子挺好 我们就挑到这儿慢慢看 你 你要不要吃吃看 这橙子好吃的 顾云东点头 那边荷叶露出一抹笑 立刻帮他把橙子 给拨开了递过去 顾云东看着手里的橙子 皮薄 汁水充足 尝了一半 毛子陡然亮了 是真的好吃啊 纯天然无污染 竟然比他空间里的橙子 还要甘甜 他有些诧异地 看向这夫妻俩 没想到他们 还有这样的本事 磨了磨下巴 顾云东在考虑 要不要把他们两个 忽悠到自己这边 帮忙种果园 他这儿 正确有经验的人手呢 回头问问村长 关于这两人 以前的事情 合适的话 他就可以忙起来了 顾云东三两下 把一整个橙子 给吃下去了 然后又在 筐子里挑了几个 河叶和石大山 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有些 忧心忡忡的 但啥也不敢说 啥也不敢问 等到顾云东 挑了四五个后 便停了下来 排谋说道 这几个 我先拿走 你们卖完了 剩下二十多个下来 帮我带回永福村长吗 我这边没东西装 不好拿 等我晚点回村后 再给你们算钱 行不行 你要给钱 买东西 不用给钱吗 不是 感情他们以为我 是白痴白拿的土匪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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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表情根本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时间不早了 就这么说定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他来得匆匆 走也匆匆 抱着几个橙子 就直接去了 秦文征的学堂 跑得有些多 他有些喘息 可还没等到 他跑到目的地呢 就见到邵清远和柳安 牵着马车 往这边走来 至于柳维 垂头丧气地 跟在马车后面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这时 事情没办成 而且怎么这么快 就出来了 他弟弟人呢 不是说先去柳府 接他弟弟的吗 按照顾云东的推测 柳维他们 会先回去柳府 接完弟弟 再到秦文中的学堂 送袍子肉 这一来二去瞎扯皮 也至少要半个时辰吧 至少柳维这个人 认真唠叨的话 肯定半个时辰以上的 可这才多久 顾云东走过去 将手里的橙子 分给了邵清远和柳安 小声地问道 他的那位秦大哥 不肯收大弟当学生吗 收了 居然收了 可 那他怎么还一副 天塌下来的样子 看看看看 去会儿都拿脑袋撞车厢了 柳安吓得差点扔了橙子 去抢救他 邵清远还没来得及回答呢 柳维已经蹭地一下 站在了顾云东的面前 他双眸圆争 唇半金敏 哼哧哧地直喘气 一副气坏了的模样 神收下你弟 不是你希望的吗 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嗯 秦大哥收下我弟 根本就不是因为 我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 去深山打倒的两只袍子 是因为 是因为他欠了我家一个人情 所以就算你没送袍子 他也会收你弟 对吧 对 爹骗了我 这一定不是秦爹 不是 顾云东瞇了瞇一眼 看了一眼他身后的马车 问道 那两只袍子 是不是可以给我 已经送给秦大哥了 既然那两只袍子用不上 为什么你还送出去了 你以为我想啊 我都把两只袍子给他了 他才告诉我 欠了我家一个人情 不愧是年纪轻轻就中了状元的 果然很阴险 就是 你说我送都送出去了 总不至于出尔反尔的 去问他拿回来吧 刘维以前觉得 秦文正高风亮节 心怀坦荡 在朝堂动荡时 急流勇退 是个非常有远见的君子 他果然还是涉事未深 为什么不能拿回来 他说你弟是为了还人情 收了袍子那人情就等于没还 走 现在就问他拿回来 这个 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他还真的跟在顾云东身后 重新返回学堂 邵清远将自己的马车也给了柳安 自己也忙跟了上去 学堂就在不远的地方 顾云东站在门口 抬眸看着头顶上的牌匾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果然有才华的神圣性 连个名字都不取 直接就学堂两字 门房认识柳违 见他去而复返 还有些诧异 急忙上前 柳少爷 可是还有什么事 是还有一点事没说完 来找秦大哥 麻烦给通传一下 门房点点头 飞快地往里面跑了 柳违想了想 还是扭头跟顾云东说 你想要回那两只袍子 是为了送你弟弟进学堂吗 可你觉得这么做 人家还会收你弟吗 拿回来再送过去 这跟脱了裤子放屁 有啥区别啊 还给秦大哥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是不是傻 他还真以为我是为了 把那两只袍子给拿回来啊 我只是找个能进秦家的借口而已 倒是见了秦文征 我绝对绝口不提袍子的事 顾云东不说话 只是安静地等着 秦家也不是很大 下人没几个 门房找了秦文征的小厮 那小厮便去了书房 爷 柳少爷又来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秦文征桌子上的东西 那是一张通缉令 上面是一个人物像 那人像画的就跟真人似的 听说是爷从府城带回来的 秦文征今年不过二十六岁 长得确实风度翩翩 据说当年 先皇在钦点他作为状元 还是炭花上 犹豫了许久 毕竟古往今来 炭花在前三甲中 都是以颜值取胜的 而当时的第三名已经三十多岁 比起他在样貌上 还是差了一些的 后来还是有个老臣据理力争 觉得科考看重的是学问 外貌是其次 再者 十八岁的状元郎 说出去也是为国争光 尤其在先皇在任期间 有此事迹是能载入史册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句话 点在先皇的心上 他当场大手一挥 秦文征变成了状元郎 也是史上最俊的状元 如今几年过去了 除了周身气质更上一层 外貌上并无多大的变化 听到小思的话 他微微地皱了皱眉 有些不高兴自己被打扰了 头也不抬地说道 就说我跟夫人出门了 不见 说完又低下头 看着桌子上的那张通缉令 通缉令的旁边还有一张纸 上面有个画了一半的图 赫然是模仿着通缉令上的人物像 而秦文征的右手拿着一支探笔 小思得了画 转身便跑出了书房 没想到一出门 就碰到了秦文征的夫人葛氏 葛氏手里端着一盘糕点 笑盈盈地走进来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出门了 秦文征抬起头 挥手让小思赶紧走 自己过去接过了糕点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在陪宁儿写字吗 他去看那两只袍子了 吃到晚上有野味吃 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走到他的书桌前 看到那张通缉令 又看了看旁边画了一半的图 老爷果然很厉害 这种画法已经学会了 还不信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感觉不对 不是挺好的吗 很香啊 葛氏仔细地端详了片刻 觉得唯妙唯孝的 但秦文征很不满意 坐在一旁喝了一口茶 说道 戴知府太小气了 我怎么问他 都不肯说这通缉令 到底是谁画的 说什么答应过那人 不泄露他的半点消息 这做人要言而有信的道理 还是你教我的 怎么 现在要人戴知府出尔反尔 人家不说 也是为了保护那画师的身份 免得有危险 我又不会说出去 只是想彼此交流交流画迹而已啊 秦文征拿起自己画的那张 顿了顿 刷刷刷揉成一团扔了 可是拦都拦不住 有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秦文征却站了起来 不信 我得去府城一趟 府城的画师就那么多 总能被我找找 他说着就出了书房去喊小丝了 那小丝刚和门房说完话 便又急匆匆地跑回来 此时的顾云东几人 也见到了回来的门房 哦 爷和夫人刚出门去了 胡说 你是门房 他们出门了 你回去问了才知道 他们是从后门出去的 我也看不到啊 你 算了 他来是不想见你 这样在门口争认下去太难看了 也会让人反感 三人重新回到马车旁 顾云东才问柳维 你弟呢 啊 哦 他被管家带回府了 说是要准备准备 明日就过来上学呢 那我明日假装成你们家小丝 送你弟去学堂 怎么样 我能说不怎么样吗 顾云东笑眯眯的 一旁的少青远点点头 好主意 喂 顾云东说的什么话你觉得不好了 你是个男人 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 那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了 哼 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柳安 回府 分道扬镳 从此不见 少青远也上了顾云东的马车 回去的路上是他赶的 快到村口才换成了顾云东 路上他才说起这次进山的事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少青远的计划都没出错 柳维也确实有些拳脚功夫 虽然不高 但只要不碰到大家伙 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中一头袍子就是他给搞到的 但也因此太过兴奋 高估了自己 遇到大虫的时候 没听少青远的待在树上 被大虫盯上了 少青远为了救他才受的伤 还好他手中有顾云东给的弩箭 那弩一只手就能操作 而且速度很快 比一般的弓箭好用多了 就是因为这样 虎皮才没能保存完整 顾云东虽然替他觉得可惜 但人的安全当然更重要 安慰了他两句 很快便绕过了这个话题 没多久 马车便进了永福村 到曾家后 发现董秀兰已经带着杨氏曾月 在院子里收拾那些饮味了 虽然没有了袍子 但是有野鸡野兔也不错了 你喜欢吃袍子肉 也不算 就是没吃过 少青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将马车赶到曾家后便回去了 顾云东去了自己的宅基地看了看 没想到冯大能几人都围了上来 云东啊 听说少青远打了一只大虫 是不是真的呀 少青远和柳维是从少家的后门 将老虎给弄回来 再弄上马车的 又是在山脚下 几乎没什么人看见 如今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总之听到的人都不太相信 大虫啊 那可是大虫 随随便便就能打到吗 顾云东却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真的 那大虫呢 被柳绍也带走了 众人很失望 他们还想看看的 都兴奋了一下午了 哪知道还是没机会 顾云东看完宅基地 便回家帮着烧晚饭 没想到他刚到厨房 就发现顾云可小姑娘 正歪着脑袋趴在桌子上睡觉 她的面前还放着梨子糖 我都忘记这茬 小姑娘听到声音 睁开眼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大姐 还不能吃吗 我都等了一下午了 可以可以 好业 那我去叫哥哥他们 他是好孩子 有吃的要告诉小伙伴一声的 顾云东失笑地摇摇头 动手将糖果都弄出来 一会儿小姑娘就进来了 大姐 外面有人找你哦 顾云东放下手中的糖果 擦擦手出去了 院子里站着的是荷叶 手里提着篮子 很局促的样子 看到顾云东出来 董秀兰忙上前 是家嫂子说 给你送橙子的 我知道 之前在城里见过 和他说了的 劳烦沈子帮我倒杯水 行 之前给宅基地那边煮的姜茶还有 我端过来 顾云东到了县 这才带着荷叶往糖屋走 谢谢 沈子的那筐橙子都卖完了吗 哎 卖完了 遇到个茶楼的采买 看到橙子新鲜 就都买了 这些啊 是我拿当家的特地挑的带回来的 你看看 可以不 他把篮子放在桌子上 打开上面遮盖着的布 露出那十多个圆润清爽的橙子来 顾云东一眼看着就喜欢 他让荷叶做 荷叶有些不自在 就做了半个屁股 橙子你算算看 多少钱 我给你 一文钱一个 上次买的铃也是一文钱一个 但那礼品相不好 也不怎么新鲜 跟这橙子根本就没得比 这价格明显低了 选择按照市场价吧 你给我这么便宜 回头别人要说我欺负老实人了 董秀兰这个时候端着江茶过来了 她递到荷叶的手里 石家的橙子种得好 上回有个外地行商的人 路过村子歇歇脚看到了 给十文一斤买走的呢 十文几一斤 这个年代一斤是十六两 石家的橙子又大 水分又多 差不多四个就有一斤了 这还只是来村子里买的 拿到市集上来 可能还不止 顾云东就心里有数了 拿了六十文出来 绳子你收着 给不了那么多 给不了那么多呀 要等 五十文是我买那二十个橙子的钱 还有十文 是我之前撞翻你们框子的赔偿 那也没撞坏 咋还要赔偿 这太客气了也不好 董秀兰跟她相处过一段日子 多少了解她的性子 便拉着荷叶到一旁劝 顾云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 何叶还是收下了那六十文钱 对顾云东谢了又谢 这才离开了曾家 他家的儿子是个混混 没想到父母 竟然能老实到这种地步 石家的橙子种得确实好 又香又甜 各已大 那是 石大山两口子种田 那真的是一把好手 尤其是那些果树 就是性子太懦弱了些 董秀兰自认为 自己也不是个胆大的 可跟石大山夫妻两个比起来 她都能算彪悍了 顾云东想了想 还是觉得应该去村长家走一趟 选择 晚饭就麻烦你跟我娘一起做了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还出去 马上回来 顾云东说完 人已经走出了曾家大门 顾云东到了陈良家才意识到 这个时候是吃晚饭的时候 上门很不礼貌 还好他进门时 周氏也才刚开始做饭 陈良见到他来 有些意外 哎呀 这个店过来了 你找我有事 是想跟陈伯打听点事 陈良走到堂屋坐下 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啊 你问 是石大山家的事 我今天遇到他们在城里卖橙子 看到橙子又大又甜 董婶子说 他们夫妻两个 对种果树很有一套 我也不瞒陈伯 我想种些果树 但是这方面不太懂 你是想种果树 对 反正回头满意什么的 村长也要知道 啊 这施加的事情啊 村子里年纪大了 都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告诉你嘞 也没有什么 你别看 朱子他不怎么捉吊啊 可他的父母啊 确实好的呀 你想要请他们绑望 找他们 那是靠谱嘞 这么听来 好像还有隐情 啊 村里人都说石大山夫妻啊 他们两个没有单 懦弱 被人欺负了 也只会递着偷人错 哎呀 这其实一切他们嘞 也不是这样嘞 两人刚成琴那会儿啊 每天都静静试试嘞 那刚开始的时候 还埋了一片地嘞 那就种果树啊 哎你别说 那就是比村里人都种了好 哎 不光有橙子呀 还有梨呀 还有凿子呀 还柿子呀 哎 那些国子称书的时候啊 挂在树上 那真是好看了很啊 哎呀 可惜了 当时戈壁村有个底竹啊 就看中了那片锅令 那强行要买呀 那给的价格还低 这人家辛辛苦苦 种了国子 那怎么可能卖嘞 这隔壁村的地主 手伸这么长 这当时啊 我还不是村长嘞 我之前的那位是个弹行呀 手里底竹的一件后处 就绑着那个底竹 避着士甲 就把锅令给让出来了 士大神 当时的那个脾气 可是有些暴躁啊 就跟底竹理论 把底竹甲的下人赶回去了 这中间来来回回的 就闹了好打一阵子呀 这最后越闹越打 这到最后 这士大神爹娘啊 就都死了 你的意思是 嗯 就是那个底竹招人做了呀 这士甲一甲都被打了 这士大神 跟喝夜还念情 阳一阵就好了 他典娘年纪大了呀 本来就是因为 之前闹了也是 三田两头的生病 再造了这么一会罪呀 人呐 就没停过来呀 爹娘双双离世 果林也没保住 家里一塌糊涂 石大山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身上的精气神 仿佛就这么被硬生生地 给抽走了 那会儿 庄子才刚出生没多久 爹娘临死前叮嘱他 不要再硬扛了 他们家没背景 没靠山 那些个亲戚也不敢帮着他们 得罪地主村长 为了这个家 为了刚出生的庄子 能忍就忍 能退就退 尽量不和人交恶吧 自那以后 石大山夫妻两个性情大变 再没找那地主理论过一句 从此 也不大在外边走动 多数呆在家里 不出门 而庄子 也是因为不满父母的性子 才变得越来越叛逆 尤其在他发现 跟胡亮混在一起后 那些欺负他们家的人 都不敢再来找麻烦后 就仿佛找到了生存的方式 越发不可收拾 生逢聚病 双亲过世 也难怪了 那地主呢 顾云东从村长家出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微微地暗了下来 他也不着急 慢慢地走在村子的小道上 来永福村这么久 他还没有像这样这个时间点 慢慢地感受永福村的安宁 这个屋子里传来孩子的哭嚷声 那个屋子里传来夫妻的吵架声 热热闹闹的 仿佛生活百态 在他面前一一闪过 他该庆幸自己来永福村的时间恰恰好 遇到了陈良当这个村长 前村长听说是有天夜里喝了酒 出门后没找着家 大雪天的冻死在外边 人都说他坏事做得太多 得了报应了 那地主也没个好下场 前几年这奉开县换了如今的县令 那地主做恶事撞到了县令的手里 被抄了家 地主被砍了头 家里人也都流放去了 可惜 十家夫妻的性子已经定了 即使那两个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的大山都没了 他们也转不过来了 但陈良说得对 这并不妨碍他找他们帮忙 顾云东心情好了起来 走进曾家时 脸上也不由地带了笑 直至看到院子里对峙的几个小孩 左边是顾云叔 牛蛋和曾家三兄妹 以及杨氏 右边就一个顾云可 可为什么顾云东觉得 论气势 反而还是独自一人的顾云可 这边更足呢 几个小孩都没看到进门的顾云东 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棒棒糖 而顾云可手里 一二三四五 好吧 一大把 论棒棒糖的数量 他的气势是完全比对面几个人加起来还要足的 哥哥 你这样太不公平了 我们一人一根 你一个人这么多 顾云叔很气愤地开口 顾云可立马将两只手背到身后 把手里的棒棒糖藏起来 可这么一来 他衣服前面的兜兜里 又不由地掉出来几根糖 小姑娘一愣 急忙把棒棒糖往兜兜里面塞塞塞 顾云东嘴角一抽 这衣兜是他让杨氏给他缝的 他偶尔会拿些花生板栗这些小灵嘴 放在衣兜里慢慢吃 棒棒糖外边包了油纸 倒不会粘在衣兜上 小姑娘塞完前面的兜兜 发现裤子两边兜兜的棒棒糖又掉了出来 顿时急得满头大汗 到最后 干脆扯掉头上的帽子 把棒棒糖往里面一放 一拢 然后藏到身后去 随即 小脑袋一扬 因为没了帽子的头发 翘起来 一跳一跳的 看 我没有 在你背后的帽子里 当着打火了面把糖藏起来 你当我们都是瞎的吗 嗯 说没有 又没有 可可 你再给我们一人一根 其他都给你 好不好 牛蛋哄他 他刚才舔了一下棒棒糖 简直太好吃了 他感觉都要升天了 比乙糖好吃好多好多好多 吃一口 他就舍不得再吃 顾云冬摇摇头 走到顾云可的身后 将他手里的帽子 给拿了过来 小姑娘一愣 急忙转身 见到是大姐 顿时鼓着嘴巴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我没有 那委屈的小表情 好像下一刻眼泪 就要掉下来似的 顾云冬都有些受不住 忙从帽子里面 拿了一颗给他 糖不能多吃 不是牙齿要烂掉的 以后你就吃不了红烧肉 吃不了兔子肉 也吃不了鸡肉了 小姑娘咽了咽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棒棒糖 那我 那我 这样 糖先放在大姐这里 一天给你们一颗 好不好 你们也是 糖不能吃太多 以后一天一颗养成习惯 不然以后再做各种各样的糖 你们控制不住都得乱压 大姐还要做各种各样的糖 牛蛋和其他人的关注点 都在另外一个 我们能每天都吃糖 这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糖可贵可贵了 牛蛋家都很少买 买了也只能过年过节的时候吃 平常都被奶藏得好好的 嗯 遮糖是我新做的 你们尝尝看好不好吃 改名我再试试另外一种口味的糖 几个小孩 这才开始细细地吃面前这个 看起来很漂亮 很可爱的棒棒糖 过云冬之前就做了好几种模具 都是简单的那种 有方形的 圆形的 爱心的 五角星的 七七八八的一堆 看起来很讨喜 其实 要真开始做的话 还能做各种小动物的模型 嗯 好吃 甜甜的 香香的 有梨子味 顾云叔第一个开口 眼睛都在发亮 牛蛋也用力地点头 之前他舔了第一口 也没仔细回味 这次吃完 更是激动得身子都在颤抖 云冬姐姐 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比我之前吃的都好吃 这个一点都不腻 也不沾牙 啊 云冬姐姐 这个要是拿去卖 肯定一下子就卖完了 你们都这么觉得 好看好吃 不腻 增加是几个小孩里面最大的 一直都在隔壁照顾着增虎 话也少 难得发表意见 至于两个最小的和最大的 曾乐 顾云可和杨氏 这会儿都顾不上说话 吃得美滋滋的 顾云冬心情好得不得了 又拿出几根出来 递给顾云叔 拿到隔壁给你曾叔叔和少大哥吃 去吧 随即又拿了一根给董事 一根自己吃 一旁的顾云可一边吃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小眼神可怜得不得了 放心 一天一刻肯定有的 要是表现得好呢 大姐会奖励你一颗 说完 她就进厨房了 因为做的糖得到了包括少青远几人的一致认可 顾云冬对后面要做的事情变得信心满满起来 晚上躺在床上细细地想着接下来的发展 等赚到钱了 找顾大江也好 给杨氏治病也好 都会变得简单许多 第二天一早 顾云冬便套了马车出门 没想到出了院门 就见少青远已经等在那了 昨天柳少爷的银子还没给 我也去县城 去可是大事 那你上来吧 两人一起去的刘府 没想到刚到大门口 柳维竟然已经等在外面了 柳维的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 顾云冬心里咯噔了一下 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 他一上前就听到他见兮兮的声音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要不要听 顾云冬捏了捏身侧的拳头 我能上去揍他吗 两刻钟前 秦家的小司过来说 秦大哥和他夫人出门了 要过些天才回来 给我弟弟留了课业 让在家完成 所以你要去学汤的计划泡汤了 柳维觉得 自己昨天被他挤兑的憋屈 终于一扫而空了 顾云冬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随即扭头便走了 少爷 你好歹是堂堂柳家大少爷 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 欺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 你居然那么有成就感 柳维的叫声还没停呢 少清远已经站在了他面前 银子给我 这就是我认下的同生共死的兄弟 显直就是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柳维 把银票给他 决定了 跟你绝交了 没想到少清远拿了银票就走 跟上了顾云冬 顾云冬走出了一大段路 才稍稍缓下脚步 少清远双腿长 没多久就跟上了 见他似乎心情不是很好 嘴巴张了张 好一会儿才说到 其实现场还有其他学堂 你可以看看别的 唉 已经知道了最好的那个 哪里还会一推而求其次找别的 其他不说 单单看柳家这么不遗余力 想把孩子送过去 就能窥见 这是一个难得的老师 十八岁能中状元 至少学时 肯定要比这县城里的其他父子强 在朝堂动荡时 急流涌退 说明不迂腐 懂变通 把柳家的人情记在心上 看出是个知恩图报的 不看家庭背景 说学生可见 不会贪财好色 捧高踩低 再加上年轻 还会使点小手段算计柳维 顾云东是很满意的了 算了 总会回来的 反正云说还小 不着急 还是等秦文贞回县城后再来 对了 你知道这县城里最大的杂货铺在哪吗 我想买些糖 我带你过去 他想试试橙子味的糖 县城里最大的杂货铺也在东街 不算远 顾云东进去的时候 杂货铺还挺热闹的 伙计在一旁招呼其他客人 顾云东自己看了一圈 眉头微微地拧了起来 掌柜的见他转了一圈啥都没买 脸上带了一丝不高兴 走过来 姑娘想买什么 咱这铺子可是凤开县最大的杂货铺 姑娘想买什么都有 我想买白糖 汉川卓也是个乡下来的 还能买白糖 姑娘 这白糖可不便宜 你要多少 先来个二十斤 掌柜的一瞪 就连旁边的伙计和客人听到这话 也诧异地扭过头来 你说你要多少 二十斤 也不知道他们这副表情是想干什么 姑娘 你是来捣乱的吧 二十斤 你知道要多少银子吗 多少 一两白糖二十五文 你买得起吗 最怕一张就要二十斤 顾云东知道白糖红糖都挺贵的 他倒是在街边买过一糖给两个小孩当灵嘴 一糖要稍微便宜一点 之前在宣和府府城 他去杂货铺买油盐米面的时候 忘记买白糖了 等回到柯表姑家轻点东西时才想起来 当时想去买的 柯表姑说糖贵 反正也用不了多少 家里有 让他用家里的就是 顾云东也就没拒绝 不过柯表姑拿出来的白糖 其实也算不上是纯正的白砂糖 只是比黑糖更加光亮些而已 但他只是烧菜时用来当调料的 也就烧个红烧肉而已 其他的很少用 后来到了永福村 他也一直没想起来要买糖 主要是不方便 几次去镇上县城都给忘记了 因此用到糖的时候 只能趁着董事不注意的时候 从空间里拿 还好董事不知道他从府城来时 身上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也不像柯表姑那样敏锐 今天是特地过来买的 没想到买个二十斤的白糖 这么困难 而且这么贵 不过听掌柜的这么说 顾云东也不高兴了 你管我买不买得起 你们杂货铺有没有 没有我去别的地方买 掌柜的冷横一声 将伙计去后面的仓库拿 自己走到柜台边 啪啪啪地打起了算盘 一辆二十五文 二十斤要八辆银子 姑娘你银子带够了吗 够 顾云东不想多说 但是原本在铺子里的其他客人 却看着他悄悄议论开了 这姑娘口气挺大的 居然要买二十斤白糖 可真舍得 别是装模作样的 你看他身上的衣服 一看就是想起来的 身上有个八万钱 那就不错了 还八辆银子呢 那你一会儿怎么说 于是 原本买好东西的几人都不走了 就看着顾云东 少庆远站在门口没进去 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顾云东许久没出来 探过头往里面看了看 见他没事 便又回过头来 那边伙计很快提了 一大袋白糖出来 放在顾云东的面前 态度傲慢 都在这儿了啊 要不要给你上个称啊 顾云东打开袋子 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表情复杂起来 也算白糖 掌柜等 我要的是那种 很白的白砂糖 跟白云那样的 去的也太黑了吧 掌柜的猛地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一把将袋子拢好放在后面去了 说啥大话呢 还要很白的白砂糖 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了 你到底买不买 不买就给我滚 你是看我们铺子生意好 成心来捣乱的吧 我就说嘛 一副穷酸样 还张口闭口 就想买二十斤白糖 没见过世面 就在这儿大放厥词 有本事 你倒是给我找 跟白云那样的白砂糖出来呀 你找出来 我照十倍的价格买回来 说完就来推顾云冬 少青远一个见不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 冷气森森地看着他 你才没进入世面 我就置一个给你看看 到时候你可别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 刘薇一来 就听到他最后这句话 掌柜的被少青远抓着手腕 有些怕挨揍 不敢去看他的眼 只能对着顾云冬说道 好啊 你倒是去置一个试试呀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鸭 少青远一用力 掌柜的顿时就不敢说话了 柳薇知道 这杂货铺是县城陶家的 这闹大了 吃亏的还是顾云冬和少青远 便忙上前两步 狠狠地瞪了那掌柜的两眼 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咱们走 不在这地买了 说完 拉着顾云冬和少青远 就走出了杂货铺 他们一走 铺子里其他人 才陡然惊醒过来 沉默了一瞬 下一刻 奇奇地爆笑出来 那小姑娘倒真敢吹牛 别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吧 我看她就是在说疯话 她要有那能耐 还能穿成那样吗 她肯定啊 是拿不出八两银子 故意找台阶下的吧 刚才那是柳少爷吧 柳少爷现在是 越来越不像话了 这认识的都是傻人啊 那女儿也就算了 旁边那男的 也是一脸凶神恶煞的呀 一旁的伙计 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 敷到掌柜的耳边 小声说道 咱们少爷上次不是和柳少爷 打马球输了 在家发了好大的脾气吗 这回是不是能借着这事 好好地出口气呀 还是你小子机灵 好好看这铺子 我出去一趟 顾云东三人渐渐走远 可他们的对话 还是飘进了耳朵里 柳维愁眉苦脸的 我说顾丫头 说大话要遭雷劈的 谁说大话了 哼 你说你能制出 比那杂货铺还要白的白糖 我都听见了 你要不信的话 咱们打个赌 我要是制出来了 你得帮我做件事 行 柳维痛快地答应了 反正她是不信的 绷着小丫头玩而已 顾云东扭头看向少青远 后者瞬间反应过来 我作证 那回家 可以准备起来了 好啊 没糖我就自己吃 没水果 我就自己种 顾云东突然干尽十足起来 回到永福村 就问董秀兰 谁家种了甘蔗 正好十家就有 不过不是很多 少青远听了 回头就从其他地方收购了一大车回来 顾云东诧异 心里却很高兴 他去找十大山 他们夫妻两个正好在田间干活 顾云东便顺势看了他家的果林 还别说 真的像村长说的那样 看着就喜人 十家夫妻看到突然过来的顾云东 都有些慌 尤其是看到他的目光 一直落在自家这片果林 眼里闪着满意之色石 更是慌得差点拿锄头砸到自己的脚 难道 难道李地主死了以后 又来了一个顾地主 这 上天注定我们不适合做果树 我可是等李地主死了后 好不容易才种了这么一小片的呀 顾云东已经跳下了田狗 脸上挂着笑 尽量满脸慈爱地看着十家夫妻 然而 十大山两人看着他这副表情 却跟见了鬼似的 强忍着才没能扭头就跑 顾云东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两人的态度 不过 还是尽量友好的说了 自己打算买他家甘蔗的打算 十家夫妻一听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问他要多少 顾云东已经看过他们家的甘蔗数量了 并不是很多 因此 如果可以的话 全部卖给我 十家夫妻诧异不已 但甘蔗能全部卖出去 当然好 这比他们辛辛苦苦拉到镇上 或者县城去卖 要轻松得多了 顾云东还是给了市场价 交了钱之后 十家夫妻便很麻利地将那些甘蔗 全部收割好了给他送了过来 看着满满当当一院子的甘蔗 懂事都有些发猛 顾云东说自己要治糖 他更是被惊吓到了 但也不好说什么 一边惊奇 一边还是勤勤恳恳地帮他的忙 白砂糖 顾云东还是会提炼的 大学实习时 他凭实力竞争到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助理的岗位 那主持人负责的栏目 就是到各地寻找一些快要消失的传承手艺 顾云东跟在身边任劳任怨 那主持人嫌累 事先的功课都是顾云东帮忙做好的 这其中就有治糖的手法 他都是亲手跟着手艺师傅一起做的 不懂的地方便会问 可惜他最多就试做过两遍 算不上数手 当初他都会将这些步骤给记在笔记本上 可惜末世来后 那本笔记本放在住的地方 没来得及带出来 但大概的方法他还是记得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实验 将过程给弄熟练了 也一点一点地完善 他知道现在的人在治糖的过程中 会加入一种树灰来精炼白糖 但杂货不掌柜地给出来的那种 绝对不是这样精炼的 恐怕加树灰后提炼出来的白糖 只在那些富贵人家才能见到 顾云东学到的治糖法 是黄泥水灵糖法 他知道这是明朝时出现的方法 呃 这个世界和自己以前学过的历史不一样 他这应该不算是改变历史吧 黄泥水灵糖法 将甘蔗榨汁后火熬 先按常规方法制成黑砂糖 然后把治好的黑砂糖 放入瓦制漏斗里结块 再把黄泥水浇入漏斗产生反应 就能得到血白的白糖 顾云东将要用到的东西都拿到了增加的后院 董事知道这些手艺都是不能外传的 所以很自觉 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后 一般都不会跑到后院去 顾云东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试验 完善 加工 一点一点地把那些步骤都给捡起来 家里人都没来烦他 甚至还会保持安静 尽量不打搅他 少清远倒是来过几次 也都是帮他把需要用力气的活给干了 柳唯也来过 似乎有急事要找顾云东 可刚到门口呢 就被少清远给拦下了 顾云东隐约听到他提到什么 陶少爷的字眼 只是他忙得很 很快就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情了 就这样过了十多天 顾云东还埋头在后院的时候 终于被董事给拉出来了 他家的房子已经盖好了 后日就要上凉了 上凉了 这些天都没去干过家里的房子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他忙丢下手里的活 收拾收拾换了身衣裳 就往宅基地那边走 看着面前清清爽爽的青砖大瓦房 顾云东眸子大亮 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冯大能也很激动 这可是他盖的最引以为豪的房子了 他跟在顾云东身后往里面走 边看边说 后天就要上凉了 这家具啊 可能还得过两天 才能够拉过来 这边是你要的地窖 后院的井压也挖好了 你别说 这房子啊 哎呀 那确实是 好 真好 顾云东看了一圈 也满意得不得了 回头就跟董事说起请客的事情 这边上凉是要请客的 不过 顾家跟村子里相熟的人不多 他也不可能请全村来吃流水席 算一下 小好的有少清远 曾家 村长家 冯家 又太爷也要请 还有帮忙盖房子的那些小宫 带家属过来 有两三桌的 嗯 还有石家 柳维 也明明强强请一下好了 对了 还有云叔和云可两个孩子的小玩伴 这两个小家伙竟然也有朋友了 虽然只有两三个而已 拟定了名单 顾云东便开始准备起来 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 还是董事告诉他要买什么东西 以及准备馒头花生之类的 周氏和他儿媳宋氏也过来了 还有冯大能的婆娘 都说等上凉那天帮忙烧菜做饭 顾云东很感激他们 出手也大方 等到了上凉的那天 天才蒙蒙亮 顾云东便被董事给叫醒了 他带着阳氏三人 刚走到自家大门口 就看到村子里大半的人都围在那儿了 周氏过来叫他 云东 快 放鞭炮了 顾云东让顾云叔去点了鞭炮 哀里啪啦响起的瞬间 冯大能等人也大声喊着 上凉了 顾云东便将手里拿着的花生桂圆馒头 都撒了出去 中间还夹杂着铜钱 赛场的男女老少都兴奋地扑过来抢 抢到铜钱的都在尖叫大喊 顾云叔和顾云可也完全清醒了 跟着一块儿玩闹 等上凉结束 人群散去便要开始准备饭菜了 董事周氏等人都麻利地开始切菜剁肉 看着顾云东买来的那些大菜 几人的脸上都带了笑 晚些时候 陆陆续续地来了客人 村子里也有不请自来的 只要不是来捣乱的 顾云东都让人进来 这中间就包括方氏母女俩 柳续在县城 却来得格外的早 仿佛是来蹭早饭的 然而来得早的 还有一户让人意想不到的人家 彭家 彭仲飞没来 她不敢来 但她也时刻注意着 顾家房子上凉的日子 这日就让人送了礼过来 因着顾家做主的是个姑娘 她是借自家夫人身边嬷嬷送来的 那嬷嬷派头还挺大 身边还带了两个使唤丫头 来者是客 顾云东自然把人往里面请 再说 人送了礼过来 她很乐意接收的 没想到这三人刚进门 嬷嬷后面的其中一个使唤丫头 却忽然瞪大了眼睛 猛地叫出声 顾云东 怎么是你 这一声几乎拔尖了声音 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纷纷诧异地看向说话的那丫头 顾云东也看向她 过了好一会儿 才从记忆当中找到这人的身份 哦 是顾仙儿 二叔顾大和的女儿 那个专门欺负我们姐妹的唐妹 当年顾大和成亲比较晚 因此顾云东和这个唐妹 只相差了四个月 顾云东对这操旦的人生很不满 她想遇到顾大江 偏偏不能如愿 现在居然就见到了这个 让她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人 彭家的嬷嬷也诧异地看向顾仙儿 后者已经三两步地上前 一把抓住顾云东的手说道 你怎么在这儿 你没死 呸 你猜死了呢 你猜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简直是冤家路窄 这里是我家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顾仙儿一愣 她家 是了 之前钱嬷嬷说了 他们来送礼的这家主人姓顾 她当时还想 真是同性不同命 尤其在门口看到这幢青砖大网房时 她更是恨不得自己就是那姓顾的主人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顾云东 这怎么可能 顾云东环视一圈 发现大家都在看着他们 她不想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 尤其今儿个是他们家房子上凉的大好日子 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破坏 也太晦气了 因此她瞥了顾仙儿一眼 你跟我来 顾仙儿现在一肚子的疑问 文言忙跟了上去 周氏也在大厅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好歹是村长的婆娘 忙上前招呼着钱嬷嬷等人 大家坐 大家坐 先吃点瓜子儿 说说话 哎 这边有红糖水 填着呢 别客气啊 都坐 都坐 红糖水 这可是好东西 顾家居然拿这个出来待客 也太大方了吧 这些红糖当然是顾云东这段时间 试验提炼白糖前的产物 大伙的心思一下子就被红糖水给吸引过去了 只有少数人的视线追着顾云东而去 顾云东带她去了里面的厢房 一路过去 顾仙儿将顾家的景象一一收入眼底 虽然还没完全布置好景色 可单单看目前已经建好的雏形 也足够想象待在这样的家里有多幸福 至少比以前老顾家强了不知道多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顾云东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不但平安无事地度过了饥荒 还建了这么大的房子 幸好今儿跟着钱嬷嬷过来了 关上厢房的门 顾云东看她还在左看右看双眼放光 不用想都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成了彭江的下人呢 还不是那两个老不死的 被三叔一家怂恿的 竟然一袋红薯就把我卖给了人牙子 我被人牙子带到这缝开县的 你能盖这么好的房子 肯定有不少银子吧 你赶紧去彭府把我熟出来 啊 熟出来 我不把你死死地按在彭府当个杂役丫头就不错了 还熟 顾仙却没看见她的表情 排谋看着比她以前在顾家还要大一倍的房间 这房间不错 以后就给我住吧 到时候我要一张雕花大床 还要梳妆台 那边柜子要放几个 哎 对了 还有花瓶 大户人家都要在房间里面放花瓶的 彭府就这样 她都已经计划好了 回头再让顾云冬给她买几朵绝花 采几块颜色好看一点的布做衣服 住在这样的房子穿着新衣服 可不就跟大小姐似的吗 顾仙儿 你在彭府当了多久的下人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当两个月 不当两个月啊 看来比我在永福村还要稍早一点 那也不短了 怎么 当了近两个月的下人 还没学会弯一弯膝盖 你 你什么意思 你一个当人奴才的 哪里来的底气在我家里这手画脚的 顾云冬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以前的顾云冬根本就不敢反驳她 就算被她骂被她打也只会哭哭啼啼地躲起来 现在胆这么肥了 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不敢 这里是我家 你站在我家的地盘上指使我 你脑子没问题吧 你才有问题 你真是胆子大了 你就不怕我 怕你什么 怕你去高状吗 去吧去吧 去找把你卖掉的爷奶 去找你那好吃懒做的爹娘 去找去 还是怕你打我 来 你睡睡 看看谁的拳头硬 顾云冬 顾云冬真的变了 变得一点都不怕我了 还敢动手 不对 她肯定是看我没靠山 爷奶爹娘都不在 她就山中无牢 猴自称带王了 看到这样的顾云冬 顾仙还是有些怕的 她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硬着头皮说道 你 你就不怕我出去喊一声 说你 说你不顾自己堂妹死活 说你有个堂妹 在别人家里当下人 你见死不救 顾云 看看带你来的那个嬷嬷 听到你这话会怎么想 哦 大概会想 难道他们彭府是龙坛虎寻 不把你熟出来 就是见死不救 顾仙脸色陡然变了 她不敢 她才到彭府不到两个月 只是个粗食丫头 今天正好在院子里打扫的时候 被钱嬷嬷看到顺手戴上的 据说是因为 那些二等三等的丫鬟 不肯来这乡下地方 所以她才有了这机会的 就这一路 她已经见识到了钱嬷嬷的眼里 要是这些话被她听去了 她回了彭府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在彭府两个月 其实她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长进的 只是骤然见到顾云东 她习惯了以前的行事方式而已 如今见到顾云东不好欺负后 她反而不敢太过嚣张了 这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你就 你就真的不怕别人说 你有个当下人的堂妹 不怕村里的人指指点点的 又不是我骂了你 我怕什么 这村子里那高甲 就有个女儿去了府城 当人家丫鬟的 高甲还结的面是有光呢 你要不要努力努力 回头当个一等丫鬟的 也让我沾沾光 你 这顾云东现在不但是胆子大了 连说话都见算刻薄了 她是一点都不想当下人的 每日里要定点起床 扫完院子还要洗衣服 谁来都能使唤她 每天忙得团团转 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她也想住大房子 想穿新衣服 她都看到了 顾云东今天穿的衣服 那料子就很好的 顾仙也算是能屈能伸 想到这儿 突通一声就跪下了 眼泪更是说来就来 姐 你可是我大姐 你就帮帮我吧 那蓬府 我真的是待不下去了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 要被人打骂 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 就是你们了 咱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呀 而且 同样背景林乡 又在这里见面 这是老天爷都在告诉 咱们姐妹应该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啊 大姐 我是你妹妹啊 顾云东往后退了几步 啪的一下打开厢房的门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 我倒是要问那个钱嬷嬷 同府到底是怎么欺负你了 看把你欺负得哭成这样 顾云东 算你狠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顾仙二话不说 立刻站了起来 眼泪一擦 比顾云东先一步走出去 顾云东双手还胸 凉凉地看了她一眼 顾仙已经整理好衣裳 往钱嬷嬷那边去了 周围的宾客看到她出来 都往她这边看了又看 他们好奇这人到底是谁 好像跟顾家丫头是认识的 那就是顾丫头逃荒之前 在家乡那边的人了 他们有心打听 但人家已经坐回到了 钱嬷嬷的身边 对于这几个从彭府过来的人 他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只是没办法从她那里打听 又压不住内心的 熊熊八卦之火 一个个的就想找 顾家其他人问问 顾云东是不敢的 杨氏在厨房帮忙 那就只有两个小娃娃了 便有人拦住顾云书 小声地问她 那彭府来的丫鬟 是你们什么人呢 顾云书之前 就一直忧心忡忡的 她的印象还停留在 以前在老顾家时 顾仙欺负自家大姐的画面上 这会看到顾仙出来了 急忙就往大姐那边跑 跑了几步 又急匆匆地过来 把顾云可一块带走了 她可还记得 以前顾仙欺负顾云可 也是不遗余力的 把她单独留在这里 被打了怎么办 你回答了问题再走呀 大家心里好奇 这边 钱嬷嬷也同样好奇 尤其是见到顾仙回来时 眼眶红红的 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 她当下眯了眯眼 压低了声音 怎么回事啊 这家人你认识啊 顾仙微微地震了一下 低下头又擦了擦眼角 这才点头轻声说 认识 那是我唐姐 你唐姐 那你 嬷嬷大概不知道 我们都是因为永宁府饥荒 才逃到这边来的 我唐姐一家子 早就被我爷爷奶奶赶出去了 我是被我爷奶给卖给了人牙子 才到了鹏府的 我一直以为我唐姐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了 毕竟当初爷奶只给了他们几个土豆而已 大伯母又是一个吃傻的 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大伯也失踪了 钱嬷嬷还真的不知道顾仙的来历 毕竟她当时只是随便叫了一个提东西的粗食丫头而已 而且她唐姐 钱嬷嬷看着面前气派的青砖大瓦房 微微地蹙了蹙眉 刚才我见到唐姐 太震惊了 也太激动了 就忍不住多说了两句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顾家的人了呢 没想到 唐姐不但活得好好的 还有余谦 盖这么好的房子 甚至认识彭少爷 太有本事了 钱嬷嬷眸色微脸 她是少夫人的陪房 今儿过来 夫人还想让她打听一下这顾家是什么人 少爷好端端的 怎么会让他们送礼过去 什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个乡下人家的 问题是 这份礼还是少爷亲自备的 礼还不清 她看了一眼顾仙 瞇着眼问道 那你唐姐有没有说过 是怎么认识咱们府上少爷的 考荒过来的 也就才来不久 少爷没道理认识才对呀 我问了 唐姐不可以说 只让我好好在彭府做事就行 钱嬷嬷便不说话了 微微低着头 喝了口红糖水 这顾家的小丫头 哪里来的银子 这般大方 钱嬷嬷倒是见到了柳微 但方才她也打听过了 好像柳少爷 前不久才来到永福村的 而且是为了让一个姓少的猎户 带她进山打猎 因为顾家小丫头 就住在少家隔壁 这才认识的 再加上顾家是这村里 唯一有马车的 柳少爷借用了她家的马车 就这样的交情 顾家上梁竟然也请了她来 钱嬷嬷在大户人家家里待久了 想法就变得七弯八绕的 多了起来 她觉得 顾家这丫头 顺杆子往上爬的本事了得呀 本事了得的顾云东 站在房间里 面对忧心忡忡的两个小家伙 你们觉得她现在还能欺负得了大姐吗 大姐会管手的 嗯 大姐现在是不容易被欺负的 那我们就放心了 好了 大姐这里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实在担心的话 去保护娘亲吧 两个小家伙一听 顿时像是接收到重要任务一样 非常慎重地点点头 忙去了曾家 新房这边还不能用 烧菜做饭 只能暂时放在曾家了 两个人走了 顾云东却眯着眼睛 看向前院的方向 顾仙儿这是硬得不行来软的 就不是个会善罢甘休的事 得防着点 顾云东正琢磨着 少清远就来了 他是看他许久不出来 有些担心 所以来看看 顾云东见到他时 眼睛就是一亮 少清远 帮我个忙 你说 那个顾仙儿 就刚刚跟我过来那女的 是我堂妹 请听你帮我专门盯着他 看看他都做了什么 好 少清远二话不说硬下了 然后就往前院走 可才刚走了两步 又被顾云东给叫住了 等等 还是算了 你存在感太强了 听着他太容易被发现了 放心 不会被发现的 你要相信我 顾云东一愣 对上他诚恳的眼神 就莫名地点了头 少清远突然笑了起来 这才走了 刚刚的少清远 居然觉得他妈的怎么那么帅 回神回神 都什么时候来花吃 收敛了一下表情 顾云东大步地往前院走去 村里人纷纷纷跟他打招呼 顾云东也笑着回了话 对那些闪着好奇眼神的八卦群众 视而不见 他还是走到了钱嬷嬷的面前 方才直接跟顾仙说话去了 倒是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 钱嬷嬷的贺礼还没送过去呢 按理说 他可以直接交给当时招待客人的周氏的 可他是彭府的人 代表的是彭府的主子 也是在场除了柳维之外 最有钱有权的人 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 跟他们这些只送了 瓜果蔬菜鸡蛋啥的乡下百姓相比 他们给的礼品可要有价值多了 所以 当然要给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开开眼了 钱嬷嬷手往后身 另一个丫鬟便将东西一一摆上了桌 这是我家少夫人送给顾家的贺礼 希望顾姑娘不要嫌弃啊 在场的人都不由地探长了脑袋 纷纷朝着这边看过来 一个果盒 里面放着城里有名的各色糕点 一幅字画 据钱嬷嬷说 是钱朝有名的书法大家书写 一架屏风百建 上面是个盛世八郡图的刺绣 还有不匹 彭家是凤开县最大的不匹商 送这个最是实在 顾云东也没想到 彭家居然这么大的手笔 彭仲飞 这是真的被吓坏了吧 别的不说 就那幅字画和那个摆架 可不是容易得到的 柳维也吓了一大跳 他想到自己之前送出去的礼物 悄悄地把柳安给拉了过来 柳安 回头 你再加二十两笔金 少爷 你太败家了 虽然我也挺喜欢顾家的 但是这顾家 到底是在乡下的 送太贵重了 会让人家心里不安的 顾云东要是知道柳安所想 绝对会把他踹到一边去 心里不安个鬼呀 多多益善 他晚上做梦都能笑出来的好吧 他像是那种没见过大世面的吗 顾姑娘可还喜欢呀 他想看看顾云东受宠若惊的表情 可后者却点点头 淡定地将东西给收了过来 这是你们尚夫婶的一番心意 自然是喜欢的 顾云东哪里看不出钱摩摩自打顾仙回来后 就变得不善的眼神 他扭头就对其他人说 大家都是来祝贺我家盖了新房子的 送啥我都喜欢 原本被彭家送的礼 震得有些回不过神来的村民 顿时笑了起来 怪不得 村长叔这丫头说话 让人觉得心里舒坦啊 家人多 我这忙得脚不沾地的 有招待不周之处 请多多包涵 摩摩请自便 钱摩摩挤着笑容点点头 见顾云东去其他桌了 才重新坐下来问顾仙 你不是说她是你唐姐吗 可她说话 可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出来的 哦 我大伯小时候读过书 唐姐就跟着大伯认了几个字 哦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咬文嚼字的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能说几个成语似的 哼 真是月缺什么 就月要炫耀什么 这会儿大家都已经坐下了 少清远就坐在距离钱摩摩这桌不远的地方 柳薇跟他熟 自然和他一桌的 六太爷和村长 是这村子里辈分最大和最有威望的人 对于柳薇这个城里来的贵客 自然是要陪同的 因此也坐在了这一桌 其他人倒是也想坐 尤其是方氏母女 几次都想挨到柳薇身边去打招呼 可看到少清远在 又不敢了 因此 这桌倒是莫名地清静了许多 陈良和六太爷对少清远还算友好的 吃饭间 偶尔还会带着他说说话 菜上得很快 又大部分都是硬菜 村里的村民再顾不上什么柳家鹏家的 一个个都红光满面的身筷子夹肉 钱摩摩带着两个丫鬟 就跟方氏母女坐在一起 她其实送完礼就可以走了 不过听了顾仙的话 就不由得多做了做 那些肉菜一开始端上来的时候 她还是想要动筷子的 可不等她动作了 同桌的其他人 已经开始疯狂地抢菜了 钱摩摩的筷子就停在了半空中 往前伸也不是 往回收也不是 她旁边的顾仙可吃得香喷喷的 她在彭家当促使丫鬟 虽然不像桃荒时候那样吃都没得吃 但到了吃饭的点 那也是要抢的 她没背景没能耐 最后只能吃剩下的 这难得的硬菜 顾仙哪里肯放过 可钱摩摩却越来越待不下去 吃到一半 她到底还是去跟顾云东告辞了 顾仙舍不得走 却也没办法 用力地往嘴里面塞了两块肉 这才擦了擦嘴站起身来 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就跟主人家说一声 原本还想带着顾仙儿一起的 可经过这大半日的时间 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顾云东姐妹两个 关系不太好 否则怎么连话都没跟顾仙儿说一句呢 顾仙儿和另外一个小丫鬟 只能出门等 那小丫头却急着上茅房 把顾仙儿一个人丢在门口 哼 懒人屎尿多 真冷啊 我这身上都没两件衣服 顾云东却能生活得那么好 想想都不平衡 你是顾云东的堂妹 默然身后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顾仙儿猛地一回头 就见到一个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女孩站在那里 她打亮了她一眼 你是谁 我叫陈雨兰 你想不想知道顾云东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哦 陈雨兰跟他们坐在同一桌 之前有悄悄地听到她跟钱嬷嬷的对话 她倒是很意外 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是堂姐妹 这人难道跟顾云东有仇 我就说嘛 顾云东那人一脸的倒霉笑 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看 这不就是一个 钱嬷嬷和另外一个丫头还没来 顾仙儿左右看了看 对陈雨兰示意 咱到那边去说话 两人往前走了走 距离房子二十多米的地方才停下 顾仙儿确实想知道顾云东来到永福村后发生的事情 更想知道她哪里得来的银子 陈雨兰倒是说得快 将她第一天就租了个马车冲贵人 到租他们家房子落脚 再后来得罪村里的二牛子 被他们家给赶出去住到曾家去 林林总总地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顾仙儿却听得皱紧了眉头 说了那么多全部都是废话 也没说顾云东到底哪里来的银子 她听得厌烦 却忽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凑到陈雨兰耳边嘀嘀地说了两句话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顾仙儿还想再说 顾家大门外已经传来钱嬷嬷不耐烦的声音了 顾仙儿 顾仙儿 你人哪 臭丫头死哪儿去了 顾仙儿还是怕钱嬷嬷的 顾不上再跟陈雨来说话 人就飞快地跑了 钱嬷嬷不满地狠狠瞪了她一眼 这才带着他们上了外边的马车 离开了永福村 顾家这边的热闹还在继续 对于自家上梁这么重要的日子 顾云东是真的大方 菜色不说 灵嘴也不少 大伙吃饱喝足了 都有些舍不得走 要不是村长让大伙都散了 这些人还坐在院子里 吃着瓜子聊天呢 村里的一些妇人 都留下来帮着收拾桌子碗筷 十家夫妻也留下来了 他们两个向来是个老实的 今儿个吃了人家这么好的饭菜 总要帮忙干活的 正好 顾云东也有事要跟他们谈 也就没阻止他们 等客人陆陆续续走得差不多了 他正想要去找十家夫妻 就见顾云淑跑过来 凑到他耳边 神神秘秘地说 大吉 柳哥哥找你 柳唯 难道是有秦温真回来的消息了 柳唯是在后院的水井旁边等他 顾云东过去的时候 他正一边抓着头发 一边来来回回地走动 很是焦急的样子 什么事情能让柳少爷 恨不得把脑袋给揪秃了 你可算回来了 我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你说 我这次被你害死了 柳唯却突然瞪了他一眼 他都等了一天了 愣是忍着等他把酒席办完了才找他的 这几天都在闭关研究白糖 都十多天没出门了 昨天才开始置办酒席要用的东西 怎么就害他了 你可得把话说清楚了 我怎么了 你知道现在县城的上层圈子都流传一则谣言吗 你也说了县城的上层圈子 我怎么会知道 还不是你上次在陶家的杂货铺里面吹大牛 陶家那小子第二天就专门跑到我面前 跟我求证治白糖的事 他妈的 他居然还故意带着那个掌柜的过来问这事 那你说 我能否认吗 我硬着头皮都得帮你把这个谎撒下去吧 结果这个阴险小人出了我的家门就开始到处往外传 说我柳家找到个能人 能制成跟白云一样白的上等白砂糖 我没有吹大牛 没有 这柳为智商不太高的样子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连我爹都知道了 还有陶家那个臭老头跑到我爹的面前来冷嘲热讽 说我不学无术交友不慎 人也变得越来越不靠谱 我跟你说 他们消耗我可以 但是不能消耗我爹 昨天那陶家的又跑来我这 他可狡猾得很 故意的激怒我 让我拿家里两间商铺来做赌 如今整个县城的公子哥都说我要输 柳为 赌博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 而且你居然赌得这么大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感觉是个败家子 开始同情你爹了 这不是重点 这事一年节 你说怎么办吧 你这根本就是在耍无赖吧 就算没有我 你们家跟陶家已经经验甚深 他们早晚也会找到别的理由来坑你的 你聪明 那你解决 这钱收拾的 顾云东全头都捏紧了 可转念想到他后来又从了二十两的礼金 到底还是忍下来了 行吗 看在这败家子大方的范上 我就帮你解决了吧 互惠互利 在这等着 他说完 转身就离开了后院 回到了主屋 房门一关 他就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罐子来 看着里面细细白白又香甜的糖 顾云东满意地笑了笑 再出来时 却发现了中途就离开的少庆远回来了 看看左右没有人 少庆远才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陈雨兰找上了顾仙儿 两人在外面说了好一会话 说了什么 陈雨兰 车身怎么就这么不安分呢 我都懒得理会她 这母女两个还总是蹦跶出来 深以为有个当村长的伯父 我就不敢动她吗 没听清楚 和她太远了 又没有遮挡的东西 我好靠近 刚才我跟着那对母女后面 他们好像直接回去了 暂时没做什么 没事 知道这两人狼狈为金就足够了 少庆远刚想问需不需要做点什么 就见那边柳薇已经等不及地跑出来了 顾丫头顾丫头 你怎么这么久啊 到底想到办法没有 柳薇仿佛都没看到少庆远 一来就要伸手去拉顾云东 少庆远挡了一下 啊 说话就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 柳薇这才反应过来 忙把手给收了回去 可脸上的神色还是焦急得不行 顾丫头 怎么样了 顾云东没理会他 还是往后院走去 这边随时都有人过来 等到了后院 顾云东才将手里的罐子递给了柳薇 什么东西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柳薇只能按压下心口的焦躁 打开罐子的盖子 然后就看见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格外晃眼的一片白 这是 什么 他有种很不真实的猜测 甚至为了这种不太可能的猜测 而变得隐隐有些兴奋起来 你可以尝一下试试 柳薇忙伸手去罐子里抓 可那罐子太小 他手太大 摁了半天也没伸下去 顾云东翻了个白眼 你可以拿一个手指头站 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他一只手拿着罐子 一只手摊开 干脆倒了一大把 然后直接伸出舌头舔了一口 下一刻 他的瞳孔猛地紧缩了一下 错愕地看向顾云东 甜的 嗯 这个 这个是 南沙糖 柳薇呼吸陡然停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还不到他下巴的小丫头 纯瓣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像 像白云一样白的 白沙糖 你觉得呢 他治出来了 他竟然真的治出来了 他没有说的话 没有吹牛 这糖甜滋滋的 和红糖的味道也不一样 但是 更加香甜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柳薇待了半天 突然笑了起来 一开始还断断续续的 到后来竟然哈哈大笑 笑得整张脸都通红通红的 甚至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原本在后院入口那边守着的柳安 被吓了一大跳 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见到少爷仿佛要疯了一样 柳安心里咯噔了一下 都要哭了 忙上前拍了拍他 少爷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你可别笑笑的 你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有话好好说 柳薇被他拍得差点差了气 猛地一脚踹过去 走开 然后拿着罐子 凑到顾云冬的面前 双眼发亮地说 顾丫头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做到的 这是用什么做的 你一个人做的 算了算了 这些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 我要带着这些罐子白糖 去找那个星陶的 让他这个孤落寡玩 没见识的东西 好好睁大狗眼 看看清楚 什么叫个白糖 他说着说着 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拿着罐子就走 可才刚走了两步呢 就被少庆远给拦住了 柳薇瞪着眼睛 少庆远 你做什么 说着 把罐子藏到了身后 一副生怕少庆远 会抢走的模样 可他防得了少庆远 没能防住顾云冬 放在身后的罐子 立刻便被他给收了回去 顾云冬随即松了一口气 幸好少庆远动作快 这柳薇就是个二百五 我话都还没说完 就到处嚷嚷 真是手扬翔的揍他 还给我 什么叫做还给你 这是我的东西 这人还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了 那你卖给我 这一罐多少钱 这糖呢 是我提炼出来的 但我只有这一罐 这个弄出来是不是很难啊 想也知道 肯定非常非常难的 我也算是有见识的人家了 但是也从没见过这么白 又干净又甜 还细细小小的白砂糖 这么说来 顾丫头简直是个天才 而且这世上 就这么一罐白砂糖 这么稀少的东西 那得是多珍贵啊 柳薇在心里算着 自己的私房钱 也不知道够不够 可没等他算出来呢 就见顾云冬摇了摇头 倒也不是很难 啊 我这十多天的时间 一直在完善制堂的过程 之前手法不稳定 白糖确实也体炼出来不少 但最满意的 就这么一罐子 他在末世前是知道 制堂过程和方法 以前也动过手 但那个时候 是有专业的师傅在旁边 指导改正的 且工具都是现成的 如今自己单独上手了 不管是甘蔗 还是其他的东西 都要重新准备 也直到自己动手了 他才发现 有些细微的步骤 他给忘记了 所以得一遍一遍的试验 还有些步骤并没有那么简单 稍微一个不注意 提炼出来的白糖 就跟现在罐子里的 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还好 经过这十来天 他也算是熟能生巧 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既然你也说没问题 那这块糖 可以给我了吧 还不行 为什么 这一来呢 就一罐子还太少了 当初我在杂货铺 说的可是二十斤 你难道不想把二十斤 怼到那姓陶的面前吗 这儿来吗 你觉得你现在 拿着这样的白糖出去 有多少人会想要 把配方弄到手 来找我的麻烦 这后面一点 确实是件麻烦的事 到时候 只怕陶家 就是第一个起心思 刘维一愣 一旁的邵清远 也皱起了眉头 刘维又忍不住 开始揪头发了 那怎么办 找靠山 现在又没专利 不过就算有 碰到有钱有事的 也没用 顾云东从彭仲飞身上 就吸取到教训了 看到他那么明目张胆的 就敢把他的图纸 据为己有 那其他人 见到这白糖中的 巨大利益 同样会不择手段 有我们柳家 给你当靠山啊 现在县城的人 都以为你是我的人了 什么叫做他的人 不够 柳维脖子一梗 就想反驳 可顾云东也赞同 是不够 那你想找谁 我们柳家在县城 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吧 再说我们柳家背后 那也是有人的 你上次 你上回说 皇上有意让秦文征回朝堂 消息准确吗 当然准 你想让秦文征当靠山 这个 这个 秦文征的确是很适合的人选 但是 他会答应吗 其实我们柳家也不错的 你还可以跟我们家合作 我们家有渠道 有人卖 你这白糖 肯定买得很好 这熊孩子 总算想到要为自己家拉拉生意了 这白糖可是个新出来的东西 价格高昂 只此一家 他们柳家如今 已经打算迈出县城 走向府城了 这白糖来的可真是时候 你上回说秦文征出门了 这么多天过去了 他回县城吗 顾云东不太想找柳家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柳家自己就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嘛 今后合作可以 兵是兵 卯是卯 什么都说清楚了 也好算账 可当靠山的话 他就没有一点优势了 只能是柳家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但秦文征是官 他分给他一定的利润 他当自己的保护伞 各取所需嘛 当然前提是 他要先见见秦文征 看看他是不是 真如传闻中的一样 秦文征一门心思 都铺在为国为民上 他不见得会 当你这个靠山的 提炼出这么精细的白糖 也算是为了国家发展 迈向了好大一步 难道还不算为国为民 那他如果 让你把秘方 直接献给朝廷呢 如果他给的条件 足够让我动心 也不是不可以啊 顾云东也从来没想过 要把这个秘方 紧紧地捂在手里 黄泥法迟早都是要 发扬光大的 秦大哥是回来了 这个真的不能给我啊 他那一副 恨不得现在就把白糖 对到杏陶的脸上 并且嘲笑他 有眼不识泰山的蠢样 让他把输掉的店铺 砌书拿过来的模样 简直辣眼睛 你就这么忍不住吗 最多再给我十天时间 我给你二十斤 好 好吧 忍十天 好难 其实吧 你可以利用这十天的时间 让兴讨的在在你面前 嘚瑟嘚瑟 然后趁机把赌注加大 当时光 这丫头 原来这么阴险的妈 不过 我喜欢 你太聪明了 你说的对 这一次 我就让姓陶的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让她好好出出血 柳安 咱们回去 柳安急忙应了一声 跟上了 顾云东看着她 仿佛一阵风似的逃跑 忍不住扭头和少青远说 你说她这么傻 我会不会被影响 以后少接触就行 糟糕 我忘记跟她说 真是保密了 暂时也不要告诉柳家人了 顾云东说着 急忙转身出去 可到了门口 柳威的马车已经跑远了 少青远猝眉 我去追 话音落下 她就往马车后面跑去 顾云东叹了一口气 刚想转身 漠然看见一道身影 在她家门口探头探脑的 见她看过去 忙转身就走 顾云东蹲下身 捡了块小石头 对着她 啪地扔了过去 那人脑袋被砸了个正着 顿时停了下来 顾云东往她走去 看到我就跑 怎么 又做什么亏心事了 像我家外面鬼鬼祟祟的 难不成又盯上我家了 当然不是 庄子猛地转过身 急忙否认 见到顾云东严肃的表情 她那早就已经好了的大拇指 又开始感觉到隐隐作痛了 庄子忍不住 小小地后退了一步 我 我就是想我回家的时候 听我妹说我爹娘来这吃喜了 就 就好奇过来看看 庄子是真不知道 他爹娘竟然会跟顾云东有来往 他平常看不惯爹娘那副 胆小懦弱的性子 所以这关系就很僵硬 这些事情也不会说 再者 他也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了 自打跟胡亮彻底闹翻了之后 没了他带头 他也没主动想霍霍别人 家里还欠了顾云东一两多银子 他干脆去了镇上看看有没有活干 没想到今天回来 家里就小妹一个人在家 爹娘早午也没回来吃 顾家今天上凉 爹娘去了顾家吃喜 爹娘什么时候又这么大胆子了 竟然敢去顾家蹭吃蹭喝 他在家里忐忑不安 犹豫了再犹豫 到底还是不放心 就过来看看 可没想到会被顾云东给抓了个正着 现在好了 不但没把爹娘救出来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顾云东完全不知道他把这儿当成是狼血虎窝了 但他那仿佛自己是魔鬼的眼神 就让他很不喜欢 就在这时 河叶洗完碗从曾家那边出来了 看到站在门口的庄子还愣了一愣 急忙走过来 你咋来了 赏午饭吃了没 吃了 娘 你没伤着吧 啊 这问的是什么话 我好好的就洗个碗 怎么会伤着 爹呢 你爹帮忙搬桌子去了 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 顾家的桌椅都是从村子里别家借来的 收拾完后自然得还回去 顾云东在一旁听得满头黑线 他算是明白了 庄子方才那眼神不是仿佛 是根本就是把他当魔鬼了 草 我的形象已经毁到这种地步吗 顾云东忍不住揉了揉额角 暗暗地深吸了一口气 把心里那暴躁的情绪给压了下去 随即扭头和善地对荷叶说 和婶子 你先进去喝点红糖水 暖和暖和吧 我这正好有点事情 想跟庄子收拾 和叶对顾云东的印象 已经改了许多了 他知道这姑娘其实是个讲理的 当下便点了点头 嗯 行 这大门口外还有不少小孩在玩 两人也不算是单独私下相处 乡下地方说两句话还是没关系的 庄子有些忐忑不安地看着他 左右看了看 有种随时都在找机会逃跑的样子 你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那个银子我很快会还给你的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不对 再给我一 不 两个月 放心 我不是为你讨债 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他还需要我帮忙 不知怎么的 莫名的有点骄傲是怎么回事 对 你要是答应了 那一两多的银子就不用回了 行行 你说什么忙 我答应 我还没说啥忙呢 他也敢这么快应想 就不怕我让他去杀人放火 你帮我盯着陈雨兰和他娘 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和什么人见面 刚看到庄子 他就觉得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本就是个二流子 平日里无所事事 也不下地干活 就算整天在村子里到处晃荡 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而且庄子认真说起来 还算机灵 最起码要比胡亮更看得懂形势 盯着陈雨兰娘娘 为什么呀 难道是方氏 终于和别的男人有坚情了 要捉坚吗 庄子有些兴奋 这个他就很乐意干了 还以为要他做什么呢 就这点小事 为了给村子里增添点八卦乐趣 庄子表示 就算让他不喝不睡也没问题 盯多久 他激动个什么劲儿啊 一个月吧 以我对顾仙儿的了解 他要是跟陈雨兰狼狈为奸 最多也就一个月内 肯定忍不住要出手干点坏事的 顾仙儿在棚府 他不好盯 但同样的 顾仙儿想算计他的机会也不多 至于陈雨兰 庄子盯着就足够了 一个月而已 就能抹掉一两多银子的债 比我去外面打短工 又赚得多了 现在是农贤 各个村的壮劳里 都去外面打工了 他这么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二流子 要找活干 太难太难太难了 和庄子说好了后 顾仙东便让他走了 庄子也敬业 回去就晃荡着 去了方氏家附近蹲着了 他刚走 周氏他们也从曾家出来 碗筷什么的都已经收拾好了 剩饭剩菜留了一部分 其他的顾仙东都让他们分着装走了 另外还一人给了一斤红糖 周氏几人高兴得不得了 如今这糖可是贵得很呢 他们一年到头买买 也就一斤多点 平常都舍不得吃 也就过年过节 或者坐月子的时候甜甜嘴 没想到顾仙东一给就是一斤 尤其是周氏 他和儿媳宋氏两人来帮忙的 顾云东便直接给了两斤 周氏眉开眼笑的 简直要把他当成亲闺女了 大概只有董事清楚 顾云东的红糖到底有多少 对别人很珍贵的红糖 对于顾云东来说 却是最适合送人的东西 周氏等人走了后 顾云东才提着剩下的红糖进了新家 那里 石大山跟荷叶还在等着他 石大山夫妻两个 也不清楚顾云东让他们留下来做什么 此时就这么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 安静地看着崭新崭新的屋子 不管怎么说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都是让人羡慕又舒适的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盖上 如果他们也盖了新房 那庄子娶媳妇也就不用愁了 可他们现在却还欠着债呢 两人对视一眼 急急地叹了一口气 顾云东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 见状不由地笑起来 这是怎么了 石叔沈子等久了吧 不好意思啊 不久 不久 云东让咱们留下来 说是有事要说 你说这到底是啥事啊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请快说 还真的有事 想让石叔沈子帮忙 顾云东让两人坐 给他们倒了水 这才坐到对面 我去看过石叔家的果林 果子种得是真好 我爸想买地 专门用来种水果 量有些大 所以想让你们帮我看看 这村子里或者隔壁村子 哪里的地最合适 如果你们忙得过来的话 也想让你们帮我滚一滚果林 当然 神手肯定还是要顾的 宫庆也不会少的 果林 对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顾云东对这对夫妻两个的性子 多少有些了解了 他们其实对种果树 很有一番热忱 把自家的果林 都当孩子一样照顾 当初他去他们田间的时候 就见到这夫妻两个 看着自家果林那 纯粹满足的表情 真的特别感染人 他们想多种吗 当然想 但是胆子太小 以前发生的那些事 让他们怕了 不敢了 所以 顾云东才想着 让他们帮忙管理果林 他想 等到他们哪一天 看到大片大片 结完果子的果园时 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果然 夫妻两个对视了一眼 眼里不约而同地 涌上了一抹激动 多大呀 多大我现在也说不好 要看有没有地 当然是越大越好的 就算现在小 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买 那 你想种哪种果树啊 各种水果 所需要的土壤也不一样 有些是可以一起种的 有些就不合适了 目前最需要大量种植的 应该是 干着 其实啊 其实 咱村东面那儿啊 有一个小山头 倒是挺适合的 不过 不是很大 真的 其实啊 以前我也想过 等有钱了就把那种买下来 只是后来 不敢了 罢了 大概有 三十多梦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啊 要 顾云东当即站起来 跟着十大山夫妻两个 去了东面的山头 说是山头 其实就是个坡地 跟深山当然是不一样的 他是看不出什么的 就算看了两本书 也还是不明白什么是 沙土 壤土 黏土 但看十大山那欣喜的表情 就知道 这是块好地 看完了地 顾云东便去找村长了 陈良没想到 他还没帮他寻摸好良田 他这边已经决定买小山头了 那山头不是很贵 如今大家有钱 都是先买良田 像这种适合种果树的山头 很少有人愿意要 毕竟水果这东西 不好种不说 还不好卖 一个是贵 有钱人家都有自己的庄园果园 很少去外面买 没钱的买不起 想吃水果了 就去山上摘点野生的 甜甜嘴 二呢 是不好保存 种得太多 一次性成熟了 就要赶紧拿去卖 不然就腐烂了 可大家都是乡下人 没渠道没人卖的 最多就是拉到县城去 所以那三十亩地 顾云东用了一百二十两买下的 这钱一付 这钱一付 瞬间觉得手头又有些紧了 地已经买了 石大山便对他说 这如果要种甘蔗 那 现在就可以开始整地开直折沟 选种苗了 顾云东知道 甘蔗一般在杨历二月到四月种植 到了年底十一月 至次年四月份都能收割 现在是农历十一月 前期准备是可以开始了 这方面 还是石大山夫妻两个在行 顾云东直接交给他们 顾云东干脆当着村长的面 写了份协议 让村长当个见证人 预制了二十两银子给他们 让他们选种苗 至于他们两个是不是忙得过来 需不需要雇人 这些他们自己决定 顾云东也不怕他们管不住人 那不是有庄子在吗 那小子其实还是很在意 自己的父母家人的 双方都按了手印 石大山拿着二十两银子的手 微微有些颤抖 没想到 这丫头居然这么相信我 都不怕我 我贪了她的钱吗 办好了事 顾云东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房子也上好凉了 山头也买了 甘蔗也有人负责了 至于其他水果的种植问题 还是要让石大山有空的时候 帮忙寻摸寻摸适合的地 连地都没有 那真的是啥都干不成 顾云东一身轻松地回到新房 这会儿 杨氏和两个小孩都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 很是欣喜的样子 见到他回来 立刻便围了上来 顾云书很喜欢现在的新房子 他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能单独拥有一个那么大的房间 还可以有书房 大姐 咱们什么时候搬进来 过两天家具就到了 再让太阳 晒十来天 咱们就住进去 顾云东也想早日搬进来 虽然董秀兰一家都不错 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到底更加自在 他指了这面前的主屋 那间房就给爹娘住 除了那间 其他的房间你们自己选 我选那间 顾云书指着左边的房间 顾云东又看向顾云可 小姑娘却突然抱着她的腿 啊 要一个人住吗 可可怕 有怪东西咬我手 是啊 她才三岁 还太小了 那可可跟娘一起睡 等长大了 再跳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住 好不好 好 娘也怕 我陪娘 顾云东看向杨氏 果然见她听到 跟顾云可一起睡的时候 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是我疏忽了 娘虽是大人 但心智和可可差不多 想着 顾云东忍不住去看顾云书 小家伙像是想当什么似的 表情也有些不安 好吧 其实这一小子也在怕 就是不说而已 云书也在陪娘和妹妹一段时间好不好 这房子毕竟大 对他们来说又是全新的陌生地方 云书也才五岁 一开始见到新房子的兴奋劲过了之后 内心还是很不安的 毕竟以前在老顾家 他们一家五口 也只有一间房而已 我 我不怕的 没鬼的 对 也说过 子不语 怪力乱神 三叔以前说的什么 什么吊子鬼 无头鬼 都是骗人的 骗人的 云书当然不怕 但现在天气冷 你一个人睡容易受寒 本该穿了 你想住哪间房 就住哪间房 我 好 顾云东顿时笑了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往房间走 说起房间的布置来 顾云书有好好地规划过自己的房间 这边放书桌 那边放柜子 顾云可就简单多了 小姑娘现在有些暧昧 说要在房间里插满花 上次曾月带她去山脚下采了一些野花 她就带回来不少 一个角落放一点 说香香的 杨氏没发表什么意见 反正两个孩子说什么她都点头 都觉得好 等一家四口逛完所有房间 都差不多要吃晚饭了 这个时候 邵清远才回来 只是她的后面还架了一辆马车 她是直接将马车拉进了顾云东新家的后院里的 掀开车帘子一看 里面满满的都是甘蔗 顾云东诧异地看向她 这么冷的天 邵清远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 可嘴角却微微地咧开 笑道 我追上柳维了 放心 她应该不会告诉家里 她知道你制堂需要甘蔗 让我把他们庄子上种的甘蔗拉来了 怪不得她这么晚才回来 不要钱吧 不用 虽然她还懂点神情事故 回头可是能帮她赢两千 不对 或许更多间的店铺呢 她见邵清远风尘仆仆的样子 想她连中午也没怎么吃 就帮她盯着顾仙 后来又追着柳维去运了甘蔗 顿时有些愧疚起来 好像使唤汤使唤得太理所当然 这人怎么也不懂得拒绝呢 晚上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蛋炒饭 好 你先歇着 马上就好 她撸起袖子就去了曾家厨房 邵清远看着她的背影 微微地拽了拽手 眸光深幽 嘴角带笑 接下来两天 新房的家具就到了 顾云东也把制堂的工具 搬到了新家这边 毕竟这边的院子大 而且有口井 方便许多 柳维第二天又来了 性匆匆地说 姓陶的果然去找她麻烦了 眉飞色舞地将如何坑陶家说了一遍 顾云东正嫌弃她口水乱喷 石大山就上门来了 顾云东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芒陶里柳维的荼毒 跑出了大门外 石大山满头大汗的 可脸上却带着兴奋 顾云东让她进门来 她立刻摆摆手说 云东啊 你不是说还要再寻摸果林吗 隔壁安平村就有 五十亩的果林 是镇上一个地主急用钱 拿出来卖的 安平村不远 又有五十亩 这个是难得的机会了 那地啊 原本就是种果树的 是块好地 只是 只是那地主家的长工 它不会种 结出来的果子味道苦涩 个儿还小 前两年砍了果树 种了一些别的 收成 它也不是很好 打理的也不是很经济 现在全部都拿出来卖了 价格应该能压一样 只是 只是 这地主要求五十亩 全部都买了 这个 买这地的银子 可要不少 也不知道它够不够啊 银子吃紧呢 银子我先问别人姐 大山说 你先帮我去安平村 打听打听 看看还有没有别人想买 能压多少价格 哎 行 石大山立刻转身走了 安平村 它正好有认识的人 便是狗圣的爹 赵柱 因着狗圣和自家庄子 走得近 它也没少和赵柱接触 这一来二去的 倒是熟悉了不少 顾云东也急忙回了屋子 急匆匆地就去找柳维 正好有这么个富家少爷在 借钱的事情 不是难事 回头等白糖卖了个好价格 它也有能力还给它 最多也就是拿来周转 半个月而已 可谁知他到了前院 却没见到之前 还在侃侃而谈的柳维 那里只有少庆远一个人在 柳少爷呢 少庆远正拿着锄头 帮他把前院里准备 拿来种花的地翻了翻 文言停下动作说 走了 走了 靠 谁说要将他把星陶的 给坑了这件事 说个一天一夜的 我才转个声 跟大山树说了两句话而已 他就走了 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急事 你找他有事 现在应该还走不远 我去叫他回来 他说完就要走 顾云东想到他之前 也是跑着去追 坐着马车的柳维 结果中饭晚饭都没吃 还一身疲惫的样子 等等 我没什么事 是我 柳维不在 不是还有少庆远吗 顾云东顿时就笑眯眯地 走到他身边 轻咳了两声 脸上挂着 显而易见的某种目的 怎么 能不能 借我点银子 少庆远前不久才刚带着柳维 去山里打了两只袍子 一头大虫 柳维出手大方 一开始就承诺 只要少庆远带他进山 打到袍子 就给一百两银子的 结果 少庆远不但打到了两只袍子 还有一只大虫 甚至到最后还救了柳维一命 顾云东没具体问给了多少钱 但肯定不少 等我一下 少庆远甚至没打听 他要钱做什么 扭头就回了自己家 没多久 拿了一个盒子过来了 给你 吃饮太干脆了吧 他慢吞吞地打开盒子 下一秒 整个眼睛都瞪圆了 顾云东 顾云东愣愣地抬起头 看着对面一脸平静的人 他伸手将盒子里面的银票 拿出来数了数 再数了数 八百两 八百两 居然有八百两银子 这个人竟然是个隐形的富豪啊 放眼整个永福村 大概都找不到比他更有钱的人了 可问题是 你有这么多钱 还吃干巴巴的馒头住破烂的屋子 穿满是补丁的衣服 就算他不会烧饭 但够个人不成问题吧 完全没遍遇过得像是那民似的 少庆远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银票 那眼神平静的 好像那只是几张普普通通的纸而已 没有一丝情绪 一个人 无所谓的 顾云东猛地顿住 他竟然觉得他这句话 莫名地让他有些发酸 是了 他一直是一个人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就算是增加 他也是保持距离 不亲情不骄傲 村子里的人 是他为洪水猛兽 小儿见到他 都屁之唯恐不及 独来独往 有钱或者没钱 都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吃饱穿暖就行 不需要更高的生活品质 大家都叫他狼崽子 可顾云东 从来没见过他 做出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 就算动手 那也是别人先招惹的他 或者是胡亮那样的二流子 他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爷爷死了 少庆远却态度冷漠 但他相信 这中间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顾云东微微地收紧手 一时之间 心情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我借三百两 应该够了 他从里面抽出六张五十两的银票 将盒子递了过去 少庆远却摇摇头 没接 都给你 你拿去用就是了 不够我再想办法 少庆远 你 钱放在我身边没啥用 你应该 还要买地买果树 要用大钱的地方多的是 你也可以买地 村子里 不会卖地给我 为何 据我所知 陈良对少庆远 虽然不是很亲近 但也不会对他有啥不好的意见 就当个普通村民那样相处之后 不至于不卖地给他吧 当年离开李家的时候 为了还他们的养育之恩 我当着村长和所有人的面承诺过 不会买一亩地 还养育之恩 就不让你买地 这太荒唐了 你当初到底怎么想的 当年 只要能和李家断绝关系 任何条件都不难了 许氏提到陈年旧事 少庆远的眸光 渐渐地变得有些冷漠起来 顾云东见状 忙转移话题 算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那你这八百两 你用 顾云东抿紧了唇办 排谋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手里的银票 随即又看了看他 半晌后 忽然像是下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般 格外严肃地看着少庆远 你知道我在治白糖 应该也猜到我今后 肯定要以这个为生意的 这样 既然银子你用不上 那我就拿着银子当你入股 到时候卖白糖所得的利润 给你一 不 两成 如何 不过只是白糖的省益 以后我再有其他省益 就没有你的份了 顾云东想过了 现在如何提炼白糖 还只有他一个人会 他事情多得很 以后还要制造糖果 果朴果干 一个人分身乏术 必然要找信得过的人分担的 少庆远无亲无故 孤身一人 而且有勇有谋 不是个心软糊涂的 最重要的是 他发现这人跟自己挺有默契的 跟这样的人合作 省心 关键是他发现少庆远好听话的 当然 这里面还有他的一点隐蔽的小丝心 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提议 让我参与到他做的事情里来 他垂在身侧的手 疏得握紧 似乎在节里地克制住谋中情绪 顾云东见他半天没声音 小声地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太少了 那 一成够了 是不是少了点 莫名的有种良心不安是这么一回事 够了 足够了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事情 我便做什么事情 可以光明正大 不需要找李莹了 这话听着怪怪 不过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顾云东收了八百两银子 也跟少庆远签订了协议 这手头上一下子便宽裕了起来 顾云东立刻去隔壁村 将那五十亩果林给买了下来 那地里的庄稼确实不咋样 也不知道那地主家到底是怎么种的 因为地主家比较急 而且很少有人能一口气吃下五十亩的地 顾云东巧舌如簧 将价格一压再压 最后商定八两银子一亩 花了他四百两银子 唉 这钱真是不经用啊 哗啦啦的一下子就出去了 他让十大山帮忙寻摸适合种植的果树 这五十亩地 他就不打算种甘蔗了 这边搞定了 顾云东便又开始专心制制的制堂 刘维阁两天又来了 想看看进城 被顾云东给赶走了 你这天天往这边跑 那陶家的发现不对劲了怎么办 回头你提前暴露了白砂糖 你们那读约可就玩完了 啊 对对对 你说的对 我这就回去 我回去就假装一筹莫展 无计可施 大发离庭 让他们啊 再多得意几天 说着他就兴匆匆地回家了 顾云东嘴角抽搐了两下 他如今跟邵清远合作 自然将制堂的法子交给他 邵清远敢直接将身家财产全部交给他 如此信任 顾云东自然不会辜负 制堂的法子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还别说 邵清远比他容易上手多了 有了他帮忙 速度一下子便快了许多 又过了一天 顾云东便提着二十多斤的白糖 去了县城 顾云东去了刘府 因着柳维有交代 他进去并没有受到阻拦 柳维看到他过来很高兴 见到那二十斤的白糖 更高兴 拿着就要出门 不是说好了十天吗 现在时间还没到呢 可这不是有二十斤了吗 筋是够了 我就可以甩在陶清的脸上去了 所以我上次说的第二点 你忘记了是吗 第二点 靠山 对 我现在要去找秦文征 试探他的意思 你弟弟还没去学堂吧 你给我找进干净的新的小丝的衣服 为什么要小丝的衣服 送你弟弟去学堂 特意请了个大早过来 等城门一开就过来了 以为我是吃饱了撑着吗 快去快去 找身新的衣服过来 柳薇看他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急忙去找柳安 柳安很快拿了一套衣服 有些大 还好现在天气冷 顾云东直接套在外面 收拾收拾就行了 然后 柳薇便去了他弟弟的院落 跟他弟弟身边的小丝说 他今日亲自送人去学堂 结果 他领着他弟柳毅刚到门口 就把人交给了顾云东 顾云东这是第一次 见到柳薇的弟弟 他年纪和顾云叔差不多大 可他紧绷着脸 双手背在身后的模样 却跟个小大人似的 见到顾云东 柳毅也不意外 过来的路上 他哥哥就说了 今天他一个朋友送他过去 看来就是面前这个人了 柳毅冲着他点点头 指了指放在一旁的书香 拿上 走吧 然后让车夫抱着他上了马车 顾云东看了两眼书香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也跟着上了车 你跟你哥完全不一样 爹说大哥不堪重用 我责任重大 今后要撑起整个刘府 顾云东想笑又不敢笑 柳毅却继续说 你既是我大哥的朋友 以后还望你多规劝大哥 读书写字 不要带他去不该去的地方 什么叫做不该去的地方 我哪里知道什么是不该去的地方 就是爹娘这么说 我顺嘴就学来了 可对上顾云东那好奇的表情 他只能梗着脖子 用稚嫩的嗓音说道 哼 你心里有数 车夫 赶紧出发 这孩子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如果云叔跟他成了同窗 那肯定有趣 想到这儿 他倒是有些期待见到秦文征了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刚出发 刘府外又过来了一辆马车 车一停下 就从里面下来一个青年 刘府里的刘老爷 刚听说有位姑娘进府找自家儿子 想找柳薇过来问问清楚 冷不丁就听到管家说 秦文征过来了 他当即顾不上儿子 赢了上去 没想到秦文征见到自己 却微微蹙眉 这件事 怎么会闹得这么大 现在满县城都知道 你们柳家能拿出白沙堂来 你怎么没把这件事压一压 压一压 都是那白家子 我倒是想压 可我这边刚找陶老爷子说话 那边柳薇 已经跟陶行 当着满城人的命 敲落打鼓地下都住了 我还能怎么压 这件事闹得太大 要是再不恶绝 有些人会拿这件事 大做文章的 秦文征跟柳家是有些交情的 柳老爷一个唐书家的庶子 少年时被迫出走离家 偶然遇到了当时 还只是六皇子的当今皇上 因缘巧合 成了六皇子的手下 后来一直暗中帮着六皇子做事 柳老爷和这位唐帝小时候 关系还不错 后来六皇子成了太子 柳家那位自然跟着水掌船高 只是当时先皇还在世 他也不好放在明面上来 柳家也被交代低调行事 窝在凤开县里当个普通的商户 当年秦文征尚在朝堂时差点遇害 就是这位柳家唐书救了他 并且将他跟当时的太子搭上县 他听太子的话 暂时隐退离开京城 后来游遍大好河山 最终定居在了凤开县县城 也是那位柳家唐书提的建议 并且得到了柳老爷的帮助 如今先皇去世 亲皇登基 柳家唐书也能从人后 慢慢地浮出水面 陷于人前 如今正在筹备当中 正是需要低调的时候 可偏偏出了治堂的事情 这只是在这县城里面 闹一闹也就罢了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事连府城那边都知道了 今日一大早 代之府就派人来这边告诉他 有人可能会借此大做文章 秦文中自然不希望柳家出事 这才找上柳老爷的 柳老爷愁得头发都秃了 我找人查过了 好像是个乡下女子传出话来 说自己有那个本事的 也不知道柳维这中了什么血了 连这种话也相信 之前被掏刑 记得读两家铺子也就算了 我们家也输得起义 就当买个教训 谁知就前两天 他去了一趟那 什么什么 永福村 回来整个人都疯我了 他去教训他 这混小子还不让他管 问他怎么回事也不肯说 还嫌他烦 简直是大不孝的逆子 果然 他培养小儿子柳翼 才是明智之举 其实 他原本也打算 今天找人去永福村 把那女子给找过来的 之前听说有女子来找柳维 柳老爷猜多半就是他了 柳维我也见过 虽然不爱读书 智商也不高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倒也不会这么不靠谱 他人呢 我去见一见他 总觉得柳维有些奇怪 这么盲目地相信一个女子的话 能不成陷入感情不可自拔了 行 你跟我来 我也正要去找他 两人脚步匆匆地前往柳维所住的院落 没想到刚踏入院门 就听到柳维在哈哈大笑 那声音吓得柳老爷一个机灵 咱们老百姓啊 这个真高兴 就在他忙碌的时候 紧跟着听到柳维开始唱歌 唱得那个难听 五音不全也就算了 还鬼哭狼嚎的 柳老爷觉得没脸急了 这 这 不会是失心疯了吧 柳老爷脸色一变 急急忙忙地就往里面冲 柳维唱着歌刚一转身 就见到进门来的柳老爷两人 歌声刚到高亢的阶段 此时戛然而止 跟鸭子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 脸上的表情更是僵硬 张着大嘴 看起来格外的猙獰 柳老爷觉得自己心口疼 忙过来扶着他坐下 怎么好端端的就发了疯病呢 我听说之前 有位姑娘来找你 是不是她做了什么 爹这就派人去把她抓回来 柳维眨了眨眼 总算回过神来 急忙伸手拉住他爹的手 等等等等 爹 你说什么疯病呢 我没发疯 我好好的 我就是高兴而已 听说话倒还是算正常 你高兴旧就鬼火鬼叫的 爹 你是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 我告诉你啊 我 不对 我还不能说 哎呀 总之我很快就能帮爹赚到武剑铺子 到时候 你可不能再跟我说是半家子 不孝子了 我也是很为柳家作响的 算了吧 你不输掉武剑铺子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给我做好 你秦大哥找你 爹你真瞧不起我 柳维撇了撇嘴 随即猛地看向秦文征 输得又站了起来 秦 秦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 顾云东刚去学堂找人 秦大哥就在我家出现 那 这不是错过了吗 秦大哥 你赶紧回学堂去 这二字真应该给扔了 你说的什么话 你秦大哥来看你 你别给我不知好歹 不是 爹 我这 柳维 你和陶家打赌的事 闹得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这些事啊 还是尽早解决的好 啊 我这里 倒是还真有一个主意 能够大事话小 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只是 你要受些委屈 你可愿意 我不愿意 都快要打脸啪啪啪了 凭什么是委屈啊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有多严重 等到你们打赌的时间到了 你拿不出自己所说的白砂糖 柳家损失的 可不止五间铺子而已 还有可能把整个柳家 全部都赔进去啊 我知道 我这不是能 柳维心痒难耐 他甚至想把白糖放到秦文征的眼皮子底下去 告诉他 有 他都有 但是不能 要是我坏了顾云东的好事 肯定会被他抽筋扒皮的 柳维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顾不上许多 伸手就推着秦文征往外走 秦大哥 你先回学堂 你回去就什么都知道了 真的 求求你快回去吧 要是你回去没什么结果 你下午来找我 你说什么我都照做 秦文征一愣 眯着眼看了柳维片刻 最终点点头 好 他跟柳老爷告辞 这便扭头回家 哎 顾云东应该会感谢我的 嗯 而此时的顾云东 却已经带着柳毅到了学堂 只是刚下马车 就见到学堂门口 围了不少人 顾云东让柳毅小朋友 站在原地 交代车夫看着他 自己挤进了人群 围在外边的 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一个个地看着里面 对峙的两方人 其中一方 站在学堂的门口 有四个人 一个年轻的妇人 身边站着丫鬟 她怀里抱着个小姑娘 最后一个就是顾云东 见过的门房 站在他们对面的一个 看起来有些年纪的中年人 穿着整齐的长衫 头戴方巾 看起来像是读书人的模样 他身边还站着三个少年 两个孩童 一看着架势 就是来势汹汹的样子 顾云东皱了皱眉 问身边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 这几个人啊 是咱县东义书院的 夫子跟学子 听说啊 昨儿东义书院的几名学子 在茶楼里大声探讨什么学问 结果秦夫子 带着他夫人女儿也在茶楼 听他们说的错误的学识 就给指出来纠正礼法 结果今日 他们书院的夫子 带人上来理论 说人秦夫子 说的那是错的 顾云东之前也打听过 知道这东义书院 是奉开县里 除县学外最大的书院 书院的院长是个举人 学子中也有五个人身上带有秀才功名 和他相比 秦文中的学堂就显得弱小多了 不说才开办一两年 就说他收的学生也都是孩童 且只有十来个而已 别说秀才 连个童生都没有 而且秦文中是真的低调 知道他身份的 大概也就县城里 诸如柳家 彭家县令这样的人了 就说他学堂里那些学童的家人 有半数以上的人 也只是听说这边有家学堂 数修不高 夫子和善有学问 才送了自家孩子过来的 东义书院里 也就那位举人院长 知道他到底是何人 偏偏这位举人 因为新黄登基重开恩科 已经在上经复考的路上了 今日带几个学子过来找秦文中的 只是个寻常夫子而已 门口的葛氏也被这几人烦得不行 却还是耐着性子 我家夫君不在家 请问若是有事要找他 还是改日再来吧 不在家 怕是知道自己昨日说错了话 不敢出来吧 亏得他还是个教书育人的夫子 肚子里没有文末 偏偏要装成学识渊博的样子 像他这样的 根本就不配当读书人 教书育人 就是在乌人子弟 我看他这夫子啊 不当得好 学堂也不必开了 可是脸色都变了 偏偏那夫子后面的几个学子 也跟着附和 说的话一个比一个尖锐 围观的人开始怯怯思语 这分明就是在毁坏我夫君的名声 我夫君肚子里没有文末 简直是笑话 你不妨回去问问你们书院的院长 我夫君到底有没有学识 谁人不知道我们院长上经复考不在书院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也不同你一切夫人说话 叫秦夫子出来 不要缩在里面不出声 那夫子一边说 一边往前逼近 葛事不由地往后退了一小步 可他忘记了身后有个台阶 当下一个不稳 人就往后面翻去 身后的丫鬟惊叫出声 哎呀 夫人小心 他想去扶 可手里还抱着小姐 前面又正好有那个门房挡着 距离远 根本就来不及 眼看着葛事要摔倒在地 鞋子里突然冲出一道人影 猛地扶住葛事的腰身 将他脱了回来 多险 小不是他扶着 今日就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脸了 他话音落下 才发现周边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出声 抬起头 就看到所有人都看着自己腰间 他微微地低头 看到还扶在腰上的那只手 顺着手指往上看 又入眼帘的是一张清秀得有些过分的脸 是脸 还没等到他细看 那边东义书院里突然发出几道痴小声 他听广众之下 你一介成了亲的妇人 喝个小丝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犹如斯文 简直犹如斯文 怪不得 怪不得那位秦夫子大放厥词 他连家都管不好 哪有心思做学问 可不是 刚刚现在还抱在一起 舍不得分开呢 小孩子别看 小心长真眼 其中一个学子 还故意捂住身边的两个小童的眼睛 大声说道 旁边围观的人也小声地议论 这葛氏啊 看着也是个知书达理的 我平日里见着 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就觉得 人家跟我们不是同样的人 可现在看来 这些话 葛氏都听到了 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顾云东也沉着脸 他稍稍地扶正葛氏的身子 夫人正 多 多谢 葛氏微微垂着头 站直了身子 可是下一刻 他的身子又是一歪 脸上闪现出痛苦的神色 顾云东下意识地 再度伸手拖住他的腰身 怎么了 这是为姑娘 脚好像扭着了 你还不过来 顾云东立刻扭头叫那个已经傻了的丫鬟 丫鬟陡然回神 脸却变得煞白 匆忙把挣扎着叫娘的小姑娘放下来 上来扶住葛氏的手 夫人 你怎么样了 娘 你怎么样了 葛氏摇摇头 对着顾云东笑了笑 真的是谢谢你了 哟 还在这里难舍难分呢 这抱一抱 还抱住感情来了 秦夫人 我看你家夫君 也是个不堪重用的 看看 到现在还缩在里面不出来 你不如干脆地跟了这个小斯德了 所以说 读过书的书生 真的没什么风度的时候 说的话更加难听 顾云东松开葛氏的手 看向对面东义书院的那几个人 哼 怎么 当着大家的面 做了这等丑事 还不让人说了 像你们的狗眼 顾云东猛地伸手 抽掉脑袋上的帽子 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我是你的 女的 如丝的长发倾泻而下 清脆的嗓音叮铃乍响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仿佛被点了穴一样 瞪着眼睛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半晌 东义书院的夫子才陡然回过神来 狠狠地甩了甩头 手指指着过云冬 你是女子 怎么 不知眼瞎 比眼珠子都没了是吧 既是女子 为何要女扮男装 我高兴 我乐意 关你们屁事 不称体统 简直不称体统 不知女扮男装 还脏话连篇 简直是犹如斯文 斯文个鬼哦 你堂堂东义书院的教书先生 不教书育人 反倒带着学子上门找茬 咄咄逼人怎么不说有种斯文 你一边说着不和父神一般见识 一边当着人孩子的面口出恶言 企图败坏他人名声的时候 怎么不说有种斯文 人家夫人都说夫君不在家 你偏偏不信 非要在大街上闹得沸沸扬扬堵塞 交通影响他人怎么不说有辱斯文 顾云东连连逼近 那声音又脆又利 竟然那夫子和几个学子 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一边瞪着眼 一边往后退 你还说自己是读书人 但你害得秦夫人差点摔倒 却连声道歉都没有 反倒对出手帮助的我 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 像你这种不尊重他人 不知道理数的人不叫读书人 该叫斯文败类 我什么 我说错了 连我都知道读书人上门拜访 应该先递帖子约好时间地点 再坐下来谈古论 经谈天书地谈笑风声 而不是带着几个学子 就气势汹汹跑到人家家门口 对着老弱妇孺 大放厥词成威风 你这种和事情泼妇有什么区别 这下不只是夫子了 连那几个学子脸上 都闪过难堪愤恨 哼 教你们这样的素质 这样的教养 简直是丢尽东义书院的脸 丢尽读书人的脸 你 你 胡子 这般道果真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说得对啊 古人诚不我气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呸 你们这几个不孝子 你 我们如何不孝 你们娘不是女子 你们居然说她难养 不想赡养了是吧 这不是不孝是什么 几人被说得面红耳赤 那夫子这下是真的心脚痛了 指着顾云东 你 你强词多理 我就是论事 说不过我就把嘴闭上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夫子脸色渐渐扭曲了起来 陡然觉得眼前一黑 整个身子直挺挺的就往后倒去 夫子 夫子 三个学子大惊急忙扶住她 恶狠狠地瞪了顾云东一眼后 赶紧跑了 有本事来找茬 你有本事别装军啊 怂不 她转过头 视线一一扫过围观的人群 这些人方才还在一旁说风凉话 指指点点地说葛事不检点 此刻去看着她连声都不敢出 谁敢出啊 没看到她伶牙俐齿 连独树人都骂晕了吗 你们 还有事吗 没事 没事 姑娘刚才说的话 很有道理 是那几个人没 没规矩 我想起我家里还煮着粥呢 我得赶紧走了 我也得回去洗衣服了 难得太阳出来了 随着一道道声音的落下 方才还挤得满满当当的街道 瞬间一轰而散 所有人都逃得飞快 仿佛身后有人碾翅的 他们一走 便露出了不远处站着的柳翼和车夫 顾云东走过去 柳翼抿着唇还是一脸严肃 可双颊却红扑扑的似乎有些激动 他虽然站在人群外 看不见里面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能听见声音 再加上旁边车夫跟他说的前因后果 柳翼马马虎虎算是明白了大概 他依旧背着手 打亮了顾云东好一会儿 确实是女子 还长得挺好看的 你帮了我师娘 你很不错 能当我哥哥的朋友 说完便大步地往学堂门口走去 先问候了葛氏 随即带着葛氏的女儿 秦安宁往里面走 葛氏站在原地等了等他 见他从马车里面 提了个小篮子才过来 顾云东空着一只手 扶着葛氏的另一边 和那小丫鬟一块儿进了学堂 嗯 他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进来了 葛氏很感激他 等到了房间里坐下后 又谢了一遍 秦天真的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要受伤了 那些人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顾云东将篮子放在一旁 我还以为方才说话太尖锐 也没有理数 夫人要看不上我呢 这说的什么话 你是为了帮我 我是那么不知好歹的人吗 再说了 那东义书院的几个人 也确实可恶 我也想狠狠地骂骂他们 就是嘴巴 没你那个气势 这秦文贞的夫人 倒是好说话 葛氏的脚扭到了 还好不是很严重 秦家的吓人不多 除了门房之外 还有管家 以及葛氏身边的丫鬟 秦文贞身边的小丝 还有一个灶上的婆子 小丝跟着秦文贞去了刘府 管家也被吩咐出去办事 那婆子去了市集买菜 这才导致家里就葛氏几个人 这会子那婆子回来了 他倒是会看点跌打损伤 拿药酒帮着狠狠揉了几下 就没大碍了 葛氏换了身衣裳 这才从内室出来和顾云东说话 我还没请教姑娘方明呢 怎么打扮成小丝 跟着柳家的小少爷过来了 可是有事 我叫顾云东 家儿过来确实是有点事 顾姑娘请说 我想 夫人 夫人你如何了 顾云东还没回神 就见到一道身影 一阵风似的刮了进来 跑到葛氏的身边后 直接蹲下去看她的脚 葛氏急忙推了推她 别 这还有人呢 我没事 已经擦过药了 秦文贞确实闻到了药酒的味道 见葛氏没别的损伤 这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她一回来 就听门房说了 东义书院夫子学生 来闹事的事情 心里急得不行 立刻就跑了进来 这会儿听到葛氏的话 才站起身子 扭头看向顾云东 我已经听全书说了 是你救了我夫人 多谢姑娘 不客气 总算见到传说中的 秦文贞秦夫子了 比想象中的要儒雅一点 看她方才那么紧张 她俯审的样子 应该是个重感情的 秦文贞脑子转得快 门房全书 不止收了东义书院来闹事 夫人挽了脚的事情 还说了帮助他们的姑娘 是装扮成柳家小丝的样子 来送柳翼上学堂的 在结合在柳家发生的事情 她很快想到了 这顾云东的身份 顾姑娘 可是来自永福村 和柳家大少爷认识 是 那 姑娘今日来找我 可是有事 姑娘救了我家夫人 但凡我能帮得上忙的 秦冒绝不推辞 刻意装扮成小丝上门 又认识柳家大少爷 想来是知道我的身份了 既然秦夫子这么说 那我并不客气了 我耀依五岁的弟弟 率真可爱 善解人意 声明大义 学得大体 勃勃开朗 英学聪明 姑娘 我知道令弟是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孩子 你可以直接说重点 就没见过这么称赞 自家孩子的 难道不应该谦虚一下吗 哦 是这样 我想秦夫子 能收我弟弟云书为学生 教他读书识字 就这样 嗯 我听柳少爷说 秦夫子博学多才 知识渊博 我看他们柳家都把孩子 送到这里来上学 想来夫子定然不错 算柳维还有点见识 我收学生 一向看学生的资质和平静 若是能够入得我眼 无论是贫穷富贵 他都是我的学生 我还未曾见到恋弟 姑娘不妨带恋弟 过来看一看 没有例外 柳家不是凭着人情 把柳一小朋友送过来的吗 虽然还是很相信 弟弟的资质和脾性的 一旁的葛氏 便伸手撞了秦文中一下 倒也有 姑娘今日帮了我家一个大忙 我自然可以放宽要求 至于多宽 谁让他爱重夫人呢 五岁孩子 不管是笨也好 品性不好也罢 他多费点心思 多少能掰正过来的 顾云东听了这话 就放心了 除了这事 我还有一事 想跟秦夫子谈谈 喂喂喂 不带得寸进尺 我也是有平气的 这事儿 我想单独和秦夫子说 秦文中眉头拧得更紧了 只是想到 他也有意问问这姑娘 关于柳家打赌的事情 是不是跟他有关 便还是同意了 让丫鬟带着女儿出去 也让原本站在门口的小厮离开了 我没什么事情要瞒着夫人 姑娘有事便说 正好 我也有事想问一下姑娘 顾云东没意见 他反而觉得 这样相互尊重信任的夫妻 才让人放心 秦夫子有事想问我 睡就有点奇怪了 那夫子先问吧 正好已趁机 多了解了解秦文中 毕竟接下去要说的事情 还是需要谨慎的 顾姑娘是永福村的人 又和柳家大少爷是朋友 那应该是知道 她和陶家打赌的事吧 我想知道 这件事情 是否跟姑娘有关系 咦 原来是这个 嗯 是跟我有关 这么说来 姑娘果真就是那位 扬言能治出白糖 并且让柳少爷 身心不疑的女子 应该没别人了 姑娘可知 这时如今已闹到了府城 若是再不遏制 后果不堪设想 葛氏忧心地 拉了拉她的袖子 我在今日 去了柳家 见到了柳家大少爷 我本想劝她大事话小 可是她却不听我的劝告 她似乎很相信顾姑娘 但是问其原因 她确实又不说 哎 顾姑娘 可否告知有其他原因 原因很简单 因为柳少爷相信我能治出白糖来 秦夫子你相信吗 顾姑娘 你我今日才第一次见面 甚至到了此时此刻 我尚不知道姑娘方明 以及家庭背景和品性 我又如何能够相信 你有这个本事呢 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顾云东点点头 弯腰提起 一直放在一旁的篮子 放在桌子上 随即 拉开盖在上面的布 露出里面一个陶瓷罐子 那夫子看完这个 想不相信我有这本事呢 秦文正一愣 看了看那罐子 随即跟葛氏对视了一眼 夫子打开看看 顾云东做了个请的手势 秦文正顿了顿 神情紧绷地打开了盖子 探头一看 里面的东西细细丽丽的 白白的一片 仿佛是盐 仿佛又不是 这次 可以尝尝 这次顾云东细心了些 准备了一个小勺子 毕竟人家夫子是文人 总不能跟柳薇似的 直接倒在手里吧 秦文正狐疑地 拿起小勺子咬了一点 迟疑了片刻 眼看着葛氏要自己过来吃 这才凑到嘴边 浅浅地抿了一口 下一刻 瞳孔猛地一缩 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甜的 这是 如你所见 这就是白砂糖 夫子现在相信我有这本事了吗 秦文正浑身一震 眼睛骤然变得炯炯有神 顾云东被他这眼神 盯得寒毛都竖了起来 有种自己此刻 闪闪发光的错觉 他闻了闻心神 夫子 秦文正却重新坐下 一把将手里的勺子 塞进嘴里 满满一勺糖 全部吃了进去 随即闭上眼 像是回味一般 细细地抿了抿 不要搞得好像 吸纳什么事的好吗 秦文正再睁开眼时 已经平静了不少 但眼神却依旧是 炙热的 狂喜的 顾姑娘 这 这真的是你制的 是 好 好啊 你 你可是为咱们国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国家做出贡献 不不不 夫子可别给我戴高帽了 我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子 这糖我也是拿来卖的 为了银子而已 可担不起这么大的重担 她怎么就一点都不兴奋呢 可是 顾姑娘 你知道将配方献给朝天 你得到的东西 远远比银子更加重要啊 嗯 也许你说的对 我能得到名誉 得到夸奖 得到一笔赏银 甚至得到史书上的记载名流千史 哦 大概会写上 风开县某某村故事 连个名字都没有 这 这不是很明白吗 这难道不好吗 当然好 可是鲜花掌声以后呢 我还是永福村的顾云东 我的配方献给朝廷 我就不能用了 我甚至想要用白糖做顶别的 还要自己去买 她将来还要做果酱糖果的生意的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白糖 可杂货铺里的白糖 那价格简直凶残 就算皇帝因此认识了他这个人又怎么样 不出一个月就忘记了 他没了赚钱的来源 日子恐怕过得比以前还不如 就如同现代的那些奥运冠军 为国争光的时候 多么激动人心 让人敬佩喜爱 可等到退役后 又有多少这样的运动员 生活变得窘迫穷困 鲜花掌声之后 能为自己打算的 还是只有自己 顾云东自认是个自私的人 没那么伟大 这般说倒是也没错 只是 那 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了 白糖面试之后 恐怕有不少神际遇 所以想找个靠谱有能力的人合作 秦夫子可不是一般的夫子 咱们合作 利润分成 如何 这姑娘 居然是打着这样的主意 可是 秦某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 但是 确实也不是很缺银子 更何况 这白糖对于我来说 可算是个烫手山芸 他倒是想要这分成 可皇上那要是知道了 肯定饶不了他 这是白糖 绝无仅有的东西 又不是跟别人合作 开饭馆 开店铺 那种利润的分成好拿 白糖却不好拿 顾云东听到他拒绝 脸上却毫无意外之色 依旧笑着开口 那秦夫子 不妨听听我的第二个建议 咦 还有 你说 白糖的配方 可以献给朝廷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朝廷允许我私自制造买卖 马蛋 明明是我弄出来的 我买卖还要经过朝廷允许 蛋疼的 但顾云东明白 他不可能将提炼白糖的技术 一直掌握在手里 这东西不像菜谱秀记 这个人没有 那个人有 自己可以藏着当传承 将来一代一代的子孙 继承祖传手艺 白糖却是关乎百姓 生计 将来是要走进千家万户的 就如同炎一样 他一个小小的农家女 敢玩垄断 分分钟被人给弄死 但是 他可以让朝廷垄断啊 齐夫子 咱们也不说虚的 要我将配方献出来 这就是唯一的条件 当然 朝廷也可以不答应 所不过就是威逼利用我 但是我想 造成的不好后果就是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虽然我很想私下买卖 但你放心 我的量不会很大 而且我最想做的 也并不是白糖生意 不过朝廷却可以大批量的提炼 秦夫子 如今国库空虚吧 你别这么看着我 说句大不敬的话 先皇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都知道 更何况 当今皇上一登基 立刻拨拨了大笔的赈灾银 去了永宁府 那国库还有多少银子 稍微想想 就知道了 可这白糖 替帮皇上 赚一大笔钱 白糖这东西 看着就白净 却量少 我听说京城熏贵 大半都喜欢攀比 那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不得想方设法地买到啊 但白糖掌握在朝廷的手里 还不是皇上说多少钱 就多少钱吗 再说白糖 也给出口到我们邻国 不但展现了咱们国家 先进的技术 也能赚他们的钱 是不是 虽说白糖将来会 普遍到普通百姓的家里 但是皇上 还是可以趁着这几年 先好好地赚一笔 填充国库 不是吗 我呢 就算私下买卖 也只会将价格 定得跟朝廷差不多 我的量又不多 大部分人 还是要问皇上买的对吧 只要秦夫子 当我的靠山 不要让别人找我的麻烦 我就把配方告诉你 好 那我现在 是不是可以去永福村 看一下你是如何 提炼着白糖的 秦夫子 还是先问问上头 全身了再说吧 姑娘看着 可是一点都不像农家你 我也觉得我冰雪聪明 一旁安安静静的葛氏 忍不住笑出声来 秦文正绷着的脸 也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摇头失笑 那 顾姑娘收到 不去写封信 说着 她拿了那白糖就走 可是刚才一直看着呢 听到秦文正要离开 还想着自己是不是能吃上一口 这么白花花甜滋滋的戏糖 没想到自家夫君这个不解风情的 竟然直接拿走了 秦文正很快写完了信 让人连带着把那罐白糖 一起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城 随后回来 又和顾云东聊了好长时间 葛氏吩咐下人烧好了午饭 让顾云东在秦家吃了饭再走的 他一走 葛氏便有些担忧地问秦文正 这是能成吗 秦文正遥遥看着远去的马车 伸手牵过葛氏的手 皇上啊 是个爱惜人才的君主 看来多半是能成的 这般说来 这顾姑娘能够私下制造 贩卖白糖了 那可得遭着不少人的严 京城那边要打听出来 也不是难事 说起来 就算顾姑娘把配方 完全献给朝廷 自己从此不管 那些人想打听的人 还是能打听出始作勇者是他 放心吧 我在这奉开县 也已经好些年了 如今县命是代之府的人 那些人想把手伸进来 还要先问一下我同不同意 再接下来 我怕是要忙起来了 夫人 可是要多担待一些 你是得忙了 不才刚答应顾姑娘 收了他弟弟为学生吗 这事不急 最起码啊 也得等京城那边来的消息之后 我们才有那个心思 秦文中的判断没错 五日后 京城来信 连夜送到了秦府 厚厚的一封信 可见其分量 以及皇上对此的重视 秦文中拆了信 嘴角露出笑意 四日一早 他便带着葛氏和女儿秦安宁 一起去永福村 马车进入永福村时 村里的村民 已经不像顾云东 第一次来那样稀罕了 毕竟自打顾家买了马车 柳家少爷时常过来后 这马车就不稀奇了 不过还是有孩子 跟在马车的后面走 秦安宁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看着那些小孩 和自家学堂的孩子不一样 便微微有些兴奋 想下马车 被葛氏给拦下了 自家小姑娘 可不是文静的性子 真要跟同龄人的孩子玩 肯定要玩疯了也了 拉都拉不回来的那种 秦文征倒是撩开车帘 问外面的小孩 请问顾云东顾家怎么走 他一开始 还怕这些孩子不知道 毕竟他还不知道 顾云东父亲的名字 谁知道 小孩居然齐齐点头 顾家 要问别家 可能还有不知道的 这顾家 村子里谁不知道啊 最最气派的 那幢青砖大瓦房 就是他家 可威风了 其中一个小孩 立马朝着某个方向 大声叫了起来 云淑 云淑 有人找你们家 是不是你家啥亲戚啊 那小孩有些羡慕 云淑家有钱 来往的亲戚也有钱 看着大马车 比他家的还富贵 秦文贵 顺着那小孩的视线看去 就见远远地站着一个小孩 拿着一张帕子 再给一个小女孩擦手 许是没听到这孩子的叫声 顾云淑并没有回过头来 那小孩还想再叫 秦文贞摆了摆手 自己下了马车 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云淑 这 这名字啊 不就是之前顾云东 说的自己弟弟的名字吗 秦文贞慢悠悠地走到他后面 就听到他稚嫩又耐心的小奶音 咧咧响起 看你还敢不敢跑那么快 幸好衣服穿得厚 摔得不重 万一摔伤了 你不得哭鼻子 下次不许跑了 知不知道 想找哥哥 直接大声叫两声 哥哥难道会不等你吗 顾云淑拿着帕子 小心翼翼地擦他的手掌心 大概是磕到小只枣了 有些红 幸好没破皮 我不跑了 你再呼呼两下 小姑娘眼睛红红的 小脑袋却用力地摇了摇 说着把小手往前伸了伸 顾云淑真的认认真真地 给他吹了两下 好了 不成了 走吧 我们先回家 给你换一身衣服 谁知 刚转过身 就见到站在身后的秦文忠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秦文忠安安静静地 听着兄妹两个的对话 对这小孩的印象 好不少 这么丁点大的孩子 一般都是自己 呼啦啦地跑出去 找小伙伴玩的 能这么细心地照顾 比自己小的妹妹 一点不耐烦都没有 实在难得 而且这孩子 样貌也好 挺有礼貌 听顾云东说 他读过书 识过字 看来没白读 我找你家大姐 顾云东 我是县城里来的 姓秦 顾云东 竟然给弟弟 找夫子 这最起码 应该是跟他 收起过我的吧 这么介绍 这孩子 总该知道 我是谁了吧 你认识我大姐 你找他 有啥事吗 顾学丫头 竟然没跟弟弟提过 前些日子 顾姑娘去县城 帮助过我妻子 在今日呢 特地先来带妻女 上门来拜访 我大姐可好了 她又善良 又美丽 又能干 见到你妻子有难 肯定会出手相帮的 嗯 还聪明 新闻中台谋望了望天 想起那天 顾云东称赞 自家弟弟那一大堆的成语 标出口 感情这是 家族遗传 姐弟之间互夸 这都不带谦虚的吗 那我带你去吧 你跟我来 顾云叔对秦文正的态度 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说吧 牵着顾云可的手 往前走 这会儿才在村口 他们家在山脚 还离得有些远 秦文正便想让两人上马车 嗯 我们走着去就行了 大姐说了 不能上陌生人的马车 万一被拐走怎么办 我跟妹妹都很漂亮 很可爱 很招拍花子的眼的 秦文正文言 便也没上马车 让小丝驾着跟在后面 自己陪着两个小家伙走路 一边走 一边聊天 越聊 秦文正便越喜欢这兄妹俩 她发现顾云叔很聪明 读书上面很有天赋 再加上她品性也好 秦文正便起了爱才之心 想要好好地培养她 一行人很快到了山脚下 顾家虽然还没搬到 新家里面去 但白日里顾云东 一般都在这边 因此顾云叔直接带着几人 去了新家门口 随即朝着里面大声道 大姐 大姐 有个城里来的 秦先生秦夫人来找你 秦文正却站在原地 看着面前的青砖大瓦房 微微瞪大了眼睛 顾家 竟然是这么大 这么气派的吗 秦文正怎么也无法 将面前的这栋青砖大瓦房 跟顾家联系到一起 不是说顾云东一家 是逃荒来的吗 不是说他父亲至今为止 还失踪不见吗 而且顾云东之前和他聊天 明明表现的一副自己很缺钱 很穷 很需要白糖买卖生意的样子 这是诈骗 诈骗 他家的房子比自己家还好 看看这门口铺着的石子路 看看这周围整齐的花圃 看看这崭新的大砖头 比地主家都要奢华 顾云东出来的时候 就见到葛氏正抱着女儿 从马车上下来 秦夫人你们来了 进来坐 葛氏和他打了招呼 便牵着女儿往房子里面去了 可走了几步 却发现秦文正还站在原地 不由得回过头去看 秦文正此刻 却一脸怒容地看着顾云东 顾姑娘的房子 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葛氏文言 这才并惊看去 随即 毛子便是一亮 他当然见过青砖大瓦房 甚至见过更加精致的 雕兰画洞 但面前的房子 却给人很不一样的感觉 有些与众不同 却又让人有种 很温馨 很舒适的感觉 瞧这阴阳怪气 可不是 我这房子 可是挂了我所有积蓄 现在身无分文 连送我弟弟去上学堂 都凑不齐处修了 所以要努力赚钱 大姐 我不去学堂了 你不用太努力的 会累着的 不行 行进来说话吧 一伙人进了屋子 顾云东给几人 都倒了糖水 这是用白糖冲的 和红糖比起来 就仿佛没有加 任何东西一样 水还是透明清澈的 看着就很清爽 可是喝进嘴里 却甜滋滋的 葛氏舒服地呼出一口气 看向自家女儿 见她已经咕噜咕噜地全部喝完 并且把空杯子递给秦文贞 让再倒一杯了 秦文贞之前把白糖全部送去了京城 自己没留一点 所以认真说起来 她还是第一次喝这样的糖水 不由得暗暗点头 果然不错 喝完了糖水 秦文贞看到一旁安安静静地站在顾云东身边 像是要给她壮胆的兄妹两个 不由笑道 秦安宁听得跃跃欲试 很是兴奋 娘说了 到别人家做客 要矜持安静有礼貌 所以她一直克制着 不要太活泼 尽管她一早 就想跟云舒云可兄妹说话了 顾云舒抬眸看向自家大姐 后者点点头 她便过来对秦安宁小姑娘说道 走吧 你要跟紧我们 不然会被山上的老虎给丢走的 山上有老虎吗 你见过吗 你能带我去吗 我家上会得了两头袍子 可以就死了 我渴 等到三个小孩都离开了 秦文贞才开口 京城那边有回信了 皇上 统一了你的条件 而且皇上也交代了 顾姑娘尽管制造贩卖 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 当然 这里指的人 是那些明面上 想要分一杯羹的达官贵人 其中包括县城里的 诸如陶家之流 但是 那些萧小之辈 却还是要顾云东自己也注意了 秦文贞能帮的尽量帮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既然要做生意 就免不了这些麻烦事 不说顾云东 就算是柳家那样的 同样有人暗中使绊子 甚至会安插间隙之类的人 缴合他们家生意 那我就放心了 既然确定了 秦夫子是否要去看看 智堂的过程 当然 我可是盼了许久了 顾云东带他们去了后院 如今智堂的地方 就在后院 少庆园此刻 正在那边整理甘蔗 见到他们过来 便洗了洗手 走了过来 这人是谁啊 这和顾云东 什么关系啊 长得倒是高大伟啊 眼神还挺冷峻呢 看着竟然让人无端地 提起了几分精神啊 少庆远没见过秦文贞 当初陪着柳薇去学堂的时候 他只是跟着管家 帮着把袍子拿到了厨房 然后便出去了 不过 他却是知道秦文贞的 那日顾云东回来 并没有瞒着他 和秦文贞之间的交谈 这位是少庆典 我便是跟他合伙 做白档生意的 合伙 是啊 我不是说了吗 为了建这房子 我一点钱都没有了 这不 就只能找人合伙了 我是真穷啊 我信了你的邪 他不再纠结这事 对着少庆远翰守候 便看向院子里的东西 因为还没有大量提炼 所以工具还只有两套 并且有些简陋 秦文贞上前摸了摸 确实摸到了一点白糖红糖 手黏黏的 但是让人很兴奋 快快快 你快提炼一次 给我看一看 顾云东便去取了围裙 谁知刚打算往身上穿时 就被少庆远给阻止了 他接过顾云东手里的围裙 我来吧 反正我也很熟练了 你在一边看着 给秦父子讲讲 也好 秦文贞微微地挑了挑眉 没说什么 少庆远很快取了之前就榨好的浙脂过来 放入缸中用火熬 等到变成了黄黑色的糖浆 倒入桶中凝结成黑砂糖 随即在一口缸上安放一个瓦制漏斗 用稻草塞住漏口 将黑砂糖倒入漏斗中 等黑砂糖凝结成块 再去掉稻草 然后用黄泥水淋漏斗中的黑砂糖 黑渣从漏斗流入下面缸中 漏斗黑砂糖就变成了白霜 最上一层约五寸多 非常洁白 秦文贞从始至终没说话 眼睁睁地看着少庆远 一点一点地将白糖给提炼出来 仿佛在变法术一样 原本黑红的黑砂糖 经过这样一道工序之后 竟然变得这般白净 她的神情越发地激动 少庆远做完这一切才收手 一旁的秦文贞呼吸都不由地放慢了 好 好 太好了 她当即就想亲手试试 顾云东看时间不早了 忙拦住了她 秦夫子 先吃过赏午饭再试吧 不然你这一忙活 大家都得饿肚子了 秦文贞猛地回神 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后院 赏午饭还是在曾家吃的 新家的家具虽然已经搬进去了 但房子还要晒几天太阳才好住 秦文贞吃饭的时候 陡然想起自己还要收个弟子来着 趁机问顾云书要不要去学堂 没想到小家伙摇摇头 我家穷 你如果不要诉求的话 那我 那我就去一下吧 她跟着秦安宁相处了一早上 终于知道了秦文贞的身份 你还挺勉强的啊你啊 我家穷 我家太穷了 在场的其他人默默地低下头 可能大家对穷的理解不太一样 秦安宁更是歪着脑袋 看了一眼手里的糖果 啊 穷人家的孩子 能随随便便地 拿出这么好看的橙子味糖果 送给小伙伴吗 我都没有 那我家 不是更求 秦文贞只能看向顾云东 后者觉得 云书还是要尊重夫子的 再说 秦文贞到底帮了自己许多 不好太薄他的面子 不然 又恼羞成怒了怎么办 因此 顾云东擦了擦嘴 严肃地开口 云书 辛苦你先生 刚刚还很勉强的顾云书 二话不说放下筷子 走到秦文贞面前 扑通一声便跪下了 然后 砰砰砰地刻了三个响头 学生顾云书 见过先生 动作快得他都没反应过来 在场的其他人都停下了动作 愣愣地看着这边 曾家的人更是瞪远了眼睛 这是学堂的夫子 学堂里的夫子 竟然亲自到顾家来收顾云东当学生 这得多聪明的孩子啊 曾家和曾月兄弟两个 有些羡慕地看着顾云书 正好 云书能去读书了 他们这些日子 其实也跟着顾云书学了点字 对他们来说 已经很满足了 好 好啊 你是个精灵孩子 这样 我这儿啊 还有些事情要忙 三天之后 你来学堂报道 哦 云书用力地点点头 扭头看向自家大姐 他的小脸红扑扑的 顾云东知道 尽管他一直说家里穷 不用上学 但心里却是极其渴望的 幸好跟着秦夫子好好读书十字 秦夫子学识冤博 你跟着他 不会吃亏的 这话怎么听着 色变你呢 到底是因为我学识冤博 才不会吃亏 还是因为我靠山大如山 才不会吃亏的 顾云东假装没看到他的眼神 将顾云书给拉了回来 让大家继续吃饭 谁知道 他刚一回头 却看到杨氏愣睁地睁着眼 泪水缓缓而下 顾云东吓了一大跳 忙走到他身边 娘 你怎么了 杨氏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看到顾云书办了诗 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顾云东 你爹高兴 顾云东一愣 缓缓地在杨氏身边坐下 拿着帕子给他擦了擦眼泪 是 提要是看到云书能够读书 而且拜了个这么个厉害的夫子 一定会很高兴的 嗯 找你爹 好 顾云东没忘记要寻找顾大江 但是他得先有银子 得把家里都安顿好了 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在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古代 想找个人 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你和你爹是在哪里失散的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你尽管说 是啊 秦夫子人脉广啊 他便将顾大江失踪的位置说了一遍 最后告诉他 我们和弟约好了 如果谁失散了 最好便在清安府会合 可是等我们到清安府的时候 正逢城内大乱 没办法 只能来了宣和府 秦夫子能否帮我们在清安府打听一下 清安府大乱之后 所有官员都患了个病 整个府城都在大休整 找人 怕是不容易 不过我会帮忙打天价 顾姑娘 你不用担心 你父亲肯定会平安无事 顾云东笑着道谢 杨氏的情绪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随即便又开开心心地吃饭 仿佛之前的哭泣都不存在似的 顾云东摇头失笑 吃完饭后 秦文中就有些迫不及待地 去尝试了一遍如何提炼白糖 就是有些笨拙 果然还是适合读书的人 这动手能力 没天赋啊 不过他很认真 将过程一一地记录下来 等他试完两遍后 终于擦了擦鹅角的汗 带着葛氏和已经快要玩野了的秦安宁 回了县城 他走后 顾云东便和邵清远 开始商量大量制造白糖的事情 单单靠他们两个肯定不行 得雇人 场地也得另外找 顾云东可舍不得把自家刚盖好的新房子 当成作坊 还要大肆地收购甘蔗 多做几套工具 邵清远沉默片刻 突然说 买人吧 买人 嗯 也不用买太多 两三个就够了 白糖是从黑砂糖里提炼出来的 制造黑砂糖并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人都会 我们只要做最后一步就行了 行 那就买人 明天就去 四日一早 顾云东就去县城了 少清远也跟着去的 谁知两人刚到城门口 就见到了柳薇的小厮 柳安 柳安正驾着马车出城呢 见到少清远 顿时高兴起来 我正要去永福村找你和顾姑娘呢 听到自己的名字 顾云东从马车里面探出头来 柳安更高兴了 原来顾姑娘也在呀 正好 我就不用再跑一趟了 你找我们有事吗 顾姑娘怎么忘记了 今天是咱们家少爷和陶家少爷约定的期限呀 就在下午 少爷特地让小的一大早 就去请两位来看热闹的 还真是今天 下午吗 在哪 对 卫师初 就在城内的锦绣酒楼 柳家主要就是做酒楼生意的 锦绣酒楼是整个凤开县最大的酒楼 当然 柳家名下还有各种铺子 卖灵子的 卖糕点的 甚至卖杂货的都有 行 知道了 我们现在还有事 等午时再过去 你让你们家少爷 留个位置给我们 顾姑娘有什么事 需不需要小的帮忙 这县城还是柳安比较熟 问他能让我少费些功夫 你知道这县城离哪家亚行 价格公道 压迫的信誉好 顾姑娘想买人 对 那姑娘问对人了 柳家跟城内的几个亚行 都打过交道 要说最公道的 那还得数城西葫芦巷的那家官亚 里头有个曹鸭婆 手底下调教出来的人 都挺不错的 人也有良心 把下人的身份来历 说得清清楚楚 不会瞒你 价格嘛 比那些丝鸭是要贵点 但是值 行 多谢你了 我先去阳衡一趟 晚点再到酒楼 哦 那早的去回少爷话了 姑娘慢慢来 有事尽管来酒楼找我家少爷 柳安驾着马车离开了 顾云东和少青远商量了一下 直接去了葫芦巷 如果那边没有合适的 再去看看其他的也不迟 葫芦巷很热闹 说是像 道路却很宽敞 他们的马车 能直接赶到亚行门口 顾云东下来 就直接说找曹鸭婆 里面的人一听 就知道这多半是熟人介绍的 立刻去找了人来 曹芽婆四十多岁 出来后一点都不废话 直接带着顾云东两人去了后院 然后将人都叫了出来 让顾云东和少青远先看 顾云东买人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壮牢力帮着提炼白糖 而且牵的是死器 看了一圈后 最终落在一家姓童的人身上 据曹芽婆所说 这一家六口 以前就是县城里 一大户人家的下人 那家人在前段时间都搬走了 败不了太多的下人 便将一部分给发卖了 这童家人就在其中 听说在之前的主人家里 童家人干活也是勤勤恳恳的 就是不怎么会钻营 凑不到主人家跟前 所以最终没有被留下的份 这童家有一老爹一老娘 今年都四十六岁 还有两儿子 大儿子三十岁 娶妻王氏 生了一女十四岁 让顾云东惊喜的是 这女儿力气非常大 虽然吃得也多 小儿子二十五岁 听说之前有过一个妻子 但那妻子嫌他性子闷 最后爬上了主人家少爷的床 成了人家的妾 听到这里 顾云东大概知道为什么 这一家子被先前的主人家发卖了 只怕这个妾在这中间 持了不少价 顾云东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在时没有觉得不好的地方 便买下了 因为都是壮劳力 且身体健康 这六人就花了顾云东七十两银子 还是因为曹亚婆抹了零头的价格 瞬间觉得又穷了 这银子是真的不接花 得赶紧赚才行 少庆远见他一出衙行的门 便愁眉苦脸的 想了想 问道 是不是银子没了 我明日上山看看 有没有大虫 还有袍子 上次他说没吃过袍子 只是这段时间一直有事 疼不出手上山 minist月娘 线 呀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